你够了没有 皇后转头 死死地看着冷贵妃怒道 来人 将冷贵妃 皇后姐姐 没有皇上准许 您是不能私自对妹妹我用刑的 我的品级是贵妃 不是一般任由你处置的妃嫔 冷贵妃结束皇后的话 不惧她怒意 皇后脸色铁青 手中的方帕被她攥紧 冷笑的 冷妹妹学的宫中礼仪 都就饭吃了 你就是这么跟本宫说话的 今日你这般言语 本宫就算带皇上处置了你 皇上也不会怪罪 花落 她怒喝道 来人 将冷贵妃长嘴 孙嬷嬷等伺候皇后的几个嬷嬷 立即走向冷贵妃 伺候冷贵妃的嬷嬷 则连忙将冷贵妃护在身前 冷贵妃挺直身板不动 显然是有所倚仗 她看着皇后冷笑的 皇后姐姐 要不是被妹妹说中了你的痛处 你才要处置妹妹 难道妹妹说错了不成 人都住进你荣华宫来了 你还 长嘴 皇后不再听冷贵妃说话 再次怒喝 孙嬷嬷和那几个嬷嬷齐挥起手 冷贵妃的两个嬷嬷 也是毫无据意地迎上孙嬷嬷等人 姑姑 让他们住手 云浅月忽然出声 话落 她从车上跳了下来 皇后看向云浅月 沉声道 住手 孙嬷嬷等人闻言 立即停了手 堂堂皇后姐姐 倒是听一个小丫头的 看来你真准备退位 让你侄女接班了 冷贵妃冷笑 她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将皇后斗下去 好不容易盼到云王府被废除了祖训 昨日又听父亲派人来传话说 皇上要废后 她看到了希望 是等了又等 却没想到 昨日皇上除了被警世子和这云浅月 气了一通 拂袖而去外 是什么也没等着 而且今日居然下旨 让云浅月住进荣华宫 她如何不气怒 往日她还忌惮皇后三分 如今也没了忌惮 皇后脸色阴沉 刚要开口 见云浅月走向冷贵妃 她将道了嘴边的话 给收了回去 冷贵妃见云浅月向她走来 冷哼一声 眼寒不屑 若是连一个 顽固不化 大字不识 文墨不通的废物 都能住进这荣华宫 依我看 以后这荣华宫 也该改名字了 云浅月不恼不怒 反而面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她脚步不见快 却是几步就走到了冷贵妃面前 笑看着她 冷贵妃娘娘 你接着说 我听着 站在你面前 我才能听得更清楚 冷贵妃呸了一句 我呸 说你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 是吗 云浅月依然带着笑 忽然仰手打向冷贵妃 冷贵妃面前的嬷嬷 只觉得一阵风吹来 他们抵抗不住 身子左右被掀了出去 啪的一声脆响 冷贵妃惨呼一声 身子被打得栽倒在了地上 云浅月看着冷贵妃玩耳一笑 可是我不嫌脏了我的手 皇后一愣 明妃等人据事一惊 谁都没有料到 云浅月会突然出手打冷贵妃 毕竟冷贵妃的品级搁在这儿 不是什么人都能打的 不过想想 云浅月敢当着皇上的面打公主 如今皇上还不在这儿 她敢动手打冷贵妃 也不稀奇 云浅月 你 我的牙 冷贵妃捂住嘴 气怒地抬头 刚一开口 嘴里吐出了一颗牙 她顿时尖叫起来 皇后面色微变 明妃等人再次一惊 此时只见冷贵妃半边的脸 已经红肿不堪 还被指甲划了两道血痕 她嘴边全是血 地面还吐了一口血 一颗牙齿落在血污里 云浅月目光平静地看着冷贵妃 看着她不敢置信的脸 笑着肯定道 是你的牙 没错 你 你居然敢打我 冷贵妃腾得站起身 对云浅月扬起手 云浅月伸出衣袖 一面方静打开 对准冷贵妃的脸 轻笑的 冷贵妃 你看看你的脸 还吓得去手吗 方静里清晰地映出 冷贵妃一张脸 冷贵妃看得清楚 她手猛地将住 当认出镜中的人是自己 撕着牙发痕看着镜子 当心一颗门牙没有 半边脸红肿着挂着血痕 她忽然尖叫一声 眼皮一翻 甚至直直向地上栽去 冷贵妃的人都吓坏了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要搀扶 皇后的人和明妃等其他嫔妃的人 都被惊住了 没人感动 冷贵妃一声尖叫之后 身子直直地栽到了地上 砰的一声 如砸在众人的心坎上 云浅月看了一页冷贵妃 将手里的方镜转了个圈 回身对皇后笑道 姑姑 你说冷贵妃是不是也太不惊吓了 就这小小的一面方镜 居然将她吓晕过去了 皇后看着云浅月的笑脸 一时间说不出话 云浅月看向皇后 和皇后身边的那些女人 包括明妃在内 一个个都是脸色发白 但无一人尖叫一声 她想着 果然都是在皇宫里 经过千锤百炼的女人 她淡淡一笑 这一旁一直锤着头的文来道 文公公 你去禀告皇上姑父 就说我还是不住荣华宫了 刚刚来到 就被人堵在门口好一顿臭骂 骂了我不要紧 可是将她也骂上了 为了维护她的英明睿智的名声 我还是回辅助吧 这 文来犹豫地看着云浅月 云浅月对她挑眉 难道要我自己去说 是 奴才这就去 文来立即转身 向御书房跑去 娘娘 娘娘 伺候冷贵妃的人 此时才反应了过来 连忙扶起她焦急的喊 喊了两声 不见冷贵妃行转 一名嬷嬷 连忙起身向台医院跑去 皇后看着那名嬷嬷离去 并未开口阻止 皇后娘娘 臣妾告退了 一名嫔妃的皇后小心地开口 皇后娘娘 臣妾也告退了 皇后娘娘 臣妾也 紧接着 除了名妃外 其他嫔妃都对皇后请辞 今日云浅月 居然将冷贵妃打成了这副样子 还让文公公去禀告皇上 若是皇上知晓 一会儿来了 定然是雷霆大怒 皇上虽然宠明妃 但是对冷贵妃也是好的 而且冷贵妃会讨皇上欢心 若是皇上看到冷贵妃 如今这个样子 保不住拿下云浅月 也会将他们给牵连着 这种事情 自然还是避开为好 各位妹妹 今日冷贵妃言辞 你们可都听清楚了 皇后看向面前的十几人 不点头也不摇头 问道 那十几人抬眼看向皇后 又看了一眼地上躺着的冷贵妃 起起低声应声的 听清楚了 今日这事 起因如何 到时候皇上必定会问起 在场之人既然都亲眼所见 亲耳所听 就一个也不能离开 皇后脸色有些沉的 看着地上的冷贵妃 冷贵妃侮辱圣上 妄自揣测圣意 本宫本来要对她仗心 月儿代替本宫出声 才只是打掉了冷贵妃 一颗牙齿而已 这算是轻的 若是仗心 就凭冷贵妃那些大逆不道的话 本宫打死她也不为过 所以 到时候你们可要仔细地 将她说的话重复给皇上听 若是错了一个字 皇后说到这顿住 从冷贵妃身上收回事情 目光冷力地扫了十几人一眼 十几人身子一颤 皇后威严地道 便是蒙蔽皇上 后果你们当该清楚 皇上对不听话的妃嫔 如何处置 想必你们心中 都清楚得很 十几人面色齐齐一白 恭敬地应声 是 他们心中清楚 这是皇后借皇上之名 在对他们警告 若是他们不如实说 皇上即便不怪罪他们 皇后也会饶不了他们 这些年 冷贵妃和皇后争锋 皇后虽然偶尔吃亏 但多数时间 还是冷贵妃吃亏的 而今 他们中间就算有人 是冷贵妃收买的人 如今冷贵妃这副样子 等于是被毁了戎 要知道 在皇宫的女人被毁了戎 可就等同于毁了前程 就算皇后倒台了 皇上也不可能封刺 一个被毁了 怡戎的女人为后 再加上冷贵妃 平时趾高气扬 待人刻薄 所以他们很快 就权衡了利弊 一会儿文来回来 定然会实话实说 皇后对十几人的反应 比较满意 话落看向云浅月 谋光隐含担忧 毕竟打冷贵妃 还是不同于打公主 那日是有警狮子在场 皇上看在警狮子面子上 没处置她 今日皇上若是怪罪下来 皇后恐怕也不能保住她 云浅月打完人 半思悔意和害怕也没有 她拿着方镜照照自己 又照照地上的冷贵妃 想着这一张脸果然重要 她一定要保护好 自己的这一张脸 啊对了 还有容景的那张脸 当感觉到皇后的视线 云浅月抬头 对皇后涂了涂舌头 皇后看着云浅月 俏皮的样子 想笑 却是怎么也笑不出来 不多时 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 步履匆匆 显然是一群人正向着这边走来 众人闻声齐齐转过头去 云浅月也转头看去 片刻 只见一群人路头 当前之人 正是一身明皇身影的老皇帝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第四百八十一章 秋游自取 一 老皇帝步履匆匆而来 他身后跟着文来等一众伺候的太监宫女一帐队 一帐队之后还跟着两人 一人是叶天玉 一人是摇着折扇风流无匹的南林瑞 云浅月看着老皇帝脚步匆匆 想着这老皇帝不知道是真紧张冷贵妃呢 还是做足样子给别人看 说不定其实啊 心里打着的 是要将云浅月就是拿下问罪的鬼主意 月儿 你过来 皇后看着老皇帝 手中的帕子紧钻了一下 对他轻喊道 云浅月收回视线 看向皇后 见他抿着唇 似乎拿定主意要保他 云浅月心下感动 对皇后浅浅一笑 摇摇头道 姑姑 我站在这里就好 皇后粗眉 云浅月用传音入密 对他耳语道 您放心 我不会有事 您不用往自己身上来 皇后清清楚楚听到了云浅月的话 亚异于他居然会传音之术 见他一脸无所谓 丝毫不紧张害怕 皇后想起 这云浅月屡次都是有惊无险 看起来莽撞 实则 每件事都站在里上 皇后的心安定了几分 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不多时 老皇帝来到 一眼就看到了荣华宫门口的情形 目光定在了地上躺着的冷贵妃身上 老皇帝看着冷贵妃 那张已经看不出样貌的脸 有些不敢置信 须于 他抬起头看向皇后 沉声问 皇后 这是怎么回事 冷贵妃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云浅月闻言看着闻来 闻来看了云浅月一眼 垂下了头 他想着以老皇帝这么冷血无情 心思深沉的人 不可能只听到冷贵妃被打伤 就匆匆赶来 一定是问了前因后果的 但来了 还直接找皇后问话 将她宅除 看来 这老皇帝是拿定主意 要借此惩治皇后了 他想到此 不等皇后开口 立即的 皇上姑父 冷贵妃是被我打的 皇后刚要开口的话 给吞了回去 好 被你打的 月丫头 你刚刚进宫吧 刚进宫来 就打朕的冷贵妃 你好大的胆子 老皇帝勃然大怒 对皇后喝道 皇后 在你的宫门口 你在城 居然还发生这种事情 朕看你越来越没有用了 皇上 不是臣妾没用 您怎么不问问月儿为何打了老贵妃 皇后看向皇上 她昨日不明白 月儿和景师子为何突然请止赐婚 后来回宫后才知道 皇上这是要借素素的银词宴曲 宣吟后宫之事 来惩治她 进而废后的消息 如今 她欠皇上这般掠过云浅月 直接责难于她 更是明白了 皇上这是铁定了心思 想要将她给废了 皇后心中恼怒 这些年一直以来 在宫中是委屈求全 若是再落得个被废后的下场 那么她牵连云王府不说 又如何对得起自己赔了一生的幸福 昨日她做了一夜 心如死灰 不想 又听到皇上给云浅月宣旨 要带在身边管教 还要住进荣华宫 皇后本来以此的心 又死灰复燃 她就算要被废 也不能就这么窝囊地被她给废了 更不能让她自己的侄女 顾她的后尘 不管是何原因 有你在场 如何能让月丫头以下犯上 打了冷贵妃 你居然还推卸责任 朕对你实在是太失望了 来人 将皇后 老皇帝看着皇后 老眼满是怒意 皇后脸色也出现怒意 截住老皇帝的话 冷声道 月儿顽苦不化 昨日您还在场 她还不是照样打了六公主 今日臣妾没拦住 也不能责怪于臣妾 老皇帝被堵了个哑口无言 她没想到 拿捏了一辈子规规矩矩 对她不敢反抗的女人 从昨日起 居然伶牙俐齿 敢对她明目张胆地反抗了 老皇帝本来 洋装的怒火 腾得被挑起 怒喝道 那如何能一样 冷贵妃 是朕的贵妃 皇上这么说 六公主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了 皇后调眉道 你 你竟然敢如此对朕说话 老皇帝一口气憋在胸口 额头冒出心筋 皇上对臣妾如此说话 臣妾没办法对皇上好好说话 谁天生下来也不是被冤枉的 即便您是皇上 皇后无视老皇帝的怒意 身子站得笔直 好 你说朕冤枉你 那么你就说说 月丫头 为何打冷贵妃 老皇帝老眼灵力地看着皇后 怒道 昨日 是六儿激怒月丫头在心 再加之他们同龄 小女儿打个架 是寻成之事 朕不能因为 她是朕的公主便偏她 又念在昨日奇巧节的份上 不怪罪月丫头 今日 她打的是有品级的贵妃 以下犯上 你若不说出个理由来 朕着不了你 好 那臣妾就与皇上好好说明白 皇上可要听好了 皇后袖中的帕子钻戟 也怒道 朕听着 你说 老皇帝背起手 皇上姑父 姑姑 事情因我而起 人也是我打的 你们怎么抛开我这个郑主 自己说起来了 这让我打了人的人 可是半死成就感也无啊 皇后刚要开口 云浅月插进话 看着二人心中冷笑 老皇帝玩的这个招数 怕是不挺用 她想借冷贵妃怪罪皇后来废后 根本没门 皇后想起云浅月早先说的话 住了口 月丫头 你打贵妃 朕自然饶不了你 你先一边站着 朕要听皇后说 老皇帝瞥了云浅月一眼 声音冷而沉 还是我说吧 这件事情姑姑说不合适 云浅月看着老皇帝 又看了一眼地上躺着的冷贵妃 不等老皇帝反对 静止开口的 冷贵妃说 自古由皇上带在身边教导的人 都变成了您的女人 就像丽贫一样 说皇上辜负昏君 想将我也变成您的女人 说以后姑职共事一夫 让天下人耻笑 说我癞蛤蟆也想要入住荣华宫 说以后这荣华宫该改名字了 最重要是 他说皇上辜负 早就想要废了姑姑 还说 一派胡言 老皇帝打断云浅月的话 老脸铁青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482章 咎由自取 二 皇上姑父 您也知道这是一派胡言对吧 所以 我就想着冷贵妃真是太牵揍了 就帮您出手教训了他 云浅月出了口 看着老皇帝等 皇上姑父一直对我 比我父王对我都好 对我纯粹如女儿一般爱护 可是冷贵妃这番说话 侮辱您的名声不说 也质疑您的品行 这样的话要被传出去 天下如何看待皇上姑父您 您的仪式英明可就被毁了 朕说的是你说的一派胡言 冷贵妃如何能勾然说出这番话来 老皇帝怒看着云浅月 您不信啊 不信 您问问在场的这些人 您后宫的妃子 宫女 太监嬷嬷 还有文公公 除了一个去给冷贵妃请太医的人外 可是谁都没走 那些个人自打老皇帝来了之后 便战战兢兢地色索在一旁 云浅月的眼睛淡淡地扫了他们一圈 老皇帝闻言也看向那些人 目光定在了明妃脸上 明妃 你说 岳丫头说的是否是真的 别因为昨日六公主之事 你便记恨岳丫头 朕要听的是实话 云浅月心中冷笑 这是故意提起六公主 告诉明妃 对她记着仇呢 可是 即便明妃对她记仇 也不见得就会在此时反驳她 会在明面上得罪她 明妃在她看来 能得老皇帝这么些年宠爱 是真有本事的 生了三个公主都受宠爱 这个女人可不如表面上简单 简单的人 在皇宫里可待不下去 回皇上 浅月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没有半句谎言 果然明妃上前一步 恭敬地回话 老皇帝眯起眼睛 当真 臣妾不敢虚假蒙蔽皇上 明妃点头 老皇帝紧紧地盯了片刻 明妃垂着头是一动不动 老皇帝一开了视线 看向其他人 其他人不等她开口 哗啦啦地便跪了一地 参丝不齐地道 回皇上 浅月小姐说的是真的 回皇上 我等到亲耳听到 回皇上 没有半点虚假 云浅月嘴角围攻 果真是皇宫中的女人 没有半点虚假 那她故意加上的 婚君的词汇 哪来的 吼 这么说 冷贵妃是 咎由自取了 老皇帝 瞇着眼睛 看着她的一种嫔妃们 她自然不相信 冷贵妃 骂她昏君 但大抵上 只能说 云浅月 说了一半实话 但是她不知道 何时后宫 居然如此统一了 众人都无人开口 即便冷贵妃 咎由自取 也轮不到月丫头 来教训 自有朕教训她 后宫出了 此等事情 皇后身为 后宫之主 则无旁贷 老皇帝 收回视线 看向皇后 从今日起 皇后 皇上 您不会真如 冷贵妃所说 要废了臣妾了 皇后拦住 老皇帝的话 臣妾自问 不曾做过 不对之事 冷贵妃 一直以来 言语无尽 臣妾都面在 她是皇上的贵妃 网开一面 今日她太过放肆 不止侮辱臣妾 还侮辱皇上 且臣妾让她住口 她不听训斥 还大言不惭 有皇上撑腰 孙默默等人 受臣妾之命 要押她去皇上 哪里管教 她居然让手下的 嬷嬷还手 试问 自古以来 有哪个妃嫔 敢对皇后 如此冒犯 若不是皇上 将她宠得 无法无天 她也能如此 大胆 言行无忌 放肆无礼 皇上若是 就这一桩事情 就拿臣妾问罪 会免太过不治 传扬出去 天下百姓 都会说皇上 宠妾灭妻 你 老皇帝大怒 若是如此 臣妾自请皇上 废后就是 让天下百姓看了 臣妾如何被皇上 欺压至如丝镜顶 皇后忽然跪下身 冷静地等 皇上宣旨了 这个皇后 臣妾不作也罢 你 老皇帝没想到 皇后居然会来这一招 只能恼怒地瞪着她 这一招就叫做 比腿为尽 好一个宠妾灭妻 云浅月心中大乐 觉得她这个姑姑 不愧是皇后 拿捏住了老皇帝的妻寸 古人最重劫发夫妻 夫为天 妻为尊 妾为贱 冷贵妃再尊贵 那和皇后比起来 也只是个妾 老皇帝被这么一顶 高帽子扣下来 她还如何非后 你这个 老皇帝一时气急 看着皇后虽然跪着 但身板却挺得笔直 她气冲脑门 却是盘算落了个空 忽然转头 对云浅月大喝道 来人 云浅月以下犯上 将她 终于是转向她了 看来老皇帝打的是双赢的算盘 先借此整治了皇后 然后皇后一倒 顺势拿下她 如今无法治皇后的罪 便回头打算治罪于她了 云浅月心中冷笑 不说话 静静地听着老皇帝 对她有什么惩罚 再翻牌也不迟 这事真是新鲜 南林瑞忽然开口 截住了老皇帝的话 笑道 天圣泱泱大国 众国俯首称臣 皇上英明睿智 天下传颂 本太子没来天圣之前 还对吴皇的英明神武 甚是仰慕 以为和我南梁的父王相同 后宫定是一派风和日丽 不想真是摆文不如一间 冷贵妃这般的女人 听其言论就知德行亏空 居然还封为贵妃 若是放在我南梁啊 这样的女人 可是连宫门都进不了的 老皇帝文言 这才想起南林瑞了 他立即住了口 脸色不好地看向南林瑞 睡太子 你怎么来了 话落 这才发现夜天玉也在 他皱眉冷喝道 玉儿 你怎么也在 本太子刚刚和皇上说 想住荣华宫 您答应了 我自然就跟来了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483章 咎由自取 3 叶天玉接受到老皇帝的视线 立即恭敬地道 回父皇 儿臣有要事禀告 儿臣见您来了荣华宫 想着事情太急 耽搁下去怕是会出大事 所以儿臣便也跟来了 有何要事 老皇帝声音冷立 显然气得不轻 儿臣刚刚听说 太子皇兄将 冷小王爷给打了 如今冷小王爷 被送去了太医院 昏迷不醒 这可是大事 儿臣特意来禀告 叶天玉等 嗯 天青打了冷小王爷 殷河 老皇帝看着叶天玉 不太相信 儿臣也不知殷河 儿臣是见孝亲王 骑了快马进宫 到宫门都不曾下马 直接就向太医院奔了去 打听之下才知道 冷小王爷似乎被打得很是严重 性命堪忧 所以才赶紧来禀告父皇的 叶天玉立即回答 你怎么不早说 老皇帝怒看着叶天玉 儿臣只是听闻而已 也不敢持分确定 又想着这里的事情也是大事 便等父皇处理完再禀告 免得惹父皇不快 叶天玉垂着头 回答的是滴水不漏 你现在就去太医院看看 到底事情是否属实 老皇帝命令道 他还是不能相信 叶天玉会打冷烧烛 叶天玉这个太子 虽然不令他满意 但形势向来还是有分寸的 更何况 今日之际 他这个太子从秦旨赐婚 要娶秦玉宁后 便更加小心翼翼 不让他揪到半分的错处 如今 是如何会冒着得罪孝庆王的危险 去打冷烧烛呢 他又不是不知道 孝庆王最乎犊子 是 叶天玉领命 转身离去 不用去问了 这件事情我知道 我不但知道 还亲身经历的呢 南丽瑞再次开口 看着老皇帝道 早先我进宫之时 在宫门外遇到 冷小王爷和太子殿下 我对叶太子也甚是仰慕 便靠近了些 想与他亲近说话 再加上我实在太困 便将身子 靠在他的身上 可谁知道 叶太子不知是太过小气 还是对我不喜 出手将我推开 居然还动用了内力 我不防止下被打飞 撞到冷小王爷身上 唉 我有内力护体 也受了些小伤 这冷小王爷啊 就直接昏死过去了 叶太子 带他去太医院了 我本来想跟过去看看 怕太子殿下 对我不喜再出手 那我受了伤 可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所以就去见皇上您 后来就跟您来了 这荣华宫 荣华宫果然不愧是 天圣历代皇后居所 当真是个好地方 我一见呢 就甚是喜欢 所以 南凌瑞一边说着 一边打量着荣华宫 满意之情 异于烟表 你说 这件事情属实 老皇帝打断南凌瑞的话 脸色有些沉 自然属实 南凌瑞点头 本太子从不虚言 本来呢 我想向吴皇讨个说法的 后来怕伤了和气 便没将这样的事情说出 再说啊 太子殿下也是无心之举嘛 我就不计较了 只可怜了 那个冷小王爷 实在是倒霉啊 非得凑到我和太子殿下身后 听悄悄话 叶太子当时 可是运了八成内力不止啊 他没有武功抵抗 如今若是不及时相救 恐怕一条小命 可就完了 皇上 皇上 南凌瑞话音未落 远处传来一声疾呼 正是孝亲王的声音 老皇帝立即顺着声音看去 云浅月也看了过去 只见孝亲王正急步走来 此时孝亲王看起来甚是狼狈 官服的外衣都未曾系好 一路奔跑而来 脸上的神色就跟死了娘友的一瓶 云浅月心思微动 再次看向南凌瑞 南凌瑞对他又眨了眨眼睛 他想着 叶天青定然不会无缘无故地出手 肯定是这压的做了什么 皇上 求您救救全子吧 孝亲王人刚到 也顾不得看眼前的情形 就对老皇帝扑通一声跪下 痛哭流涕 文王兄 你先起来 有话慢慢说 冷笑王爷怎么了 老皇帝装作不知地问 全子 全子被太子殿下打伤 如今在太医院 所有太医都束手无策 恐怕 恐怕 老臣可就这一个儿子 孝亲王不停地磕头 老皇帝面色大变急声道 啊 居然这般严重 太医说 那一副俱损 如今就吊着一口气了呀 孝亲王泪流满面 不停地祈求 皇上 老臣求您救救全子 老臣不能没有这个儿子啊 冷王兄快起来 朕这就随你 去太医院看看 老皇帝也顾不得 这云浅月的罪了 连忙急步 向太医院走去 小亲王立即爬了起来 跟在老皇帝身后 自始至终 根本没心思 看躺在地上的冷贵妃 他一边急步走着 一边哭道 皇上 您将于要逢五百年的灵芝 给小儿救命吧 太医院的太医们说 若是有五百年的灵芝 全子兴许还有救啊 老王兄 你难道忘了 那五百年灵芝 早就被太子求去 给丞相府的秦小姐 和南江的夜公主用了 哪里还有啊 老皇帝回头看了 小亲王一眼 小亲王老脸一灰 险些栽倒 难道花儿 救不救了 太医院 除了太医 都有何人 老皇帝问 所有太医都在了 都束手无策啊 小亲王抹了一把眼泪道 文来 你速速去德亲王府 将人小王爷 请进宫 给冷小王爷诊治 老皇帝对身后看了一眼 对文来吩咐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四百八十四章 修游自取 四 文来 你去荣王府一趟 即刻请景世子入宫 景世子知晓 人之大义 定然不会见死不救 老皇帝犹豫了一下 对文来吩咐 是 文来再次应声 连忙向宫外跑去 小亲王一喜 连忙道 啊 景世子妙朔回春 若是能出手 犬子定然能得救 老皇帝文言停住脚步 回头看了眼云浅月 缓和了脸色的 月丫头 阵圣旨说 从今日起 将你带在身边教导 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 还不快些跟上 云浅月想着 这脸变得可真够快啊 估计是要用到荣景了 所以才对他也和颜悦色了 不过他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云浅月立即摇摇头 苦着脸道 皇上姑父 跟在您身边 我可不敢了 这还没跟在您身边 听您教导呢 冷贵妃就乱骂了我一头 我哪还敢跟在您身边 这荣华宫我也不住了 我何德何能 赃污了荣华宫的地方 一派胡言 朕看在云王府世代效忠 和天圣历代皇后 出身云王府的份上 才把你带在身边教导 让你支离 哪里整出 这些乱七八糟 大逆不道之言 还不快些跟上 老皇帝薄怒 云浅月站着不动 自然不能跟着他就这么走了 让他忙完了冷少卓 回头再来找他算账 他无视老皇帝的怒意 看着地上昏迷不醒的冷贵妃道 可是冷贵妃呢 您不至罪于我了 我可是打了您最尊贵的贵妃 孝雄王闻言此时才猛地回头 发现躺在地上的人是冷贵妃 他一惊 啊 妹妹 话落 他急步跑到冷贵妃身边 这一看 更是脸色灰白 他抬头向老皇帝问道 皇上 这 这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啊 冷王兄 冷贵妃 说了朕大逆不道的话 同时也冲撞了皇后 月儿 才代替朕教训了她 有如此下场 实在是咎由自去 你不用管了 她是该吃些苦楚 才方能收敛一下脾气 老皇帝对孝雄王宽慰的 话落 看上笔直跪在地上的皇后 也缓和了语气了 皇后 皇后起来吧 是朕错怪你了 冷贵妃 既然已经受到了教训 你诉诉命人 去太医院 找一名太医来 给她诊治 这后宫之中 你是皇后 理应拿起皇后的威风来 若有人 再如冷贵妃一般 你不用拿了她压给朕 直接处置了就是 是 臣妾遵旨 皇后也知道 这是老皇帝退后了一步 给她和云浅月 一个台阶下 算是再也不追究这件事情 她也静好救收 站起了身 云浅月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打了冷贵妃也是白打 但她实在不想住在荣华宫 她站着不动 还想借这个机会讨价还价 皇上 冷贵妃到底如何打你不到了 被打成了支付 孝亲王看着冷贵妃的脸 浑身发颤 要知道 女人的脸最为重要 尤其是皇宫里的女人的脸 如今这样 与毁荣合一 这若是医治不好 就会留下疤痕 这让她以后在皇宫三千家里里 如何生活 冷王兄 冷贵妃皮外伤而已 慢慢医治不打进 还是冷小王爷性理攸关要紧 老皇帝见孝亲王面色沉痛 对她提醒她 我们先去太医院 等警狮子进宫 看看警狮子可有办法救冷小王爷 才是重要的 孝亲王立即惊醒 再顾不得冷贵妃 连忙跟上了老皇帝 心中虽对云浅月打了冷贵妃 皇上却不追究 这件事情有点恼怒 但如今 正是等着警狮子进宫 救她儿子的命 现在可不止她知道 警狮子对云浅月心疑 居然能当着皇上的面说出 此生只此一期 独一无二的话 这摆明了是非她不取呀 如今这天下间也是传遍了 本来她以为 容景会因为昨日和云浅月 情旨赐婚 被天下人嘲笑 却不曾想 这百姓们不但不嘲笑 反而如今天下传扬 警狮子痴情 浅月小姐真性情 实乃是天生一对 容景的名声 不但丝毫不受影响 反而连云浅月的名声 也好了很多 如今 这又是有求于容景 她自然是夹起尾巴做人 便不敢说云浅月半句 她儿子的命 比什么都重 老皇帝见德亲王上道 便心下宽慰 她儿子没出息 但是她的命根子 她自然不能让冷少佐死了 这样毁了孝心王 令她一蹶不振 老皇帝往前走去 走了两步 见云浅月不动 沉声喝道 月丫头 还不快跟上 皇上姑父 我不住荣华宫 云浅月趁机要求 不住荣华宫 你想住哪里 朕不是想让你住荣华宫 是因为 你姑姑住荣华宫 你晚上要被她教导 才让你也住进来 难道你让你姑姑 也跟着你搬去云王府不成 混账 赶紧跟上来 再多说一句话 朕就命人堵上你的嘴 让你再也不能开口 老皇帝怒吓 云浅月醋眉 看来这老皇帝是铁了心了 哎 小丫头 本太子可是因为你住荣华宫 我才来荣华宫的 如今拟不住 难道让本太子 将刚刚跟皇上说的话收回吗 本太子可是诚信之人 做不来出尔反尔的小人之举 你快答应得了 那里瑞摇着折扇跟上老皇帝 装模作样地叹道 本太子也随皇上去看看冷小王爷 毕竟这件事情 也是因本太子而起 唉 可怜的冷小王爷啊 老皇帝不再理会南临瑞 急不向太医院走去 孝秦王看了南临瑞一眼 有些恼怒 但也不好发作 也跟在老皇帝身后 急不离去 叶天玉此时眸光威伤 他看着云浅月依然不动 出声的 岳妹妹走啊 以后你住荣华宫多好 每日我过来给母后秦安 都能看见你 若是你住荣王府啊 我十天半个月可都能见你一面 月儿 还不快跟上 晚上我派人去皇上那里接你 皇后也开口 云浅月这才点了点头 终于台步跟上了老皇帝 反正今日收获也不小 他正好也去看看 这冷少卓 如今到底是怎么个半死不忽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四百八十五章 咎由自取 五 伺候老皇帝的仪仗队们 也立即跟上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 向台医院而去 荣华宫门口压力周然易见 皇后收回视线 看了一眼地上的冷贵妃 以及跪在冷贵妃身边的两个嬷嬷 她面色一冷 沉声道 来人 将何嬷嬷 郑嬷嬷 两个以下犯上 不将本宫看在眼里的奴才 拖下去乱棍打死 何嬷嬷 郑嬷嬷嬷 正是刚刚皇后要惩治冷贵妃时 挡在冷贵妃面前 对孙嬷嬷等人出手的嬷嬷 这两个嬷嬷 一直仗着冷贵妃受宠 和皇后身边的孙嬷嬷等人 是平起平坐 狠得冷贵妃气中 也不将皇后放在眼里 如今文言 两张老脸是煞食一挥 大呼道 皇后娘娘饶命 奴才再也不敢了 拖下去 皇后冷着脸看二人求饶 孙嬷嬷一挥手 两个和她一样的嬷嬷 和两个小太监立即上前 动作利索地掏出帕子 将二人的嘴给堵上 压着二人拖了下去 那二人只喊了两声 便没了声息 在场的嫔妃们 本来都以为皇后今日 就算不得皇上重罚 也会受个轻罚 云浅月即便有他们作证 也会重罚 却没想到 最后是这般结果 皇上不但不罚皇后 还彻底让她皇后之位和权力 提升了一层 而云浅月 则安然无恙地被皇上带走了 人人此时见皇后 在冷贵妃没醒来之前 就打伤了冷贵妃 器中的两个嬷嬷 想着 这冷贵妃大势 是已经去了 这是早先去太医院的那位嬷嬷 带着一名太医 正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她刚一到 皇后就冷声开口询问 赵嬷嬷 怎么这么慢 为皇后娘娘 太医院的所有太医 都在给冷小王爷诊治 奴才好不容易 赵嬷嬷是冷贵妃的陪嫁嬷嬷 深得冷贵妃器重 是冷贵妃最近身之人 一件小事都办不好 留你何用 皇后不等她说完 冷声喝道 来人 将赵嬷嬷托下去 同样乱棍打死 这样无用的奴才 皇宫里不需要 皇后娘娘 赵嬷嬷不敢置信地看着皇后 孙嬷嬷和一鸣 与赵嬷嬷有过节的嬷嬷 闻言立即上前 按住了赵嬷嬷 二人动作利索 也与刚刚一样 转眼间便将赵嬷嬷堵住了嘴 赵嬷嬷腿脚一直踢打着 却也耐不住两名嬷嬷夹着 口中呜呜不能说话 不出片刻便被拖了下去 不远处传来了主板子拍打的声音 和凄惨的豪哭求饶声 皇后一连气地去除了冷贵妃身边 三名气中的嬷嬷 好似没听见不远处的声音 面不改色地对跟来的那位太医道 张太医 你看看冷贵妃 可有办法救治 张太医比较年轻 入太医院较晚 一般入后宫出诊这种事情 都是资深太医前来 今日 凡是资深太医 全都留在了太医院 想办法医治冷少竹 他资历最浅 文言是冷贵妃出了事情 所以被派了过来 哪里见过这等乱棍打死的场面 此时早已经吓得腿软 文言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皇后娘娘 小臣 财叔学浅 既然是财叔学浅 看来诊治不了冷贵妃了 皇后也不恼怒 和颜悦色地看着她 那你回去吧 话落 她对身后一名小太监道 小犬子 你跟着她去 请一名资深的太医来 冷贵妃虽然对本宫大逆不到 但是也得到了教训 她的脸 可是极其重的 一定不能马虎 要找一位好太医来诊治 否则若是毁了 就可怜了她那张 一直引以为傲的脸蛋了 是 小犬子立即应声 这张太医本来想说 小臣虽然才输学浅 但一定会建立给贵妃娘娘诊治的 却不想 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 她有些发愣 直到小犬子走过来对她等 哎哟 张太医啊 快走吧 你才输学浅 不堪大用 我们皇后娘娘 不怪罪于你 你还不谢恩 跟着我回太医院请人呢 张太医连忙谢恩 多谢皇后娘娘不怪罪 嗯 去吧 皇后摆摆手 张太医颤抖着站了起来 她虽然年轻 但也是知道后宫的争斗的 想着皇后娘娘 明摆着是不想给冷贵妃医治 她入太医院时 师父就告诫过她 说尽量少来后宫 凡是长些机灵件 要会看眼色形式 如今 这冷贵妃的脸上痕迹太深 凭她的医术 也没有实权的把握能治好 据说呀 冷贵妃也是个不好惹的主 若是治不好 那她的前途可就全完了 这样一想 便赶紧随着小犬子 急步离去了 将你们主子带回宫吧 一会儿小犬子带了太医来 直接让人去给冷贵妃诊治 此时冷贵妃带来的几名小宫女 早已经吓得是面无血色 皇后对她们冷冷地吩咐了一句 话落 又对明妃等后宫嫔妃 摆摆手 有些疲惫的了 今日本宫累了 各位妹妹也辛苦了 都算了吧 是 十几名嫔妃都脸色发白 今日 她们才算是见识到了皇后的厉害 皇后再不理会众人 转身 进了荣华宫 本集晚 我们下集再见 第486章 定情信武 一 原浅月跟在老皇帝身后 心情极好 想着今日这一趟皇宫之行 算是没白来 如今老皇帝心里指不定气成什么样子了 但还是要忍气吞声的不敢罚他 若是老皇帝罚了他 那么荣景就不会给冷少卓医治 这冷少卓便会一命呜呼 孝亲王大哀 这老皇帝也就失去了一只臂吧 孰轻孰众 老皇帝可是分得门清 云浅月想起 荣景说的 只要以后 他嫁给了他 所有的事情都有荣景他顶着 没想到 这如今还没嫁给他 就已经顶上了 以前都是他自己顶着别人 如今 这让别人顶着的感觉 果然是舒畅无比 云浅月心情一好 走路也轻快 即便路上没有石子儿 也被他踢得是踢踢踏踏的一正声响 南丽瑞见云浅月踢得欢快 便也学着他的样子一样地走路 煞时间两人的声音是连成了一片 老皇帝回头看了云浅月一眼 刚要呵斥 见南丽瑞也跟着一块踢 便回转头不再离婚 云浅月想着 南丽瑞进宫 原来是他的保护符啊 他看向南丽瑞 南丽瑞凑紧他 压低声音问他 小丫头 我好不好 云浅月眨眨眼睛 刚想开口 又觉得不妥 用传音入密问 冷烧灼的事情 是不是你故意的 故意对叶天青使了手腕 让叶天青做了冤大头 这回无论冷少佐好不好 孝亲王肯定都恨死叶天青了 对于叶天青 如今这个风雨飘摇的太子之位来说 怎么都是雪上加霜 哼 谁让他打扰本太子睡觉了 活该 南丽瑞哼了一声 云浅月想起 早前因为叶天青向马车走来 他才将南丽瑞打下了车 让文来驾车离开了 他瞥了南丽瑞一眼 想着这叶天青 估计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若是知道了的话 估计想杀人的心思都有了 你这个小丫头 未免太手软了 还容两只苍蝇在你面前 叽叽歪歪 本太子 就替你教训教训他们 南丽瑞见云浅月不说话 又凑近他问道 小丫头 我是不是很好 啊 嗯 还不错 云浅月点头 那你 跟不跟我去南梁 去南梁更好 有我保着你 无人敢欺负你 南丽瑞问 去南梁做什么 别告诉我还做你的太子妃 云浅月挑眉 想着若是那样 容景估计饶不了他 那人对自己的所有权 看着紧着呢 任何人都休想越雷池一步 这个 南丽瑞似乎犯了难 云浅月好笑地看着他 目光扫了一眼 他不离手的扇子 目光微闪 不再说话 叶天玉跟在二人身后 看着云浅月和南丽瑞 靠得极近 两人之间似乎有某种什么东西在牵扯 这种感觉他形容不出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四皇子 你老是盯着本太子做什么 南丽瑞忽然停住脚步 回头像胳膊搭在叶天玉的肩膀上 你是不是对本太子甚是仰慕 想亲近一下 叶天玉被压得身子一矮 他提了提力气 发现南丽瑞纹丝不动 立即泄了气道 岳太子 你那把扇子极好 本皇子极为喜欢 可否借我一看 云浅月脚步一顿 他刚刚也感觉到了叶天玉的视线 难道他也发现了什么 那可不行 这可是本太子的心爱之物 怎么能让你看呢 南丽瑞摇摇头 看了前方走得极快的老皇帝一眼 用很大的声音对叶天玉的 难道你也想学本太子 做风流太子 前方老皇帝脚步一顿 回头看向叶天玉 叶天玉面色一变立即摇头 干干的一笑 这太子说哪里话 天玉只是好奇而已 哦 原来是好奇啊 南丽瑞撤回身子 折扇啪地打开 风流无比的一笑 片头看向叶天玉 忽然压低声音问道 知道有一句话 叫做好奇心害死猫吗 叶天玉一愣 这话 我好像听月妹妹以前说过 云浅月心思一动 看向南丽瑞 他以前说过 哈哈 是他说的 没错 本太子觉得是警示真言 南丽瑞哈哈一笑 看了云浅月一眼 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几步就来到了孝亲王身边 用扇子啪地打了孝亲王肩膀一下 孝亲王肩膀一痛 刚要恼怒 南丽瑞安慰道 孝亲王放心 有警示子在 一定能救好你家冷小王爷的 本太子和冷小王爷 很是头皮性 怎么说你家小王爷 今日也是因我遭罪 如今天圣皇宫 没有五百年的灵芝 南梁皇宫可是有一株 只要警示子能调住 你家冷小王爷的命 本太子就令人快马加鞭 回南梁去取来五百年灵芝 送给你救冷小王爷 孝亲王闻言大喜 激动地看着南丽瑞 瑞太子 这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 本太子从不虚言 南丽瑞点头 老臣 多谢 瑞太子 孝亲王本来因为 南丽瑞致使冷少卓 被害成性命垂危 心中恼怒 但因为急于救儿子 想着在秋后算账也不迟 如今见南丽瑞如此大方 对他的恼恨 顿消 反而是感激涕零起来 孝亲王客气了 我们都是天圣和皇上的子民 礼当互相照顾 南丽瑞又用力地拍了两下 孝亲王的肩膀 一副同病相怜的神色 孝亲王点点头 顿时觉得这南梁太子 是怎么看怎么顺眼 老皇帝看了二人一眼 老眼深邃地 从南丽瑞脸上探寻了片刻 对孝亲王感激涕零的老脸 安慰了 狼王兄无需忧心 朕的天圣 洋洋大国 好药无数 又有景世子医术卓绝 锐太子慷慨解囊 定能救回冷小王爷 皇上说的是 孝亲王点点头 心中想着 只要能救回他儿子的命 让他当牛做马都行 老皇帝不再说话 转身向前走去 只是转过身的老脸 在无人看得见的地方 阴沉如雨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487章 定情信物 二 孝亲王意识激动 被南丽瑞打了几下也没感觉 也不推开南丽瑞放在他肩上的扇子 二人看起来是交情极好一般 跟在老皇帝身后 向前走去 叶田玉见老皇帝不再看他 输了一口气 想着这南両太子真不能得罪 而且也太过激进 他不过是略微觉得不对 便被他发去 叶田玉不敢再看南丽瑞 想着父皇 怕也是疑心他有争夺太子之位的心思了 以后更该小心行事 云浅月佩服地看着南丽瑞 用一句空口白话 就套住了孝亲王的心 真是本事 一行人再无人说话 很快就来到了太医院 太医院是一座独立宫殿 距离老皇帝的圣阳殿极近 一见老皇帝来到 所有太医院的太医 都立即跪地扶手 恭迎吾皇万岁 儿臣参见父皇 叶田卿脸色有些发白的 上前见礼 冷小王爷呢 如何了 老皇帝脸色阴沉地 看着叶田卿道 冷小王爷如今在殿内 儿臣无心之举 请父皇恕罪 叶田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他虽然想到猛少卓会很重 但也没想到会这般重 五脏六腑俱伤 无心之举 无心之举 会让人只剩下一口气了 老皇帝看着叶田卿 本来他觉得 自己今日不处置了皇后 也能对云浅月 借冷贵妃之事惩戒一番 没想到 出了这等事情 让他一番盘算落空 他看着叶田卿 所有的怒气都聚集在一起 越看越起 突然一脚对着叶田卿 踹了过去 怒喝道 你倒给朕说说 怎么个无心之举法 将人伤成了这样 叶田卿自然不敢躲闪 也不敢运功抵抗 是着着实实地挨了老皇帝一脚 天上的帝王也都是身举武功 再加上老皇帝这一脚 是用了劲儿的 叶田卿扑地吐出一口鲜血 身子被踢得仰面栽倒 你 没用的东西 老皇帝见叶田卿连他一脚都扛不住 更是怒急 又连踹了两脚 叶田卿又脱了两口鲜 老皇帝气怒不消 鹤头 你给朕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叶田卿一连受了老皇帝气怒之下的三脚 此时只觉得心口疼得厉害 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我你话呢 你哑巴了 老皇帝怒瞪着叶田卿 父 父皇 锐太子靠着儿臣 儿臣要将锐太子推开 锐太子撞到了棱小王爷身上 儿臣的确是无心之举 叶田卿虽然心中恨怒 但此时不敢反抗一丝 他知道 今日之事若是处理不好 他的太子之位就做到头了 你推锐太子 因何用了功力 老皇帝看着叶田卿 理智找回了几分 锐太子对儿臣使了千金坠 叶田卿看了南林瑞一眼 那一眼极力 老皇帝看向南林瑞促眉 声音威严 锐太子 你和朕 可没说使用了千金坠 本太子不过是靠着叶太子 用了些力而已 哪里使了什么千金坠 叶太子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定是以为本太子用了千金坠 怪不得用功将本太子打了出去 南林瑞华洛 伸出手臂递给跪在地上的一名老太医道 来 你给本太子整整脉 本太子也是伤了内腹的 若不是棱小王爷 接了本太子些力去 如今躺在这太医院的 就是本太子了 那名太医抬眼看了老皇帝一眼 见老皇帝没出声 他连忙伸手给南林瑞耗卖 众人的目光 都定在了南林瑞的手上 片刻 那名太医放开手 对老皇帝恭敬的道 回皇上 瑞太子的确受了伤 伤及了内腹 不过瑞太子有功力护身 伤得清醒 天圣吾皇 难道您希望躺在这里的 是本太子不成 本太子虽然不成气候 在南梁时常气我父王 但我父王可是最疼我 若是我有个三长两短 我父王可是受不住的 南林瑞收回手 看向老皇帝 水太子哪里话 朕不过是想了解一些真相 这事情只怪天青学艺不经 一时失误 老皇帝被堵了个哑口无言 看向叶天青怒道 给朕跪着 若是棱小王也没救活的话 你就是跪死 也不准起来 叶天青身子一颤 跪在地上不敢出声 老皇帝不再理会叶天青 看向一名老太医道 王太医 你给朕说说 棱小王也有多严重 回皇上 棱小王也 五脏六腑 均被内力震伤 筋脉碎裂 除非有五百年的灵芝 或者天山雪莲等药中至宝 才能接上经脉 否则 否则药实无益啊 王太医颤着声音道 臣等医术不经 如今太医院没有这等宝药 老臣也不敢乱开药方 或许警世子能有别的办法 那就等警世子来吧 老皇帝点点头 王太医不再说话 老皇帝看向叶天狱 天狱 你去迎迎警世子 是 叶天狱连忙应声 转身向外走去 叶天狱还没走出他医院呢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便传了来 文来从外面跑了进来 不等他开口 孝秦王就急不迎上前 急急问道 文公公 警世子可是来了 警世子来了 可是刚入宫 就被六公主给缠住了 六公主说 警世子不答应他一事 他就不让警世子离开 奴才先来一步 禀告皇上 文来气喘吁吁的道 显然感得很急 孝秦王顿时大急 看向老皇帝 皇上 胡闹 老皇帝怒吁一声 天狱 你速速去 将警世子请来 若六公主再敢拦阻 你让人将她拿下 押回寝宫 是 儿臣这就去 叶天狱施展轻功 出了太医院 云潜月心下付费 他就说容景是一株烂桃花 这六公主到底想让她答应什么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488章 定情信物 三 皇上 小王爷怕是不好 如今小臣看他出其多 进其少 若是再不救治 恐怕 一名看守冷少卓的小太医 从里面跑了出来 慌慌张张地倒 孝亲王文言 立即跑进了殿内 老皇帝也连忙向内殿走去 一众太医 也从地上爬起来 急匆匆地跟了进去 云潜月则站在院中不动 冷少卓死活 他才没有兴趣 死了更好 活着 也不怕他 院内众人进去后 是一阵骚乱 传出了孝亲王的豪哭声 我的耳啊 你不能死 我不再打你 骂你了 只要你活着 老王兄 起哀 屋中传来老皇帝痛惜的声音 云潜月听着里面的阵势 看起来冷少卓是这一口气没吊住死了 他看向叶天青 只见叶天青面色如死灰一般 这一刻 云潜月忽然有些怜悯他 急急盈盈 他恐怕是没料到 栽在了南丽瑞的手 小丫头 走 我们进去看看 南丽瑞对云潜月挑挑眉 死人有什么好看的 云潜月站着不动 死人也好看 我最喜欢看别人哭了 走 南丽瑞不容分说 拉上云潜月便向里面走去 云潜月无语 这是什么破爱好啊 二人来到门口 一眼就看到了 冷少卓无声无息地 搭拉着胳膊躺在床上 本来之前养得极好的面色 现如今是无半死血色 嘴唇血迹斑斑 孝琼王跪在床前 抱着冷少卓痛哭 老皇帝站在床前 老脸颜色极极暗沉 云潜月收回视线 刚要撤回 被南丽瑞抓着的手 便听到 有脚步声进了太医院 立即回头看去 当看到来人不是容颈 而是叶天逸时 一正 叶天逸穿着一身 天青色的锦袍 妖术玉带 迎着阳光 天青色的锦袍 如落了一层双滑 但缓步而来 步履沉稳 眸光内敛 周身无任何 凌厉锋芒的气势 却令人感觉 她有着无上的尊华 她刚进院中 便正见到云潜月 回头看来 眸光微微地 变化了一瞬 不带任何情绪地 向门口走来 云潜月看着叶天逸 即便理智地知道 她不是小气 但还是有几分恍惚 叶天逸来到门口 伸手自然地摸了 云潜月的头一下 声音带了三分暖意 怎么站在这里不进去 云潜月惊醒 看着叶天逸并没有开口 老皇帝听到叶天逸的声音 立即向门口看来 但看到叶天逸摸着云潜月的手时 老脸金光一闪 急声道 回复后 儿臣正是因为此事而来 叶天逸放下手 对挡在他面前的南林瑞一挡 劳烦瑞太子接过 南林瑞放开云潜月的手 让开身子 叶天逸却将云潜月的手拉住 云潜月一惊 将手撤出 但叶天逸紧紧地攥住他的手 纹丝不动 他柔缓地一笑 月儿 你还在和我闹脾气吗 昨日你和景世子情指辞婚 气了我一场 今日气还没消吗 我知道 是我回京的晚了不对 别气了好不好 云潜月心里咯噔一下子 他看着叶天逸 他是什么意思 太医院的众人 此时都看向叶天逸 包括抱着冷哨着痛苦的孝亲王 天逸 你在说什么 你和月丫头生气 老皇帝老眼眯了一下 看着叶天逸 回父皇 不是我和月儿在生气 是他在生我的气 才和景世子情指辞婚的 实则呀 是气我回京的晚了 我曾经答应过他 要早些回京的 叶天逸 无奈地叹息一声 对上老皇帝的视线 缓声道 这件事情 我稍后再向父皇禀告 我刚刚进宫 便听说了 冷响王爷的事情 想着我懂些医术 过来也许有些用处 看看 能否为父皇分忧 好 这件事情稍后再说 那你快些进来 看看冷响王爷 老皇帝点点头 叶天逸拉着云浅月 向里面走去 云浅月暗暗运功 却依然挣脱不开 他心下恼怒 这叶天逸到底想做什么 什么叫做 是和他生气 才和容景情指辞婚的 这样的言论一出 知他和容景何地 他想到此 恼怒地低迟 放手 别闹 冷响王爷如今性命攸关 我先给他看看 回头你让我跪下 给你请罪兜程 好不好 叶天逸声音放柔 轻哄着云浅月 声音虽轻 但此时太医院众人静静 自然是人人都听得清楚 军师用不敢置信的目光 看着他和云浅月 云浅月用没被叶天逸抓住的那只手 伸手挥出一掌 怒道 你胡说什么 叶天逸用另一只手 轻轻地将他的手握住 不说话 拉着他向床前走去 云浅月气急 但发现他自己的武功 根本不是叶天逸的对手 站在床边的老皇帝 见二人过来 让开了路 孝亲王哪里顾得上精益 此时见叶天逸走来 将他当成了救命的活菩萨 连忙放开了冷烧镯 似乎逆势的人 抱住了最后一块腹目 小皇子 你快看看少卓 看看他 他是不是还有救 你一定要救救他 若是你能救少卓的命 老臣定然 冷王兄 先让天逸看看冷小王爷 再说话不迟啊 老皇帝拦住孝亲王的话 孝亲王立即住了口 一双老泪眼 充满希望地看向叶天逸 孝亲王放心 只要冷小王爷有一分可能 天逸定会尽力 叶天逸放开 抓着云浅月的一只手 拉过冷少卓的手 给他拔脉 云浅月定然不能 此时再出手打了叶天逸 撤不出被他攥住的手 只能沉着脸站在他身边 此时众人的目光 都在叶天逸身上 过多时 叶天逸放开手 眉风紧皱 一时间并未说话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489章 定情信武 四 孝亲王子 怎么样 犬子是不是已经 孝亲王忍着泪 声音颤抖地问叶天逸 天逸 怎么样 老皇帝也看向叶天逸 冷小王爷没有断气 如今虽然看起来是气绝 但心脉尚有一丝气息 天逸的医术不经 恐怕救不了他 叶天逸看向老皇帝 缓缓开口 孝亲王面色一灰 他看向云浅月 似乎犹豫了一下 转了口气的 不过我知道月儿有一颗大环丹 可以保住冷小王爷的命 若是服下大环丹 再等警师子前来出手相救 定能保冷小王爷 其次回声 云浅月一正 他有大环丹 孝亲王顿时大喜 看向云浅月 老皇帝也是一正 看向云浅月 有些不幸的道 哦 月丫头有大环丹 不是说大环丹 天下金已经没有了吗 十年前 云老王爷有一颗 送给了警师子 怎么月丫头 还有大环丹呢 月儿的大环丹 是云王妃留下的 当年云王妃留给了月儿 两颗大环丹 其中一颗 送给了警师子 另一颗 如今就在他身上 叶天一看着云浅月 目光定定 温柔地道 月儿 能小王爷虽然对你屡次迫害 但如今他也得到了 应得的教训 孝亲王 就这一敌出子私 我们救他一救吧 也令父皇宽心 大环丹虽然珍贵 但也没有人命珍贵 好不好 云浅月看着叶天忆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他没有记忆 哪里知道 自己有没有大环丹呢 浅月小姐 老臣求求你了 以前一直是老臣和犬子不对 只要你救了犬子 老臣以后一定会感激 涕灵啊 孝亲王扑通一声跪在了云浅月面前 月丫头 你真有大环丹 便拿出来吧 孝亲王对天生有功 真不能看着他老年丧子 你想要什么封赏 或者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 只要能救冷小王爷一命 朕全部都答应你 老皇帝做出许诺 云浅月心中恼怒 脸色有些沉的 看着叶天忆 浅月小姐 老臣求求你了 孝亲王见云浅月 不说话不动作 顾不得什么王爷身份和架子了 跪在地上 给云浅月磕起头来 月丫头 老皇帝催促 朕知道 冷小王爷做了许多让你不喜之事 但天忆说得对 大环丹虽然珍贵 但也没有人命珍贵呀 月儿 你是不是忘了放在什么地方了 叶天忆看着云浅月 揉揉他的脑袋 宠溺得到 你记性向来不好 这么多年也没变 当年啊 还是我帮你一起收起来的呢 如今你不记得了 云浅月打开叶天忆的手 沉着脸不语 别气了好不好 我知道我错了 凤凰第一次派人去北疆传照 我就应该回来的 但当时实在是走不开 我不能放任北疆的百姓不管 我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回来了 你看看 我的手因为骑快马 勒出了痕迹 如今还伤着未退呢 叶天忆从袖中拿出手掌 摊开让云浅月看 他的手掌上清晰地有几道痕迹 正是握马浆的地方 的确像是长时间握马浆勒的 云浅月看着叶天忆的手 沉默不语 这是我当年送你的一对耳环 你一直戴着没扔 你看 它就是证据 你其实一直念着我的对不对 故意用警示词来气我是不是 别气了好不好 我保证再没有下次 我们先就棱小王爷 你稍后怎么处置我都行 好不好 叶天忆伸手去碰云浅月的耳环 语气又红 任谁听了这样的声音 都是对心爱女人才会有的语气 这是太医院的众人 看看叶天忆 看看云浅月 不由信了几分 朕记得 这一对耳环 是当年进贡的贡品 只此一对 你母妃见了喜欢逃了去 却回宫后 又被你看中逃了去 原来是送给了小丫头 这些年 朕居然一直没注意到 小丫头带的是这一对耳环 老皇帝看向云浅月的耳环 云浅月心里咯噔一下子 这下证据是落实了 是 父皇记性真好 就是那对当年我从母妃手里讨得的耳环 叶天忆点头 温柔地看着云浅月的 用来做定情信物了 云浅月心底一沉 月丫头 你和天忆的事情 你们稍后再说 还是先就棱小王爷吧 你放心 只要救好了棱小王爷 朕定然不会亏待于你 老皇帝收起老眼的金光 再次许诺 秦月小姐 只要你拿出大环丹就全死 你让老臣做牛做马 老臣都甘愿呢 孝亲王爷连忙许诺 他虽然一颗心 全扑在冷少卓生死存亡之上 但还没失去理智 看七皇子这般神色 知道从今以后 即便云浅月不拿出大环丹 他也是不敢再得罪于他的 毕竟七皇子不比当初了 云浅月心中不知道 是该怒还是该气 诗情到了这个地步 话全部由叶天忆一人说了 他想反驳 却是没有记忆 连一句话也反驳不出 他恼怒地看着叶天忆 你说大环丹在我身上 那么你就找好了 唉 你果然忘了 叶天忆轻轻一叹 伸手将他左侧的耳环解下 揉声 我记得当年 你就请狮子用的 就是右侧耳环里的丹药 如今丹药 就在左侧耳环里 话落 他如鱼的手 在环扣处轻轻一抠 只听咔哒的一声轻响 耳环居然弹开 众人都看向他的手 只见他手里放了一枚 闭色的药丸 这是大环丹 是大环丹 王太医大喜 轻呼出声 孝亲王同样大喜 恨不得从叶天忆手中 夺去 立即为了冷烧灼 老皇帝看着叶天忆的手心 点点头的 不错 当年朕记得 云老王爷送给景世子的 正是这样一颗丹药 当时朕也在场 没想到 居然是云王妃 留给月丫头的 云贤月看着那颗丹药 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将这颗丹药 给冷小王爷吧 可好 叶天忆再次出声询问 随便你 云贤月冷冷地 突出三个字 他对大环丹这种生药 没什么概念 给冷少卓虽然糟蹋 但总归是一条人命 救了也就救了 他还不会舍不得 只是如今让他心冷的 是叶天忆居然在 今日这种情况下 将他二人的牵连 公布于众 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就算如今他说 自己和叶天忆没有关系 也不会有人信了 他纯扮紧紧的名气 忽然感觉屋中气息不对 他猛地转头看向门口 不知何时 容景已经站在了门口 正看着他和叶天忆 面色是一如既往的清淡温润 如是死花 眸光也极为平静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边 但云浅月却感觉到了浓浓的冷意 他面色微微一变 张了张口 想要说些什么 却发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突然悔恨起自己 若是恢复记忆的话 就不会如此被动 可他如今偏偏就没有记忆 既然你同意 那就给冷小王爷将丹药喂下吧 叶天忆将手中的丹药递给萧青王 萧青王立即接过 往冷烧烛嘴里塞去 他转头看到了容景 面色并无异样 笑着道 景世子来得正好 天忆医术欠佳 有大环丹保命 你再施以妙手 定能让冷小王爷性命无忧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四百九十章 翻盘怒吻 叶天忆花落 众人也都看到了站在门口的容景 一时间人人屏息 屋中犹如静入无人 天忆说得对 景世子来得正好 你快过来看看 老皇帝也看笑容景 老眼深处惊光乍现 好 你能救得了燃小王爷 让孝亲王不至于晚年丧子 朕也能宽心了 景世子 老臣 拜托您了 孝亲王将大环丹 用力塞进冷烧烛嘴里 塞了几次才成功 他回头 一脸祈求地看着容景 容景仿佛没听到几人的话 目光只静静地盯着云浅月 云浅月也看向容景 他承认 他是贪图和容景目前的美好 不想回复记忆 让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纠缠而来 他以为他已经很无情地拒绝了叶天忆 而且 他也和容景一起情指赐婚 态度明确 却怎么也想不到 叶天忆竟然不肯放弃 他小看了这个人的执着 才让这种事情发生 将他和容景置于一场笑话的境地 云浅月纯伴紧紧鸣起 看到容景的目光越平静 他的心越是烦乱 这么长时间 他比谁都了解容景 这种平静 说明他心中此时怕早已经翻江倒海了 云浅月有些承受不住容景的目光 甩开叶天忆的手就要走过去 叶天忆却将他的手紧紧攥住 纹丝不动 云浅月转头 恼怒地瞪着叶天忆 刚要勃然大怒翻脸 只听叶天忆看向容景身后笑道 天忆进宫时 见到景师子被六妹妹缠住了 没想到六妹妹也跟着来了 若是景师子早先已不来到的话 也许不必用月儿的大欢丹 就可以保住棱小皇爷的命 云浅月立即住了口 转头 这才发现 六公主正站在容景身后不远处 今日她不是身穿一身华丽的公主裙装 而是只着了一件素雅的罗衣 没有朱钗头是 额头裹了一绢青纱 遮住了昨日被她打伤的伤口 今日没有了昨日的气势凌人 如今小脸上挂着未散的泪痕 斑斑点点 她本就冒昧 如今在这般梨花待雨 泪痕点点 好不我见油帘 震和一个男子见了 怕是都能生起怜香西域之心 她心突地跳了一下 对叶天忆的恼怒封在了喉咙里 一时间看着六公主 眸光有些暗 小六太不知事 怎么能此时缠住景世子啊 老皇帝也看向六公主 脸上虽怒 语气却不见半丝怒意 幸好天忆来了及时 将月丫头的大环丹找到 景世子如今来了 也还不算太晚 冷小王爷是否能被救起 有大环丹还不够 就要仰仗景世子了 景世子 你快过来救救全子吧 老臣以前多有得罪 景世子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老臣可就这一个儿子 若是没了 老臣也救 孝亲王见荣景半晌不动 转身走了过来 就要给荣景下跪 今日他哪里还顾得上 王爷的身份 只要能救他儿子 他就不吝惜这张老脸 孝亲王无需行此大理 依旧父母亲 只要我本事所在 能救龙小王爷的话 荣景定当竭尽全力 将他救起 荣景轻轻一挥袖 拦住孝亲王下摆的身子 他从云浅月脸上收回视线 淡淡地倒 孝亲王顿时大喜 多谢京世子 容景不看孝亲王 抬步向床前走来 他面色清淡 脚步平缓清浅 月牙白的锦袍随他走动间 画出极浅的弧度 与往常别无二致 但众人都莫名地觉得 有些冷意 见他来到床前三尺之巨 便停住了脚步 不看站在床前的云浅月和叶天忆 低头静静地看着 躺在床上的冷烧烛 云浅月忽然垂下了头 众人都看着荣景 都感觉店内气氛压抑 大气也不敢喘 过了片刻 容景转头看向老皇帝 容景可以救好冷小王爷 真的 景世子 老臣 只要你救好犬子 老臣赶紧不尽哪 不等老皇帝说话 孝亲王疼得跑了过来 一脸激动地看着容景 语无伦辞 朕就知道 景世子能妙手回春 我天生再找不出第二人 能如景世子一般 施展回春妙手 老皇帝也是大喜 不过大约要行征一个月左右 容景话音一转 淡淡扫了叶天忆一言道 大环丹虽然是好东西 但太过烈性 是习武之人性命垂微时 所用的圣疗 千金难买 服用后可以起死回生 顾住一丝麦息 但对于无半死武功的 普通人来说 却是抵抗不住 他过强的药性 所以 用药之时 也同时要行针 助他抵抗大环丹的药劲 以免反噬 否则人即便好了 也会变成吃傻 方才井狮子被六妹妹拖住 来不了 天忆动用了玉儿的大环丹 实属无奈之举 叶天忆淡淡一笑 无论如何 只要能救了冷小王爷就好 毕竟行一个月针 总比没了气息要好 话落 他看向萧秦王 冷王说 你说是不是 是 是 其皇子说得对 井狮子尽管行针 只要能救好全子就行 孝秦王连连点头 那好 荣景点头 对老皇帝的 荣景这就给冷小王爷行针 我行针不惜人在场 请皇上和众位大人 都出去稍等片刻 井狮子 辛苦了 老皇帝点点头 当前向外走去 殿内的太医本来还想看 荣景是如何救冷小王爷的 但也知道 自己没有那个眼福 所以都起身 连忙跟在老皇帝之后 向外走去 孝秦王站着不动 期盼地看着荣景 荣景淡淡地道 孝秦王也请到外面 稍等片刻 孝秦王虽然不想离开 但也知道荣景的规矩 只能走了出去 月儿 我们也出去等候吧 叶天一拉着云浅月 向外走去 七皇子可以出去 他要留下 荣景不看二人 伸手入怀 取出一个小型的锦盒打开 里面摆放着一排金针 金针细如牛毛 荣景用手轻轻地 粘起一只 淡淡地道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三盘怒吻 二 哦 景世子这是为何 叶天一停住脚步 挑眉问道 前面的老皇帝 等人走到门口 也停住脚步 回头看向荣景 他的血可以助我行针 七皇子 这个理由够不够 荣景看向叶天一 若是不够 我可以换一个理由 话落 他看向云浅月 声音淡淡 你告诉七皇子 你昨日请指赐婚 是真心还是假意 是为了和七皇子置气呢 还是本意行事 你喜欢的人是谁说清楚 免得七皇子误会 叶天一握着云浅月的手 一紧 锦世子何出此言 月儿不过是因为我回来晚了 他才和我置气而已 再说 他如今耳上戴着的这一对 是我从母妃手里讨来的耳环 这可不是作假 一对耳环能说明什么 荣景挑眉 看着叶天一 七皇子想说两情相悦 私定终身 耳环是定情亲物吗 话落 他不等叶天一开口 便淡淡地道 我大病之时是十年前吧 那个时候他才不到五岁而已 就懂得接受七皇子的定情信物了 叶天一眸光一沉 若五岁七皇子送的东西 也能算作是定情信物的话 那他这么多年收到的定情信物 多得估计都数不过来了 浅月小姐每年生辰多少人送礼 从小到大 不止七皇子送了一对耳环 太子殿下 四皇子 燃小王爷 以及这宫中的皇子们 哪个没送过他东西 荣景看向叶天一 颜色淡淡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称之为定情信物的 香囊 玉佩才算作定情信物 七皇子这些年不在京中 以为天圣京城 也和北江一样吗 一片洋夜 就能传情了不成 叶天一眸光一寒 与其微沉 耳环之事 虽然当时年纪太小 做不得书 但是我去北江这些年来 浅月和我一直有书信来往 若是无情意 怎么会一直有书信往来呢 警世子别是不知道 男女之间通信数年 代表着什么吧 七皇子的母妃故去 只身一人生活在北江 你们从小关系好 她略做朋友关心也是应当的 通信数年 便代表有情意了 不见得吧 荣景杨眉 瞥了云浅月一眼 淡淡地道 你将我的玉佩 拿出来给七皇子看看 对了 还有我的贴身 娟怕 你不是一直好好收着吗 还有我送给你的红锦棉 都给七皇子看了 免得七皇子不知何物 才是定情信物 一笑大方 叶天一没想到 他抓准机会 将他与云浅月之间的牵连 攻之于众后 却被荣景三言两语 搏了个无懈可击 他搏身紧紧铭起 眸光昏暗地 看着荣景 云浅月也没有想到 叶天一制造的困顿局面 被荣景三言两语 就翻盘了 他心中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感觉被叶天一攥着的手 传来了细微的刺痛 那痛楚 从手心直接传递进了 他的心里 他记得小七似乎多年前 也曾经这般抓着他的手 将他的手抓腾过 那似乎是他们第一次 被选入安全局的时候 只是那个时候 他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没感觉出来多疼 今日 这疼痛让他几乎承受不住 因为疼痛 他更能够清楚地知道 他不是小七 他看着叶天一 忽然咬牙 将内力灌到手腕 全身所有的内息 奔走到手腕处 煞时 弹开了被叶天一 紧钻着的手 伸手就去掏容景的玉佩 他喜欢容景是真心的 和他情旨赐婚 也是出于本心 自然不能让他一个人顶着 让他变成一场笑话 有些事情 必须了断 当断不断 反收其乱 叶天一被云浅月 全力爆发的内力 震的手腕一麻 松开了手 他从容景身上收回视线 看向云浅月 见他伸手入怀 他眼睛忽然眯起 用传音如蜜的 月儿 别逼我 云浅月手一顿 当没听见 继续掏玉佩 那块从容景身上 抢来的玉佩 若是早先不知道 香囊均怕玉佩 时常用作男女定情之物 来了这么长时间 也知道了 他喜欢这块玉佩 从来没说 拿出来还给容景 以后也不打算还了 我知道 你如今只是失忆了而已 我只求公平 但你不能用失忆当借口 连个公平也不给我 那样的话 你别逼我做出 连我自己也会后悔的事 今日算是一桩 你若还是执迷不悟 明日 后日 大后日 以及以后的美日 我都会做一桩 直到你灰心传意 叶天一看着云浅月 依然用传音如蜜 她的声音清清楚楚地 传进云浅月的耳朵里 云浅月依然仿若不闻 她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威胁对于她这种 冷邪冷心的人来说 没用 这些年你伪装求全 为我做了多少事情 你都忘了 我可没忘 开山银水解除北江干寒 用计破解了五年前的 北江祸乱 梯田 灌溉 开拓了北江数千万倾 平级之地 变成富裕土壤 以及为我处理了多少 太子皇兄派去北江的杀手 等等这些 别逼我都说出来 只要我说出来 父皇定然不再让你飞出天家 也许马上 就能给你我赐婚 叶天一看着云浅月 声音缓和 一字一句地等 云浅月的手猛地顿住 抬头看叶天一 月儿 就因为一个失忆 你就要将我彻底排除在你记忆之外吗 即便有机会恢复记忆也不 你就准备一辈子都将我 和你那些记忆一起尘封吗 让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再存在 你对我公平一些可好 叶天一迎上云浅月的视线 嘴角露出一丝似痛似苦的笑 我不想对你心狠 但你对我太过心狠 连一丝一毫的机会都不留给我 这些年我对你不太了解 我若不出手逼你 你是不是就准备和警世子 一直这样下去 迟到你们大婚 你的心里眼里都不再有我 云浅月忽然转不过头 不看叶天一 告诉你 我办不到 不但现在办不到 以后也办不到 叶天一声音为了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即便我现在即刻离开京城 回到北疆 永世不得回天上京城也行 但是对于你 我不会对你放手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翻盘怒吻 三 那你想怎么样 云浅月忽然撤出拿玉佩的手 看着叶天一 我只求你对我公平 叶天一看着云浅月 请狮子能得你喜欢 那是因为你失忆了 我不在你身边 你才会对他喜欢的 若是我走回了京城 你定然 我答应你 你别说了 云浅月打断叶天一的话 一字一句地道 恢复记忆 叶天一忽然住了口 云浅月再不看他一眼 他也不向容景走去 他说的对 若他今日不这般逼他 他就下定决心 一辈子都不再恢复记忆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可是事与愿违 叶天一和他牵扯太深 太了解他 甚至了解他的冷血冷情 冷心冷废 只要自己过得好 无论过去发生了任何事 他都可以一律当成过去史 从不曾存在 如今 叶天一要将北疆发生的那些 都算在他头上的惊天之举 公之于众 说是云浅月帮他的话 那么老皇帝 真会当场给他与叶天一指婚 也说不定 那么可就真的不可收拾了 开山饮水 梯田灌溉 这些自然不是古人能想出的办法 这个世界的人 生产力还没那么先进 所以他丝毫不怀疑叶天一刚刚的话 那估计是他曾经帮助叶天一所做的 所以他只能答应他 别无选择 二人说话都是用传音入密 众人自然是听不见 只看到云浅月甩开了叶天一 对视半晌后 一言不发地向容景走去 而容景 从早先的一席话之后 自始至终 没对二人瞟过来一眼 众人都看向老皇帝 想着昨日景世子和浅月小姐 请止赐婚 就如惊天霹雳 让所有人都心惊了 今日这七皇子 又犹如在霹雳上 加了一记重雷 更令人心惊不已 老皇帝目光在三人中间探寻 老眼深邃 却引不住金光 剑云浅月走向容景 他看向叶天一 笑道 叶丫头毕竟是个丫头家 脸皮薄 你们的事情 稍后再说不完 还是先给冷小王爷 行针为主 天一 既然景世子 需要叶丫头的血 才能行针 你帮不上忙 便随朕出来吧 是 父皇 叶天一点头 小六也出来 老皇帝看了六公主一眼 出了殿门 六公主看着容景 磨蹭了一下 还是走了出去 叶天一看了云浅月一眼 抿着唇 也走了出去 三人出去之后 孝亲王和一众太医院的太医 也都连忙跟着走了出去 不出片刻 内殿只剩下容景和云浅月 以及昏迷不醒的冷烧烛 云浅月走到容景面前站定 一句话也不说 将手递给她 容景也不看云浅月一眼 将所有金针都擦拭干净后 粘起一根金针 向自己的手指扎去 云浅月一惊 立即出手拦住了她 不是说用我的血吗 你做什么 容景头也不抬 不看云浅月 声音淡淡 松开 云浅月拦着她的手不动 敏春看着她 今日之事 该怪她没恢复记忆 以至于受了叶天一制肘吗 或者 该怪她看到叶天一 不该想起小妻 恍惚间被她牵制 以至于 让叶天一将她二人的牵扯 公布于衷吗 或者 怪她当时没大声反驳 即便打不过叶天一 也要挥手打开她 可是为何容景会被六公主 缠住来不了呢 一个六公主 就能缠得住她 耽搁了这许久时间吗 松开 容景声音微沉 云浅月不松手 唇半闷得极紧 我说松开 你没听到吗 容景声音冷了几分 云浅月不说话 手纹丝不动 容景放下针 一把将云浅月的身子 拽进怀里 低头死死地看着她 虚余 她俯下头 唇重重地落下 吻上了云浅月的唇 云浅月闻到了熟悉的 如雪四连的气息 干净清澈 才短短时间不闻 却仿佛长达一个世纪 刚刚一番经历 她的心如被烈火煎熬了十次八次 如今 才被抛回温泉水洗礼 她憋着的气煞事一散 紧敏的唇半松开 身子一软 一动不动地承受着容景的吻 她知道容景怒即 容景是该怒的 且有权力怒 她也怒 可是叶天翼 云浅月即便对她再狠心 也狠不到在她的青红软化下 真出手对她鱼子网破 不止因为她像小七 似乎从本心里 她就下不去手 容景忽然放开她 目光沉郁地看着她 声音滴耳了 你答应了她什么 云浅月唇半皿了皿 低声道 对她公平一些 容景一把推给她 你现在出去 云浅月被推了一个裂前 勉强掌握身子 她看着容景 容景已经不看她 重新拿起针 罩着自己的食指扎下 她刚要上前 只听容景冷冷地道 出去 云浅月脚步顿住 见容景将十几枚金针 轻刻间都插满了自己的手 她抿着唇 站在原地不动 出去 容景又道 云浅月心中 忽然升起一股恼怒 转身向外走去 容景听到云浅月脚步 走出门外 忽然闭上眼睛 过了片刻 十几枚金针在她手上 变成了血红色 她才睁开眼睛 将十几枚金针 从手上拔下 轻轻一挥手 扎在了冷烧桌 周身各个穴道上 云浅月走出门 阳光直直地朝她打来 她不适应地 闭了一下眼睛 月丫头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老皇帝 老皇帝见云浅月出来 看着她出声询问 她说不用我了 云浅月看了老皇帝一眼 没说她根本就没用 容景全部将针扎 都自己手上了 能用得到她才怪了 云浅月 你竟然和七哥通信数年 凭什么还对锦氏子勾引 你这样做岂不是 六公主见云浅月出来 一双美眸怒瞪着她 你 你不要脸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翻盘怒吻 四 云浅月看向六公主 只见她站在老皇帝身边 头上的君沙轻薄 此时阳光照射 君沙隐隐透出她额头的伤痕 她眯着眼睛 看着六公主额头上的伤痕 身子顺势懒洋洋地 靠在了门框上 六公主 你额头上的伤疤 是不是不够深 还向我再多打两个 六公主身子一颤 随即打怒 本公主还没有找你算账 你凭什么打我 就凭你这张欠揍的嘴 云浅月看着六公主 漫不经心地道 今日冷贵妃的嘴就欠揍 我替皇上辜负教训了她 我就打了她一巴掌 她脸上就被划出了两道伤痕 掉了一颗门牙 你说 你的脸 能比冷贵妃结实吗 六公主面色一变 身子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续雨 她想起皇上还在身边 眼泪立即涌出了眼圈 父皇 玉浅月昨日打了女儿不说 今日居然还打了你的贵妃 她简直无法无天 不将你看在眼里 你看她 勾引七哥 又勾引锦师子 她如此不要脸 简直尸开 六妹修得呼应 也听一周美打断六公主的话 七哥 我说的不对吗 你还护着她 你看看她都做了什么 我说的可是事实 六公主看向叶天忆 她这些年 人人都知道她追在太子皇兄身后 期间居然又和你书记往来 太子皇兄不要她 她又高颖锦师子 不止如此 还有燃小王爷 南梁太子 连四哥都对她 哼 六公主 你不如说我很有本事 能勾引到全天下的男人算了 云浅月冷笑一声 云浅月 你还想将全天下的男子 都勾引了不成 你果真是不要脸 六公主愤怒地看着云浅月 我就算将全天下的男人 都勾引了 爱着你六公主了吗 云浅月挑眉 话落 她恍然大悟地等 啊 对了 我爱着了 因为你喜欢容景嘛 我不要脸 你就要脸了 你每日往容王府奔跑 与我合意 别五十步笑百步 眼里只看得到别人 看不到自己 你 六公主顿时哑口 看向老皇帝 父皇 你看看她 六儿 你七哥说得对 休要满口胡言 如今众位大臣都在 你和月丫头打架 也不怕笑话 老皇帝吃了六公主一句 沉声问她 我问你 你拦住景世子何事 六公主没想到 老皇帝居然不处置云浅月 她垂下头 低声回答 无事 无事 老皇帝看着六公主 声音一沉 说实话 六公主身子一颤 敏春道 女儿不相信公主太医 想要景世子 给我治上头上的伤疤 就为这事 老皇帝明显不信 是 就为这事 六公主点头 景世子可答应了 老皇帝看着六公主 向太医院殿内 扫了一眼 六公主唇半紧紧咬了咬 忽然抬头 看了殿内一眼 点点头 声音极小 答应我 有景世子回春妙手 你的伤疤 定然落不下 老皇帝点点头 不再理会六公主 看向叶天一的 天一 你跟朕说说 你和月丫头这些年 书信来往 是怎么一回事 叶天一闻言 看向云浅月 云浅月当没听见 懒洋洋地靠在门框上 闭上眼睛 如今这种地步 他看看叶天忆 还能跟老皇帝 交代出什么来 回父皇 您知道 我的府里是在云王府西侧 小的时候经常 与月儿玩在一起 从母妃去后 我只身去北江 北江苦寒 我又孤身一人 无身依靠 京中的兄弟姐妹们 无人照顾于我 只有月儿 每次都写了书信 安抚鼓励我 还有每次 都会随着书信 令人送去衣物等用品 若没有他 儿臣早已经一蹶不振 更不会有这些年 兢兢业业立下的军功了 叶天一恭敬地回道 好 月儿大字不识 还会写书信 老皇帝看着叶天一 那些书信 不是写的字 而是笔画的字画 叶天一看了云浅月一眼 摇摇头道 字画 你身上可带着 拿出来 让朕看看 老皇帝也看了云浅月一眼 儿臣只随身携带了一封 其他的都在北疆了 叶天一伸手入怀 掏出一封书信 递给老皇帝 云浅月睁开眼睛 看向那封信 只见信封极其陈旧 但纸张极好 是上好的宣纸 而且没有任何压折的痕迹 一见就知道被保存得极好 老皇帝接过信封 抽出里面的信纸 只见随着信纸被抽出 还吊出一株海棠花 那海棠花早已经干枯 但依然保存完好 他将海棠花拿来看了一眼 对叶天一笑问他 这怎么还有一株花呀 回父皇 这是当年儿臣出到北疆 北疆没有海棠 那时正值京城海棠花开 是月儿捡了一株海棠 随性给儿臣烧过去的 儿臣便能看见京城的海棠了 叶天一道 老皇帝点点头 拿开那株海棠花 看向信纸 信纸一共七八张 他翻了翻 不懂地看向叶天一 这都画了些什么 你能看得懂 回父皇 儿臣看得懂 叶天一点头 你给朕说说 朕也听听 看看月丫头 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老皇帝将信纸递给叶天一 那株海棠花 却没有给 叶天一伸手借过信纸 看了云浅月一眼 见云浅月正看着自己 他对云浅月暖暖一笑 低下头看着信纸 面色温柔地笑道 这第一张信纸画的是一面墙 这面墙就是云王府和我府邸相连的那面墙 而这个叼着小草躺在墙上的小虫子 是月儿自己 他在告诉我 我走了 他一个人没意思 啊 原来是这样 老皇帝点头 第二张信纸画的是两个小虫子打架 一个小虫子劝架 后来劝不开 那只小虫子一来气 将两只打架的小虫子都给揍了 那两只小虫子 说的一人是四哥 因为小虫子的尾巴上是四根草 叶天一说到此 看了一眼叶天狱 见他睁大眼睛 他笑着继续等 另一只小虫子 说的是如今躺在太医院内殿 被警狮子行针的棱小王爷 因为小虫子的尾巴上画了一片雪花 而揍人的那只小虫子 嘴里掉了一根小草 这是月儿从小就有的毛病 如今看起来 似乎是改了 父皇您是知道的 当初因为他日日叼着一根草 您还说过他许多回 他怎么也不改 后来您也不说了 嗯 是 是 他自小就有这个毛病 不过也就改了才几个月而已 老皇帝笑着点头 这第三章信纸 说的是棱小王爷被打 孝亲王不干了 跑去向您告状 您将他罚到宫外跪着 他却躺在了地上看星星 后来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却不想染了风寒 自此大病了好几天昏迷不清 将云老王爷给吓坏了 跑到孝亲王府 将孝亲王给打了一顿 叶天一看了云浅月仪 见他认真听着 继续笑道 云老王爷在月儿的心里 一直是个黑脸爷爷 时常不是打他就是骂他 所以这只大虫子的头都是黑的 而孝亲王在月儿的心里 一直护肚子 所以这只虫子有两只手 一直捂着肚子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老皇帝大笑 没错 朕记得是有这么回事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情深至此 一 云浅月看着叶天一手中的信纸 想着那该是被他封锁在记忆中的 怎样的童年岁月呢 他当时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给叶天一画这样的书信传书的 又将叶天一当成了是他自己的什么人呢 看着叶天一捧着信纸 笑容满满的俊严 他忽然觉得 自己失忆将他忘记 如今这般冷血无情 的确是不公平 他没有记忆 而叶天一 活在记忆之中 就像是你天天给一个孩子吃糖 忽然有一天不给他吃了 他会如何 这样一想 云浅月本来对他的恼怒忽然散了去 只能说他的心里容紧重了 而且重到了一定的位置 所有人就轻了 他忽然轻轻叹息一声 可是太医院里面的那个人似乎不明白 他在云浅月的心中 如今是很重要的 已经重要到 叶天一对他稍微用了手段 他首先想到的 不是怎样理智的话解 而是想到 容紧会不会生气 从而 岳家六神无主 慌了神 且投鼠忌气 受了他的威胁 老皇帝笑的声音极大 似乎心情愉悦 笑爸看了一眼云浅月 对叶天一笑道 你继续往下念 朕在听听 是 叶天一也笑着看了云浅月一眼 继续看着信旨的 第四章信旨 是说太子皇兄 集贯之礼 他喜欢一盘醉虾 却是被太子皇兄 拿给了丞相府的秦小姐 他愤怒地推翻了桌子 将那盘醉虾 给扔到了地上 太子皇兄大怒 他和太子皇兄 就打了一架 之后 跑到了醉香楼 要了三盘醉虾 全部给吃光了 哦 老皇帝这才想起 叶天青 向他看去 叶天青嘴角 依旧残留着鲜血 跪在地上 看起来极其狼狈 他紧紧盯着 叶天一手中的信旨 凤木全然是不敢置信 他似乎从来不曾想到 云浅月居然和叶天一 会互通书信 而且 还是画字画的信旨 两个月前 他的侧妃说 叶清然和云浅月 互通书信 原来真正互通书信的人 是叶天一 虽然他从来没派人 监视过云浅月 但这些年 可是一直有监视叶天一的 可是 连半丝他与云浅月 互通书信的消息 都没得到 若是今日 叶天一不说 如今 叶天青还是蒙在鼓里 他忽然发现 他也许早就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他的七弟 是什么样的人 他从小就清楚得很 他聪明绝顶 心思手段 丝毫不输荣景 这些年 叶天青 屡次派去北疆的杀手 全部无功而返 叶天一若是没有本事 如何会在北疆 这么快就立足 而且 在叶天青 全力施压下 还能将北疆收纳怀中 还有荣景 荣景是什么样的人 不用他说 全天下都知道 还有叶青然 那个小魔王 从生下来至今 就没给过谁好脸色看 但他们全部都对云浅 越不同 为何 他以前或许看不清 但此时此刻 他忽然看清了一些东西 也许人一旦被提出一个怪圈 才能看清楚一些事情 他一直被太子的身份 和位置束缚 如今突然面临被废除的危险 跪在这里 做了一个旁观者 忽然就看得清了 云浅月定然不像这些年 在他面前所表现的一般 愚蠢无知 嚣张无礼 且令人厌恶 若说所有人的眼睛都瞎了 不如说 是他自己的眼睛瞎了 这一条虫子的胸前 画了一片污渍 代表太子皇兄 父皇可记得 当年太子皇兄 四哥 我 我们三人分府邸 他非要太子皇兄和我换府邸 太子皇兄不医 他大哭大闹 将眼泪鼻涕抹了太子皇兄一身 后来太子皇兄 还是没医他吗 叶天忆笑着道 嗯 朕自然记得 有这么回事 当时朕投他 还是皇后将他给管住了 对了 后来我记得 宴席之后 他居然还将 井狮子给推进了湖里 井狮子不会水 差点被淹死 这个小丫头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老皇帝笑着点头 叶天青忽然看向云浅月 见云浅月 正静静听着叶天忆念信 阳光打在他身上 他一身紫衣软烟螺 如洒了一层光滑 懒洋洋 柔滑五骨一般的 倚着门框 令见者移不开视线 此时安安静静的他 与当年那个大哭大闹 鼻涕眼泪 抹了他一身的小人 相差真是天壤之别 这个一条直直的 没有任何形态的小虫子 是丞相府的秦小姐 叶天忆看了云浅月一眼 眉眼凝聚上了笑意 在他的眼里啊 秦小姐样样都好 一板一眼 他一直都说 他生错了人家 应该秦小姐生在云王府 他生在丞相府 秦小姐才是做皇后的料 小丫头倒有自知之明啊 老皇帝大笑着点头 和月丫头相比 秦丫头是太过规矩了些 似乎从小就是那副样子 嗯 的确是当皇后的料 叶天忆忽然垂下头 秀中的拳头紧紧钻了钻 接着念 老皇帝扫了叶天忆一眼 老尹眼底暗沉 第五章信纸上说 京中最近流传着一个游戏 京中的子弟们会将买来的穷人家的孩子当成剑靶子 放在围场里 他们让那些孩子跑 然后众人放剑 看谁射中的孩子最多 谁就是赢家 输了的人就要请客 送赢家去望春楼花前买最大的头牌快活 叶天忆面上笑容收起 看了老皇帝一眼 见老皇帝板起了脸 他继续等 别看孝亲王府的棱小王爷没有武功 却是每一回都做赢家 因为他有个好爹 无人敢赢了他 老皇帝看向孝亲王 孝亲王脸色发白 吹着头不敢出声 月儿说这样的游戏进行了一个多月 皇上不管 太子不管 惊中的各位王爷 也都齐齐跟眼瞎了耳聋了一般 都不管 他看不过去了 出手将那些人揍了一顿 揍得最狠的就是棱小王爷 这回孝亲王没敢去找皇上 知道理亏 所以将事情给包了下来 但他知道 他从那日起 彻底地将孝亲王这只老狐狸给得罪了 叶天忆看了一眼云浅月 又到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情深至此 二 云浅月想着 原来他和冷少卓孝亲王的仇 是这么结下的 老皇帝脸色有些沉的 看着孝亲王 并未言语 孝亲王身子发颤 更是大气也不敢出 第六章信旨 说的是太子皇兄 集贯之后没多久 父皇宁给太子皇兄 选定了凤老将军的孙女 做了侧妃 大婚那日 月儿去看了 太子皇兄大约是怕他闹场 吩咐人 特意将他的桌子上 买了两盘醉虾 他醉虾一口都没吃 却是喝了三壶女儿红 喝完之后 将酒席照样给他掀了 叶天一脸上再次露出笑意 人人都以为 他大概喝的不是酒而是醋 殊不知啊 他心里面高兴着呢 他悄悄地告诉我 他其实一直都不喜欢太子皇兄 不过 总要做些符合他这个身份的事 叶天青猛地抬头看向云浅月 云浅月想着 这倒符合他的作风 原来他以前是那般张扬无几 哦 原来月丫头不喜欢太子呀 朕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老皇帝也看向云浅月 笑着道 数日前 太子和朕情旨 刺婚说喜欢的人 是丞相府的情丫头 怪不得 这小丫头当时闹得比太子还厉害 非要朕成全了太子 原来 他也不喜欢太子 难道这些年 他居在太子身后 都是因为那样做符合他身份 叶天一不说话 叶天青子死死地看着云浅月 月丫头 你跟朕说说 是也不是 老皇帝看着云浅月问 皇上姑父 您不都知道了吗 还问 云浅月想着 他不喜欢叶天青可是真的 让大家知道 没什么 省得叶天青这个自大狂 还以为他自己有多好 人人都争着抢着要呢 那你喜欢谁 喜欢的是天一 老皇帝看着云浅月 又扫了一页叶天一 走子你为何给他这样的信 想必 这样的性质 还有很多吧 皇上姑父 什么叫做喜欢 云浅月看着老皇帝 老皇帝一正 云丫头 别告诉我 你连喜欢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自然知道喜欢 我喜欢的人多了 可不止喜欢七皇子 云浅月靠着门框 懒洋洋的道 我喜欢皇上姑父 喜欢皇后姑姑 喜欢我爷爷 喜欢我哥哥 喜欢叶清冉 喜欢南凌瑞 喜欢叶倩 还喜欢我院子里 伺候的彩莲 听雪 听雨 赵妈妈 对了 还喜欢扶肉烧鱼 荷叶熏鸡 酱香排骨 酒香醉虾 叶天一本来含笑的脸色 笑容收起 敏春看着云浅月 月丫头 这问你她不是这个 是男女之间的喜欢 老皇帝板着脸 看着云浅月的 男女之间的喜欢啊 云浅月不看老皇帝 看向天空 蔚蓝的天空 万里无云 避空如洗 只有一轮金色的太阳 照在她身上 她眯着眼睛看着太阳 声音虽然很轻 但足够太医院内外 所有人都听得见 我喜欢的人是荣景 叶天一身子一僵 云浅月继续等 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她一人之重 全天下人之轻 叶天一手里的性质 刷啦啦地落在了地上 面色煞时惨白如指 甚至不受控制地 后退了一步 老皇帝魔光扫了一眼 叶天一 皱眉看着云浅月 她一院外站的所有人 此时都惊异地 看着云浅月 这样的话 她用轻轻地 淡淡的语气说出来 却是比大声喊出来 还震动人心 一人之重 全天下人之轻 不亚于昨日在七巧节 警示子那句 此生只此一期 独一无二 她一愿煞时静觅 如无人之境 就在这时 店内的莲幕挑起 容景从里面走出来 她刚一出来 阳光煞时打在她的身上 月牙白的锦袍 如秋水长天 木然化过天际的那一抹白 又如天雪山之巅 树树飘落的雪 但这雪飘在暑日 令顶在炎日下的 所有人的心头 齐齐化过一丝清凉 众人都看上容景 容景出来 眼睛似乎也不适地 闭了一下 她魔光扫了众人一圈 偏头看着云浅月轻笑的 我竟不知你心底 对我已经深情至此了 云浅月从天空收回视线 看向容景 目光落在她的手上 只见她一双如玉的手 藏在袖中 不用看她也知道 定是布满了细密的真言 她脸色不好地哼了一声 哼 你知道什么 如今你说出来就好 免得七皇子对你误会 容景浅浅一笑 看向孝亲王 孝亲王 我建议棱小王爷 就留在太医院吧 他此时不宜挪动 太医院的太医 平时可以看顾他 我以后每日 都会来这里 为棱小王爷行侦 一个月后 定然还你一个 生龙活虎的棱小王爷 老臣多谢敬世子 老臣都敬敬世子的 那就让全子 留在太医院 孝亲王连声道谢 每日这个时辰 你也要来这里 离了你的血 可是行不了针的 容景又对云浅越道 云浅越眼皮翻了翻 没拆穿它 想着不知道 刚刚是用谁的血 行了针 皇上 若是无事 容景先回府了 容景抬不下了台阶 看着老皇帝温生的 今日辛苦景世子了 未来一个月 也要多加辛苦景世子 老皇帝掩饰住 老眼中的锋芒 从云浅越身上 收回视线 看向容景 温和地祝福 啊 景世子别忘了 明日早朝 早朝后 你来给棱小王爷行侦 下午去议事殿 协助秦丞相议事 容景知道了 容景点头 缓步向外走去 走了两步 忽然回头对叶天忆提醒 七皇子 关心事处于朋友之意 可不是私定终身有情 容景劝七皇子 可以分清楚了 免得深受其害 七皇子聪慧 是明智之人 当该明白这个道理 若是不明白 可就伤人伤己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情深至此 三 叶天忆脸色微沉 并未言语 容景再不多言 缓步向外走去 七世子 六公主见容景离开 立即提着裙摆追上她 很快就拦在她面前 容景停住脚步 看着六公主 脸色淡淡地等 六公主 三尺直觉 六公主本来还想再向前走 文言 立即后退了一步 小脸发白地等 秦世子 你怎么能就这么相信云浅月 她明明和七哥有情意 又勾引你 说此不要脸 你居然还对她 她 六公主花音未落 容景一挥衣袖 一阵风 对着六公主扶了过去 六公主只觉一阵寒意扑面而来 她抵抗不住 身子被直直地掀了出去 栽到了好几米远的地方 众人齐齐一惊 只听容景淡而冷地道 六公主 若是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 你永远不用再开口说话了 话落 她再不看六公主一眼 也没看老皇帝 缓步出了太医院 六公主躺在地上 脸色发白地看着容景离去 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闭嘴 老皇帝眸光涌上怒意 不知是弃容景将六公主 当着她的面打了出去 还是弃六公主 不争气 不得容景的心 在她面前 昨日被云浅月打破了额头 今日又被容景如此打出去 大失她的颜面 父皇 六公主委屈地看着老皇帝 忽然转头看向云浅月 怒骂 你凭什么跟我积歌通信数年 还要喜欢锦世子 你只如睡性养花的女人 我 父皇 儿臣要向父皇请止 儿臣要嫁给锦世子 六妹 我看你是真的永远不想再说话了 叶天怡忽然转身看着六公主 六公主脸色一白 躺在地上的身子一颤 煞事进了声 看来朕太宠你了 将你宠得无法无听 越来越不成样子了 居然什么混账话都敢说 老皇帝看了叶天怡一眼 对六公主怒道 你现在 就给朕滚回秦宫去 没有朕的命令 再不准出来 父皇 儿臣要向父皇请止 儿臣要嫁给锦世子 六公主忽然坐起身 跪在地上 云浅月抬步走向六公主 老皇帝一时间没出声 老眼眯起 看着六公主 和走向六公主的云浅月 你说你要嫁给荣情 云浅月来到六公主面前 蹲下身子 看着她 是 我就是要嫁给锦世子 六公主看着云浅月 愤恨地道 云浅月 你何德何能 顽固不化 大字不识 没有教养 不识礼数 没有三心二意 和这么多人牵扯不清 谁信仰话 这样的女人 根本就不配锦世子 还有吗 继续说 云浅月看着六公主 不恼不怒 这些还不够吗 六公主看着云浅月 不够 你说的这些绒颈都喜欢 我顽固不化 大字不识 没有教养 不懂礼数 三心二意 水性洋花 这些她都知道 云浅月摇摇头 面色没丝毫怒意 你得找出她不喜欢我的事情来才管用 你不要脸 六公主恼恨地瞪着她 有什么狐媚子伎俩 魅惑了我七哥 又魅惑警世子 你简直就该进猪笼 趁他 无马分尸 不能 云浅月忽然挥手 六公主身子直直飞出了太医院 刘婉 老皇帝面色一变 沉声喝止 月丫头 住手 云浅月放开手 蹲着的身子站起 对老皇帝笑着 无辜地道 皇上姑父 您怎么不早说 您说晚了 六公主被我扔出去了 天月 还不快去看看 老皇帝沉着脸 看了云浅月一眼 连忙向外走去 叶天一应声 立即足间轻点 追了出去 众人都连忙 跟在老皇帝身后 刚刚他们都看见 六公主像是 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飞了出去 这要是摔在地上 还能有好 众人不禁觉得 浅月小姐实在是大胆 若是六公主 真被摔死的话 这浅月小姐 皇上不处置 也得处置了她 云浅月站着不动 皇帝的女儿又如何 那皇帝的女儿 就能想嫁谁 就嫁给谁 她冷笑一声 是时候 该让六公主 长长记性 昨日她下手太轻了 今日 就让她尝尝滋味 一人之重 全天下人之情 叶天忆忽然走过来 站在云浅月面前 看着她道 月儿 这五年信间 你知言片语 都未曾谈及警示词 这才短短两个月 你便对她 如此情深意重了 你真确定吗 你让我如何相信 我们十年轻易 五年通信 不及十年大病 卧床的警示词 原来五年通信 她知言片语 都未曾提及容警了 云浅月看着叶天忆 喜欢不分先后 没有时间界限 好一个喜欢不分先后 叶天忆笑了一声 伸手去抓云浅月的手 你跟我走 我跟你走就是 你不用拽着我 云浅月躲开 叶天忆的手 叶天忆看了她一眼 她也不向外走去 刚走了两步 她回头看向地上 散落的信纸 走回来 万身捡起 又将信纸叠好 放入信封里 继续向外走去 云浅月看着她 手中的信纸 抿了抿唇 太不跟上了她 二人出了 太医院的大门 只见老皇帝等人 站在门口 六公主被挂在 不远处一株桂树上 叶天忆正上树去救她 月丫头 她可是朕的公主 你下手未免太重了 这若不是被贵树接触 她若是摔死 你叫朕 还如何不处置你 老皇帝看向 出来的云浅月 脸色不好 皇上姑父 您难道就没看出 我已经看在您的面子上 手下留情了 云浅月看了一眼 六公主 大约是吓得 昏死了过去 她收回视线 淡淡地道 她若是再说以后 嫁给荣景 就不只是挂在 蜘蛛柜树上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情深至此 四 哦 老皇帝眯起眼睛 朕若是偏偏将她 赐婚给景世子呢 云浅月迎上 老皇帝的视线 神色不变 没有丝毫具意 淡淡地吐出几个字 那我只能将六公主杀了 云浅月 你好大的胆子 老皇帝忽然抱贺一声 皇上姑父 我胆子一向很大 您一直知道的 云浅月忽然笑了 您若不相信 大可以试试 我真会杀了他的 对了 除非您先杀了我 不过我觉得 您是不能杀我的 您若杀了我 这死的人恐怕就不是六公主一个 估计会很多 放肆 朕是越来越纵容你了 让你居然 敢对朕威胁了 老皇帝怒瞪着云浅月 容领首先会自杀殉情 容领一死 那么全天下爱慕容领的女人估计都跟着自杀 嗯 对了 还有棱小王爷 没有容领行针也没救了 棱小王爷一死 孝亲王和孝亲老王爷大约也活不了了 还有我爷爷 对了 还有我姑姑 还有 云浅月仿若未闻 如数家珍一般将所有牵连的人挨个数了个遍 一派胡言 老皇帝打断云浅月的话 云浅月珠了口 看着老皇帝气怒的脸 笑着她 皇上姑父 是不是一派胡言不要紧 要紧的是 您可不能将六公主赐婚给容领 您若是将她赐婚给容领 我就一定会杀了她 还有 在我喜欢容领之时 您都不能将谁赐婚给她 若是赐婚哪个 我就杀哪个 混账 老皇帝将从叶天忆手中拿着的 还没还给她的那株海棠花 罩着云浅月脸上砸了过来 云浅月站在那儿不动 想着这株海棠花留了多少年 是不是该毁了 海棠花刚要落在云浅月脸上 叶天忆伸手轻轻接触 海棠花完好无损 她看了云浅月一眼 忽然躬身对老皇帝恭敬的道 父皇 儿臣想和父皇请一道旨意 什么旨意 说 老皇帝沉着脸问 显然气得不轻 额头青筋直跳 父皇日理万机 哪里有时间教导月儿 儿臣回京 理应为父皇分忧 月儿顽固不化 儿臣这些年已经熟悉了她的脾性 从今日起 父皇就将她交给儿臣教导吧 叶天忆道 云浅月一阵 立即反驳 不可能 月丫头 怎么就不可能 你实在太过顽脸 居然连朕都不放在眼里 朕就不信 这天下 还没人管得了你了 老皇帝板下脸 对叶天忆道 好 朕就准了你的奏情 儿臣多谢父皇 叶天忆立即歇恩 云浅月忽然扭头就走 月丫头 你要上哪儿去 老皇帝沉声问他 我回府 既然皇上姑父不亲自教导我了 我还留在皇宫做什么 云浅月头也不回 不行 你就住在皇宫 从今日起 七皇子搬回宫中住 老皇帝看着云浅月 对叶天忆道 还住你以前 没搬出宫 立府时的宫殿 是 叶天忆应声 云浅月脚步顿住 回头看着老皇帝 皇上姑父 你怎么就揪住我不放呢 您就不怕我将你儿子给毁了 我一个女人 也不求有什么大才大志大作为 也不想做哄天动地的大侍应 我就想着将来嫁给容景 相夫教子 就算胡乱作为 无法无天 也是祸害他家 有他管着 我嫁过去之后 估计连荣王府的紫竹林都爬不出 祸害不了别人 也更爱不着您的事情吧 您执掌天下 天圣万里河山 您奉着好好的山珍海 为沉鱼落雁不享受 就是我不放做什么 胡说八道 老皇帝文言立即呵斥 板下脸道 云王府的女子 哪个不是温婉端庄 你看看你上面的姑姑 太姑姑 都是母仪天下 尊贵无比 每一代的国母 都被天下人人称颂 贤德皇后 你再看看你 称什么话 半点女儿家的做派也没有 喜欢跟人 吵得天下皆知 还和朕的皇子们 成日无所顾忌 说话行之 也没有半死 女儿家的矜持 朕若是 再由你这样下去 岂不是侮辱了你姑姑 太姑姑们的贤德名声 照皇上姑父这样说的话 我的名声不好 就连累了我姑姑 太姑姑 连死去的太太姑姑 也连累了 那您是天下百姓的帝王 有顾全天下百姓的责任 有一人做奸犯科 您的名声就也不好了呗 有一人杀人 那人就是您杀的 有一个放火 那火也是您放的 京中子弟玩射箭 杀孩子的游戏 也是您让他们干的 云潜月挑眉 老皇帝被堵了个哑口无言 他刚想怒喝 云潜月不等他开口 继续的 您是不是又想说我一派胡言呢 我劝您还是别说了 省省力气 我就是个扶不上墙的阿斗 没大志向 也不想跟我的姑姑太姑姑们一样 让天下人人称颂 我就想嫁给容景 替他洗衣做饭 生孩子 皇上姑父就将我赐婚给容景 不就得了 我保证嫁入容王府后 规规矩矩的 再不传出半丝不好的名声 你 老皇帝气怒 半赏才吐出一句话 我看你 真该学学女界 哪个女人像你一般 还没急急 张口闭口就要嫁人 而且还什么 相夫教子生孩子 你简直就是 哎呀 朕都替你脸红丢人 哪有女人不嫁人不生孩子的 我自己都不脸红 皇上姑父脸红什么 袁浅月扫了一眼叶天玉 已经将六公主救了回来 她抱着 不把老皇帝气吐血 不罢休的家事 奴奴嘴道 您的女儿六公主 不就是一个吗 她也想嫁给容景 帮她生孩子呢 可惜人家不要 就要我 你 老皇帝气急 从现在起 你给真闭嘴 再不准说一个字 不说就不说 云浅月掉头就走 老皇帝再没开口喊住云浅月 气得腮帮子一鼓一鼓地 瞪着她离开 众人都看着老皇帝 这些年 无人敢在老虎头上拔虚 这浅月小姐 是第一人 父皇 儿臣 叶天玉看着老皇帝 去吧 好好给朕教导她 老皇帝对叶天玉摆摆手 叶天玉立即台步 跟上云浅月 云浅月走了两步 听见叶天玉跟上来 她停住脚步 忽然冷冷地看着她 我今日很生气 你最好别跟着我 我答应你恢复记忆 对你公平一些 可没答应喜欢你 叶天玉停住脚步 看着云浅月 恢复记忆之后 对你如何我不知道 但至少现在 今日 目前 我一点都不想见到你 你若是再跟上来 有什么后果 我不敢保证 别以为你用过去的事情 就真的可以威胁我了 云浅月扔下一句话 再不看叶天玉 向前走去 叶天玉看着云浅月 脸色灰暗不明 袖中的手钻了钻 终究是没追上去 云浅月很快就转过了 她医院的墙角 她走得太快 险下和墙角处 立着的人撞上 她停住脚步 见是容紧 一阵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站在这里 感谢您的 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狂热如火 一 容景不说话 只看着云浅月 眸光宁定 云浅月皱眉 你看着我做什么 我问你怎么没走 站在这里 容景仿若未闻 依然看着云浅月 不说话 云浅月低头 看了一眼自己 全身上下穿戴妥当 没有哪里不对 她抬头 见容景依然看着她 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她眉头紧簇 刚要伸手去摸脸 容景忽然一把 将她拽进了怀里 云浅月一震 容景足间轻点 带着她飞身而起 哎 你要带我去哪里 老皇帝不让我出皇宫的 云浅月想起这个就气 她如今就等于 被困在笼子里的小鸟 叶天忆居然 请指教导她 容景不说话 她轻功高绝 揽着云浅月 两人的身影 仿佛一阵清风 拂过皇宫的各处景物 宫廷的护卫和暗卫 几乎查无所觉 云浅月想着 这个人估计是哑巴了 三问三不答 她见容景 带着她不是 往宫外的方向去 瞥了容景一眼 便也不再开口 过多时 容景带云浅月 飞身进了一处宫殿 宫殿门前的牌匾 一晃而过 云浅月看到 是御书房三个大字 她一正 人已经被容景 带进了殿内 老皇帝此时不在 御书房重兵把守 在三丈开外 殿内 是寂静无人 两人身形落下 云浅月还没看清 御书房的景象 容景的唇 便已经落了下来 这一次的吻 不同于早先 在太医院内 充满怒气 重重的一吻 而是如狂风咒语 似乎倾助 她身心所有热情 将云浅月 浓浓包裹 像一团火 云浅月的身子 煞时间软了下来 像是要被火烤化 烤着 她几乎承受不住 容景如此的狂正 伸手去推她 容景却纹丝不动 云浅月只能向后仰去 身子在她壁弯处 无力地承受她的吻 任狂热将她淹没 大脑一片空白 神志飘飞 眼前水蒙蒙雾蒙 再看不到别的颜色 容景却依然不放过她 如玉的手 探入她的裸衣内 触手温华的肌肤 如一皮锦断 在她手下 柔脸出逊丽的眉红色 云浅月的身子 不停地发出颤里 过了不知多久 云浅月实在承受不住 乌眼出声 容景 混蛋 她声音极其低小 细弱文盈 容景听见 不断不罢手 反而更加狂热 她的唇 离开了云浅月的唇 又吻上了她的眉眼 锁骨 胸前 白皙如雪的肌肤 在她唇手所过之处 留下细细蜜蜜的红粉痕迹 我要死了 你放开 云浅月感觉她身子被挑得 像是一团火烧 似乎只要再加一把火 就能够被容景点着 她无力地捶着手 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没有了 容景终于停下了手 低头看着她 云浅月急促地喘息着 头脑晕乎乎的 身子如火又如水 似乎随时就要烧着化掉 容景眸光 有浓浓的火焰在燃烧 火焰深处似乎有一个黑洞 随时都能将云浅月吸进去 她静静地看着云浅月喘息 云浅月白皙的小脸 如染了一层烟之色 她眸光定在 她被吻得红肿的唇瓣 和凌乱的吻痕上 终于开口道 张记性了没有 她的声音低而哑 似乎压抑着什么破喉而出 云浅月急促地喘息停顿了一下 不搭话 嗯 张记性了没有 容景看着云浅月 唇又贴上了她的唇 手同时 俯着她的肌肤柔碾着 容景 你混蛋 云浅月欲打开容景的手 容景顺势将她手握住 缠在一起 食指相扣 她脚下轻轻一动 云浅月的身子 靠在御岸上 容景俯身压在她身上 身体与她亲密无间 盯着云浅月的眼睛 又问道 长记性了没有 长你个大头鬼 云浅月心里一火 不知哪来的力气吼了一句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她瞪着容景 但即便是吼 她的声音也软绵绵地 没有半死威慑力 看来你还没长记性 不要紧 今日有的是时间 我慢慢教导你长记性 容景看着云浅月 花落 唇瓣再次落下 含住她娇嫩的唇瓣 云浅月还要再说话 可是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了 她本来身子就再不能承受 此时一只手背在身后 一只手被容景紧紧扣住 身子上面 如同压了一座大山 明明看起来瘦得跟竹竿子似的人 却是力气大的令她推不动 她本来提起的气力 煞失一些 身子再次软了下来 云浅月几欲窒息 容景却依然不放过她 如玉的手 画过她身体每一寸肌肤 回到腰间 手指轻轻一勾 扯住了她的丝带 丝带本来就顺滑 轻刻间被扯掉 云浅月大片的肌肤 暴露在了容景身下 云浅月身子一颤 神志刹那惊醒 容景看着她 漆黑的眸光 几乎被欲望淹没 放开含着她的唇瓣 低哑得道 我们的洞房花竹叶 在这里其实也不错 你说是不是 还不要 云浅月脸红如火烧 吐出口的声音 连她自己听了都脸红 她如今虽然被容景 折磨得酸软无力 可还没有昏厥 可没忘了 这里是御书房 那在哪里 您选地方 容景看着云浅月 眸光黏在她的脸上 浓得化不开 云浅月喘息着看着容景 这个混蛋绝对不君子 不良善 她就知道 容景不找回厂子 肯定不会罢休的 有些愤愤地道 哪里也不要 你快放开我 我要是放开你也行 那你告诉我 你长记性了没有 容景手指勾着云浅月裙带打圈 云浅月撇开脸 不看她 是谁口口声声说要嫁给我 以后在容王府相夫教子 给我洗衣做饭生孩子的 容景唇瓣贴着云浅月的唇瓣 如雪似连的气息 喷洒在她脸上 哑着嗓子 挑眉道 云浅月的脸 腾得又红了几分 想着这人真的是容景吗 偷听墙角 还说出来 也不嫌丢人 云浅月偏着头 不说话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狂热如火 二 是谁说以后 若是皇上给我赐婚了一个他 就要杀一个 容景又问 云浅月当没听见 是谁说以后要祸害我家 由我管着 嫁过去连容王府的紫竹林都爬不出 容景魔光沉淀出一抹笑意 声音低而柔 若清风划过 无恨无声 你羞不羞 脸红不红 居然偷听人说话 云浅月终于忍受不住 转回头 看着容景 你不是对皇上说 你都不脸红 别人替你红什么吗 容景笑看着云浅月 魔光在他脸上打转 低声道 我不脸红 你的脸现在比较红 你滚开 云浅月想着 感情这混蛋将他的所有话都听全了 他羞愤地伸手推开容景 容景纹丝不动 看着云浅月 云浅月对他瞪眼 容景忽然将脸埋在他的脖梗处 滴滴笑了起来 他笑声极低 胸膛微微颤动 似乎极其愉悦 听着这样的笑声 似乎大片的雪莲花 一层层在眼前展开 云浅月没好气地推他 笑什么 小心将狼招来 容景依然笑着 仿佛没听见 云浅月仰脸 无语地看着棚顶 御书房金砖碧瓦 明黄的颜色 晃得他眼前金光一片 他想着 这么些年来 老皇帝的眼睛 怎么也没被闪瞎了呢 一人之重 全天下之清 容景笑了半赏 受了笑意 滴滴地开口 声音似喜似叹 我终于在你心中很重了吗 云浅月 你总算还有良心 云浅月翻了个白眼 他哪里看起来 像是没良心的样子了 容景忽然放开他 直起身 手臂也顺势将他身子揽起 将他被扯开的衣裙 拢回肩上 低头 又给云浅月 将扯开的腰带系上 如玉的手 动作不见如何快 却是有条不紊的 片刻便将云浅月 散乱的衣服 整理妥当 云浅月看着容景 面前的人紧袍玉带 衣冠楚楚 连半丝头发都没有乱 而他 却是被容景折磨的一团糟 一时间有些气闷 容景将云浅月的衣物 整理妥当 又略为给他整理了一下散乱的发丝 才扒了手 看着他 见云浅月一副气闷的样子 目光凝视片刻 低下头 在他脸颊落下一吻 将云浅月身子轻轻抱进怀里 低声一叹 对不起 云浅月一震 这混蛋在道歉 道哪门子歉呢 六公主拦住我 给了我看了一封信 我才被她拦住耽搁了时间 容景声音极轻 你知道 只要是关于你的事情 都能让我方存打乱 明明知道这是有人故意拖延我 可是我却控制不住自己 不去接纳信 什么信 云浅月挑眉 他就想着 凭六公主 如何能拦得住容景啊 是你写给七皇子的信 容景道 和刚刚他拿出来念的 一样的字画 云浅月眼睛眯了一下 他写给七皇子的信 如何会在六公主手里 再说 六公主在寝宫养伤 是如何得知容景进宫的 看来 这些是叶天忆故意为之 否则 看叶天忆将他五年前写的信 都保存得完好的模样 又如何允许 他的信 旁落他人之手 不是 容景摇头 是你的笔记 两个月前你写给他的信 云浅月推开容景 两个月前 那就是他失忆之前了 容景抱着他不动 将他按在怀里 云浅月看不到他的脸 只听他低声道 是一封你失忆前写给他的信 话落 他顿了顿 又低声道 他最懂得抓住我的要害 让我方寸大乱 后来我定下心去他医院 便见你和他 你让我如何不怒不气呢 云浅月想着 怪不得被他耽搁那么久 然后去了他医院时 脸色还那么难看 他抿了抿唇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 什么样的心 拿来给我看看 被我激怒之下给毁了 容景道 什么样的心让你气怒了 云浅月见他不松开 便靠在他怀里不再出来 容景沉默不语 云浅月想着 他能给叶天忆写什么呢 总不至于是喜欢之类的话吧 说你等他回京 容景沉默片刻 闷声开口 原来是这个 云浅月舒了一口气 推开容景 沉了他一眼 不就这样一句话吗 你至于吗 话落 他想起容景道胎医院时 正看到叶天忆抓着他的手 对他亲密揉红 将他和他的牵扯 功不于众 将耳环 说成是定情信物 云浅月气势一泻 口气立即软了下来 解释道 我不是他对手 被他钳制住了 没挣脱开 所以 所以你就对他心软了 下不去手是不是 容景接过云浅月的话 云浅月虽然不想承认 却是在心底深处 的确有一种引力牵着一半 让他下不去狠手 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很像小气 大约是这些年 他和叶天忆牵扯的 真的太深的原因吧 他是心狠 是冷血无情 但总会有例外 心狠也分对谁 叶天忆 也没有十恶不赦 不是吗 我知道不该对你怒 对你恼 但我控制不住 你对他下不去狠手 我可以理解 但我做不到不恼不怒 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 我说对不起 容景将云浅月的身子抱紧 话音一转 有些气怒他 可是你为何答应了他公平一些 你要怎样对他才公平 还是像以前你对他那样 不可能 云浅月伸手推开他 他纹丝不动 云浅月手下用力 容景才松开 他看着容景 认真的道 开山饮水 解除北疆干旱 用机破解了五年前的北疆祸乱 梯田 灌溉 开拓了北疆数万倾贫瘠之地 变成富裕土壤 为他处理了多少叶天青派去北疆的杀手 这些若是都被他说出来 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他用这个威胁你 容景眯起眼睛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狂热如火 三 他说老皇帝若是知道 我定然再也飞不出天家 也许马上就能给他和我赐婚 云浅约看着容景 轻轻一叹 当时情形 叶天一说得出 一定做得到 若是真赐婚 你我如何 反了夜市江山吗 但即便是反了 你准备好了吗 容景闽唇不语 我失忆将他忘记 如今对他冷血无情 的确不公平 云浅月明了名唇 低声道 人的本性存在的东西 无论是失忆前 还是失忆后 都不会更改 叶天一和我牵扯太深 也对我了解太深 他是用这个 来逼我恢复记忆 其实也无可厚非 容景不说话 明日 我与他去灵太四招 不善大师 恢复记忆吧 云浅月看着容景 你本来也是要给我 恢复记忆的 只是我觉得 与你这样挺好 还是低估了 叶天一的执着 容景依然沉默不语 眸光忧深 不知在想些什么 云浅月看着他 也不再说话 让容景这样的人 说出对不起 是何其的难 他本来对容景 也有些怒气 但忽然也就散了 若是站在 叶天一的角度 他能够体察出 对他不公平 便更能够了解 容景若是眼看着 叶天一拉着他 他若不怒 便就是不正常 虽然没有准备好 但也不怕 只此一次 我准许你受他威胁 没有第二次 容景忽然开口 声音极低 但语气 却是极重 反了叶时江山又如何 轻浮天下 若能唤你在我身边一事 我愿意背上不诚的骂名 在所不惜 云浅月正正地看着容景 钟景对他勾唇一笑 唇凑近他 轻轻吻了吻他的眉眼 又吻了吻他的脸颊 再吻了吻他红嫩的唇半 忽然轻笑的 你和他在通信中 从未提及我直言片语 你没觉得这很不正常 怎么不正常了 你不是大病十年吗 云浅月挑眉 我是大病十年没错 可是不代表我什么也没做 容景笑着看他 尤其是对你 云浅月皱眉 容景忽然将他抱起 转身进了屏风后 他看着容景 容景对他低声道 皇上回来了 云浅月想起 这里是御书房 老皇帝处理完太医院的事情 自然是要回来的 便不再开口说话 想着容景刚刚的话 也是 他和叶天忆通信五年 直言片语未提容景 看起来很正常 因为他大病十年 卧床不出府 但这个人 可不是只顾养病 什么都不会做得住 的确是有些不正常 宁夕 容景传音入密提醒道 皇上的警惕性很高 云浅月收回思绪 瞬间秉息宁神 二人不再说话 御书房 仿如就没有这两个人 不多时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来到 一人不等伺候的人 挑开莲目 便当先挑开莲目 走了进来 莲目随着他掀起 响动着哗啦啦的声音 他刚一进来 御书房的宁静气息 煞是一改 云浅月看着屏风 这一道屏风 是上好的纯金雕刻的 降龙屏风 不能透过他 看清外面的事物 但不用想也知道 进来的这个人 是老皇帝 老皇帝显然被气得够呛 这么许久耽搁 他的气依旧没消 仪仗队一字排开 守在御书房门外 规规矩矩 悄无声息 在仪仗队之后 有两人紧跟着走了进来 来到之后 并没跟着老皇帝进来 而是守在了门外 云浅月刚想放出神志 去探知是谁 只听容景在他耳边 传音入密的 不要动 是太子和七皇子 七皇子武功在你之上 你一旦放出半死气息 他便能感知到 云浅月立即打消了 探知的念头 随即疑惑地传音入密 对容景询问 我的武功既然和你同出一缘 怎么会不及夜天夜 他修习的是什么武功 你说凤凰节的限制 凤凰节封锁了你最后一重功力 你凤凰真经没有大成 所以不是他的对手 容景画露 看了一眼云浅月 他修习的是雪山派的武功 和荣峰一个师妹 荣峰的师兄 云浅月一整 容景点头 云浅月想着 怪不得荣峰知道 他和夜天夜的事情 这么说 雪山派 也与他牵连颇深了 太子进来 老皇帝进屋后 在房间内走了一遭 似乎将火气压了压 对外面喊了一声 是 父皇 叶天青 叶天青应声 走了进来 跪下 老皇帝沉着脸 看着叶天青 叶天青 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你可知道 你今日 错在了哪里 老皇帝沉声询问 儿臣 不该对锐太子出手 叶天青开口 嗓子沙哑 显然是被老皇帝踹的那几脚 受伤不轻 且没有及时 诊治用药 伤了肺腑 锐太子 是南梁太子 是天圣贵客 在天圣一日 便不能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处事 你也倒好 居然对锐太子出手 还中了他的圈套 堂堂宫门外 多少人眼睛看着 哼 今日 若没有冷少佐等着 南梁瑞 若是被你打伤 躺进太医院的话 朕看你这个太子 也不必做了 老皇帝怒道 叶天青身子一颤 父皇 锐太子功力比儿臣高 儿臣怎么可能将他 就是因为这样 你才愚蠢 老皇帝抄起桌子上的奏折 啪地扔在了叶天青的头上 怒道 今天天玉做的就比你强 南梁瑞同样对他用了这招 他却懂得能屈能伸 朕看这些年 你这个太子做的太安逸了 不如让天玉做了 能让朕省心 叶天青面色一变 回去闭门思过 从今日起未来一个月 没有朕的允许 不准踏出太子府一步 老皇帝看着叶天青 脸色阴沉 沉声吩咐 是 叶天青不敢反抗 吹手应声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五百零一章 黄热如火 四 哎 果然出去吧 老皇帝摆摆手 像是赶苍蝇一般 叶天青咬着牙站起身 倒退着出了御术房 他刚走到门口 老皇帝忽然又想起什么 吩咐道 啊 对了 你顺便去承孝府通知秦玉宁 从明日起 让他进宫 跟在太妃身边 教导言译 叶天青脚步一顿 躬身应声 是 老皇帝摆摆手 不再看叶天青 对外面喊道 天一 进来 叶天青遮住眼中神色 退出了御术房 叶天一并没有立即进来 而是站在御术房门口 叶天青脸色微沉地 看了他一眼 一言不发 向宫外走去 叶天一看着叶天青身影消失 这才整理了一下衣摆 缓步进了御术房 他刚一进来 御术房的气息 便和叶天青刚刚进来时 天差地别 即便老皇帝的气息 是依然阴沉怒乎 御术房火药味极浓 但他身上 自有一种令烦躁的气息 安定的气场 说说 你和月丫头 是怎么一回事 老皇帝看着叶天一 脸色稍好 父皇想知道什么 叶天一站在老皇帝面前 俊逸的面色 神情淡淡 朕想知道什么 你心里清楚 老皇帝盯着叶天一的脸 父皇想知道什么 儿臣怎么能够清楚 叶天一神色不动 面对老皇帝压迫的气势 也无半死拒异 你能不知道 若说太子不知道 朕姓 四皇子不知道 朕也姓 真的其他皇子都不知道 朕都姓 可是你不知道 朕不姓 老皇帝本来站着的身子 坐在了椅子上 一双老眼不离叶天一的脸 儿臣若是能够猜出 父皇心中所想的话 五年前 也不至于让父皇将母妃获罪 母族全部被杀 又将儿臣一人 发配到北疆苦寒之地 叶天一条眉 才五年时间而已 父皇不会忘了当年之事吧 你母妃若不死 如何会有今日的你 少跟正提你母妃 老皇帝顿时大怒 是 我母妃若不死 自然不会有今日的我 但我母妃死后 我险些也无视我 若不是月儿 父皇今日怕是见都见不到儿臣 叶天一无视老皇帝的怒意 你这是在怪朕 老皇帝 面无表情 朕本来以为 朕本来以为就朕和你母妃知道 没想到被你知道了 也好 免得你说朕 我以为是朕逼死你母妃 实则是他自己的选择 老皇帝看着叶天一道 朕给了他机会 他抓住了 如今你能如此成器 九泉之下 他也该瞑目 叶天一沉默不语 朕问你 月丫头是怎么回事 老皇帝板下脸 正色地问叶天一 别和朕说 只是通信而已 能在朕眼皮子底下 和你在北疆通信五年 看来 朕这些年 真是小看他了 他除了和你通信 还做了何事 父皇隐蔚遍布天下 有什么事情能够瞒得过父皇的眼 他和我通信 不过是我一人之力防护的隐秘而已 这些年他行了何事 父皇不是一清二楚吗 叶天一挑眉 云浅月想着 叶天一还是在维护他的 就如他所说 今日早先公开他们两人的关系 实在是被他的冷血无情逼得极了 云浅月片头看了容景一眼 剑容景博承微眠 看不出情绪 他回转过头 继续看着屏风 少给朕打马护眼 你一人之力 从天圣到北疆 应付太子多番刺杀还不足 如何能将五年通信 保护得极为隐秘 连朕都没摸到半点风声 若是以前你这话 朕黑信 如今 你这话 朕是一个字都不信 月丫头若是没本事 让你心心念念了五年 让容景 甘愿此生 执此一人 非亲不取 这些年 朕怕是被这小丫头 在眼皮子底下 给耍得团团转 真以为她顽阔不化 没有半点可取之处了 老皇帝沉怒 今日 你给朕如实交代 儿臣都交代的话 父皇能给儿臣和月儿赐婚吗 叶天忆看着老皇帝 你还想着朕给你赐婚 老皇帝脸色极其阴沉 你 他心里半点都没有你 如今 一门心思 就想嫁入容王府 你要一个心不在你身上的女人 何用啊 天圣历代皇后的心 都不在皇上身上 还不是照样住在荣华宫 为天圣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只不过父皇这一代 不要皇后的孩子而已 想断了四大皇府 夜天一花落 看着老皇帝挑眉道 再说父皇怎知 他心不在我身上 他今日心不在 不能保证明日不在 明日不在 还有后日 总有一日会在 这便够了 云浅约心底一颤 夜天一周才是要疯啊 容景面无表情 仿若未闻 你别跟朕说 你此生也只此一期 非他不娶了 老皇帝脸色沉了下来 儿臣正是此意 夜天一无惧老皇帝阴沉的脸色 胡扯 老皇帝勃然大怒 拿起桌上的奏折 扔向夜天一 夜天一偏头躲过 奏折啪的一声 掉在了地上 和早先扔到夜天青头上 夜天青没敢躲的奏折 摔在了一处 你竟然敢躲 老皇帝瞪着夜天一 父皇果真是老了 手上也没力气了 儿臣轻轻一躲 便躲过了 能躲而不躲 难道让父皇给儿臣脑痒痒不成 夜天一声音平静 前后起伏没有丝毫的不动 你 老皇帝气怒 你想气死朕不成 那个小丫头气朕 你也来气朕 父皇保重龙体 您的身体尊贵 若是倒了 这天圣万里河山 没准就轻塌了 夜天一面不改色 即便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也如吃饭喝水一般平常 你 老皇帝忽然不怒返笑 你真不愧是朕的好儿子 夜天一不再说话 哎 那个小丫头如何 朕如今也不问你了 但给你赐婚也不可能 有本事 你自己 将他从容景手上夺回来 朕就算再让云王府 兴盛百年又如何 但你若是没本事将他夺过来 便别怪朕心狠毁了他 若是不在你手中 朕断然不会留他 老皇帝笑伴沉下语气 威严的道 这一刻 冷血很利 无愧与他一身龙袍的帝王风范 允潜月心中冷笑 毁了他 如何毁 父皇毁不了他 夜天一看着老皇帝 一字一句的道 儿臣如今回京 只要儿臣再一日 父皇便休想动他一根毫毛 他如何 儿臣说了算 你说了算 你拿什么说了算 老皇帝伶俐地看着夜天一 拿天圣江山 夜市皇陵 够不够 不够的话 还有儿臣以及所有皇子的面 夜天一迎上老皇帝伶俐的老眼 眸光平静 若是夜市再无子嗣 黄陵崩塌 江山倾覆 父皇可以想想 会如何结果 混账 老皇帝气怒地一拍欲按 他颤抖的手指指着夜天一般上 大怒道 你给朕滚出去 现在就滚出去 父皇息怒 保重龙体 儿臣告退了 夜天一看了老皇帝一眼 转身出了御书房 不出片刻 脚步伸便走远 老皇帝盯着晃动的珠帘 听着夜天一走远 他忽然一挥手 打掉了御案上所有的奏者 御书房刹那响起 噼里啪啦 东西砸地的声音 他怒气不消 又一脚踹翻了桌子 又气又怒的声音 响彻御书房内外 真的好儿子 果然是真的好儿子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502章 好好爱我 一 云浅月听着屏风前面 噼里啪啦 奏折杂地的声音 和老皇帝气怒的声音 就像笑 但夜天一的话在耳边环绕着 让他心情沉重 怎么的也笑不出来 他与夜天一 牵扯究竟有多深 伸到了 让夜天一为了保他 竟然会拿江山和夜市 皇陵子寺 来威胁老皇帝 云浅月正想着 揽着他腰的手 忽然一紧 他偏头 只见荣景 正抿唇看着他 他对荣景扯了扯嘴角 一丝笑意 也没扯出唇般来 只听荣景了 将你刚刚听到的话都忘记 一个字也不准记得 好 云浅月点头 荣景却是依然抿着唇 面色不见乱意 云浅月看着荣景 转身回抱住他的腰 将脸贴在他胸前 身子依偎在他身上 好笑的道 真是霸道 以后不该叫你黑心 黑肺 嘴毒 心毒 既小气 又爱吃醋的黑蘑菇 应该叫你黑笼子 有你这个黑笼子圈着我 就算笼子外有大片的 桃花铃 我也飞不出去 荣景闻言 面色露出笑意 你知道就好 所以乖些 不准红杏出墙 荣公子 我还没嫁给你 想出墙也没墙可出 云浅月拉长音提醒荣景 嫁不嫁给我都不准出墙 墙里墙外只有我一个 荣景眸光凝定地看着云浅月 云浅月无语 荣景一笑 俯身含住了云浅月的唇瓣 云浅月一惊 连忙躲闪 荣景追逐着她不放 云浅月气息一乱 称怪道 别闹 你乖乖的 我就不闹 荣景警抱着云浅月 唇贴着她的唇瓣 云浅月瞪着她 我还怎么出去见人 这里可是皇宫 我还要住在这里的 那就不见人 荣景不容她再说 将她唇般喊住 云浅月心中想着 这个人真是 真是 她想了半天的形容词 却是什么也没形容出来 也不敢发出声息动作 生怕被前面的老皇帝发掘 只能认她为所欲为 屏风前 老皇帝气得在御书房来回走 沉重的脚步将御书房的金砖 踢得砰砰直响 此时显然是怒急 即便屏风后 气息偶尔不对 她也没能察觉得到 皇上 后宫传来消息 冷贵妃醒了 大哭大闹的 要见皇上 闻来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老皇帝脚步一顿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怒道 她又闹什么 皇上 您忘了 冷贵妃的脸和牙被 闻来小心翼翼地开口 老皇帝本来气怒的老脸一沉 沉默片刻 问道 皇后呢 皇后娘娘在荣华宫呢 闻来立即道 嗯 你让皇后去看看她 老皇帝对闻来吩咐 是 闻来应声 等等 白嫁 朕还是亲自去一趟吧 老皇帝又喊着闻来 扫了一眼满地的奏折 太步出了御书房 闻来立即停住脚步 高喊道 百嫁长春宫 喊声落 老皇帝向冷贵妃住的长春宫走去 仪仗队立即紧随其后 老皇帝脚步走远 御书房再次安静了下来 云浅月气喘续续地推开荣颈 美眸瞪着她 刚要恼怒 荣颈将她的手放在了云浅月眼前 云浅月看着她的手 指剑正是给冷少卓行针扎了针的那只手 此时 五指的指腹处都布满细细秘密的针颜 金针虽细 但她的手太过白皙 每一个针颜处都有极细的小血印流下 总体看起来 却还是触目惊心 云浅月恼怒退去 瞪着她道 你自作自受 给我看做什么 故意让你心疼啊 荣颈笑看着云浅月道 你居然还敢说出来 云浅月打开荣颈的手 看着她的笑脸 气也不是 怒也不是 是骂也不是 恼也不是 非要给她行针不可 还用别人的血 你的血也行 行针是要用的 但用你的血就不必 我那么说 不过是想每日见到你而已 荣颈道 那你这是怎么回事 云浅月闻言 立即拿起荣颈的那只 布满针颜的手 对她挑眉道 是这只手去接那封信的 她就要受罚 荣颈道 你 你怎么不讲你脑子扎满针 你脑子也不响 手就去接 云浅月瞪着荣颈 这是什么人呢 真是自虐 当时脑子没响 手向接了 荣颈道 那你扎她做什么 将她砍掉不是更省事 以后都不用去接了 云浅月看着荣颈的手 天下人人称颂推崇 完美无缺的人 和在她面前的这个人 绝对不是同一个人 这个人毒嘴毒舌 黑心黑肺 外加小气 吃醋 霸道 坏脾气 还喜欢自虐 孩子气 执拗 臭毛病一大堆 不行 我还要靠她抱你 荣颈伸手 又将云浅月抱紧在怀里 这里不是你家 是御书房 走了 云浅月也懒得 跟这个混蛋生气 偏偏她的小气 霸道脾气坏 自虐孩子气 执拗 她还都能包容 偏偏还喜欢她 又有什么办法呢 走去哪里啊 荣颈站着不动 我自然要去 姑姑的寝宫 你回府呗 云浅月想了一下她 如今她和荣颈 自然不能腻在一起 话刚出口 发现还有些舍不她 难道这就是 恋爱的感觉吗 恨不得时时刻刻 都能待在一起 云浅月好笑地摇摇头 拉着荣颈向外走去 我不回府 荣颈摇头道 那你去哪里 你现在就要去衣食店 云浅月想着 她明日似乎要入朝参政 调眉道 不去 和你去皇后的荣华宫 荣颈话音未落 伸手将云浅月腰之揽住 如来世一般 悄无声息 如一抹清风般 飞出了御书房 连门口的珠帘 都未曾晃动一下 云浅月一正 片头用传音入密问她 你也要去荣华宫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503章 好好爱我 二 嗯 荣颈点头 你去做什么 云浅月扬眉头 如今午时了 和你去姑姑那里 用膳不做 荣颈将唇贴在云浅月耳边 低声道 今日虽然没能洞房花烛 但我在你身上 也好一份劳累 是要补一补 姑姑的皇后膳食 是有规矩的 每顿都极为丰盛 云浅月脸一红 猛地用胳膊撞了她腰一下 愤声道 你脸红不红 那是我姑姑 以后也是我姑姑 荣颈轻笑 云浅月无语 这人连比城墙还厚 他有什么办法 能让他变薄一些呢 再说 我也一直想看看 百年来让荣王府的父王 和祖父们遥望的宫殿 是什么样子 荣颈语气忽然一沉 据说荣华宫里 也中有一株紫竹 我也可以看看 荣华宫里的那株紫竹 是不是比荣王府 紫竹林的紫竹长得好 云浅月心思一动 想起皇后前些日子 在他房间与他说的话 不由一叹 百年来 荣华宫多少红颜 对长灯做枯骨 荣王府多少男儿 对月到天明 这个命运 如今降在他和荣景的身上 是否能全了百年来的期盼 想起叶天忆 他刚轻松了的心底 木然又涌起沉重 你在想什么 荣景察觉到云浅月气息不对 忽然问道 我在想你真是个疯子 云浅月瞥了荣景一眼 荣景忽然低笑 声音轻如月银 我的确是个疯子 不知我疯 还要带你一起去疯 云浅月抬眼望天 此时蔚蓝的天空 多了几朵白云 飘飘荡荡 自由自在 他想着自己的闲事惊声 不 算上他失忆前后 应该算是三辈子 可是他似乎都不曾自由自在过 什么时候 可以自由自在 不受别人牵扯掌控 摆脱困在他身上的这些束缚呢 他蔚然一谈 我陪着你疯也行 你总要许我些东西 让我能够陪着你一起疯 我的一颗心不够 容景挑眉 似乎不够 云浅月道 包括我的人以后都是你所用 够不够 容景又问 似乎也不够 云浅月又道 容景忽然沉默了下来 云浅月再没听到声音 从天空受回视线看着他 他低声的 九环山山顶的雪莲香 和天雪山顶上的灵芝嘴 都买了好些娘 云浅月一震 忽然嘴角扯开 无声地笑了 容景是懂他的 二人不再说话 清风浮在耳畔 皇宫的景象在二人身下一闪而过 御书房到荣华宫 不是太远 说话间 容景已经带着云浅月 来到了荣华宫 荣华宫此时 不同于早先云浅月来的一般热闹 此时宫内宫外 都是寂静无比 容景目测了一下方向 直接带着云浅月 飞越宫墙而入 主殿此时门窗紧闭着 殿外守着宫女 嬷嬷太监等人 人人面带愁容 云浅月目光 在孙嬷嬷等人脸上扫了一圈 想到如今 冷贵妃醒了 老皇帝虽然被她和叶天 一气了一顿 还是硬压下气怒 去安慰冷贵妃了 毕竟 今日孝亲王府损失极大 老皇帝就算再不想见冷贵妃 怎么的也得做做样子 但是没准到那会被冷贵妃的哭声 哭出些柔情来 回头啊 就来找她这个皇后姑姑的麻烦了 她偏头看向荣景 荣景带着她轻飘飘地落在了殿顶上 荣华宫是除了老皇帝早朝和文武大臣议事的金正殿 以及老皇帝的寝宫圣阳殿外 皇宫第三座相对较高的宫殿 站在荣华宫上 可将皇宫各处景色一目了然 云浅月一眼就看到了 种在荣华宫南侧角落的一株紫竹 经过百年风雨侵蚀 紫竹上已经痕迹斑斑 但依然翘然而立 她看着那一株紫竹 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不明白天圣历代的皇帝 是怎样容许她存在的 而天圣每一代的皇后 又是怎样看着她成长的 这一株竹子该看了 荣景道 云浅月偏头看她 为何 因为你以后不需要看 有荣王福子竹林就够你看了 别的女人住进来 更是不需要看 荣景话落 忽然带着她飞升而下 衣袖轻轻一抚 竹店的窗子无声打开 荣景带着云浅月 轻弱无声地进了竹店 随着二人无声进入 窗子在二人身后 无声地有关上了 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 没发出半死声音 云浅月赞扶地看着荣景 想着这人若是做采花贼 绝对实案实成 是 皇后忽然从床杖内 传出冷喝声 云浅月没想到 她这个姑姑 这般警醒 荣景如此轻功 无声无息都能被她发现 她顺着声音看去 只信殿内无人 只有皇后一人 合一躺在床杖内 此时已经呼的一声坐了起来 她立即应了一声 姑姑 是我 月儿 皇后文言挑开连杖 看到荣景后一正 景世子 是荣景 荣景含笑点头 你们怎么 皇后看向二人 显然没有料到 云浅月会和荣景一起进来 娘娘 怎么了 外面传来孙嬷嬷的声音 似乎要急急 推门进来 老奴刚刚听到 娘娘的喊声 没事 我睡意证了而已 你们不用进来 皇后将目光转向门口 定下神 吩咐了一句 原来娘娘是睡意证了 老奴还以为 敬了贼人呢 孙嬷嬷怂了一口气 云浅月瞥了荣景一眼 她和荣景 如今可不就是做贼呢吗 亏这人呢 还面不改色 皇后重新看向二人 定在荣景 揽着云浅月腰的手上 目光微动 荣景缓缓松开手 对皇后浅浅一礼 温声道 如今午时到了 荣景懒得恢复用膳 便来姑姑这里送饭 姑姑不会不赏光吧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504章 好好爱我 3 皇后似乎没想到 荣景会喊她姑姑 一惊 你别将我姑姑吓着 云浅月走向皇后 对她解释的 荣王府最近很拮据 她是跑来混饭吃的 姑姑若是不嫌弃 就赏她一口汤喝就够了 荣景闻言轻笑 皇后压下惊意 看了一眼云浅月 又看了一眼荣景 目光在二人脸上搜寻了一圈 近两人脸上 都挂着笑意 看起来一番轻松闲适 她对外面询问她 孙嬷嬷 几时了 婚娘娘 已经未试了 您还没用不善呢 孙嬷嬷立即回道 穿扇吧 皇后的 是 孙嬷嬷应了一声 连忙带着人下去了 皇后下了床 整理了一下衣袍 看着云浅月 压低声音询问她 你不是从今日起 跟在皇上身边教导吗 怎么如今和景世子在一起 皇上准许你们的事情了 怎么可能准许 云浅月哼了一声 犹豫了一下 看了容景一眼 也压低声音道 叶天义请了旨意 从今以后我归她教导 皇上准了 今日不算 从明日开始 七皇子请旨教导你 为何 皇后遗政 显然不知道 云浅月和叶天义 叶天义之间的纠葛 云浅月捶下头 也不知该怎么说 她和叶天义的事情 她自己 如今没有记忆 也是一只半截 皇后看着她 等了半晌 也没见她说话 又看上容景 容景也不说话 皇后促起了眉头 月儿 七皇子不会无故 对你请旨教导 你是不是得罪了 七皇子 也不算是得罪 我和她这些年 一直通信 大约我是出于关心 却是被她误会了 如今对我 云浅月见容景 是拿定主意 不帮她说话 只能硬着头皮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她 对我似乎 那什么 所以就向皇上请旨 要教导我 皇后毕竟是皇后 那是何等的经历 从云浅月的几句话中 就猜出了个大概 她立即沉下脸 质问她 你怎么会和七皇子 通信数年 云浅月扯了扯嘴角 也没扯出一丝笑意 摇摇头的 我也不知道 你都知道什么 你是怎么和她通信的 皇后沉下脸 云浅月摇摇头 不知道 你是怎么和她通信的 你居然说不知道 皇后闻言顿时大怒 七皇子心思颇深 谋略手段颇重 皇上一众皇子中 独独七皇子不能惹 十个夜天青 也不是七皇子的对手 她五年前去了北疆 北疆距离京城不下千里 你们竟然一直通信 难道那信是 自动飞到你手中的 我还没年纪大得糊涂 你少欺瞒我 我没瞒你 我是真不知道 云浅月就知道 这件事情说出来 她这个姑姑肯定会怒 你没瞒我 那你和七皇子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些年 我没听到你和她通信的 半点风声 皇后恼怒地看着云浅月 我也没听皇上提起过 我以前也许是瞒着您的 如今没瞒您 我失忆了 不知道和夜天翼是怎么回事 云浅月想着 反正她爷爷知道她失忆 容景知道她失忆 夜天翼也知道她失忆 或许也还有其他人知道她失忆了 只不过是没说而已 再多一个人知道 也没关系 更何况 这个人还是她姑姑 你说你失忆了 皇后一睁 云浅月点头 怎么可能 皇后不相信地看着云浅月 你倒说句话呀 哑巴了 云浅月偏头看向容景 看着她哀训 这容景心里很舒服吗 姑姑 她确实是失忆了 容景终于开口 她看了云浅月一眼 对皇后温声道 此事说来话长 让她一会儿慢慢说 与您听 您就明白了 皇后皱眉 云浅月的话她可以不信 但容景的话 她却不会不信 她看向云浅月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一直没察觉 也没听父王和兄长 提起过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只有爷爷和她 以及叶天忆知道 爷爷大约是没和您说 父王也不知道 云浅月看着皇后 她本来没打算 将这件事情告诉皇后 她最不喜欢的 也就是解释 但如今 她不得不解释 她不明白 容景今日为何要来皇后 寝宫用膳 但这个人 是从来不做无力之事 她未来有一段日子 会住在皇宫 皇后 毕竟是后宫之主 只要她位置保住一日 那么对她来说 就有利无害 也许 容景今日打的主意 就是要让皇后知晓此事 也好帮她 就算帮不上她 也不能糊里糊涂地 反过来坏事 云浅月只能解释她 你还记得那日在皇宫 叶天青要拿我 下行不天牢吗 就是那一日 我从荷花吃醒来 就失去了记忆 只不过没有声张而已 是那一日 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皇后再次一政 看向云浅月 神色凝重 姑姑 你知道我娘亲 留给我的凤凰真经吗 林浅月问皇后 见她点头 缓缓地道 我娘亲去世时 给我下了一道凤凰节 锁住了凤凰真经的 最后一重功力 我好像是强行 冲破凤凰节 就因为这样 被封锁了记忆 原来是这样 皇后点点头 刚要再问 外面传来了 孙嬷嬷的声音 娘娘 膳食好了 老奴这就带人 给您端进去吗 你自己端进来 其他人都退下去吧 不用守着了 皇后扬起声音 平静地吩咐 孙嬷嬷似乎愣了一下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皇后的早膳 午膳 晚膳 都是有规制的 除非特殊吩咐 否则 不会减少伺候的人 如今 只让她一人进去 她伺候皇后身边数年 立即就感觉到了不寻常 她压下心底的疑惑 对外面的人摆摆手 娘娘今日心情不好 你们就不必进去了 由我伺候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零五章 好好爱我 四 是 嬷嬷 孙嬷嬷端着托盘 开门走了进来 当看到荣景和云浅月时 顿时一惊 尤其是看到荣景 不敢置信 托盘险些没拿稳 这荣华宫里 除了皇上和每日请安的皇子门外 便不让其他男子进来 就算是皇子门请安 也是在外殿 内殿 只有皇上一人才能进来 即便她是见惯风雨的老嬷嬷 但还是下了个勾腔 站在门口 脚步都挪不动了 浑身僵硬 进来 皇后看了孙嬷嬷一眼 孙嬷嬷连忙吹下头 压下心中的惊骇 抬步向你走来 她将托盘中的菜 轻轻地摆放在桌子上 刚要退下去 只听皇后问道 怎么是芙蓉烧鱼啊 云浅月眨眨眼睛 她刚刚进来时 就看到是芙蓉烧鱼了 闻这个味道 就和她每次吃的一样 她偏头看向容景 容景笑看着她 她想着还不错 答应的话算数 是个男人 回娘娘 老奴也不清楚 御膳房的公公只说 让老奴端来就知道了 孙嬷嬷等 皇后这才看向容景和云浅月 见云浅月眼睛明亮 容景面色含笑 皇后心中了人 依着容景的能耐 将手伸进御膳房 也不足为奇 她点了点头 孙嬷嬷立即走了下去 皇后当先坐下 对二人摆摆手 容景一撩一摆 优雅地坐下来 云浅月坐在容景身边 也不管皇后不皇后的 当先拿起筷子就去夹鱼 她可有一段时间 没吃过芙蓉烧鱼了 筷子刚将鱼夹到 便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 刚到唇边 就被容景用筷子拦住 她偏头看着容景 不满得道 你是不是又要教训 我不淑女 不规矩 我姑姑这里 又不是外人 你还管着我不成 容景无奈一叹 提醒她 鱼刺 林浅月低头看去 果然见到一根大大的鱼刺 她摇摇头道 没事 到嘴里吃了鱼肉 我就将它吐出来了 卡不到我的 放心 孙默默正断了 第二个托盘进来 文银一个猎气 险些栽倒 她走过来 压低声音道 浅月小姐 一次是要先挑掉的 哪里有吃到嘴里 再吐出来的 这种可不符合 大家闺秀的 她说到这儿 又想起来 云浅月一直就不大家闺秀 立即出了嘴 看向皇后 她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从来没见她淑女 皇后撑了云浅月一眼 不用理她 孙默默点点头 放下托盘走了下去 还是姑姑了解我 云浅月对皇后一笑 立即张口去吃 可是发现 筷子上的鱼肉没了 她转头就见容景正在细致地 给那块鱼肉挑刺 她一震 容景已经挑完 又将那块鱼肉 放进了她面前的盘子里 看了她一眼道 吃吧 云浅月拿起筷子 将鱼肉放进嘴里 眼睛却看着容景 见她又夹起一块鱼肉 给她挑撕 挑完之后 依然放进她面前的盘子里 她伸出筷子 将鱼肉夹了吃 她吃完 容景又已经挑好一块 继续放在她面前的盘子里 再没看她 却继续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云浅月看着容景 心底骤然生起一丝感动 心田内像是有一股暖流汹涌而出 让她眼睛忽然有些湿润 从小到大 她学的是军事化 机械化的教导 吃饭不过是为了不饿 为了有能量 好让她有体力保证完成任务 礼仪她不是不读 不是不会 她曾经学过国家礼仪 也不是登不了大雅之汤 尚不得台面 多次大型会议 与各个国家穿梭 她能够做到不识礼数 滴水不漏 让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 但那终究是工作 而不是生活 只要卸下那一身装束 她可以大口吃肉 毫无形象 觉得这样才畅快 不是特殊场合的时候 她向来无所顾忌 从来是这边 但不管哪般 从来无人给她挑过鱼刺 包括曾经的小七 若是小七看到她这样 估计只会说 真该让咱们领导过来看一眼 估计会后悔选问 她应该也会开玩笑地回一句 那你去告状啊 小七通常都会说 不行 领导要是见了你这样 将你开除了的话 以后我连半都没了 连个挡枪子的人都瞅不到了 你候在一起 关键时刻还可以帮我挡一把 并且约会哼一声 哼 果然哥们是用来挡枪子的哈 小七这时便会沉默 云浅月的眸光有些飘忽 却是从飘忽的眸光中 看到那一双白如美玉的手 在做着不符合她那双手做的事情 那一双手 该是写诗作画 揽卷读书 挥洒泼墨 直消明琴的手 此时 却在给她挑着鱼刺 而且那一双手的手指处 还布满了细密的针言 还有淡淡的血印 可是她依然稳稳地拿着筷子 神色随意闲适 动作优雅 似乎没察觉到 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有任何不动 皇后此时也看着容亭 凤谋难掩 亚异和惊异 孙默默第三次端着拖板进来 当看到容景在给云浅月挑刺时 又惊了一下 一双老眼同样是不敢置信 她心中想着 浅月小姐真是个有福之人 即便嫁不了警世子 能得警世子如此对待 也算是不枉此生 菜盘落在桌面上 发出轻轻的响声 拉回了云浅月神志 她垂下头 默默吃着鱼 皇后也眼中 谋中的亚异和震惊 看了云浅月一眼 优雅地拿起筷子 孙默默退了下去 一时间无人说话 过了片刻 云浅月忽然放下筷子 一把抱住容景 仰着脸看着她 容景 我若是爱上你了的话 怎么办 容景筷子一松 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仿若未觉 低头看着云浅月 皇后刚拿起的筷子 也险些抓不稳 同样看向云浅月 我若是爱上你的话 怎么办 云浅月又仰着脸问了一遍 她不敢确定 比喜欢深一些 再深一些 再再深一些 或者更深 会深到何种程度 那种超越喜欢 可以称之为爱的东西 是不是就如她此时心中的感受一般 会想着和她相守一辈子 也会胡思乱想地觉得 若是没有她 她这一生该如何过 容景筷默不语 眸光静静地看着云浅月 甚至移动 嗯 怎么办 云浅月又问 似乎想要从她这里 得到肯定的答案 爱一个人 是什么样 她是否能够承受得住爱这个字 她是一个多么冷心冷血冷情的人 她曾经刀锋对准了 将她抛弃多年的亲人 她曾经将小气亲手推开灰飞烟灭 她曾经抱着定时炸弹 跳下摩天大楼 对所有人 包括对自己都心狠的人 还能承受得起爱的重量吗 那就好好爱我 容景沉默许久 声音有些哑 怎么样才算好好爱 云浅月盯着容景的眉眼 这个人看一千遍一万遍 也优雅如画 怎么也让人看不够 她就是一页书 翻开一页还想看下一页 即便全部翻完 也想再从头回味 无穷无尽不回逆反 好好爱就是 容景也看向云浅月的眉眼 目光渐渐染上 浓得化不开的温柔 须鱼 她看向殿外南角的那一株紫竹 轻声道 让紫竹林永远住在你的心里 无论是桃花还是杏花 还是海棠花 或是梅花兰花桂花 所有花都永远不及紫竹林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零七章 呼唱呼随 一 云浅月目光也看向殿外 那一株紫竹 翘然而立 容景的声音虽轻 但却如一方重石 投在她的心壶中 砰的一声 砸起一大片水花 她微视的眼眶 蒙上一层水雾 但却将那一株紫竹 看得极为清晰 荣华宫殿外 各种奇花异草 却是独独没有 那一株紫竹的傲骨风姿 她想着 从现在开始 紫竹林 真正住进了她的心里 与她所有的姑姑 太姑姑们一样 不爱荣华宫金砖碧瓦 雕狼花洞 独独爱荣王府的紫竹林 容景收回视线 重新低头看向云浅月 如鱼的手指轻轻抬起 在她眼眶处 轻轻擦拭了一下 看着云浅月眼眶微红 容景忽然揶揄一笑 若是早知道挑鱼刺 这般有用 我早便就做 云浅月闻言 所有的感动 刹那间烟消云散 她收回视线看着容景 容景又滴滴笑了一声 今日这些鱼刺 我都要将它们保存起来 它们可是大功臣 若是没有它们 我哪里知道你的心意 你原来已经爱上我了 云浅月偏了一眼 桌子上被挑出的鱼刺 最后一次情绪 也被打飞得干干净净 容景看着她又笑道 保留起来还不够 就将它们供奉在 容王府的祠堂吧 云浅月想着 这些鱼刺和容王府的 祖宗牌位摆在一起 那是个什么情况 她无语地看着容景 现她笑意中多了几分认真 云浅月脸一黑 忽然一把把她推开 坐直身子哼道 谁说我爱上你了 没有 没有 容景挑眉笑着看她 没有 云浅月点头 拿起筷子继续吃鱼 那就是这些鱼刺还不够 以后我多给你挑些 将鱼刺摆满容王府的 整个祠堂 容景笑道 今日没有 还有明日 明日没有 还有后日 总有一日 没有变成有 云浅月嘴角抽了抽 拿起桌子上的 一双新筷子扔给她 吃你的饭吧 容景借过筷子 眉眼聚是浓浓的笑意 云浅月不再说话 继续低头吃鱼 低着的头 眉眼也是盈满笑意 心里想着容景的花 好好爱 就是让紫竹林 永远住在她的心里 无论是桃花 还是信物花 还是海棠花 或者是梅花 兰花 桂花 所有的花 都永远不及紫竹林 她扯开嘴角 似乎很简单 皇后一直看着二人 神色正正 云浅月吃了两口鱼 忽然想起对面的皇后 她抬起头 脸不油的红 她刚才一时感动 忘了姑姑还在对面坐着呢 她红着脸 喊了一声 姑姑 皇后眸中的飘忽褪去 盯了盯神 看着云浅月 又看了一眼容景 忽然笑道 月儿好福气 姑姑们从来没有过这等福气 比起容王府历代容王 景世子清出于兰儿胜月 胜的可不是一点半年 云浅月见皇后 看上容景的目光 比早先暖了几分 她红着脸愤了一句 她是脸皮厚度 清出于兰儿胜于兰才是 天上的护城墙 都没她脸皮厚 容景清笑 有朝一日你的脸皮 也会比护城墙厚的 云浅月脸皮一抽 夹了碟子里的一块鱼肉 塞进容景的嘴里 少没修 容景无法开口 就着云浅月的筷子 将鱼肉吞下 看向她的目光 笑意深深 云浅月不再看她 见皇后笑着看着她们 云浅月轻壳了一声 当着长辈这样 似乎太没礼貌了 她脸红地转移话题了 姑姑不是想知道我的事情吗 我现在就和姑姑说说吧 嗯 说说吧 皇后从二人身上收回视线 笑着点头 她没有想到 云浅月和容景私下里 是这般相处的 一双小儿女坐在她面前 就这样平常的一顿饭 让整个沉寂了数年的荣华宫 似乎都增添了一抹灵动 让她的心 不再孤寂如死 似乎也看到了希望 从她们背后 皇后看到了和她一样的姑姑 太姑姑们 每一日夜观看的那一株子竹 以往也是泪痕斑斑 伤痕累累 被岁月侵蚀 似乎都磨没了生机 可是今日 她似乎看到了所有阳光 都掠过宫殿外的花草景物 独独地照耀在那一株子竹上 阳光点点 风姿卓绝 她想着 对面的一对人儿若能两全 也算全了百年来 荣华宫和子竹林的行命 可是 这谈何容易 皇后轻轻一探 将叹息压在心底 荣景似乎了然皇后心中所想 她抬头看了皇后一眼 并未说话 云潜月看了荣景一眼 一边吃着 一边缓缓开口 从她失忆那日 在皇宫御花园 被叶天青要押入刑部大牢说起 简单地概述了 她失忆后的主要事情 当然 该掠过的地方 都被她掠去了 比如说南丽瑞的扇子呀 比如说她身体里装着的 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呢 还比如说 她娘留给她的红阁之类的 当然 侧重说的是 叶天一回京后 这两日的事情 尤其是今日早上 太医院发生的事情 以及 她和荣景 在老皇帝御书房 听到的事情 云潜月声音极低 仅够在座的三人听到 皇后一直未曾打断她 静静听着 荣景也始终未曾开口 将所有的事情交代完 三人一顿饭也吃罢 云潜月放下筷子 看着皇后 最后说道 姑姑 就是这样 明日夜天意会教导我 皇后点点头 面色凝重 半上不远 云潜月看向荣景 龙景蒸了一杯茶 递给她 温生的 润润嗓子 云潜月伸手接过 抿了一口 只听皇后 终于开口了 我就说 有你娘亲那般的女子 你怎么可能 真是大字不识的废物 我虽然也料到了 这些年你伪装了一些东西 但却不曾料到 你竟然私下里 做了这许多大事 开山饮水 解除北疆干旱 用计破解了 五年前的北疆祸乱 梯田 灌溉 开拓了北疆树万顷平级之地 变成富裕土壤 别说还帮七皇子 化解了太子殿下派去的杀手 至前面那两条 皇上若是知道的话 就不会放回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507章 夫畅妇随 二 他如今虽然不知道 但也不会放股 云浅月不屑地撇撇嘴 那不一样 皇后摇摇头 声音极低 若你是小打小闹的 一个小有才华的女子 皇上会当你是 跳梁小丑 透弄透弄而已 也许会让你飞出牢笼 也许会留在皇宫 但若是你大才 已经盖过了天下男儿 一举一动 可以影响天圣风云变化 那么 你若是不留在荣华宫 为夜市皇后 那就只有一条 就是死 这一点 皇上对七皇子没说错 云浅月眼睛眨了眨 姑姑是不是严重了 皇上已经年迈 更何况他真奈何得了我 你还是不了解夜市王朝 不了解皇上 爱族之虫死而不将 天圣泱泱大国 屹立百年 南梁西沿等诸国 碎碎纳贡 朝中四大王府盘根错节 百年来 多少人想颠覆夜市江山 到最后 还不是无疾而冲 皇后看着云浅月 语气微沉 夜市隐蔚 遍布天下的势力 和皇上的心狠手辣 谁若是小事 谁就会死 月儿 姑姑不视为严所听 她年迈 才更心狠 就像是秋后的蚊子 将死之时 才是罪毒之气 云浅月点点头 这一点 他承认皇后说得没错 老皇帝已经濒临枯竭 才要下狠手洗礼 可是他没想到 他最终于一直培养的儿子 和他会有如此深的牵扯 老皇帝大约本来调回叶天忆 大约是要他归正 和他联手肃清荣王府和云王府 来一番大换血 让天上时局清明一片 江山蒸蒸日上 他相信叶天忆有这个本事 但是不想 他和叶天忆通信数年 这算是一桩出乎老皇帝意料之外的事情 此时叶天忆又对他势在必得 情深一片 以至于反过来威胁老皇帝 怕是让老皇帝心里吐血 悔不当初 这些年 怎么就没杀了他 皇上本来就对荣王府和云王府 早有铲除之意 只不过这些年 都没有合适的机会 荣王府这两代荣王 都甚是小心 没等皇上动手 便提前洞察了皇上意图 化解了数次危机 云王府 则是由我和上面的姑姑坐镇 如今悦耳的父王又懦说 形势从不强劲 这样虽然弱 但却同样让皇上抓不到把柄 里应外合 一有风吹草动 便提前防范 才让荣王府和云王府 一直太平吃惊 皇后看着二人叹了口气 郑重地道 如今 你们两情相悦 公然请旨赐婚 算是将所有事情 都摆在了明面上 只要有意好 就是皇上明着再不好动手 但也有多处不好 就是从今往后 你们若是真改变 云王府和荣王府百年命运 能结为连礼 荣王府和云王府 就会再兴衰百年 也不是虚的 若你们不能结为连礼 那么下场不用我说 你们也能明白 荣王府和云王府 连根拔起 再也不存在 依附荣王府和云王府的根支 全部被摧毁 两府倾塌 你们二人 要么死 要么一死一活 死的人 空流千古遗憾 活的人 生不如死 我们就不能浪迹天涯 归隐方外 云前月想起 荣景说 他埋在九环山的雪莲香 和天雪香的烟之醉 若是他们离开 不理会这些 就凭他与荣景二人 当真过不来逍遥的日子 他可不相信 月儿 你未免想得太简单 天下看起来的 但也就是那么巴掌之间 归隐方外 你们能归隐到哪儿去 十大隐士世家全部归隐 可是真正隐了吗 皇室隐位遍布天下 每一处都有无数暗窗 你们真能归隐 就算归隐 也许凭景世子和你的能力 可以做到 但是你们难道要躲躲藏藏一辈子 永远不在世人面前露面吗 皇后看着云前月 云前月立即打消了念头 摇摇头坚决地道 不可能 做人就要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 凭什么别人光明正大的活着 我要像过街老鼠一般 躲躲藏藏 人人喊打 她想要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畅游天下 可不是这般委委屈屈 东躲西藏地活着 你能明白就好 皇后看着云前月摇头 目光落在容景身上 容景面容清清淡淡 皇后说了这么多 没看到她露出丝毫情绪 皇后缓了口气道 皇上本来就不容你们 如今又多了个七皇子 七皇子虽然维护月 但这势力也是必 你们想过没有 若是皇上和七皇子联手 你们该当如何 你们真能抵抗得过吗 云前月心思一动 她还没想到 老皇帝和叶天忆联手 会如何 容景面色依然不变 迎上皇后的视线 淡淡地道 亲父天下 亲我信你 在所不惜 皇后面色动容 云前月嘴 云前月嘴角扯了扯 她就知道 容景是疯了 可是她如今 偏偏想与容景一起疯 曾经她对皇后说 若是有朝一日 她不爱自己了 对一个人 比对她自己 还要重要的时候 那么倾覆了天下又如何 现如今 容景在她心中 已经很重了 一人之重 全天下人之轻 包括她自己 既然如此 她还有什么理由 不陪着容景一起疯呢 她看了容景一眼 笑道 舍命陪君子吧 输赢又如何 总也要抗争一回 输了 一座孤坟 合葬一捧黄土而已 赢了 便是一生相依 总不能不战就屈己 这不是容景的作风 更不是她云前月的作风 错 是夫唱夫随 容景纠正云前月 云前月翻了个白眼 怎么不是夫唱夫随 都一样 容景清淡的眉眼 再次染上深深的笑意 云前月抬头看向彭顶 有些悲哀地想着 这还没定情呢 她怎么就沦为妇女的行列了 容景看着云前月 有些郁闷的样子 轻笑 本来殿内沉重的气氛 因为二人两句谈话 便消失得无有无踪 你们既然有此决心 我也不拦你们 就算是想拦 看来也是拦不了 皇后也被逗笑了 看着二人道 我本来不同意你们的事情 但如今 既然你们二人心愿如一 至死不渝 更何况 事情已经演变成这样 就算我不同意 皇上 也不会放过你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508章 夫畅妇随 三 云前月从棚顶收回视线 看着皇后 她对容景的感情 若真是能收回来的话 也不用皇后说了 老皇帝不放过她 她不怕 她也不是软柿子 能任她拿捏 遍布天下的隐位算什么 她有红阁 红阁未必就弱了 况且还有容景的势力呢 景世子 从今日起 本宫就将月儿 交给你了 本宫没有儿女 我早已经将月儿 当成我的女儿一般看待 这些年 看着她长大 一直为她的终身忧心至今 本来以为你遭了大难 大病十年 月儿又一心喜欢太子 这一代 你和月儿该不会有牵扯才是 没有想到 还是改不了命运 皇后看向容景 神色庄重 既然你喜欢她 想要娶她 此生只此一人 那么 就要说到做到 爱她 护她 清尽所有 在所不惜 姑姑放心 容景从不许言 容景正色地点头 嗯 本宫相信你的人品 皇后点点头 又道 你们今日来我这里 算是来对了 本宫能知晓你们的情况 也好从旁协助一些 即便帮不上什么忙 也会做到 不让皇上利用本宫 坏了你们的事 容景正是此意 姑姑勿怪容景前来 叨扰失礼之罪 容景站起身 对皇后毅礼 皇后轻笑道 请世子不必客气 你竟然和月儿 一起喊我姑姑 便是自己人了 我等着你们 大婚的那一日 也算是安慰了 在荣华宫 失去的姑姑们的先灵 本宫也会欣慰的 容景直起身 浅笑道 那一日 不会让姑姑等太久的 皇后笑着点点头 云浅约想着 她这个姑姑 从开始的强烈反对 到恼怒到排斥 再到如今的 和颜悦色 总算是承认容景了 她瞥了容景一眼 想着这人 今日的目的是达到了 果然是 不做无力之事 月儿 你刚刚说 香泉山灵台寺的 普善大师 可以帮助你恢复记忆 解开你娘 所设下的凤凰节 皇后又看向 云浅约询问 嗯 据说是可以 云浅约点头 你娘亲当年 为你下了凤凰节 必定是有她的道理 姑姑也赞成你的想法 没了记忆 就没了记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总之 你还是你就行了 不过如今 七皇子和你 到底有多少牵扯 也就只有你自己 最清楚了 况且他用北疆之事 威胁于你 那些事情如今 的确不能公布于众 就算要公布于众 也得要在你和景世子 大婚之后 七皇子了解你 你没失去记忆钱 也定是了解她 所以 你还是尽早 将凤凰节解了吧 也能了解前因后果 也免得再生出 像今日那般的 被动之事 皇后叹了口气 嗯 我明日便和她去灵太寺 云潜月点头 还想要再说什么 忽然听到 远处有脚步声 似乎是向 荣华宫的方向而来 那脚步声 不同于 宫女太监的脚步声 而是步履极轻 显然 来者身怀武功 云潜月虽然辨别不出是谁 但也猜到了几分 偏头看向荣卿 是七皇子 荣卿迎上云潜月的视线 诞生到 她这个时候来干什么 皇后向店外看了一眼 皱眉 云潜月也看向店外 她和荣卿来的时候 就已经喂食了 如今一边吃饭一边说话 耽搁着许多时间 现下已经是身时 虽然有成婚定醒 但如今距离晚上定醒 还有一个时辰 况且出宫立府的皇子们 是可以免缺这个婚时定醒的 三人不再说话 都猜测 叶天忆来的用意 不多时 叶天忆果然进了荣华宫 和守在门口的孙嬷嬷 说了一句什么 孙嬷嬷犹豫了一下 来到门口轻声禀告 皇后娘娘 七皇子说他知道 浅月小姐如今在荣华宫 前来接浅月小姐 明日皇上规定了课程 今日七皇子带浅月小姐 一起去趟灵台寺 云浅月想着叶天忆 原来是来接他的 这是要带他去灵台寺 找普善大师恢复记忆了 他看向荣卿 荣卿对他点点头 云浅月起身站了起来 对皇后道 姑姑 我先走了 大约今日晚上是不回来了 不用给我留门了 嗯 你要小心 皇后看了荣卿一眼 对云浅月点点头 云浅月抬步向外走去 刚走到门口 只听荣卿传音入密 在他耳边道 不准让他牵你的手 不准让他抱你 也不准恢复记忆后 对他还和以前一样 云浅月脚步一顿 回头看上荣卿 见他面色虽然平静 但袖中的手 微微圈着 这是他紧张时候的表现 云浅月好笑地点点头 呼声地道 知道了 荣卿似乎笑了一下 云浅月再不多言 出了内殿又出了外殿 推开门 就见叶天忆站在门口 正看着他 夕阳打在他血清色的锦袍上 他容颜俊逸 风神俊朗 他的美不同于容颈被岁月洗礼 冰雪淘尘的雅致风华 而是大浪千帆过境之后 隐藏锋芒的一把上豪宝剑 这二人不可比拟 他脸住所有情绪走向了他 我已经派人给普禅大师送去了信 我们这边去吧 叶天忆看着云浅月向他走来 俊逸的容颜 展现出微笑 眸光 是那种让人 庆祝到骨髓深处的暖 声音也是温暖 你是骑马还是坐车 骑马吧 云浅月对着这样的暖意 冷不下脸 坐车 免不了同处一车 还是骑马自在心 哦 叶天忆应声 当前转身向宫外走去 云浅月看了一眼 那竹坐落在南角的紫竹 跟在叶天忆身后 向宫外走去 二人脚步声走远 容颈忽然拿起桌子上的一只筷子 向房顶打去 皇后一惊 只听房顶传来一声熟悉的惨呼 紧接着一个身影 从房顶上掉了下来 皇后看着掉下来的人刚要大喝 想起容颈还在 便声声压着了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五百零九章 夫唱妇随 四 瑞太子 今日收获不小 容颈看着躺在地上不动的人 低声开口 皇后文言一正 看着躺在地上的人 那人背着身子 似乎被点住了穴道一般 移动不动 但是看穿着 还有他手中的扇子 的确是 南丽瑞无疑 皇后面色一沉 瑞太子 怎么在本宫这里 景世子 你先给本太子解开穴道 下手也不轻点 你想废了本太子不成 南丽瑞声音怪异 显然是被制住 要冲开穴道 却是不能 只能忍着南寿 回皇后的话 皇上准了本太子 也住进荣华宫 本太子 自然要向皇后来报道了 不可能 瑞太子开玩笑吧 你如何能住进本宫这里 皇后腾得站了起来 本太子怎么可能说谎 皇上是真的同意了 早前时候 本太子说这话来着 就在宫门外 难道皇后娘娘忘了不成 南丽瑞咬着牙喊道 景世子 你赶快给本太子点开穴道 皇后想起 早先冷贵妃被云浅月 打毁了容貌 皇上来了 南丽瑞也跟着来的 似乎是说过这样的话 他住了口 看向容景 容景坐着不动 看着南丽瑞 慢悠悠地道 睡太子 听人墙角可不是个好习惯 本太子跟景世子学的 景世子不是最喜欢听墙角 南丽瑞的 瑞太子所言诧异 容景最喜欢的是点人穴道 点了还不想解 容景淡淡扬眉 尤其是瑞太子今日听到了许多不该听的 不交代些什么 是不是说不过去啊 你说要了你的命好呢 还是将你独雅独龙 然后费了手脚扔去乱葬岗 自生自灭好呢 瑞太子选一样如何 皇后心中惊异 想着 这可是南丽太子 杀了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他看着容景 并未开口 今日之事的确是密室 关系重大 被瑞太子不知道听去了多少 若是他说出去 或者做些什么 对他们不利的事情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景世子 做人可不能如此不厚道 我可是帮了好几回小丫头的 就算不看僧面 也要看佛面吧 你若是杀了我的话 小丫头会很伤心的 南丽瑞语气虽然怪异隐隐忍 但却并无丝毫怕异 乱葬岗那个地方都是恶狗 本太子可不喜欢 就本太子这一身细皮嫩肉的 景世子也吓得去手 瑞太子可以试试 容景不动声色地看着南丽瑞 他伤不伤心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如今瑞太子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容景要杀你轻而易举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好你个容景 够狠 南丽瑞忽然咬牙怯齿地道 瑞太子既然知道我口恨 那就交代吧 容景淡淡地 唉 你想知道什么 告诉我 本太子就只会交代一件事情 你想好了再问 多一件都休想知道 就算你将本太子杀了 扔乱葬岗未告 也休想让我再多说 南丽瑞磨着牙 终于妥协 瑞太子那把扇子 容景缓缓开口 你想要 不可能 除了这件事情 什么都好说 南丽瑞立即截住容景的话 我不是想要 容景摇摇头 目光露在南丽瑞手里的扇子上 眸光 幽如深谈 我只是想知道这把扇子的由来 哼 就知道你要问这个 你先解开我的穴道 南丽瑞哼了一声 容景拿起一只筷子 向南丽瑞飞去 筷子啪的一声打在他的后背 南丽瑞闷哼一声 从地上站起身来 脸色有些发白 他转过身 看着容景道 本太子自认隐藏功夫隐秘 你是怎么觉察出来的 这要多谢姑姑 容景看了一眼皇后 皇后不解地看向容景 记得我们进来的时候 姑姑喊了一声 姑姑为何会发现我们的到来 容景问皇后 皇后指了指床头的镜子 本宫那时候并没有睡 看到一个影子进来 才发现是你们 瑞太子明白了吗 那镜子里面当时照住的 不是我们 而是你 容景看了一眼床杖内的镜子 解释道 姑姑没有武功 只是略微有些伸手而已 自然不可能发现我们 当然也不可能发现你 得意于的就是那面镜子 而那个镜子的角度照的方向 是房梁和他床前的三丈之距 我们当时进来并没有靠近 床前的三丈的距离 只有你先我们一步来到这房间 直接上了房梁 才被镜子照到 哦 原来如此 好管用的镜子 南丽瑞恍然大悟 对容景挑眉 那你也从镜子中 发现本太子了 容景摇摇头 瑞太子的隐藏功夫虽好 但还是瞒不过 南丽瑞哼了一声 看着容景道 既然你早就发现本太子了 为何这时才说出来 你这不是故意给本太子机会 让本太子偷听墙角 我是想着瑞太子没吃午膳吧 看着别人吃午膳的滋味如何呀 容景也挑眉看着南丽瑞 南丽瑞脸一黑 走过来一屁股坐下 对皇后道 嗯 本太子不吃圣菜残羹 皇后娘娘 再另外给本太子备一桌来 皇后中眉看着南丽瑞 面容威严 提醒道 瑞太子 这是本宫寝宫 瑞太子在这里 未免有失礼数 传扬出去 不仅对本宫声明不好 也会对瑞太子名声有损 那为何他在这里 南丽瑞一指容景 景世子与瑞太子自然不同 皇后看了一眼容景 怎么就不同了 因为他是容景 还是因为他是您侄女喜欢的人 嗯 南丽瑞挑眉 瞥了一眼容景 将手中的扇子 啪地扔给了他 一口一个咕咕 景世子叫得到顺口 要想知道这把扇子是怎么来的 自己看 嗯 容景伸手接过扇子 缓缓打开 当看到李策 手握扇柄出的自己时 面色异动 皇后娘娘 本太子饿着呢 你要是不吩咐 本太子可对外面喊了 南丽瑞不再看容景 而是看向皇后 见皇后不动 他对外面张口就喊 来 追太子 皇后伯怒出言喝止 姑姑 吩咐人再背一桌膳食吧 容景抬起头 见皇后面色不渝地 看着南丽瑞 他将手中的扇子递给他 温声道 姑姑看了便知 皇后疑惑地接过扇子 当看到李策扇柄处的字迹时 同样是一正 猛地抬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南丽瑞 南丽瑞忽然笑了 对皇后眨眨眼睛道 嘿嘿 皇后娘娘 您确定连一顿膳食也不管本太子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一十章 阴差阳错 一 皇后看着南丽瑞 一时间似乎失了所有的言语 那本太子可就自己喊了 南丽瑞看着皇后 毫无顾忌地对外面张口就喊 来 住口 皇后惊醒 伸手捂住南丽瑞的嘴 看着她眼睛眨了眨 皇后深吸了一口气 定了定神 对外面喊道 孙嬷嬷 娘娘有什么吩咐 孙嬷嬷在外面应声 吩咐御膳房再备一桌饭菜来 刚刚本宫没胃口 都被月儿吃了 如今本宫想吃了 皇后对外面吩咐 是 孙嬷嬷立即应声走了下去 皇后松开捂着南丽瑞的手 面色微移地看着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可本宫从事说了 你怎么会有这把扇子 唉 没吃饭呢 没力气 南丽瑞身子没骨头一般地趴在桌子上 皇后皱眉 又将扇子打开 递到南丽瑞面前 指着扇子上的一行字迹问道 你怎么让本宫相信 这扇子不是你偷来抢来的 嗯 我说我没吃饭呢 没力气 南丽瑞气虚地闭上眼睛 懒洋洋地道 你 皇后眉头竖起 见南丽瑞一副不吃饭 就打定主意不说话的样子 也没办法 她看上容景 容景伸手从皇后手中接过扇子 目光静静地看着那一行字迹 片刻 温声开口 十年前南梁太子和云王府世子都不约而同去了北江 不想一同惹了一桩祸事 两人险些丧命北江 幸得灵隐大师当时帝在北江 所以施以援手救了你 后来 阴差阳错 云王府世子成了南梁太子 南梁太子成了云王府的世子 瑞太子 容景说得对不对 哼 景世子如此神机妙算 无趣算命岂不是屈才了 南梁瑞批了容景一眼 皇后惊异地转头看着南梁瑞 不过有一桩奇事 那时瑞太子和云世子虽然都是小儿 但也已经八岁 容貌没有十分长开 但也有七分长开 据说当时灵隐大师救下你二人 可都未曾毁容 不可能分得错样 不知为何却弄错了身份 容景看着南梁瑞调眉 本太子说了 我饿着呢 没力气说话 南梁瑞不买账 容景原来一直奇怪 云王妃出身何处 原来是来自南梁 容景缓缓道 南梁瑞忽然转头 眯起眼睛看着容景 警告道 景世子说话可要小心些 这里风虽然不大 但也容易闪了舌头 皇后已经惊得站起了身 不敢置信地看着南梁瑞 皇后娘娘也发现了对不对 瑞太子细看之下 还是与云世子有几分相像 省景道 这 这怎么会 皇后有些语无伦次 不知道是惊的还是害的 云王妃出身神秘 天下无人知晓其身份 就连当今皇上当年下了莫大的利路 也没能查出他的身份 除了本身聪明绝顶 屡次躲过了皇上的追查外 还有南梁在背后的牵扯 多方抹掉了他的身份 否则试问天下间 还有谁能躲过普天圣上 扑遍皇室隐蔚的追查 容景无视南梁瑞的警告 淡淡扬眉 南梁瑞眯着眼睛 看着容景不语 云王妃出身南梁王室 云世子和睿太子 有几分相像这才说得过去 不管是灵隐大师弄错 还是南梁王室 当先找去时弄错了身份 总之 一换就是十年 南梁太子在南梁混得风生水起 得南梁王宠爱 有求必应 云王府世子在天圣身居简出 恪守己身 虽有才华 但不轻易外泄 虽然如此低调处实 但偏偏还是得了清婉公主厚爱 一追就是书念 整井花落 淡淡一笑 睡太子 容景说得可对啊 对又如何 不对又如何 南梁瑞忽然无所谓地转回头 继续没骨头一般地趴在桌子上 不如何 多知道一些总是好的 容景如玉的手摆弄着扇子 忽然轻笑道 我竟然还不知道他喜欢的是这个 侍女图画得如此传神 想必锐太子南梁太子府三千加力 也异于这副扇子的功劳啊 哼 你不知道的多了 南梁瑞哼了一声 我不知道的的确太多了 但我只知道一样就好 瑞太子这柄扇子该毁了 容景忽然出手去毁手里的扇子 南梁瑞一惊猛地出手去拦 同时怒道 容景 你敢 既然换了十年 可换了一辈子没有二样 如今普天之下 只知道南梁瑞是南梁太子 云穆涵是云王府侍子 如今容貌各异 想换也换不回来了 容景看着南梁瑞 清泉的眸光染上一抹黑色 淡淡地挑眉道 这把扇子若是落在别人的手上 有什么后果你当该清楚 难道瑞太子 想要云王妃的身份大白于天下 想要云王府背上七军换死四 和南梁背地勾结的大罪吗 本太子自然会好好保护这把扇子 南梁瑞冷冷地道 就怕瑞太子保不住 容景衣袖轻轻一甩 一股强大的气息自他体内散出 南梁瑞挡着的手刹那间被弹开 手中完好的扇子 轻刻间化为碎屑 容景的声音淡而冷 七皇子可不是当今皇上 他要是发现这柄扇子的秘密 那么瑞太子是否想过后果 容景就知道瑞太子不忍 代替你回去 容景 南梁瑞勃然大怒 一双毛子喷火似地看着容景 容景面色不变 颜色淡淡 他无视南梁瑞的怒意 如玉的手轻轻抖了抖 玉上的碎屑顺着他的手指缝 散落到了地上 接着衣袖轻轻一抚 窗子无声打开 碎屑便顺着他这一抚中 飘出了窗外 窗外一阵风吹来 顿时话语无形 南梁瑞看着玉上的碎屑 随风飘去 屋中半死痕迹也无 他忽然对容景初掌 掌风凌厉 容景坐着的身子不动 如玉的手夹起一只筷子 淡淡地看着南梁瑞道 瑞太子 你若是不想再被点住穴道的话 最好住手 否则容王府的点穴之道 我若是不想给你解 天下便无人能解开 第一次轻而易举给你解开 第二次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容景花落 南梁瑞立即住手 满脸怒意地瞪着容景 容景不再看南梁瑞 放下了筷子 又从怀里掏出绢帕 轻轻擦拭了一下手 起身站立起来 对皇后等 姑姑 时间不早了 我先告辞了 皇后看着二人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毁了我的扇子 就想走 南梁瑞怒气不散 难道瑞太子 还能拦得住我不成 容景调眉 南梁瑞瞪着容景 看着他淡然自若的脸 忽然笑了 小丫头马上就恢复记忆了 你是不是心里很紧张 很没底 生怕小丫头 对七皇子和以前一样 你如今这是想追去灵台寺 容景静静地看着南梁瑞 并不言语 南梁瑞不再看容景 重新坐下身子 拿起一只筷子 在手里把弯 就算本太子换不回身份 背着一辈子南梁太子的身份又如何 血浓于水 本太子身体里流着的血 可是和小丫头一样的 我是她的哥哥 她是我的妹妹 这一点改变不了 容景 我告诉你 今日你得罪本太子了 从今日起 本太子偏偏就要帮着七皇子 你想做我的妹夫 门也没有 好 容景扬眉 瑞太子要帮七皇子 自然 本太子看七皇子比你强多了 对小丫头也好 这些年每年都会在春夏秋冬四季换季之时 将北江应季的水果给小丫头送过来 而且一旦有好东西都会第一时间传递给小丫头 北江如今复说 万寝良田 荒山也变成了宝地 更有独张风无数奇珍异宝 本太子若能和七皇子合作的话 可比你做我的妹夫 有利多了 南临瑞的 容景不语 静听着南临瑞的下文 哎呀你说你有哪一样好啊 不止长了一张梵桃花的脸 还有一个到处招摇的身份 荣王府历来就被夜市皇室所忌惮 小丫头要是嫁给你啊 荆棘都能堆成山 若是一个爬不过去 就会被扎得满身是血 还会一不小心就摔到山下 摔个粉身碎骨 南临瑞用挑剔的眼光 将容景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 继续等 独嘴独舌 黑心黑肺 管着小丫头这儿 管着小丫头那儿 一个不高兴的还对她发脾气 本太子是真没看出来 你哪里好了 小丫头若是嫁给七皇子 七皇子怕是能将她宠到天上去 而且七皇子没准就是将来的皇上 小丫头成为她的皇后 有什么不好吗 她可说了 可是甘愿只娶她一个人 那可是后宫无非啊 何等献煞天下人 而且本太子看 这荣华宫嘛 也没什么不好 荣景在南临瑞挑剔的眼光下 依然镇定自若 面色不变 景世子不是要走吗 请啊 看着本太子做什么 南临瑞说了半声 没见荣景吭声 看着他挑眉道 难道景世子 还要坐下陪本太子喝一壶不成 景世子虽然有这个心啊 本太子可没这个意 所以太子说够了 荣景淡淡地看着南临瑞 开口询问 景世子难道还没听够 那本太子可以继续说 今日小丫头和七皇子去了灵台寺 是去解除凤凰节的吧 哎呀 保不住七皇子会在解除凤凰节时 做些什么手脚 到时候小丫头 没准就不记得你是谁了 就跟忘了七皇子一样忘了你 要是那样的话 哈哈哈哈 那可就好玩了 也正合本太子的心意 到时候啊 小丫头和七皇子 亲亲我我的从灵台寺出来 欢天喜地地 去找皇上请旨赐婚 皇上定然龙心大悦 哎 一准能成 到时候本太子 定然会陪着 成了我妹夫的七皇子 大喝一顿喜酒 哈哈哈哈 好不快赞啊 哈哈哈哈 南临瑞说的高兴处 哈哈大笑起来 看来瑞太子很喜欢被点珠学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容景看着南临瑞笑得得意 忽然眸光闪过一丝利色 话音未落 一阵指风飘过 南临瑞身子煞食一僵 笑声戛然而止 容景不再看南临瑞 转头看向皇后 声音温润 听不出半死气怒 姑姑 瑞太子说了这么半声 还如此有利己 其实一点也不饿 我看您也不必给他吃饭了 皇后看着容景 又看了一眼南临瑞 不知道该说什么 天色不早了 姑姑早些休息 容景先告辞了 容景对皇后浅浅施了一力 扔下一句话后 足间轻点 飘然出了荣华 容景 南临瑞 似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怎么也没想到 面前坐着的这个人 才是他的侄子 之前云木寒 向来和他不亲近 这些年 即便皇后对云木寒 和颜悦色 也亲近不起来 他以为是遭受了大难 才使那孩子性情变得淡漠了 不曾想 原来是调换了身份 如今瑞太子的言行举止 和自己记忆中的侄子 渐渐吻合 他想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都难 嗯 什么破人呢 臭丫头找谁不好 偏偏找了个这么黑心的 本太子 南临瑞瞪着窗外 一边说着一边暗自运功 可是体内经脉 像是全部组织一般 无论他怎么用力 身子都是僵硬不动 他更是恼火 娘娘 膳食已经做好了 奴婢这次端进来吗 此时孙嬷嬷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打断了南临瑞的话 皇后转过头 犹豫了一下 吩咐他 端进来吧 孙嬷嬷推开门走了进来 当见到屋中的人 换成了南临瑞时 心下一惊 他腿一软 手中的托盘 险些托不住 不过他今日受的惊吓太多 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 腿虽然扑通一声 磕到了地上 但幸好手中的托盘没拴 他一张老脸下得惨白 哆哆嗦嗦地看着皇后的 娘娘 这 这瑞太子可不能进来啊 若是被别人知道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本太子进来怕什么 你幸好没将本太子的膳食给摔了 要是摔了的话 本太子将你的脑袋揪下来 扔地上当球蹄 南林瑞正憋了一肚子火气 见到孙嬷嬷险些将她的饭菜给扔了 一肚子气 终于有了发泄的口 孙嬷嬷吓得是立即进了声 哆嗦地看着皇后 皇后深吸了一口气 看了南林瑞一眼 皱眉赤道 注意你的身份 再如此言行无尽 不知小心谨慎 本宫现在就命人将你扔出宫外去 你扔了 见了面就开始不待见我 让我被容景欺负 我怎么会有你这个 南林瑞气得甩脸子 话刚说了一半 就被皇后拿着手里的帕子 塞住了她的嘴 她动弹不得 反抗不得 只能更气恼地看着皇后 你将膳食放下 出去命人守住宫门 就说本宫身体不舒服 吃过饭后就歇下来 谁来了也不见 即便是皇上来了 也要给我拦住 皇后不再看南林瑞 转头对孙嬷嬷命令 娘娘 这 孙嬷嬷跪在地上不动 看着南林瑞 孙嬷嬷 她是 皇后看着孙嬷嬷 话说了一半 想起这件事情 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半丝风声都不能往外透露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她立即改口道 瑞太子是本宫可信之人 你且放心 是 孙嬷嬷见皇后对待南林瑞 的确非同一般 否则不可能让她坐在这里 孙嬷嬷惨白着脸 点点头 站起身来 端着托盘 把菜一一地放在桌子上 又将桌子上的剩菜残羹 给端了下去 早前她还奇怪 明明娘娘 浅月小姐 警世子三人 都坐在桌前用衫 如今为何又要一份 原来是瑞太子要用 孙嬷嬷走后 皇后从里面将门栓给插上 又将窗子从里面反锁上 做完这一切 她才走回桌前 伸手将南林瑞嘴里的 军帕拿了出来 对她压低声音道 谁叫你一时得意 成口舌之快 得罪警世子来着 如今被点了穴道 别说本宫不会进 容王府的点穴之术 独步天下 除了她本人外 无人能够解开 你如今被点注穴道 动也动不了 你说该怎么办 哼 等小丫头回来 本太子要她好看 南林瑞脸色极其难看 桌子上的饭菜摆在她面前 她偏偏动不了 吃不着 心里的火气是 腾腾地往上升 女大不中流 回来也不一定就想着你了 皇后坐在桌前 瞪了南林瑞一眼 还和小时候一个德行 本宫就说 一个人的性情要变得悲 也不至于变得判若两人 感情这些年 就是不同的两个人 那次大难后 你被 你被她救回府中 本宫当时没能出宫 后来再见她是几个月后 那次本宫就总觉得 哪里不乱 但你爷爷说 遭了这么大的难 性情变了也正常 况且她一直觉得 你太过顽劣 和月儿一般 变得乖绝了是好事 本宫也就打消了一律 糟老头子 巴不得有个她那样的木头 做孙子 就算知道了 也不会管我死活 南林瑞文言 用鼻子孔哼了一声 刚刚井世子说到容貌之事 别人也许看不出 但是身为亲人的你爷爷 和本宫 还有你父王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还有府中 伺候你的近身之人 哪里能看不出来啊 但是本宫记得 那次见她的时候 就是你的样貌 所以本宫才以为 经此大难 打消了一祸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皇后皱眉 还能怎么回事 遭老头子自然知道 动了手脚 帮她遮掩了容貌呗 南林瑞的 时间一长 渐渐换回本来容貌 谁还能怀疑她不是我 是这样 你问过你爷爷了 皇后一愣 随即想到 前一阵子 云木寒 一直住在云王府 怎么可能不见云老王爷 她压低声音道 你爷爷认你了 没有 他不认我 本太子还不屑认他呢 哼 南林瑞哼了一声 皇后看着她 虽然被控制住穴道 还是一副 鼻孔朝天的样子 又气又笑地等 果然是兄妹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和月儿说起 父王时候 就是一个德行 糟老头子 恨不得我们俩 都滚开他身边才好 南林瑞运功半赏 憋得是满脸通红 还是不能解开穴道 他咬牙道 我饿死了 我要吃饭 活该 本公现在可没地方 给你去找警世子 回来给你解开穴道 你说那些话 警世子不点住你穴道 就不是他了 如今定然 也是追去灵台寺了 皇后称了南林瑞一言 你明明知道 警世子最在意的是什么 偏偏惹火他 有你好果子吃才怪 喂 是他毁了我的扇子 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姑姑 胳膊肘子往外拐呢 南林瑞瞪眼 毁了你的扇子也没有错 那扇子 亏你还日日拿着他招摇过世 皇上近来因为太子殿下 和秦玉宁请婚之时 心绪极差 又因为夜公主失咒 受伤忧心 如今 又因为警世子和玉儿 公然请旨赐婚 让他方寸大乱 才一时间无暇顾及于你 如今七皇子回京 七皇子可不同于皇上 关于玉儿的事情 他分毫都不会错过 心神缜密至极 手段也是一等一 若是被他发现 后果会如何 你想过没有 皇后看着南林瑞 不赞同地反驳 到时候别说你这南梁太子 做不成 小命估计都不保 还有牵连云王府和玉儿 皇上正愁找不到云王府错处了 你可好 正好送上门了 本太子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废物 我手中的东西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拿了去的 南林瑞虽然气怒 但气势还是小了一些 就算知道又如何 大白于天下也不怕 本太子还怕了他不成 你就死鸭子嘴硬吧 你在南梁呼风唤雨没错 但别忘了 这里是天圣京城 皇后提醒南林瑞的 稍有差池 你的小命丢在这里都不新鲜 南梁王就算因为你娘亲再宠爱你 也原水救不了近火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危言耸听 南林瑞气势又低了一些 本宫就不信你心里不清楚 若是草包 你这南梁太子也不会安安稳稳 做了这么些年了 你心中比谁都清楚 这件事情大白于天下的后果 是不是 皇后话落 见南林瑞不再说话 她脸色稍缓 你下不去手 景世子帮你下手毁了那扇子 免除后患 所以 景世子做的也没有不对 本宫是就事论事 哼 我看你是被容颈收买了才对 南林瑞哼了一声 一口一个姑姑 你就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帮着她来说话 不管如何 她毁了我的扇子就是不对 本太子不找回厂子 就事不罢休 想找回厂子 还是等你先解了血再说 本宫不和你理论 皇后撇开脸不看南林瑞 我要吃饭 南林瑞见皇后不打算再理会她的样子 再次开口道 怎么吃呀 喝着吧 皇后转头瞥了她一眼 还能怎么吃 你喂我呗 难道要我看着饭才饿着不成 容颈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 南林瑞看着皇后 见皇后不动 要不喂我也成 姑姑是皇后 皇后的手尊跪着呢 要不你从外面喊一个小美人进来喂我 那样我吃得更舒服 江山亦改本向难以 皇后斥了一句 向外看了一眼 拿起筷子去夹菜 南林瑞顿时乐了 立即道 我不吃素的 肉 你给我夹肉 皇后转开筷子 夹了一块鸡肉塞进她嘴里 南林瑞看起来真是饿极了 三两口就吞了下去 眼睛扫着桌子道 嗯 凡是带肉的 都给我 不带肉的我不吃 从小到大你和月儿就这样 这些年也没欠你们长胖了 皇后被逗笑了 一边给她夹肉往嘴里放 一边撑了一句 南林瑞只顾着吃 哪里还能说得出话来 皇后也不再开口 将所有盒子里的肉 都给喂她吃光了 南林瑞才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宝格 见皇后放下筷子 她笑着赞道 还是姑姑好 少给我买乖桃好啊 皇后揉揉手腕 问道 你和我说说 当年是怎么回事 南梁王就没认出你 你是怎么在南梁待了这许多年呢 南林瑞吃得有点多 僵着身子动弹不了 她有些恼恨地打了个哈欠 骂道 这七皇子最好使些坏 小丫头恢复记忆出了岔 容景最好被气死 本太子才能舒心 她话刚落 头上便被狠狠地拍了一下 大抬眼就请皇后怒瞪着她 吃道 有你这样的哥哥吗 你要和景色子好好的 你说她做什么呀 再说一句不着调的 本宫真将你扔出去 说正将她 南林瑞别别嘴 懒洋洋地开口 当年是南梁王亲自去的北疆 他怎么可能认错自己的儿子 知道我是云王府世子 将我故意当成他儿子带回去 你说我能不好好在南梁待着许多年 他们一个私女心切 一个私妹心切 本太子这些年呀 着实过得辛苦啊 原来你娘亲是南梁王室的公主啊 皇后顿时明了 随即疑惑地皱眉道 不是据说几十年前至今 南梁王室都没有公主留下吗 前南梁王和王后情深四海 王后产下一子后 难产 闲闲就回一条命 自此后再不能有身孕 南梁王后宫 虽然有三千美色 却实则是空置后宫独宠义人 怎么会有公主 当年生的哪里是义子 其实是个龙凤胎 哪里瑞懒洋洋的道 生下来时 母子三人性命垂危 皇宫当时只有一朵天山雪莲 只够救两个人的命 外婆让救两个孩子 外公却先救了外婆 后来外婆为了保住南梁子嗣 用那半朵雪莲救了舅舅 也就是如今我的父王 皇后没想到 还有这样一段的秘心 南梁王室可真是守得紧呢 这个秘密至今竟无人得知 她惊讶地看着南林瑞 那你娘亲 娘亲本来是必死无疑的 但正巧 有意云游道人当时途经南梁城 故知为何 得知了消息 于是悄然进宫 说她可以救娘亲 但必须将娘亲带走救治 自此以后啊 南梁皇室再无这个公主 外公和外婆欣喜之下 只能同意 所以啊 娘亲虽然生在南梁王室 但并未长在南梁王室 南梁对外封锁消息 这件事情只有少数几人知晓 南梁锁道 原来是这样 皇后点点头 那云游道人是何方高人 不知道 南梁锁摇头道 至今依然不知 皇后不敢置信 大约有四十年了吧 我和你娘亲 相差无奇 嗯 至今依然不知 娘亲是十几岁的时候 自己找回南梁的 但也甚是隐秘 没在皇宫待几日 外公和舅舅挽留不住 对于娘亲生活在哪里 在干什么 调动南梁皇室隐位 也查不出来 只有娘亲自己回去 才能见他一面 一年至终也甚是少见 后来得知 他不知是何原因 嫁入云王府 之后又得到 他死去的消息 哀痛不已 南梁瑞一段话落 困得眼睛 已经都睁不开了 所以 当我发现 我是娘亲的儿子的时候 就将我带了回去 就是这么回事 我算是我娘亲的替代品 我去了之后 将所有好的东西 都往我身上砸 包括女人 那一太子府的美人们 个个如花似玉啊 一句话没说完 声音便渐渐小了下去 直到最后 没了声音 均匀的呼吸声传出 南梁瑞睡了过去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伴着南梁瑞 均匀的呼吸声传出 皇后看着南梁瑞 不想他 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想要寒醒他 但见他看起来 是极其困倦疲惫 好像几天 都没睡觉的样子 高大的身子 僵着坐在椅子上 这样都能睡着 有多累多困 可想而知 皇后也心疼他 所以出了口 殿内再无说话声 只有南梁瑞 均匀的呼吸声 和呼呼的憨声传出 皇后静静坐在椅子上 看着南梁瑞的目光 生起慈爱和柔欢 他进宫一年之后 还没有子嗣 而别的妃嫔 却接连诞下子嗣 他知道嫂嫂懂了医术 于是派人 求嫂嫂进宫一次 嫂嫂进宫后 给他诊了脉 他才得知 自己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有孩子 当时又恨又怨 后来想着 不是自己爱的人的孩子 那不生也罢 所以 也就没了心思 去恨和怒 后来嫂嫂生下小侄子 他比自己得子还高兴 那段时间 皇上也不知道 在忙些什么 对后宫观察不严 他便隔三差五地 偷偷出宫回府 去看小侄子 后来 在一岁后 他干脆将孩子 每隔一段时间 便接近宫住几日 对这个小侄子 自然是喜爱至极 三年后 嫂嫂又生下了月儿 她更是欢喜 月儿刚生下来时 粉雕欲拙 招人喜爱 而且一双眼睛黑汪汪的 一大家子人都围着她 那孩子就安安静静地 躺在嫂嫂怀里 不哭不闹 大眼睛低溜溜的 好奇地看着每个人 看起来文静且镇定 一点都不像是 孩子会表现出来的 那种神情 她当时就笑言 对嫂嫂来说 将来月儿 没准是可以堪比 真敬皇后之嫌之才 嫂嫂闻言只是笑笑 并未说话 她想起自己 嫁入天家 还不是在荣华宫里 日日对长灯 真敬皇后贤才 天下远播 但也还不是在荣华宫里 黯然离去 红颜做了枯骨 便也没了笑意 两年后 嫂嫂突然病逝 任何前兆都没有 只留下了一双儿女 她就想着 从今以后 她会将他们 当作自己的孩子 一般喜爱 不想 后来皇上 对云王府下了铲除之心 她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 时常出宫 每日里 除了与皇上周旋 还要与妃嫔们 斗智斗勇 想要保住位置 精力实在是有限 但幸好 两个孩子 时常都回来宫里 看她 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 十年前 她一连两个月 没见到侄子 后来 她遭了大难回来 这才得知 大侄子是去了北江 回来之后 便变得冷漠疏离 再也不来她的宫里 就连侄女 也是性情大变 开始追在太子殿下身后 就这样 又是一晃 十多年过去了 连她都觉得 这十年仿佛 弹指一顺 孩子们 转眼就长大了 皇后 看着南丽瑞 眼眶逐渐湿润 侄子如今 变成了南梁太子 侄女 承袭了宿命 喜欢上了荣王府的 井狮子 这天下太平了百年 风云终于要变了 她能够做的 就是尽自己最大所能 保全他们 皇上 皇上驾到 荣华宫外忽然传来一声高喊 皇后一惊 猛地站了起来 皇后 娘娘 皇上来了 孙嬷嬷 孙嬷嬷抖的声音 从外面 叽叽传来 皇后看向殿外 又回头看了一眼 僵着身子睡着的南丽瑞 面色有些发白 她定了定身 对外面等 本宫不是告诉你 我身体不适吗 皇上来了也不见 娘娘是皇上呀 孙嬷嬷声音有些发软 后宫可从来没有人不见皇上的 您是皇后娘娘也不行啊 我说行就行 皇后板下脸 看着外面 沉声道 孙嬷嬷 你是本宫身边的老嬷嬷了 是本宫最信任的人 你若是都如此慌乱惧怕 那本宫今日还有存活的余地吗 瑞太子今日在本宫房中离去不了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都得将皇上给本宫拦住 否则这荣华宫的人 包括本宫 竟是一个也甭小活 是 孙嬷嬷身子一僵 慌乱的心煞时镇定下来 她今日虽然惊吓过多 惊骇过大 但毕竟是跟随了皇后二十多年 见惯了风风雨雨 此时只能大着胆子迎了出去 皇后回头看向南丽瑞 来到她身边清寒 瑞儿 醒醒 南丽瑞呼呼大睡 是一动也不动 皇后伸手推她 她睡得急沉 依然一动不动 推了半晌 听到皇上和仪仗队 来到荣华宫门口 皇后咬了咬牙 只能将她扶起 拖着她向屏风后面走去 南丽瑞即便被皇后拖着 也依然大睡 连眼皮都没睁一下 幸好皇后也有些伸手 这些年 交养后宫 也将伸手荒废无几 费了好一番力气 这才将南丽瑞 拖到了屏风后面 将她放在了地毯上 皇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转身出了屏风 脱了外衣挂在床头的衣架上 又拿了一块绢帕 沾湿了水 放在额头上 做好了这一切 才躺回了床上 奴婢们叩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奴才们叩见皇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孙末末等人见老皇帝来到 齐齐跪在地上 皇后呢 老皇帝没见到皇后的影子 出声询问 回皇上 娘娘身体不适 前月小姐走后 她就歇下了 吩咐奴才 谁来了也不见 奴才见皇上来了 娘娘还没醒 奴才就没去喊醒她 孙末末有一样好处 不管有多惧怕 但真到关键的时刻 就能临危不惧 这也是她深得皇后 器重的原因 哦 怎么个身体不适 可找太医了 老皇帝挑眉 娘娘这几日身体 就一直不太舒服 大约是癸水要来了吧 娘娘说吴大爱 每个月癸水来钱 这几日都是难受的 奴才就未曾去请太医 孙末末将刚刚片刻间 想到的托词 说了出来 是这样 老皇帝皱眉 是 孙末末垂手应声 老皇帝看着宫内 主殿门窗紧闭 她沉默片刻 忽然对身后吩咐道 文莱 朕今日翻皇后的牌子 就速在荣华宫了 是 文莱立即应声 孙末末吓得老脸 煞食一白道理 皇上 皇后娘娘身体不适 伺候不了皇上 您还是翻别的娘娘的牌子吧 等娘娘好一些了再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她身体不适 朕也可以关照一二 她是朕的皇后 朕翻谁的牌子 还要你说了算不成 你不必说了 老皇帝绕过孙末末 抬步向主殿走去 皇上 娘娘真的 孙末末还想再拦 老皇帝忽然停住脚步 眯着眼睛 看着孙末末 皇后是不是有什么 瞒着朕 孙末末 你如实交代 孙末末害得面色大变 连忙跪在地上 不敢再动 她垂着头道 皇上 是娘娘真的身体不适 奴才不敢骗你 皇后身体不适 朕才要去看看 老皇帝盯着孙末末 看了片刻 向离走去 孙末末想着主意 但凭她一个奴才 是说什么也拦不住皇上的 她一时间是慌得六神无主 见老皇帝拿定了主意要进去 跪着的身子站了起来 连忙追了上去 文来看了一眼孙末末 也连忙跟了进去 老皇帝来到主殿 伸手推门 门是从里面反锁着的 她眉头皱起 对里面喊道 皇后 里面连半次声音也没传出来 皇后 给朕开门 老皇帝又喊 这回声音沉了几分 里面却依然没有声音传出 皇后 老皇帝再次喊道 声音又大了几分 但里面还是没有任何动静传出来 文来 将门给朕打开 老皇帝回头对文来反复 是 文来上前刚要出掌 里面忽然传来了门栓撤掉的声音 接着吱呀一声 门打开了 文来立即住了手 皇后身着单衣 额头盖着轩帕 脸色神色都极为不好的 看着老皇帝 皇后没请安见礼 而是沉着脸道 皇上 你怎么不在老妹妹那里看顾她 来了我这 如今老妹妹是最需要你的时候 臣妾今日身体不适 无法伺候皇上 皇上还是去长春宫吧 话落 不等老皇帝说话 皇后砰的一声 将门从里面给关上了 而且 刚刚撤掉的门栓 又很快地插了上去 转身向床前走去 此时无人察觉到 他一双手心已经钻出了汗 老皇帝也是第一次在后宫吃了个闭门羹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紧紧关闭的门 一时间愣住 在她的记忆里 皇后同天圣历代的所有皇后一般 是温婉端庄 知书达理 从来做不出这等无礼的事情 对她也向来是相敬如宾 夫妻间没有感情 但是也不会这般就将她拒之门外 孙默默在一旁是大气都不敢出 手脚冰凉 文来等跟随老皇帝来的人 以及荣华宫伺候的所有默默宫女太监们 也都是人人屏息 老皇帝愣神片刻 并未恼怒 而是对着门内缓和了语气的 冷贵妃睡下了 朕今日宿在荣华宫 朕今日宿在荣华宫 你身体不适 朕也不需要你伺候 来 给朕开门 黄河没想到 这样了老皇帝都不肯离开 他向床前走去的脚步顿住 手攥紧 冷冷的道 皇上没听明白吗 臣妾身体不适 想独自休息 冷妹妹既然伺候不了 皇上就去明妹妹那里 明妹妹这些时日 一直为三个公主忧心 皇上应该多去明妹妹那里 招呼才是 老皇帝闻言皱眉 但还是并未恼火 语气依然缓和 你说的也对 不过朕既然来了荣华宫 就不想再去奔波了 今日就宿在荣华宫了 就宿在荣华宫了 明日再去明妃那里 你给朕开门吧 不要多言了 皇后回转头 看起来 老皇帝就是拿定了主意 要住在荣华宫了 此时皇后的面上 终于露出了慌乱 但还是定下神 冷声道 臣妾今日身体不舒服 外加心情不好 不想见皇上 荣华宫离皇上的 圣阳殿不远 既然皇上不去明妹妹那里 就回宫吧 老皇帝没想到 他都这般说了 皇后还依然要将她赶走 她脸色终于沉了下来 薄怒道 皇后 给朕开门 难道朕 想今日宿在荣华宫 难道朕 想今日宿在荣华宫 你还非要将朕赶走不成 皇上不提名臣妾 臣妾也不想 抢颜欢笑应付皇上 这皇宫虽然是皇上的 但荣华宫也是臣妾的 臣妾今日不想伺候皇上 皇上还是回宫吧 皇后拿定主意 说什么也不能让皇上进来 你 老皇帝大怒 你好大的胆子 皇后咬着牙不出声 别忘了 你是朕的皇后 对朕拒之不见 拒之门外 成何体统 老皇帝怒吓 臣妾循规蹈取在后宫待了二十几年 也不肯踏错一步地伺候了皇上二十几年 这个皇后的位置也坐了二十几年 从来不曾施礼过 也不曾求过皇上什么 如今臣妾累了 皇上想做什么 臣妾和皇上心里一直清楚得很 皇上以后也不必来这荣华宫了 皇后撂出狠话 你 老皇帝一时失语 皇上请回吧 皇后看着屏风后 对外面喊道 孙嬷嬷 替本宫送皇上 孙嬷嬷立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大声道 老奴恭送皇上 老皇帝气怒 瞪着紧紧关闭的门 忽然转身拂袖而去 文莱等人立即跟在了他的身后 听到脚步声走远 皇后心里终于舒了口气 孙嬷嬷也同样是大舒了一口气 可是这口气还没出到胸口 老皇帝忽然停住了脚步 转身走了回来 对文莱吩咐道 给朕打开门 朕今日就塑在荣华宫 哪里也不去 孙嬷嬷闻言瞬间瘫软到了地上 皇后的冷汗 腾得就冒了出来 一路从脚尖 一直凉到了头顶 是 文莱上前 对着门挥出一场 只听门砰的一声 被从外面打开 门栓也被一断两截 难得的是 门丝毫没坏 可见文莱功力极好 这一场 像是打在了皇后心上 皇后在这一刻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她一动不动地 站在那一殿当中 惨白着脸 看着门外的老皇帝 一时间 是再也想不到 有什么办法 能够阻止老皇帝进来 老皇帝的武功 她再清楚不过 只要进来 定然会发现 屏风后的男灵锐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老皇帝站在门外 脸色阴沉地 看了那殿片刻 抬步走了进来 站在皇后面前 看着她 皇后忽然绕过老皇帝 向殿外走去 既然皇上非要住在这里 那么臣妾只能出去了 站住 老皇帝怒喝一声 伸手扣住皇后的手腕 别以为朕真的 不敢惩治了你 那正好 反正皇上也早有 废后的心思 不如如今就废了臣妾 皇后被迫停住脚步 得亏她身处皇宫二十年 再不是当年的小儿女 如此情形 还能在老皇帝面前 镇定说话 你 你非要不知好歹 惹怒朕不成 老皇帝怒瞪着皇后 额头青筋直跳 是皇上非要逼迫臣妾 皇后寸步不让 哪里也不准去 老皇帝拉着皇后回身 向床榻走去 刚走了两步 她看见店内没收拾的 空碗空盘 忽然问道 朕听说 你今日 可是找了御膳房 要了两次御膳 你一个人 能吃得了这么多 月儿早些时候 在臣妾这里来着 皇后心里一紧 面不盖色 哦 月丫头 不是和天意离开了 离开后你又要了一桌 如今 这都是你吃的 老皇帝心里开始怀疑 皇后不可能将碗碟都吃得如此干净 这不是哪个大家闺秀能做出来的 更不可能是当朝皇后做出来的 皇后心中咯噔了一下 不知该如何开口 就在这时 屏风后面忽然传出一声细微的动静 老皇帝立即松开了皇后的手 向屏风后走去 皇后的心刹那提到了嗓子眼 只见老皇帝一把挑开了屏风的帘幕 随着它挑开 一只猫搜地对它跑了出来 屏风后的情形一览无余 除了那只猫 再无别人 皇后的心瞬间落回了肚子里 不管南林瑞哪里去了 只要不被皇上看到就成 原来是一只猫啊 老皇帝将屏风后看了个遍 没发现任何异常 她回转身看着皇后 哪里来的猫 朕记得皇后不喜欢猫的 早先月儿来时 这只猫跟着它来的 月儿走后没带它离开 臣妾怕月儿回来的时候 找臣妾要猫 就没将它赶出去 皇后面色镇定下来 皇上不是问那些饭菜是谁吃的 就是这只猫吃的 臣妾一个人 哪吃得来这许多 这只猫的肚子够肥 看起来是只母猫 怕是要下猫子了 能吃也正常 老皇帝老眼又打量了一圈殿内 也没见到任何异常 面色终于缓和了下来 皇后不说话 老皇帝看着皇后 走过来握住她的手 皇后慢一步没躲开 被她握住 只听老皇帝的 手怎么这么凉 是不是病了 朕汉太医来给你看看 不用了 皇上如今也进来了 看也看过了 可以离开了 皇后这时什么也不怕了 她发现循规蹈矩在皇宫里待了二十几年 她真的受够了 此时是真的不在应付 更何况她的侄子如今是南梁太子 她的侄女喜欢荣王府世子 她这个身为姑姑的天圣皇后 早晚有一日会被她给废了 即便不废 她也没期待能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她便也豁出去了 你还真是要赶朕走 老皇帝挑眉沉着脸看着皇后 臣妾恭送皇上 皇后甩开老皇帝的手 跪在地上 老皇帝看着皇后 老眼锋芒乍现 皇后吹着头 腰板挺得笔直 一动不动 虚语 老皇帝猛地转身 大踏步向外走去 气怒地扔下一句话 好 朕就如了你的意 皇后不再多言 老皇帝踏出了门槛 对文莱怒声道 白驾 回圣阳殿 是 皇上回宫 文莱高喊了一声 老皇帝一人当先大不留心 显然是被气得勾腔 他虽然想废除皇后 但未曾想到 如今人还没废除 反倒过来赶他了 他额头青筋直跳 走得极快 仪仗队跟随老皇帝身后 不出片刻 就离开了荣华宫 向盛阳殿而去 老皇帝离开后 孙默默立即跑了进来 连忙扶起跪在地上的皇后 娘娘 关上门 皇后分 是 孙默默连忙起身去关门 皇后起身向屏风后走去 挑开屏风 屏风内依然是空无一人 她四下看了一圈 依然没有见到南丽瑞 正心里疑惑之时 眼前一道红莹一闪 从大殿顶端 飞身落下一人 随着她落下 砰的一声众响 扔下一团重物 狠狠地砸到了地上 叶公主 皇后看到落下的人一惊 又见到被扔到地上的重物 正是南丽瑞 她脸色一白 连忙弯下身 要看南丽瑞 刚刚就这么 碰的一声掉下来 这摔伤了可如何是好啊 皇后娘娘放心 她睡得死着呢 本事也大得很 皮糙肉厚 摔不伤也摔不死 叶前瞥了一眼地上的南丽瑞 对皇后的 皇后见南丽瑞 果然依旧呼呼大睡着 摔了那一下呀 似乎也不知道疼一般 她检查了一下南丽瑞 果然没摔伤 执起身来 看着叶前等 叶公主怎么会在本宫这里 本宫主本来想来这里 找云浅月有点事 刚刚来就见到皇上在砸门 于是顺手就救了这个家伙 叶前等 幸好我来得及时 否则她如今睡着 脑袋就搬家了 果然是个蠢货 原来是这样 多谢叶公主救了瑞太子 皇后点头道谢 皇后不闭息 本宫主顺手而已 若是可以 本宫主才不想救她 叶前踢了南丽瑞一脚 问道 喂 云浅月那里去了 叶公主找月儿有何事 她如今不在本宫这里 皇后看着叶前 她是知道一些叶公主 和南丽太子的纠葛的 后来因为叶清燃 两人闹翻 分道扬镳了 她不是从今日起 住在宫中吗 不在这里 那去了哪里 叶前看了一眼天色 见皇后只是看着她不答话 继续的 我只是想问问 她知道叶清燃去了哪里吗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再下一集与你相见 原来叶公主是找燃小王爷 月儿大月是不知道的 她这两日 一直和景世子在一起 皇后并未透露 云浅月去了灵台寺 在她看来 解除凤凰节是大事 不能出了差错 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否则的话 都追去灵台寺 人多繁杂 难免会出事 那叶清燃会去哪里 叶前周眉 叶公主要找燃小王爷 有急事 皇后瞥了南丽瑞一眼 问道 也没有 就是从昨日晚上到现在 一直没见到她 有些担心 叶前摇摇头 燃小王爷武功高强 出外历念七年都好好回来 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叶公主尽管放心 皇后此时也摸不清楚 这叶倩叶清燃 和南丽瑞的关系 只能劝我一道 也是 叶倩困倦地打了个哈欠 本公主找了一日人 如今累死了 再也不想动了 皇后娘娘要不介意的话 本公主在你这里睡一觉 皇后一愣 今叶倩看起来和南丽瑞一般 的确都是很困乏的样子 也不知从昨日到今日 是怎么折腾来着 困成了这样 皇后犹豫了一下 点点头疼 叶公主若是不嫌弃 在本公这里住一晚 也无不可 多谢皇后娘娘 叶倩见皇后答应 三两步便走到皇后的床边 拖鞋上床 躺在床上盖上被子 闭上眼睛 眨眼间就睡了过去 动作是一气呵成 皇后有些愣愣地看着叶倩 见她很快就呼吸均匀 又转头看向睡在地毯上的 南丽瑞 忽然有些好笑 回头见孙默默惊地 睁大了眼睛 皇后叹了口气一道 孙默默 你帮我将瑞太子 抬到软榻上了 这样在地上睡一晚 肯定要染了凉气了 是 娘娘 孙默默应声 走向南丽瑞 二人合力 将南丽瑞 抬到了软榻上 孙默默不用皇后再吩咐 拿过被子来 给南丽瑞盖上了 她心下想着 这真是千古以来的一桩奇事 娘娘这荣华宫里 如今成了收容所了 将南丽瑞安顿好之后 孙默默看向皇后 皇后对她白白收到 你下去休息吧 孙默默将桌子上的空碗碟子 都收了下去 关上门 退了出去 南丽瑞和叶倩 一个在软榻上 一个在床上 呼呼大吹 皇后却是无丝毫困意 她走到窗前 坐了下来 想着今日将皇上赶走 是她这二十年来 最舒服的一日 她看着 店外的那株紫竹 不由地笑了起来 笑吧 又叹了口气 想着月儿和七皇子 去灵台寺已经走了两个时辰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但说云浅月和叶天翼出了皇宫 一眼就见到宫门外 拴着两匹马 一白一黑 显而易见 这黑白马是同一个品种 都是上好的宝马 且不次于叶倾染送给她的那批踏雪 这是北疆产的极品宝马 明月赤凤 你以前跟我说 一直想要一匹这样的马 可是这马太过鲜艳 这五年来 没办法送给你 这次回京 我带回来了两匹 叶天翼道 云浅月扯了扯嘴角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点点头 伸手解下白马的缰绳 翻身上马 他看着叶天青 叶天青对他一笑 也解下马将 翻身上马 二人不再说话 双腿一甲马腹 两匹马 骑骑离开了宫门 一路无话 两匹马一前一后急驰 很快就出了城 半个时辰后 二人来到了灵台四山下 前面再无法前行 云浅月看向叶天翼 叶天翼翻身下马 对他笑道 我们用轻功上山吧 我已经给蒲扇大师 先一步传了信 蒲扇大师 或在达摩堂后院的禅院 等着我们 就是我们上次去过的那个 好 云浅月点头 也翻身下马 二人甩开马将 叶天翼当心一步施展轻功 向山上行去 云浅月看着叶天翼 飘逸的身影 也施展轻功 跟在了他身后 不多时 二人来到山上 向达摩堂后院的禅院走去 走了一段路 云浅月便发现 今日的灵台四 较之昨日和以往 是异常的安静 上次来时 他们刚一上山 便看到了看护 在各个山口执岗的僧人 今日 他们走了一段路 居然未曾遇到一个僧人 也无人执岗 而且他和容景 昨日离开时 也并无异样 今日整个灵台四的气息 都不同寻常 云浅月眉头微重 前面的叶天翼 似乎也发现了 他回头去握云浅月的手 却被躲开了 叶天翼面色一暗 低声道 你跟紧我 似乎不对劲 嗯 云浅月点头 叶天翼的脚步 骤然放轻了些 云浅月的脚步 也跟着放轻 二人来到达摩堂 只见所有僧人 都聚在达摩堂外院 人人手指棍棒 一副如灵大敌的神情 见到二人到来 都起起看过来 须鱼又转过头去 目光紧紧盯着 达摩堂后院 那里 正是蒲扇大师的院落 叶天翼眸光扫了一圈 脚步不停 向里面走去 云浅月想着 怪不得没在山口 看到直岗的僧人 感情都聚到这儿来了 这幅阵仗 任谁都不会看不出来 灵台寺似乎出了大事 他见叶天翼向里面走去 便也抬步跟在了他身后 数千名僧人 虽然见到了二人 但不知是早先得知了 二人要上山的消息 还是有人吩咐过了 总之是无人阻拦 二人一路顺畅走向后院 来到后院 便见灵台寺的掌门方丈 慈云大师 和几位住持的长老 站在门口 人人面色凝重地 看着里面的主禅房 听到脚步声来到 慈云方丈和几位长老 齐齐转过头 慈云方丈看着叶天翼 当先开口了 西皇子 恐怕今日 普善大师 不能应您的约了 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阿弥陀佛 发生了何事 或者是四中来了何人 叶天翼停住脚步 问慈云大师 云潜月看向禅房 只见房门紧闭 看不到情形 也没有任何声音传出 但凭他的武功 可以察觉到 里面此时正释放出强大的气息 好像是两大高手在对决 二人武功 大约是到了登峰绝顶的地 所以都控制在禅房内 不曾波及禅房之外 但禅房上的砖瓦 还是会发出细微的颤抖 其中一人 是普善大师无异 另一人 他未曾接触过 不知是何人 但普善大师的身手 是登峰绝顶 他昨日领教过 他的千里传音秘书 普天之下 能找出和普善大师 一较高下的人 凭他这两个月 对这个世界的微薄了解 还真想不出来 啊 是普善大师 没入寺前的一桩俗事 哎 慈云大师叹息一声 有些悲悯的道 本寺如今 就这一位 普自辈的师叔祖元老了 难不成 今日 也要折损不成啊 原来是普善大师的 仇家找过来了 叶天一点点头 看向云浅月 云浅月想着 普善大师的仇家 看此情形 今日普善大师 即便不死也是重伤啊 如何还能帮他解除凤凰节 他看向叶天一 叶天一 明了明纯 忽然抬步向主禅房门口走去 七皇子 请留步啊 慈云大师一惊 连忙拦住叶天一 哎 普善师祖吩咐过了 任何人 不得靠近禅房一步 我不是四中人 不必受普善大师的规矩 大师放心 我自有分寸 七皇子看向慈云大师 慈云大师 也看向叶天一 想到七皇子武功高深 也许能有办法 化解里面二人的较量 化解这四中危机也不一定 慈云大师点点头 让开了路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叶天一继续向禅房走去 云浅月跟在叶天一身后 他也想知道 里面和普善大师较量的是何人 他刚走了两步 叶天一忽然停住脚步 回头看着他 柔声开口道 月儿 你就在外面等我 不必进去 云浅月一正 停住脚步 看着叶天一 看起来 里面普善大师 正在何人比拼内力 伤到你就不好了 叶天一解释 那你去就不伤着 云浅月醋眉 如今强大的气场 在院外就能感知到 更何况是进去里面呢 他摇摇头道 我和你一起进去 我会小心一些的 你就等在这里 叶天一摇摇头 对磁云大师等人道 大师 你帮我看好月儿 别让他靠近禅房 潜月小姐 你还是别进去了 若是伤到就不好了 磁云大师 点点头 对云浅月道 云浅月皱眉 我不是小孩子 我知道你不是小孩子 但你武功如今不及我 我自己进去轻便 若是还要分心照顾你的话 武功便打了折扣 叶天一柔声道 在这里等着 而且若是化解出磁云大师来 你还要恢复记忆 耗费功力和精力 这个时候 你最不能出事 若是出了丝毫差错 那便麻烦了 好 那你进去吧 云浅月点头 叶天一说的也对 他武功确实不及他 叶天一见云浅月答应 转身继续向禅房走去 云浅月看着他的背影 想着叶天一 该是何等坚韧的一个人 如今这等情形 还打消不了他 想要帮自己 恢复记忆的念头 他心中的执念 得是有多深 云浅月的唇斑紧紧迷起 只见叶天一 本来轻松的脚步 在接近禅房时 忽然中了几分 他停住脚步 站在禅房门口 向内看了片刻 忽然伸手去推门 一开始 门只是露了一个小缝 随着叶天一用力 门渐渐地被他一寸寸推开 小厕 滚远点 禅房内忽然传出一个苍老 却不是红亮的声音 这声音陌生 云浅月想着 这大概就是和普山大师较量的人了 他顺着叶天一推开的缝隙看去 隐约看到里面隔着桌子 对坐着两个人 二人中间是一盘棋局 棋盘上的棋子看起来像是下了一半 而两人的双掌对贴在一起 其中一人正是他见过的普山大师 穿着僧袍 另一人是和普山大师看起来差不多年岁的老道 相比于普山大师的矮小 那老道的身材高大 面宽目正 两人额头上都冒着青色的烟雾 显然是在比拼内力 刚刚说话的人便是那个老道 叶天一听到里面传出的声音 手一顿 却并未停下动作 小子 你想进来 不想要小命了 那老道似乎向门口扫来一眼 对叶天一有道 道长功力高深 在下佩服 不过可否请你罢手 是在下先和普山大师有约的 等普山大师 驻在下解除了一桩事情 再和道长较量也不止 叶天一手下不停 猛地一推将房门大长而开 小子 这和尚应了我老道二十年前的约定 你那时候比我老道还早不成 老道眉毛竖起 越过门口的叶天一 似乎看了云浅月移 他老眼微不可见地眨了一下 叶天一一正 不错 老那是二十年前就和这死老道有约定 秦皇子 你晚来了一步 老那答应你的事情 今日怕是不成了 普山大师此时也开口 不论是二十年前还是今日 应人之约如何能作废 大师 在下已经带人来了 总不能辛苦跑这一趟 叶天一一边说着 一边抬步向里面走去 普山大师也看到了院外的云浅月 面色露出为难之死 小子 你再往前多走一步 我老道就废了你的双腿 老道警告地看了叶天一一 即便道长废了我的腿 我也要紧了 此时普山大师若不帮忙 普天之下便再无可解之人 叶天一继续往里面走来 忽然对老道出场 道长 在下得罪了 好小子 居然敢对我老道出手 老道盘着的腿 突然伸开向叶天一踹去 叶天一即便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但还是承受不住 老道散出的泰山压顶的大力 紧接着胸口又重重地挨了一场 身子直直后退了树部 砰的一声 撞到了敞开的门框上 但他刚稳住身形 却又再次向老道栖身而去 又打出了一场 好小子 能受得住我老道一掌 也算是有几分本身 老道再次伸出腿 不见他有何动作 只见他的腿左右摆动了一下 叶天一的掌风还没打到 便再次被他踢了出去 叶天一身子再次撞到了门框上 发出砰的一声响动 嘴角有鲜血溢出 云浅月面色微变 脚步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一步 诶 浅月小姐 七皇子交代老娜 看顾好你 你如今不能过去 慈云大师拦住云浅月 忧心地看着叶天一 哎呀 七皇子 您快出来吧 等普善师叔祖 解决了事情 再应你的约 这样 你受伤也于是无补啊 叶天一恍若未闻 抹了一下嘴角的血迹 又向臭老道齐身而去 果然是叶师的拙 倒有一股子直劲 老道哼了一声 臭小子 你确定你还能再承受我老道一脚 若是我能承受道长一脚 道长是否会罢首 让普善大师应在下的约 叶天一问 哼 你没有和我老道讨价还价的余地 老道哼了一声 不看叶天一 今日普善老二不败在我老道手下 誓不罢休 那道长就别怪晚辈失礼了 叶天一再次凝聚内力 对着老道出场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七皇子快出手 普善没想到 叶天一不知难而退 便大喝了一声 叶天一却仿若不闻 并未收手 前面两次 他已经基本摸清了老道出脚的方位 这回他变换了手法 双掌齐出直击老道的面门 好小子 这么快就摸清了我老道的门路 但你还差得远 老道再次对着叶天一出脚 这次也变换了方位 叶天一身子 这一回虽然没被一脚踹出去 但还是被扫到了一下 身子后退了数步 但他并不停歇 依然栖身上前 有着一股 不将老道和普善大师化解开 便不会罢休的姿态 云前约看着叶天一 想着这样下去如何能行 功力之说是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老道和普善大师对着内力 都能够应付叶天一的掌风 可见功力是何等身后 叶天一即便如今找到了应对的门路 但与老道的差距还是太过悬殊 这般下去 即便不死也会被打成重伤 云前约抬步向禅房内走去 前约小姐留步 慈云大师拦住了云前约 大师确定要拦着我 七皇子若是在贵寺出了事情 灵台寺担待得起吗 云前约挑眉看着慈云 出家人就是愚钝 这一院子里数千名僧人都等在这 就要在这巴巴的等着 有什么用啊 给普善河里面的老道内功耗尽时收尸吗 慈云大师面色一变 云前约不再理会慈云 足间轻点向禅房内飞去 往日他施展轻功 感觉神清如燕 今日里还没靠近禅房 便感觉迎面传来一股强大的阻力 轻功叫着往日慢了不止一倍 但还是叫寻常走路快了很多 他来到门口 正赶上老道的脚 要踹在叶天忆胸口上 他片刻不停顿 击身上前 对着老道发出一阵掌风 他的掌风绵而揉 看起来无力 却轻刻间就冲破了老道的防护 老道一惊 只能撤脚 但强大的气息冲击而来 云前约再不能靠近一寸 他拉着叶天忆 看看后退了树骨 你怎么进来了 叶天忆看着云前约 我不进来 让你这般受死吗 云前约有些恼怒 不管记忆牵扯还是如何 他总不能看着叶天忆 在他面前 为了给他恢复记忆 就这么不要命了 月儿 你还是关心我的 叶天忆忽然笑 云前约看着叶天忆的笑 面色微沉 我不是关心你 我是怕你死了 我还得受连累 毕竟是你我一起出来的 叶天忆笑容不变 不管如何 你是不会看着我死的 对不对 那可不一定 如今这是事关于我 若是不关于我时 你的死活与我无关 云前约冷哼一声 受了老道凉交 还能如此笑 叶天忆也是个疯子 等你恢复记忆之后 就不会这么说了 叶天忆收了笑语 云前约不再说话 今日的情形 能不能恢复记忆 还是两说 但既然普善大师 是普天之下 唯一一个能解他娘的 凤凰节的人 自然不能让他出事 云前约看向老道 轻声道 道长可否让一步 小丫头 老道我从来不喜欢相让 看你身手也不错 有本事你就上来 多和我老道过几招 让我老道踹你几脚 你也能挺得住 和那小子一般 我老道就让了 也无不可 老道看着云前约 一双老眼将他全身上下 打量了一遍 不懈地等 不过我劝你 还是出去等着我和这突驴 分出胜负再说 就你这副小身板 经不住我踹的 道长既然兴致不错 想领教我伸手 自当奉陪 至于我经不经踹 那可不一定 没准伤到的是道长呢 云前约挑眉 看来今日 不拿出强硬的手腕 让老道住手 这老道是不会收手了 小丫头 倒是也有一股子直劲 老道哼了一声 道长也是 云前约话音未落 瞬间出场 他的掌风不同于叶天逸 直击老道面门 而是内力融合了 现代晋升格斗的招数 专攻老道的下盘 老道上盘 由普善大师执衡 他如今能动的 就是下盘 只要攻住他的下盘 就不信 他不被迫住手 小丫头看起来 有两下子 不错 老道赞扬了一句 出脚迎上云前约的掌风 叶天逸在云前约出场的同时 也再次出场 这次的掌风 叫早先击掌 凌厉数倍 云前约想着 看来叶天逸早先 也没有使出全部的本事 他也觉得 叶天逸不可能那么不中用 他瞥了叶天逸一眼 并未言语 二人双掌掌风 轻刻经合于一处 一人攻老道上盘 一人攻老道下盘 老道盘坐的身子 忽然凌空跃起 双掌 双掌依然和普善大师队长 但双脚却是离了席面 用来应付云前约和叶天逸 却是分毫不落于下风 转眼间 三人过了数招 云前约和叶天逸 不但没逼迫老道罢手 也分毫没讨到好处 七皇子 前岳小姐 你们都住手吧 这是我老和尚的俗臣之事 应你们的约 我和尚今日若是留有一口气 也会助你们化去 普善大师再次开口 见二人不住手 仿若未闻 他又对云前跃道 前岳小姐 你还是退下吧 你不是这死老道的对手 我老和尚 竟然和景世子败了忘年交 你若是因此受伤 我老和尚 可不好向景世子交代 想起容景 又想到这样下去 的确不是办法 云前约忽然住了手 看向老道 道长 你要如何才能罢首 叶天一见普善大师 只提了一句容景 便让云前跃罢了手 他薄纯威眠 也住了手 小丫头 我老道刚刚说了 如何也不会罢首 我老道和这老和尚 相约了二十年 也等了二十年 哪里是你小丫头 一句话就能住手的 你们还是乖乖退下去等候吧 没准儿 我会欣然给这秃和尚 留一口气 老道不松口 书画依然底气充沛 凌空旋着的身子 做回了席面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 与你相见 我中的是凤凤节 留一口气不管用 云前跃看着老道 扬眉的 普天之下 只有普善大师能解 你若是伤了他 给我解不了 如何算 到时候您的命 留在这里都不管用 凤凰节 老道忽然一顿 探向云前跃 眉毛竖起 你要让秃和尚解的是凤凰节 没错 云前跃点头 看老道的神色就知道 他是知道凤凰节的 而且 他看着老道 有一种感觉 叶天翼虽然早先没用全力 但也用了七八分 老道对叶天翼出手 可是半死情面也没留 而他与老道这一番交手下来 他发现 老道对他是手下留了情的 虽然不着痕迹 但云前跃还是能够察觉得出 只是不知道是何原因 但他觉得 自己与老道大约是有些远远的 尤其早先叶天翼推开门时 老道看他那一眼 太不寻常 小丫头 谁说普天之下 只有这死秃驴能解得了凤凰节 老道挑眉 难道不是 云前跃一阵 那日荣景和普珊大师都是如此说的 凤凰节只有少林寺的无上真经可以破解 如今放眼天下 无上真经只有普珊大师一人会 况且普珊大师手里也有结印丹 天下间也只此一刻 如今叶天翼如此不要命的 要阻止普珊大师和这老道比拼内力 便是生怕普珊大师万一有事 这云前跃的记忆就恢复不了了 难道还有其他人能破 自然不是 有我老道在 凤凰节还轮不到这死秃驴逞能 老道不屑地看了一眼普珊大师 少林寺的无上真经虽好 但也是强行破除结印 一个差错 你小丫头就一命呜呼 我老道知道凤凰节的劫法 请而易举 云前跃再次一证 看向普珊大师 叶天翼面色一喜 普珊大师迎上云前跃的视线 点点头道 老那虽没望着死老道 但是这二十年来他音讯皆无 老那以为他早就做谷了 他若做谷 放言天下 可不就是老那能解除凤凰节了 谁知道 这死老道还活着 司徒驴 你没死 我老道不会先死的 老道哼了一声 既然如此 反请道长助手 帮助于儿解除凤凰节 叶天翼 叶天翼定然后礼相谢 叶天翼文言 对老道功身一礼 不可能 我老道虽然会解凤凰节 但凭什么要给这小丫头解 老道不为所动 叶小子 我老道好东西多得是 活了一百多年 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还看不上你什么厚礼 不厚礼的 那大师要如何 才能帮助月儿解除凤凰节 叶天翼盯着老道 道长提出来 只要我能做到 万死不辞 我老道让你当场自吻啊 你也做 老道看着叶天翼 花白的胡子一翘 我的命倒是不值钱 给道长也无不可 但是这幅身躯 以后还想陪着月儿 自然不能给道长 除了这个 道长尽管提出条件 叶天翼摇摇头 云浅月想着 他还不傻 并没有为了恢复他的记忆 便将命丢进去 做些不理智的行物 那我老道让你去杀了你老子呢 老道再次扬眉 叶天翼面色微变 云浅月想着 这老道真是够狠毒的 他和叶氏皇室 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从见到叶天翼的那一刻起 就面色不善不说 如今还提出了这样的条件 估计啊 是老皇帝做过什么 得罪了他 小子 你不是说什么都能答应吗 怎么 说话转眼间就不算数了 老道再次挑眉 四老道 有你这么逼迫人的吗 古来师父乃大无效 尤其还是君父 你让人如何答应你 普善大师看不过去了 隔着桌子就对老道踹出一脚 普和尚 小心毁了棋盘 你的脚还是别动为好 老道提醒普善大师 普善大师立即收住了脚 云浅月想着 怪不得刚刚他和叶天忆 逼迫老道的时候 普善大师没趁机出手呢 他觉得 普善大师既然能喝酒吃肉 不是循规蹈矩的迂腐政治之人 感情啊 是怕毁了这盘棋 他看向棋盘 发现这一局棋 居然是昨日普善大师和荣景下的棋 而老道指白子 走的居然和荣景那日走的棋一致 骆子是分毫不差 他有些讶异 难道 这老道不是与他有渊源 而是和荣王府有渊源 或者说 与荣景有渊源 叶小子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老道又问叶天忆 自古以来 师父便是大不孝 还望道场见谅 叶天忆沉默半上 摇摇头道 看来这小丫头在你心目中 也没有你老子重要吗 我看 她的凤凰节不节也罢 老道瞥了云浅月一眼 对叶天忆冷哼一声 除了你的命和你老子的命 放眼天下 我老道再不稀罕 叶天忆薄成名气 脸色有些发白 算了 凤凰节不节也罢 我们出去吧 云浅月忽然转身向外走去 叶天忆站着不动 云浅月刚走到门口 只听老道又说 小丫头 这叶小子不能做到的事情 也许你能做到也说不准 你要是答应我老道一件事情 我老道现在就放过这图和尚 帮你解了凤凰节如何 答应你什么条件 云浅月停住脚步 回头看向老道 去杀了容景 老道提出了条件 不可能 云浅月断然拒绝 你给我这个条件 不如说让我杀了你更简单 据说容景非你不娶 可是如今却是这叶小子 陪你来了这儿 依照我老道看的话 他对你也不怎么样 否则如何放任你来这里 老道调媚 那是我和他的事情 似乎与你无关 我这凤凰节又不是非节不可 云浅月转身向门外走去 此时他敢断定 这老道与容景 定然有渊源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第五百二十一章 我爱容景 四 道长 若是我师父 道长便会帮他解除凤凰节 叶天一忽然低声询问 云浅月脚步再次一顿 不错 老道点头 好 我答应你 叶天一应成 云浅月心思一动 猛地回过头去看叶天一 见他此时低着头 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刚刚因为被老道踹了两脚 和一番打斗 雪青色的紧袍胸前有两个脚印 他发肆有些凌乱 周身气息 昏暗冷沉 云浅月脖纯明起 若是今日午时 他没和容景在御书房屏风后 听到叶天一和老皇帝的对话 此时大概是惊骇的 但如今 他却觉得丝毫不惊骇 叶天一对老皇帝 没有半死父子亲情可言 否则 他也不会说出 毁了夜市江山 毁了夜市皇陵 可以杀了他自己 和所有夜市子嗣 可想而知 这些年 老皇帝 以试炼他是否有能力 能够继承夜市江山为由 将他放逐 杀起母族连根拔起 独身一人去北江立足 还要应付叶天青 等各方面的刺杀和干扰 日子定然过得不好 或许对老皇帝 他以前还有父子亲情 这些年 也给摸没了 好 叶小子 你确定你答应我老道 老道老眼金光四射地 看着叶天一 道长没听错 叶天一点头 好 那你现在就去 只要你在两个时辰后 提着你老子的脑袋回来 我老道就答应 给这小丫头解除凤凰节 老道点头 好 叶天一忽然转身 向门口走去 几步便来到了门口 他看了云浅月一眼 面色的暗沉褪去 对他柔声道 月儿 你在这里等着我 云浅月醋眉 叶天一 我不过是丢失了个记忆而已 对你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 叶天一点点头 重要到你不惜弑父杀军 背上骂名 你可知道 你若是弑父 以后你便再也抬不起头来 天下百姓会骂你 就算你登基为帝 铁血手腕堵住天下悠悠众口 但也堵不住史官的笔 和史册记载 云浅月淡淡提醒 我知道 我不怕 叶天一道 叶小子 你是不怕 到时候全天下人都说 你是为了小丫头而是父 他可就成了红颜祸水了 到时候全天下的唾沫星子 都会喷响他 你有没有问过他怕不怕呀 老道看着二人 觉得颇有些意思 普善大师看了二人一眼 对老道臭骂道 死老道 你如此阴损 也不怕下十八层地狱 佛祖都不超度你 我老道不信佛祖 老道哼了一声 只有你这秃和尚 才信佛祖 这么一百多年 佛祖怎么也没能将你 超度到西天去啊 等着看你下了地狱 老那才好西去 普善大师也同样哼了一声 二人比拼内力的空档 居然开始了唇枪舌战 也是分毫不让 此时我一人主张 与他何干 叶天一不堪唠叨 话落对云浅月柔声道 月儿 即便与你相干 我了解你 你也不怕对不对 云浅月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沉默不语 天下让他怕的事情 不能说没有 是有一桩 但绝对不是什么 唾沫星子淹死人 悠悠众口唾骂的 他怕的是 容景犯起醋劲 不对他动手 却是对自己狠虐 他最承受不住的就是这个 你在这里等着我 叶天一伸手去抱云浅月 云浅月想起容景嘱咐的话 立即躲开了 叶天一抱了个空 他面色一暗 垂下了头 声音极低 月儿 我不惜父皇是一面 心中恨他杀了我母族 且将我放逐北疆也是一方面 但是若不是因为你 我绝对不会是父杀君 云浅月看着他 叶天一再次伸手 这回不容云浅月躲开 便将他紧紧抱住 搂在怀中 似乎寻找勇气一般 声音虽暗 却是温柔的道 世界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失去的 除了你 云浅月僵着身子不动 我忍受不了你从此对我视为末路 我忍受不了你失去记忆 生命里再也没有发生过那些 让我温暖的点点滴滴 我也忍受不了 看着你和他琴瑟和明 公然明示心意 轻置此婚 我更受不了有庄一日你会嫁给他 我看着你风冠虾皮 上了他的画脚 进了荣王府的大门 叶天一将头枕在云浅月肩上 似乎是在对云浅月说 又像是自语 师父杀君我不怕 我怕的是从此以后再无你 这漫漫一生 我该如何是好 月儿 你能明白吗 如今我只剩下你了 云浅月脸色有些白 距离太近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叶天一决然绝情的情绪 也能够更清晰地感觉到 他胸浮出沉寂的感情 云浅月抿着唇 一句话也说不出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二十二章 我爱荣景 五 所以 怎么办呢 你只能在这里等着我 叶天一放开了云浅月 手轻轻扶了扶他的发丝 柔声笑道 你恢复记忆后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 一起坐在墙头赶天空 你给我讲老人鱼海 小美人鱼猎人海力步的故事 我又五年都没听过了 话落 他放下手 抬步走出门外 叶天一 叶天一 云浅月忽然开口喊住了他 叶天一 停住脚步 回头望向云浅月 云浅月 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做到冷血无情 他如今喜欢的是荣景 或许正如今日在荣华宫 荣景给他挑一次时的感觉 他或许已经爱上了他 就算记忆恢复又能如何 他想起叶天一 就能忘了荣景吗 忘了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所有的点点滴滴 这不可能 他看着叶天一 面色微冷 声音一时轻了 我恢复记忆之后 对你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 我爱荣景 恢复的是过去的记忆 如何能抹杀我现在的记忆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云浅月 叶天一 你明白吗 即便你弑父杀君 我们也不可能 叶天一本来柔缓的面色微白 不敢置信地看着云浅月 雪儿 你说 你爱上了荣景 爱 是 爱 云浅月点头 叶天一忽然笑 月儿 你明白什么是爱吗 云浅月敏春 你对她只是喜欢而已 我们十几年相处 虽然五年分离 但这五年以来 也未曾断过书信来往 你和荣景 在相处几日 便对她爱上了 月儿 你不能因为推剧我 就编撰出这样可笑的理由 叶天一盯着云浅月的眉眼 如今没有镜子 若是有一面镜子 你可以看看你自己此时的神情 连你自己心里都不确定 不是吗 我们多年相处 我对你比我自己还要了解 也许我不知道我下一秒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事 从小到大 我对你看的 比对我自己都多得多 多到你想象不到的那么多 那又如何 不管是爱 还是喜欢 总之她已经扎根在我心底 再也拔出不去 云浅月唇半仅仅抿了一下 即便恢复记忆 我也相信 我对她还如今日这般 叶天一 那个时候你能让我气了她 而还对你如以往一般无二 不可能 叶天一袖中的手紧攥着 与如今这样说 恢复记忆后 便不会这样 我虽然不懂什么叫做爱 但我懂一点 就是想要好好对她 也愿意去爱她 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想好好地去对一个人 想要让紫竹林永远住在我的心里 无论是桃花 还是杏花 还是海棠花 或者是梅花 蓝花 桂花 所有花 都永远不及此竹林 云浅月轻轻开口 疑字一句 话落 她忽然仰头看向房顶 轻声道 容景 你听够了吗 还不下来 叶天一一震 抬头向房顶望去 只见容景不知何时坐在了禅房的屋顶上 此时天色已黑 但灵台似灯火通明 天空繁星满天 容景一袭月牙白的锦袍如点染了点点星光 有着暗夜所不能掩饰的光滑 她面色清清淡淡 身姿秀雅 月牙白锦袍 衣摆搭在房梁处 一脚踩着房梁 一脚踩着瓦片 神色有着超乎寻常的闲适散漫 带着三分冷漠 三分漫不经心地 看着叶天一 慈云大师等人一直注意屋中的动静 此时文言 也都看向房梁 每个人的神色都难掩惊异 似乎也不知道容景是何时来的 连半丝生息也没有 看起来也没隐藏身形 屋中人因为较量打斗 未曾分心注意也就罢了 但他们一直身在院中 却也是无人察觉 可见景世子的功力是有多高深 他们记得 当时禅房的门关着 七皇子去推也是有些艰难的 这样一比较 景世子的武功定然高过七皇子几分 或许更高 你没发现他早就来了对不对 他其实在我对老道出手时就来了 云浅跃送房顶说回事情 看向叶天一 神色平静 看 从他一来我便发现了 这无关于武功 我对他的心 已经超过了我对自己的在意 不是我感受到了他的气息 而是我知道他一定会来 而当这整个灵台四空气稍微有那么一丝变动 我就知道一定是他 叶天一叶从房顶说回事情 看向云浅跃 谋光暗沉 所以 这恢复记忆一说 我虽然答应了你 但是 云浅跃一字一句开口呢 没有但是 龙景忽然从房顶飘身而落 截住了云浅跃的话 月牙白的锦袍 画出一道淡淡的浅壶 他轻弱无声地落在了门口 不看云浅跃 目光淡淡地 看着叶天一叨 七皇子想要公平 龙景就给你公平 师父杀君愧对天下百姓 七皇子就不必做 话落 他缓缓转身 看向门外 对老道诞声道 若恢复他记忆 非需要一个条件不可的话 我来答应你这条件 如何 我的师父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二十三章 恢复记忆 一 云浅跃一正 这老道 是龙景的师父 慈云大师和四中几名长老 同样也是大惊 不敢置信地看着容景 叶天一叶是一正 但很快地就恢复了神思 他薄唇紧紧抿着 微发一言 云浅跃想起 刚刚他还想着老道第一眼看他 那不同寻常的一眼 以及后来进屋后 对他不着痕迹的手下留情 再到后来让他去杀容景 他还想着 这老道不是与他有渊源 就是与容景有渊源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老道居然是容景的师父 云浅跃看向容景 见容景并未看他 而是看向屋内的老道 他也一开始前看向屋内 谁是你的师父 别胡乱叫 不想屋内老道忽然板着脸 对容景吃了一声 云浅跃在此一正 慈云大师等人亦是一正 叶天一此时面无表情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容景吐出一句话 狗屁的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老道哼了一声 不高兴地看着容景 警告道 臭小子 别乱喊师父 我可没收你入门 也没行拜师之礼 只不过教了你几招而已 还是十多年前 我老道一时守剑 我可不承认 有你这么个徒弟 师父不承认也没关系 教了几招 也有师徒警问 容景轻浮了一下 根本就没沾染尘土的水袖 缓步迈进了门 半分情分也没有 别来跟我套镜 我老道可不吃这一趟 老道板着脸 看着容景 你近来敢强行分开 我和图和尚比试的话 我也照打不误 也以为你比门外 那个夜小子有优势 你的白衣服 不想比我踹几个大脚印子 赶紧滚 若是真能让师父 给他恢复记忆的话 强行分开你二人 比试的办法 倒也可以一试 容景仿佛没看到 老道板着的老脸 脚步不停向他走来 依然是往昔的轻缓 闲哑 不紧不慢 臭小子 敢大言不惭 能耐不小啊 老道斜着眼睛 瞅着容景 这些年虽然卧病在床 但也一直没有耽误 功力的休息 否则岂不是给师父丢脸 容景来到老道三尺之距 停住脚步 看着老道 缓缓开口道 师父这十几年依然和容景 儿时所见 风姿不简单 功夫 却是更出神入化 看起来师父这些年过得极好 过得好不好 也跟你没关系 别叫我师父 老道语气不好 脸色难看地看着容景 臭小子 让我瞧瞧你的本事 你若是有本事 分开我们 我就给门外那个小丫头 解除凤凰节 好话说在前头 我们二人每个人 都有两甲子的功力 合在一起 你可知道多具威力吗 不是我老道吹大话 能连着达摩堂 宜为平地 话落 他看向普山大师 土和尚 你说是不是 景世子 这死老道说得没错 的确如此 普山大师看着容景点头 所以 你天亮天亮 有没有强行分开我们的本事 你才几斤几两 别被伤得连魂扎都不胜了 老道警告地看着容景 识相的话赶紧滚出去 别在这儿二言 早知道你长大 是这副温吨的德行 我老道才不会 手剑教了你几招 这可是我这辈子 最后悔的事 以为这和尚当年 抢了媳妇 还要后悔 死老道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谁抢你媳妇了 普山大师恼怒 怎么就没抢 没抢我怎么没说上媳妇 老道也大怒 那是你不得人心 人家姑娘都不正眼看你 普山大师冷哼一声 你怪我何来 想我当年仪表堂堂 要不是我当年走到哪儿 你屁股后边就追到哪儿 天下人人都以为 你我二人断绣 人家姑娘们 如何不正眼看我 老道同样是哼了一声 谁叫你酿的酒 喝来着 普山大师难得的老脸一红 这如何能怪我 后来我不跟着你了 开始改喝九娘子酿的酒了 你干嘛还反过来追着我 我哪里是追着你 我喜欢九娘子 老道瞪眼 普山大师一正 你喜欢九娘子就喜欢她呗 我也没干扰你不是 你还怪我做什么 你要是不碍事的话 九娘子如何会嫁了一个穷属生 老道提起往事是怒不可恶 我怎么就碍事了 不就去喝酒吗 你不是也说 九娘子酿的酒 比你酿的好喝吗 也天天跟我在那里喝 普山大师提起往事 却是一副怀念的神色 可惜啊 从九娘子去了之后 她的后杯酿得再好 我喝着也不是那个味儿 不过有剩余无 老那还是满足的 你满足了 谁还我媳妇啊 娘子本来对我有意思 都是因为那断绣传言 她也以为我们那什么 我解释了八百遍都没人信 你个土和尚 着实可恨 老道花白的胡子一翘一翘的 可见此时心事是多么的激动愤 老那后来不是为了你 顿入空门了吗 你这都没说上媳妇 还如何来怪我 普山大师提起这个 也是同样的能力 我和尚别的不爱 女人更不爱 做和尚也不爱 就爱酒 要不是为了你的名声 我哪里不能种田喝一口酒啊 至于跑来这出家当和尚 喝酒还得偷偷摸摸 你还说 若不是你顿入空门还说 你顿入空门之后 好不容易有个小美人喜欢我了 可是天下 人人居然都说我背信七义喜心厌旧 你因为伤心才顿入空门 将我的小美人泪眼汪汪的给弄跑了 还说什么成全我们 你这土和尚 我老到哪辈子没给神明烧香 居然遇到了你 老到越说越气 这 这 普善大师一时诗语 看着老到瞪眼的 我哪里知道 我出家了居然还不放过我 那你要我哪里去 难道死了不成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二十四章 恢复记忆 二 你死了更不成 天下人人还不说你为了我自杀 老到气的 那会儿你怎么不顿入空门 若是你顿入空门 估计就没人说了 普善大师看着老到 你都顿入空门了 我还怎么顿入空门 我后来不是做了老到吗 你这凸和尚 谣言不攻自破了 老到胸脯一鼓一鼓的 普善大师没了声 二人提起当年之事 都满腹委屈 一个是迫于无奈做了和尚 一个迫于无奈做了老到 云浅月站在门口 汗颜的看着二人 想着世间真是无奇不有啊 今日的新鲜事尤其多 让他大开眼界了都 他看向容景 只见容景一直站在二人面前 看着二人吵嚷 是一动不动 连神色都未变 云浅月醋眉 想着容景该不会 真要出手分开二人吧 叶天忆和他合力 都不能分开二人 这容景功力即便再高 恐怕也是难以做的 毕竟 普善大师和老到合在一起 可是有四甲子的功力 还有余 而容景不过就是 一甲子功力而已 你们两个说够了吗 说够了我开始 容景淡淡出声 臭小子 滚一边去 老到骂了容景一句 豆芽子还没长齐 便赶来大言不惭 要分开我二人 也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景世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个不小心 你连一丝衣服片 可都不剩了 普善大师看着容景 连忙出声提醒 若是我能分开你二人 师父说话可算数 帮他解除冯凰节 容景看着老到 老到哼了一声 没说话 既然师父同意 那我就出手了 容景话音未落 已经出手 住手 云浅月忽然冲了进来 一把拽住容景的胳膊 容景被迫住手 偏头看着他 云浅月认真地盯着容景 从他清淡的神色 他读不出容景心中所想 他冷静地等 你不要命了吗 我不准 容景不语 身手推开了他 你听到了没有 我说我不准 云浅月声音加大 他从来到这里 就一句话都没有对自己说过 自己早先说的那些话 都是屁话吗 都没进得了容景的耳朵 四甲子功力合在一起 他有几个脑袋够去冒险的 容景依然不言语 甩开了被云浅月拽住的袖子 容景 云浅月恼怒地看着容景 沉沉地喊了一声 你没听到吗 用笔我将你的耳朵扒开 看看里面是不是堵了什么 是不是堵了大粪 听不见我说的 云浅月话音未落 容景忽然出手 一缕指缝扫过 点住了他的哑穴 云浅月的声音戛然而止 身子煞时间被钉住 僵硬得是一动也不 他心底一沉 只见容景不再看他 衣袖轻轻一甩 他的身子便轻飘飘地 飞出了门外 越过了叶天翼 轻飘飘地落下 立在了雌云方丈身边 只听他淡淡地 雌云大师替容景看着他可好 雌云大师面色一变 急声道 哎 警世子 这可不是小事 您可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啊 我没有开玩笑 大师帮我看人就行 容景不再看完 雌云大师看了叶叶天翼 见叶天翼面无表情地看着禅房内 他转头看向云浅月 云浅月脸色极其难看 一双毛子死死地顶着禅房内 雌云大师想着 即便自己进去 也拉不回警世子 只能无奈一探 颠颠头的 好吧 警世子放心 老那定人看好浅月小姐 多谢大师 容景突出一句话 忽然 对着普善大师和老道二人 合在一起的双手出掌 雌浅月想张口大喊 可是连一丝声音也发不出 他想钻拳 从手臂到手掌到手心 却都是僵硬无比 似乎血液都冰冻住了一半 一动不能动 他只能睁大眼睛看着禅房内 目光死死地盯着 那一抹白色的身影 这一刻 是怒 是脑 还是气氛 或者无力 任何情感都太过苍白 果然是有几分本事 不给我老道丢脸 老道哼了一声 对容景出脚 容景并不理会老道的脚弓 仿佛没见到对他踹过来的脚 凝聚内力 贯注于双掌 一股强大的气流 直直对准普善大师 和老道对在一起的手掌 你个死老道 他可是你徒弟 你真下得去手 普善大师这回也顾不得踹翻不踹翻棋盘 出脚去挡住老道 踹向容景的脚 你个徒和尚 看你如此维护他 他不是我的徒弟 倒像是你的徒弟 老道一脚没踹到容景 反倒踹到了普善大师挡来的脚上 桌子因为承受不了二人的动作 棋盘被打翻 棋子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 我和景世子是往年交 你个死老道 有这样的徒弟不要 身在福正不知福 普善大师虽然挨了一脚 但也不是吃亏的主 一个回旋道沟 也踹了冷暴一脚 我才没有这样的徒弟 他要做我的徒弟 下辈子吧 老道冷哼一声 见容景的掌风对着他和普善大师贴在一起的双手袭来 他内力吸着普善大师的双掌 连带着普善大师凌空而起 堪堪夺过了容景的掌风 你个死老道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 自己是什么德行 还配做人家师傅 普善大师骂了一句 内力被老道牵制着 凌空而起 二人身子虽然厉害 但手脚却没行 双掌对贴在一起 双脚过起了招 容景一掌打空 看向二人眸光异善 忽然转回手腕 内力随着他撤回 他衣袖轻轻一扶 地上散落的棋子 忽然尽数授于袖中 又倾刻间 成天女散花之势 对着二人包拢而去 因为像叶天翼和云显月一般 只功劳道 而是包括普善大师在内 棋子尽数打向二人周身 各处穴道 而且每一颗棋子都倾注了他的内 等棋完 我们下集再见 525章 恢复记忆 3 好 老道怪叫了一声 好 普善大师也赞了一句 二人身子在棋子包拳而来的空挡 轻刻间交换了方位 身体各处散出真气 围成一个真气圈 棋子还没靠近二人身子 便齐齐被真气圈都给挡了回来 受到二人强大的真气贯注 棋子此时却反过来 打在容颈周身的各处穴道 三人三股强大的真气汇聚 蝉房颤了颤 蝉房上的瓦片承受不住重力 都哗啦啦的从房顶上滑落 差时见噼里啪啦的声响 响彻在达摩院后堂 云浅月心刹那提到心口 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容颈 只见棋子靠近三寸之处 容颈身子忽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真气 自成一个光圈 棋子再不能前进一寸 棋子围绕着他周身三寸之处 形成了一黑一白两道光圈 黑白棋子将他包裹 月牙白紧袍像是围了两个呼拉圈 可以清晰地看到 青色的雾气在他周身各处游走 居然还大成了 你个臭小子运气倒不错 老道看着容颈 老眼现出称赞之色 景世子天宗奇才 你个死老道 拿辈子修来的福气 让人家喊你一生师父 苦善大师也赞叹地开口 这种吸纳他二人功力 不过虚余之间就已经化为己用的功力 天下间 只有天地真经最后一成 包裸万象才能够做的 但也需要有强大的内工作基础 容颈不到弱贯 就有一甲子功力 本身就是骇人听闻 何况 居然还炼成了天地真经的包裸万象 虽然才是初级 便已经足够令人骇然惊异了 两位小心了 总景看了一眼二人 淡淡出声提醒 华洛围绕着他的黑白棋子 形成的两道光圈 忽然破出一个小口 他的身子冲破真气 从这个小口闪了出去 出去之后 衣袖轻轻一扶 看起来虽然轻 但一股排山倒海的压力 灌注在两道光圈之上 两道光圈受他力度驱使 快若闪电地向着 普善大师和老道中间砸去 普善大师和老道结实一惊 即便二人加起来是四甲子的功力 因为彼此牵制了一些 又被容颈的包裸万象化为己用 借力打力 所剩的不过两甲子功力 明明可以应付容颈一甲子的功力 但此时 二人是怎么也想象不到 容颈发出的威力 也有两甲子的功力 两人住了打斗的脚 因为这排山倒海的威力 来得太大 二人黏在一起 再想躲闪已经不及 只能齐齐运功 用护体真气抵抗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禅房终于承受不住的压力 轰然倒塌 云浅月只觉得心跳 在这一刻都停止了 看着禅房在他眼前 轻刻间以为平地 砖头瓦片 房梁拱柱 全部碎裏 整个灵台寺的山 似乎都震了几阵 云浅月 魔光凝聚成一线 暗夜下 似乎已经分不清 什么是黑 什么是白 火山师叔祖 慈云方长和几位长老 面色大变 人人害历在原地 狮子 贤哥从暗处现身 一张俊脸惨白如指的 看着倒塌的产房 几人喊声刚落 倒塌的房屋岁物下 忽然有两人破土而出 二人出来后 分别打了两个滚 才站稳了身子 一人身着盗袍 一人身着袈裟 即使灰头土脸 虽然看不出模样 但都知道 是普善大师和老道无疑 二人一直黏着的手 被分开了 净世子 你怎么样 普善大师刚站稳身形 便急急地看向倒塌的房屋 臭小子 想不到真有两下子 死了没有 老道也看向倒塌的房屋 世子 贤哥惨白着脸 向倒塌的房屋冲去 井世子 慈云大师等人 也连忙跟在贤哥之后 冲了过去 几人喊声落 倒塌的房屋里 却无人出来 也无人声传出 云浅月忽然闭上眼睛 刚闭上眼睛 只听身后传来了一声温润的声音 我在这里 他闭着的眼睛瞬间睁开 想转回头去 却发现身子依然僵硬 一动不动 世子 贤哥惊醒地转身 慈云大师和灵台四几位长老 也齐齐转身 当看到容景完好无损地 站在云浅月身后时 人人面带喜色地看着他 众人又都看了看倒塌的房屋 想不明白 井世子是如何出现在众人身后的 但无论如何 只要没事就好 众人齐齐松了一口气 国人不愧是井世子 老那佩服 虎善大师赞叹地看着容景 月牙白的锦袍 连半次灰尘都不曾染上 可见 在房屋倒塌之前 就已经出来了 功夫还算马马虎虎 老道哼了一声 死老道 这叫马马虎虎 闲些将我们两个给活埋了 怎么就不将你给砸死 菩萨大师看着老道瞪眼 区区一个小破产房 还能埋住我老道 笑话 老道抹了一把脸上的灰 看着容景道 还算你有几分本事 我老道答应 给小丫头解除凤凰节 多谢师父 容景诞声道谢 不用谢 是你自己求得的 老道挥挥手 向云浅月走来 几步便来到了他面前 仔细看了他一眼 忽然出手 解开了他的穴道 云浅月僵硬的身子一松 冰冷的血液 瞬间流转 他并未回头 身子一动不动地站着 脑中想些声 又没响声 只觉得这一刻天地之大 他渺小至极 小丫头 喊息坐下 我老道这就给你解除凤凰节 老道道云浅月道 云浅月站着不动 仿若未闻 怎么 你小丫头不想解除凤凰节了 老道斜眼看着云浅月 云浅月依然不动 也不答话 臭小子 看来你白费一番功夫了 这小丫头如今不买你的账 不解了 老道看向容景 对他挑了挑眉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二十六章 恢复记忆 四 龙景站在云浅月身后 并未上前 看着他的背影 面色清淡 也并未答话 浅月小姐 老那虽然会无上真经 但的确如死老道所说 少林寺的无上真经 虽然可以解除凤凰节 但也是强行破除节影 一个差错便对你身体会造成伤害 如今这死老道懂得如何破解凤凰节的门路 定然不会损伤你身体根本 过了今日 你不解的话 可就没有明日了 老那二十年没见着这老道的踪影 你若不解 天下之道 等他走了 你后悔再想找他 可就找都找不到了 普善大师走上前来 对云浅月道 好 云浅月忽然开口 声音平静 听不出任何形式 话落 他盘膝坐在地上 师叔祖 道长 请移至前面禅房 这里不适合解除封印 地上凌起重啊 思云大师走过来 看着云浅月 对老道和普善大师建议道 如今是福田 这么点凉气算什么 这小丫头若是连一点凉气都承受不住 等一会儿老那施展功力 她岂不是更承受不住 老道说话间 盘膝在云浅月对面坐了下来 对普善道 普和尚 你在我身后住啊 我刚刚损失了一半功力 恐怕不够 好 普善大师盘膝坐在老道身后 告诉你 别趁机对我下手啊 老道回头撇了普善大师意 你个死老道 我若是想要杀你 几十年前便杀了 多少摆在眼前的机会 你那时候抱着酒坛子 醉得昏天暗地 我若是不将你拖回去 你就在冰天雪地里给冻死了 哪里还有你如今活蹦乱跳的来和我比试 普善大师嗤了一声 几十年前的旧账啊 回你不脸红还说出来 老道鼻子哼了一声 老那不与你理论 赶紧开始吧 普善大师不再理会老道 对云浅月背后的容景道 老凡警世子护法 大师放心 容景温声开口 慈云 你带着人都退下吧 这里占了这么多人做什么 普善似乎这才看到 灵台寺的所有僧人 都齐聚在了达摩堂外 他皱了皱眉 对慈云方丈吩咐了一句 是 史书祖 慈云方丈 对身边一位长老低声 吩咐了一句 那名长老立即向外走去 齐皇子 你内腹被镇伤 还是赶紧坐下来调膝吧 普善大师看着 站在一旁的叶天忆 缓缓开口道 我无事 叶天忆摇摇头 嘴角的血迹未擦 胸前的血迹已经干枯 他站着不动 凤幕一眨不眨地看着云浅月 普善大师心里叹息一声 老道哼了一声 忽然招呼也不大 双手凝聚内力 两道冰蓝的光芒 聚会在他的双手中指指尖 形成一小道蓝色的光圈 他对准云浅月出手 两只冰蓝的光圈 一个对准云浅月的百会学 一个对准他的眉心印堂处 云浅月忽然闭上眼睛 只感觉两道强大的力量 瞬间通过两处穴道 直抵他脑海深处 且迅速在他脑海深处 占据左右脑两端 在里面盘旋两三个来回 忽然 两道光圈 齐齐向他脑海深处 那处阻塞而去 很快便到达了那处阻塞 一左一右 形成一个半月的连环 对那处阻塞 强行拉伸 云浅月的头 突然疼了起来 拉扯之间 像是有一把锯齿 在他脑中挥舞 全身所有的感觉和思想 都汇聚在了那一点 有一种灵魂脱离身体的痛 可是脑中虽痛 但这痛 却并未传达进他的心里 他只觉得心里默默的 如一堵厚厚的墙 似乎堵死了心里 与大脑的串联 这一刻 按理说 这疼痛是他前世今生以来 感受到的 最疼不过的痛 可是他却觉得 这痛是如此之轻 因为到达不了他的心里 到达不了心里 他却丝毫也感觉不到疼 不知过了多久 只听老道大喝一声 不和尚 助我 好 普善大师应了一声 在老道背后出掌 将真气堵入他体内 二人显然是熟悉彼此武功 且了解颇深 不必适应 很快便将功力融合在一起 云浅月只感觉脑中 本来松懈的两道功力 顷刻间又翻长了一倍 如在他脑中形成两大光圈 虚域之间 两大光圈合于一处 像是一把巨斧砍了下来 他似乎听到大脑中 砰的一声 像是礼花爆炸 无数的图片 如开了闸的洪水 汹涌而出 无数的人脸 有熟悉的 有不熟悉的 有小孩 有大人 无数的事件 无数的片段 无数的情景 那是属于他被封锁了 十几年的记忆 奔腾而出 让他几乎承接不住 无数片段 如流水般奔腾流过 他脑中像是化开一道长长的长河 由他铺就 参与 搭建的长河 长河一寸寸拉长 延伸 其中有一个女子 容貌绝美 依稀与他有几分相像 她坐在云王府浅月阁 窗前的藤椅上 怀中抱着一团锦背 锦背里露出了一个小脑袋 依稀是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 须于 那小女孩变大了一圈 裹着的锦背 变成了薄薄的毯子 然后转眼之间 小女孩穿着紫色的小偶子 似乎一岁多了 乖乖巧巧地坐在女子的怀里 再然后 小女孩似乎又大了一岁 正在剥葡萄给女子吃 那名女子含笑着看着她 眉眼间 尽是温暖慈爱 再之后 女子苍白着脸躺在床上 小女孩站在床前 紧紧抿着嘴唇 看着女子 再之后 云王府大门口 所有人披麻戴笑 送一台棺木出府 小女孩走在棺木旁边 指前从空中飞下 打在棺木上 打在她的身上 她小小的脸 显现出与年龄不符的忧伤 在这长河之中 还有两个小男孩 一个穿着白色的锦袍 小小年纪便眉目如画 如仙子神童 少年老成 另一个 穿着雪青色锦袍 依稀像是小时候的小气 眉目俊逸 小小年纪便献出聪慧尊贵 同样是少年老成 五岁时 老皇帝的四十五大寿 他将穿白色锦袍的小男孩 推下了湖 救上来之后便没了气 他给白衣小男孩 做了人工呼吸 同一年 雪青色锦袍的小孩 搬到了他家隔壁 每晚闲得无聊 他便找小男孩 坐到墙头去看星星 讲故事 有时候 一夜一晃而过 第二天 小男孩早课 耐不住困意 睡在了课堂上 回来对他抱怨 挨了师父的板子 可是第二天晚上 还是接着和他一起 躺在墙头看星星 听故事 同一年 白色锦袍的小男孩 在文武大会上 以八岁至零 鸡押群雄 被老皇帝封为 天圣第一奇才 可是 他却见那名小男孩 并没有多高兴 同一年 荣王府的荣王 受了杖毒死在途中 荣王妃自意驯夫 那爱穿白色锦袍的小男孩 一下子失去了双情 他跑去安慰他 却被小男孩抱住当枕头 胳膊被压麻了一夜 同一年 他亲眼目睹了一场血腥杀戮 文博侯府满门遇害 他从杀戮中 偷偷救出了一个小男孩 他怕暴露 谁也没告诉 乔庄之身 将那名小男孩 秘密送去了天雪山 又在同一年 他亲眼目睹了 白色锦袍的小男孩中毒 和受暗杀的所有经过 他借爷爷的名义 给他送去了一颗大黄蛋 从此之后 那小男孩再未出府 同一年 他开始追在一个 爱穿黄袍子的小男孩身后 糟蹋白眼 也不知后退 十岁时 雪青色锦袍的男孩 已经长成了少年 风神郁润 十岁时 白色锦袍的男孩 也已经长成了少年 如十四华 大功告成 老道忽然大喝一声 收了手 苦善大师也缓缓收手 苍老的声音 难言喜色 恭喜浅月小姐 杰出凤凰杰 本集晚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二十七章 心之温暖 一 普善大师和老道 两人的声音 似乎破空传来 打断了云浅月的记忆 将他拉回现实 他闭着的眼睛睁开 一眼就见到了 站在普善大师身后 欣喜紧张地 看着他的叶天忆 从那个和他一样 喜欢叼着草 躺在墙头 看星星的小男孩 似乎一下子 就长成了如今 风神俊朗的年轻男子 云浅月看着他 十五年的光阴 在脑中飞逝 从初次 在皇后姑姑的寝宫里 见到他 跟着兰妃去请安 他看着他 酷似小气的脸 惊得从皇后姑姑腿上 栽了下去 他爬起来 不顾疼痛和皇后 以及兰妃的惊呼声 拉着他 跑出了皇后寝宫 寻了一处背景处 让他被共产党宣言 后来得知 他不是小气 便有些失落 老皇帝四十五大寿 他暗中做了手脚 偷梁换柱 将本来叶天青 抓到云王府旁边的府邸 换成了他的 但还是要装模作样 大哭大闹 让叶天青换 惹得叶天青 对他厌恶至极 而且 在他搬到云王府旁边的那日晚上 他还抱了一坛酒 去墙头上喊他 两人欢天喜地地 喝了个大醉 后来 两个人一起看星星 他给他讲老人鱼海 小美人鱼 猎人海利布的故事 他听得津津有味 后来 直到他将脑中所有的故事 都给掏空才作罢 后来 荣王和荣王妃相继离去 荣景遭逢大难 闭门不出 文博侯府一夜之间被灭门 哥哥去了北疆 遭了大难 回来却被换成了另外一个人 后来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那一段时间 天圣京城阴云密布 各个府门静若无人 但不管如何 他和他依然躺在墙头上 或者聊天 或者头对头 躺在墙头的两端不说话 只是看星星 时光荏苒 谈指如飞 转眼间五年一晃而过 有一日 他发现一直看着的孩子 居然长成了翩翩少年 风神玉润 他不只是感慨居多 还是欣慰居多 或者 还有什么丢失的东西 又被他温习了一遍居多 后来有一日 他在皇宫中突然发现了一处密道 拉着他一起去探险 却不想听到了一段惊天的密心 老皇帝和兰飞在谈条件 条件一 兰飞和所有兰氏母族连根拔起 换他的儿子 做将来的天圣异国之君 执掌天下 条件二 留下兰飞和兰氏家族 他的儿子在皇室中除名 放逐北疆 永远不准入京城一步 他想着老皇帝忍狠 转头去看他 只见他抿着唇 袖中的拳头已经攥紧 当兰飞答应条件一致时 他清晰地看到 他手指缝有鲜红的血液低下 他以为他会冲出去 但他没有 只是拉着他出了地道 后来三天再没见他说过一句话 他那一刻知道他有多么坚韧 而理智到近乎冷血 从这一点上 他们二人真的很像 换作是他 他也不会冲出去 那是兰飞的选择 若他们冲出去 那么不止兰飞死 他们二人亦是死 老皇帝不会允许那条密道被发现 或者说 不会允许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三日后 兰飞自艺 兰氏满门抄斩 他被放逐北江 第四日 他带着他来到了灵台寺 他写道 五年后 喜欢我可好 他答道 好 其实他不知道 那一刻 无论他要求什么 他都回答好 第五日 他孤身一人离开京城 前往北江 只有他一个人去城外的宋军听送的 天圣上下大约人人都以为 七皇子此生完了 但只有他知道 他手里实则 是拿了一只老皇帝给的皇室尹卫 一起陪伴他离开的 但这只尹卫 五年来 他只用来应付叶天青 再没做他用 因为他知道 这只尹卫虽然听命于他 全权被他拆天 但真正听命的人 是经常高高在上 执掌人 身杀大权的老皇帝 尹卫是保护他的戾气 但也是奸使 第一次 他从北江来信 周转了无数人手 躲过了尹卫到他手里 已经是三个月后 他接到信之后 看到日期时 在墙头上做了一夜 第二日 决定组建一个组织 不只为了能够不被老皇帝 察觉的通信 也为了用来暗中帮助他 他知道 他在北江定然十分艰难 他和他心中都是清楚 若是他在北江毫无建树 即便有兰飞和老皇帝的约定 他也就只是老皇帝的一颗气子而已 老皇帝不会让他继任皇位 也许当他游进灯窟 选定了除他之外的继承人时 第一个杀的便会是他 所以他必须强大 强大到天圣江山 不用老皇帝相让 便能够唾手可得 这个皇位只能是他的 后来 在他的帮助下 他果然渐渐强大 将北江揽入怀中 再后来 月儿 你怎么样 是不是都想起来了 叶天一见云浅月 看着他不说话 走上前紧张地轻声询问 声音极雅 似乎生怕自己一大声 便会惊吓住他一般 云浅月收回思绪 静静地看着叶天一 短短两个月的失忆 却是一梦十五年 他如今醒来了 却感觉是沧海桑田 如今站在他面前的这张容颜 是他从小看到大的 面前的这个人 是他陪着一起长大的 面前的这个人 是他倾尽所有帮助的 面前的这个人 是他从来有要求 不曾拒绝的 却不想一个失忆 却天翻地覆 月儿 叶天一盯着云浅月 紧紧盯着他的眼睛 想从中读出些什么 可是他看了半天 什么情绪都没有 他一时间有些慌乱 伸手扶住云浅月的肩膀 轻声道 月儿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或者哪里不对 叶小子 你这是在质疑我老道的能力不成 他身体没哪儿不对 好得很 老道瞪了一眼叶天一 偏了一眼容颈 狠狠地挖了他一眼 臭小子 你如今怎么一句话都不说了 你不是拼死也要让这小丫头恢复记忆吗 不会恢复记忆后 他记忆中根本就没你吧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二十八章 心之温暖 二 容颈不语 莫不作声 叶天一忽然抬头 看了一眼容颈 遮住眼中的情绪 再次看向云浅月 月儿 你是不是一时间记忆太多 承受不住 我带你回宫好不好 云浅月依然不说话 一不动 走 我带你回宫 叶天一弯身 放在云浅月肩膀的手 改为去报的 云浅月忽然打开叶天一的手 叶天一一震 他坐着的身子 腾得站起 不看众人 足见轻点向山下飞去 一眼未发 姿势至终 也没回头去看容颈一眼 吓 叶天一一惊 普善大师等人一愣 叶天一看了容颈一眼 忽然也施展轻功 追随云浅月儿去 但他早先被老道踹了两脚 伤了内腹 此时功力滞后了云浅月一劫 但即便如此 还是转眼间就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中 离开达摩堂 下了山去 贤哥刚要去追 见容颈站在那里不动 他连忙走到他身边 低声喊道 世子 容颈看了贤哥一眼 对老道和普善大师 问声道 多谢师父和普善大师 不用谢我 以后再不准喊我师父就行了 老道对容颈会挥手 看向普善大师 兔和尚 我老道这就走了 你跟不跟我走啊 跟你走 去哪里 扑山大师一愣 你个兔和尚 在这个小破室里窝了几十年 难道还没窝够啊 自然是天地之大 可玩的地方多了 你跟着我云游四海去 去不去啊 老道打亮了一眼灵台寺 看向前面的废墟 反正你的我也毁了 还待在这儿做什么 你不怕人家再说我们了 普善大师犹豫 怕个屁 都快做骨的俩老东西了 谁还逢言逢语啊 想当初就不该怕 白白浪费了几十年 我一气后来连酒都不酿啊 酿出来的酒你不喝 我一人喝着也没味儿 老道骂了普善大师一句 我若跟着你走 你还酿酒 普善大师眼睛一亮 酿 为何不酿啊 我也想喝着呢 老道想当然的道 好 我就跟着你走 几十年没喝你酿的酒 我也想得紧 从今以后 再没有人可以管着我烤鱼喝酒 大口吃肉了 奇不快哉 普善大师哈哈大笑 那还不快跟上 老道大踏步就要离去 好 普善大师爽快地点头 大踏步跟上老道 石书祖 您怎么能说离开就离开啊 您不能走啊 醇云大师 见二人说了两句话便要走 大惊失色 连忙拦住普善大师 他怎么也想不到 身为仇敌的两个人 原来不是仇敌 虽然化干戈为玉伯 免于了灵台寺一场灾难 但将仇敌被唯一的长老带走 这可是灵台寺的损失 怎么就不能走 我本来也不爱出家当和尚 白白在这里窝了几十年 如今百岁多的人了 外面的天是什么样都忘了 你不要拦着我 我今日是非走不可的 普善大师扒了开此云房长 石书祖 您 慈云房长还要再说 老道忽然用脚踢了颗石子 堵住了他的嘴 他惨白着脸 住了嘴 看向老道 磨叽什么 还不赶紧走 老道对普善大师哼了一声 嗯 普善大师应了一声 大踏步走了两步 忽然 他停住脚步 回头对慈云大师 和几位长老看了一眼 又环视了一眼灵台四 叹了一声 老纳走了 你们 你们好好念经吧 师叔祖 慈云吐出石子 忽然当先跪下 既然 既然师叔祖决心要走 留也留不住 慈云 慈别师叔祖 助师叔祖 保重身体 慈别师叔祖 几位长老也 齐齐跪下 普善眼眶有些酸 但还依旧 顾作潇洒的白白手 大踏步向前走去 老道走到达摩堂门口 忽然回头看了一眼 荣景 横道 臭小子 包罗万象 乃包容众生万物 你心中却只装着一个女人 何谈大成 什么时候你能放下 你的天地真经 才真正到了活后 我宁愿一辈子不达成 荣景淡淡道 哼 没出息 老道斥了一句 不再说话 足间轻点 飘身向山下而去 请世子 多多保重 菩山大师也回头 看了荣景一眼 师父和大师也保重 荣景点点头 菩山大师叹息一声 也施展轻功 跟在老道身后 向山下飘去 二人一前一后 转眼间 便走没了身影 荣景看着二人身影消失 目光久久未动 世子 您怎么不去追浅月小姐 贤哥收回视线 看向荣景 浅月小姐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而七皇子追去了 世子却是一言不发 从来到就没和 浅月小姐说过一句话 这万一浅月小姐和七皇子 那该如何是好啊 走吧 我们回府 荣景台步出了达摩堂 向山下走去 贤哥见荣景 真的没有要去追的样子 也只能不再多言 跟在他身后 岁云方丈和几位长老 依然保持跪地相送的姿势 人人想着 普善师叔祖离开了 从进灵台寺 便会少了很多趣味 这里所有人入门 几乎都是看着一个老顽童一般的和尚 三更半夜 时常烤鱼喝酒呢 以前常常觉得 师叔祖半丝和尚的样子也没有 若竟再想三更半夜起来 也见不着人了 不由人人心头 都不舍难受 人生散去 灵台寺恢复如常 荣景出了灵台寺到半山处 忽然扶住道旁的一棵树 吐出了一口血 世子 选哥大惊失色 连忙伸手扶住荣景 只见荣景面色苍白 印堂暗沉 他面色一白 急急地道 世子 您受伤了 话落 他去帮荣景拔脉 手一触到脉搏 身子便猛得一颤 你 你怎么会 会这样呢 等其晚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二十九章 心之温暖 三 无碍 贤哥连忙去抱荣景 他都想象不到 世子居然受如此重的杀 亏得他居然没露出一丝半点 还站在浅月小姐身后 无视人一般地等了那么久 而且 还只身走了这么远的路 更是恼恨自己 早先居然连一丝也没看出来 不用 我想走走 容景摆摆手 挡住了贤哥的手 世子 您受伤极重 还是属下 贤哥急急地道 我说不用 容景打断贤哥的话 贤哥立即住了口 容景扶着树干 静静凝视着地上的一片血迹 虚语 他掏出涓盘 轻轻抹了抹嘴角 缓步继续向前走去 向全山静静 他脚步轻轻浅浅 繁星和一弯月光 以及灵台寺的灯火 晦于一处 大在他的身上 将他周身笼罩在昏暗的光影中 月牙白的锦袍 如点亮了这山间的夜色 夜风吹来 丝丝凉意洗礼 他的身影看起来 有着入骨的温量 贤哥默默跟在容景身后 他想不明白 世子是怎么想的 明明七皇子都已经答应去师父了 他却阻止了七皇子 甘愿冒如此风险 强行分开老道和普善大师 如今不仅受了重伤 功力还折损了近半数还多 却又不拦住潜月小姐 将机会账给了七皇子 二人一路沉默 下了香泉山 清泉早就接到清迪的消息 赶着马车等在山下 见容景来到 紧张地看着他 呃 世子 世子 容景摇摇吐 伸手挑开车帘 缓呼上了车 清泉看着贤哥 贤哥对他摇摇透 清泉懂事的不再多问 二人一同坐在车前 一挥马鱼 马车离开了香泉山 向京城而去 马车内 容景靠着车臂 闭上了眼睛 如诗似画的容颜 白得清透异常 一路静寂 无半死人生 只听到车轱辘压着地面 和马蹄前行 发出的塌塌声 云浅月清宫叫之往日 高出了一倍 竹化成了一股急风 不出片刻 便下了香泉山 香泉山下 叶天一和他 骑来的那两匹马 依然在那里吃草 他脚步不停 飞升上了那匹白马 双腿一甲马腹 白赤凤四体扬起 离闲之剑一般地 冲了出去 叶天一慢一步来到 云浅月此时 已经没了踪影 他翻身上马 沿着马蹄印的方向 追了出去 云浅月前行了一段路之后 他听见身后 有隐隐的马蹄声 忽然 在十四路口出 系了马 伸手一拍马屁股 白马向京城方向 那条路而去 而他 则重新施展轻功 向另一条路而去 那身形轻弱云烟 半死痕迹 也未曾留下 叶天一来到十四路口 忽然停顿了一下 他仔细倾听片刻 便顺着马蹄声 向京城追去 云浅月回头看了一眼 再转回头 抿着唇 向西方而去 这一条路 是通往西山 西山一般 人际来往西上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 是西山猎场 一般都是贵族子弟出没 平民百姓 没有特殊原因 是不能踏足的 另一个原因 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西山 设有军机大营 寻常百姓 那是更不可能靠近 云浅月一路施展轻功 脑中什么也不想 一个时辰后 来到了西山 他停住身形 在西山山口 站了片刻 绕过西山猎场 向军机大营 后营走去 距离后营 还有两里地左右 他隐隐听到 西山大营的广场上 传来练兵声 其中 夹杂着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脚步一顿 停住了片刻 继续向后营走去 靠近后营 一里地左右时 见到有两队 巡逻士兵走来 他足见轻点 无声无息地 从两队 巡逻士兵的头顶飞过 转眼间 便进入了后营 方一进入 整个军机大营 都灯火明亮 即便如今已是深夜 后营巡逻更密 整个军机大营 无人安寝 云浅月来到最后一处营房门前 那一间营房并未亮着灯 他挥手打开窗子 无声无息地闪入那间房间 刚一落地 只听一声低喝 何人 铁老 是我 云浅月轻声回答 主子 铁老一惊 躺着他身子从床上起来 你 您怎么来了 我过来看看 云浅月看了一眼老人 笑了一笑 你有事啊 派人传一句话就行 怎么还亲自跑一趟啊 铁老大约五十多岁 他批好衣袋 话音一转道 不过大家伙也都想您了 您如今来了也好 今日白天呢 浅碧和洛瑶还说呢 您有两个月都没来书信了 是不是也该来了 如今不想 今夜您就来了 果然不禁念叨 云浅月浅笑 都还好吧 好 还好 就是封禁前几日 出了一桩事情 受了伤 不过如今无大碍了 我想着主子这些日子以来 频频传出 传出和景世子的消息 想着主子大约是应对皇上的 便没将这个消息 报给主子 铁老犹豫了一下道 封禁出了什么事情 云浅月向西北角的壁橱处走去 文言回头看向铁老 封家人找到了他 要他回去 他不回去就和封家人打起来了 所以受伤了 铁老道 哦 你说封家人找到了封禁 如今封家人呢 云浅月挑眉 封禁摆脱了封家人 这如今封家人呢 还在京城中暗中寻找呢 封禁打从受伤之后啊 再未曾出去了 铁老叹息了一声 哎 据说封家这一代啊 本来既定的继承人 在一年前得了重病 不治身亡了 而一位小姐 在十几年前又被人要走 如今啊 遍布天下 在寻找那年走失的封禁 已经找了一年了 如今找到了 她是唯一嫡系的继承人 她若不回去 这封家人怎么会把手呢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三十章 心之温暖 四 嗯 我们过去看看他们 云浅月伸手在壁橙上一放 壁橙打开了一扇小门 她探神钻了进去 田老向外看了一眼 竟无人来这边 也钻了进去 随着二人进入 打开的暗门 无声无息地关上 暗门后 是一处密道 密道能容得下两人并排而走 每隔几米处 镶嵌着一颗小夜明珠 大约走了一盏茶时间 云浅月转动了一下 最后一颗夜明珠 顺时一阵天旋地转 那伸手一拉身后的铁牢 二人倾刻间便向下坠去 这一条路也就主子和风静赶走 每次我等啊 都要走半个时辰的密道 才能到后山雅谷 铁牢画落又讶异地道 主子的武功似乎又高了 云浅月应了一声 铁牢总感觉 今日云浅月情绪不对 便不再说话 圆魔伴住香后 云浅月忽然伸脚 踢了一下左侧的臂脚 臂脚处无声无息地 打开了一道门 他拉着铁牢走了进去 眼前豁然开朗 是一处半山崖处 云浅月驻足看了片刻 拉着铁牢顺着绳索 飞升而下 大约下了五十密处 他忽然伸手拽入崖壁的 两根万藤 顺着万藤滑向崖底 一驻向后来到谷底 西山大营最高的一座山峰 西山崖崖底 距离西山大营 其实隔了一座陡峭的山壁 大约五里地 却是两个世界 寻常有武功之人翻山越岭 大约还需要半个时辰 而云浅月走的是洁净密道 仅需要两炷香的时间 松开了万藤 云浅月放开铁牢 铁牢抹了抹额头的汗 刚要说话 一个人影 忽然飞奔而来 转眼间便到了云浅月跟前 小小的身子 一把搂住云浅月的脖子 云姐姐 我想死你了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们 也没有书信传来 云浅月身子被撞得后退了一步 好笑地看着像八爪鱼一般 挂在自己身上的小男孩 黎婷 你吃了多少 怎么两个多月就中了这么多 是不是没好好练功 只知道吃了 才没有 我是长肝了而已 黎婷立刻放开云浅月 站在他面前挺直了腰板 清秀的小脸得意的道 云姐姐 你看看我是不是会赶上你了 嗯 是长了不少 云浅月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你是怎么知道我来的 是风哥哥说的 你听到 云浅月眨眨眼睛 原来是风静说的 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没睡 我们这几日都是白天睡 晚上不睡 为了等姐姐你呗 你都多长时间没来了 风哥哥说 你这两个日估计会来了 果然被风哥哥说对了 黎婷督嘴 为什么云姐姐每次来风哥哥都最先知道 以前他没受伤 武功好感知了姐姐的气息也就罢了 可是他如今受伤很重啊 怎么还能知道 这就需要你去问他了 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云浅月笑了笑 看向前面 前面草木葱雨 骨水清幽 一排排防射林立 几乎处处都亮着灯 他拉着黎婷的手向李总续 这一片曾经被他视为最安静的室外桃源 心知温暖 难以想象的 竟然被他忘记了两个月 我一定要去问 黎婷点点头 忽然大喊了一声 你们都出来 云姐姐来了 小姐来了 是主子来了 是云姐姐来了 黎婷喊声刚落 各个房间的门齐齐从里面打开 露出一张张或小或大 或男或女 或年幼或年轻或年老的脸 人人面带喜色地看着他 看着这些人的脸 云浅月骤然温暖 一身的良意似乎也驱散了许多 小姐 您终于来了 我们二人白天还说您呢 以为刚过了七夕 您无被皇上圣旨传进宫里 怕是短时间内都来不了了 没想到今日就来了 两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子 提着裙子当先走来 其中一名绿衣女子 叫做钱碧 对她笑着打量了一番 说道 小姐瘦了 小姐遭了好几回难 能不瘦吗 当时我都忍不住 去冲进云王府去了 后来想起小姐的交代 没她的吩咐 不准出入云王府 不准去她身边 我才咬着牙忍住了 另一个皇衣女子叫做洛瑶 也打量着云浅月 忧心地问 小姐 你还好吧 二人说话间 众人都齐齐围了过来 一时间纷纷向云浅月问好 还好 云浅月看着众人 待众人画落 笑着点了点头 她有什么不好的 都将警世子那般的人物 给骗到手了 不好才怪 众人身后 靠前排一间房屋门口 传来一个邪魅懒散的声音 众人听到这声音 都齐齐进了声 云浅月顺着声音看过去 只见一个年轻的男子 披着一件墨绿的袍子 懒洋洋地倚着门框 正向他看过来 此人身形轻瘦 手臂处用白布缠着 邪魅的俊脸上挂着冷笑 神态散漫 云浅月伸手揉揉额头 须雨又将手拿开 看向风静笑道 这是谁又得罪我们风大公子了 不是我吧 众人对看一眼 都用一副你玩了的神色看着他 云浅月接收到众人的视线 又伸手揉揉额头 若说这世上他惹不起的人 一共有三个 其一是容景 其二是叶天意 这其三嘛 就是面前这个风静魔术 风静的脾气若是上来了 他是真的惹不起 曾经有一次 他惹火了风静 风静居然提着剑 纠缠着他打了三天三夜 直到他累得连手指头都抬不起来 才罢休 还有一次 风静将一间房给拆了 而云浅月被压在了房底下 风静连头都不带回的 不管他的死活 还有一次 风静将云浅月 从悬崖上面直接给踢了下 让云浅月感受了一次 千丈悬崖玩跳水的感觉 掉到了前面的湖里 这三次云浅月可是记忆犹新 从此以后再不敢惹风静 如今看这副样子 这人是又发脾气了 他揉着额头 想着怎么样才能让他不发火 却怎么想都没有好主意 这风静可谓是柴米油盐都不尽的呀 他忽然转身 足渐轻点向原路返回了 啊 云浅月 李婷睁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云浅月 居然刚来就要走 众人都齐齐唏嘘一声 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 风静是不能惹的 人人都怕主子 但主子怕风静发火 而黎婷才来这里不到一年 自然不知道 云浅月对风静是怕了又怕 因为这一年 云浅月没惹风静 风静也没发过火 你要是走了 以后就别来了 你知道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永远来不了 风静懒洋洋地吐出一句话 云浅月脚步顿停 无奈地一叹 转回身 看着风静撇撇嘴的 受伤了还这么牛 说吧 我又哪里得罪你了 算了 你直接说 这次怎么才能不发火 我以为是警世子的温柔香 将你给迷晕了头呢 原来还知道怕 风静看着云浅月 冷哼一声 忽然转身 那只没受伤的手 向屋内一抓 一个包裹从床上飞来 被他抓在手中 风静拿着包裹 懒散地向云浅月走来 众人都连忙让开了路 云浅月看着风静 他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从今日起 我跟在你身边 风静走到云浅月面前 将手中的包裹 一把塞到云浅月怀里 见云浅月黑着脸 他邪魅地凤眸挑起道 怎么 不同意 你是想打三天三夜 还是想被压在房屋下 还是想 从崖顶上掉下来 再玩一回刺激 云浅月摇摇头 哪个他也不想 那就走吧 也让我见识见识 井世子到底有多大能耐 居然让你一人之重 天下人之轻 非他不嫁 风静化落 伸手一拉云浅月 足渐轻点 飞身向山崖而去 他身法极快 转眼间便来到了山崖 居然用嘴叼着绳索 攀岩而上 云浅月听到身后 无数人的喊声 他回头看了一眼 黎婷此时已经追到了崖下 奈何他武功不高 正委屈着小脸 看着他和风静 转眼间 风静已经拉着他上了半崖 他回过头 看着他一只胳膊受伤不能动 用嘴叼着绳索 有些无语 只能伸手帮他 二人转眼间便上了半山崖 风静用脚一踢 按门打开 他拉着云浅月就钻了进去 我刚来 云浅月被他拉着 没好气地提醒道 谁说刚来就不能走了 风静瞥了他一眼 顺手触发机关 一阵天旋地转 二人被一股大力向上打去 云浅月随着他向上而去 怕他触动伤口 只能反手拉住他 施展轻弓 掌控主动 一边继续没好气地道 我还没看风革这两个月的动态呢 就算你要跟着我走 急什么 包裹里除了装了我的衣服外 还装了这两个月以来 记录的天圣 以及各国的大小事件 以及动态 你回去看也一样 风静瞥了云浅月一眼 冷声道 我必须现在跟你走 如今你武功高了 我受伤 保不准我看不住你的时候 便会偷偷溜走 所以要防患于未然 云浅月无语 片刻道 听说风家人找到了你 你如今就跟我这么出去不怕 不是有你在 谁敢从你手中将我抢走不成 风静调眉 何止你早就准备好了 等我来了你就跟我走 何止我这一趟 都成了来接你了 云浅月心下厚 早知道不来就好了 如今呢 这是带了个阎王爷回去 只是他恢复记忆后 是哪里也不想去 首先想要来的 便是这个地方 嗯 风静哼了一声 云浅月此时有些头疼 不过想想 风静以后跟在他身边 也无不可 以后与以前再不一样 他身边是需要人的 便不再说话 不出片刻 二人过了暗道 来到暗门处 云浅月伸手 转了一颗夜明珠 闭厨的门无声打开 他探出了身子 拉着风静回到了铁牢的房间 暗门在二人身后 悄无声息地关上 云浅月松开风静 刚要飞升离开 房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拖开 冲进来一人 云浅月一惊 刚要出手 只听那人惊讶地道 小丫头 本集完 我们下集再见 一 云浅月一正 顿时住了手 他怎么也想不到 叶清染居然来了这里 早前他来的时候 这叶清染不是在前面广场练兵吗 怎么这么大一会儿就跑到这儿来了 他看着叶清染 叶清染也看着他 两双眼睛都一眨不眨 大眼瞪小眼 屋中静悄悄的 前方广场 依然能够隐隐地传来呼喝的操练声 小丫头 您怎么在这里啊 片刻后 叶清染收起惊讶 看着云浅月 我 云浅月不知道 找什么样的理由对于他出现在这里 才能够何时充分 要是别人 他就直接出手了结封口了 自然也不能被人发现他出现在这里 可这个人是叶清染 他如何下得去手啊 他是谁 叶清染忽然转向风静 云浅月片头看向风静 这才想起来 他身边还带着一个阎王爷呢 燃小王爷嘛 幸会 风静对叶清染挑眉 邪魅地扯了一下嘴角 对上云浅月看向他的视线 他意味不明地道 交情不错 七月份的桃花 依然开得正旺 云浅月脸一黑 叶清染皱眉看着风静 在下似乎不识的这位公子 请问贵姓名谁 在下认识大名鼎鼎的 燃小王爷就成了 我是个无名小卒 燃小王爷不必知道 风静从云浅月脸上收回视线 看着叶清染漫不经心地道 叶清染凤眸咪了咪 无名小卒能有如此风骨和稽长 面前的这个男人 无论是放在何处 都不会让人忽视他的存在 他就如一把利剑 而且还是剑血封猴的那种 这样的人物 他居然从来没见过 也没有听闻过 他身上 亦没有任何特征 能够让叶清染识别出身份来 叶清染撇开眼睛 看向云浅月的 小丫头 她是谁 云浅月想着 她似乎说过不再骗叶清染的 但此情此景 她不骗如何行 云浅月扯了扯嘴角 扯出了一个有些难看的笑容 她叫风静 她是我的 家人 风静邪魅一笑 冷着的脸瞬间就暖了下来 可见极其满意云浅月的这个说法 家人 叶清染一愣 嗯 是家人 云浅月肯定的点点头 西山峰山崖下住着的所有的人 那都是她的亲人 是云王府的庞姓 我怎么从来不知道 云王府还有这样的人物 叶清染挑挑眉 怀疑地看着云浅月 又扫了一眼风静 云王府还不配我的出身 风静冷哼一声 云浅月本来想接不下驴的 就给风静安这么个身份得了 谁想着风静还不同意 云浅月只能立即到 不是 她是我母族那边的人 哦 是秦颖那边的人 叶清染一愣 嗯 云浅月点头 风静要和她出去 要在世人面前露面 她是风家人的身份 自然不好往外说 而且 风家人想要人的话 别说风静不同意回去 她也不会给啊 当初可是她从死人队里 将风静给扒了出来的 这风家人说要就要 没门 况且 她娘亲的出身神秘 无人得知 就按个这么个身份来 别人想查也是无从所查 甚好 这回风静没延伸 算是也默认了云浅月这个说法 那她 她怎么会在这里 你们怎么会在军机大营啊 叶清染仔细地看了风静两眼 将她五官眉眼都打亮了一遍 又细细思索云王妃的样子 云王妃长得绝美 这风静也不差 一个美的空灵 一个美的邪魅 这她也分不出真假来 只能认同了云浅月的说法 因为云王妃出身神秘 当年黄伯伯和父王 调动的所有皇室隐蔚和暗卫 都没能查出她的身世 而这风静 她从来未曾见过 或者听闻过这号人物 如今也是突然出现 也符合传言 云王妃背后 定然是有个神秘出身的 所以 才让风静对云王妃如此不屑 她被仇家追杀 我正好救了她 躲来了这里 云浅月看了一眼 风静的胳膊道 叶庆然此时也看到了 风静受伤的胳膊 她胳膊上的伤 一看就不是现在受的伤 云浅月出现在这里 怕不是仇家追杀这么简单 定然是隐瞒了她一些事情 但是每个人都有 许多自己的秘密 这是个人的隐私 不是所有的都要一探究竟的 叶庆然点点头 不再询问 云浅月很感激 叶庆然的不再追问 她若再追问下去 云浅月真不知道该如何变 对别人她或许可以扯谎 不打草稿 但对叶庆然扯谎 就十分艰难 她趁机反问 这里怎么半夜还在练兵 闲着没事练练 叶庆然道 云浅月一愣 这练兵是闲着没事就练着玩的 她看着叶庆然 她们载了这个屋中没点灯 但是外面的灯火 从窗子透了进来 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 叶庆然穿着一身铠甲 脸色疲惫 像是好几日没睡觉的样子 云浅月皱了皱眉 你怎么这副样子啊 又几日没睡觉了 睡不着啊 叶庆然揉揉额头 云浅月眉头皱紧 怎么睡不着 你的宿营是这间房子 虽然知道这间房子是铁牢住的 但她如今只能疑惑地如此发问 她自然不能让叶庆然发现 那条密道 叶庆然虽好 但总归是德卿王府的人 若是没失意 她绝对不会允许 自己同叶庆然有交集 可惜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 她不想有交集的人 如今全部都有了交集 不是 我过来找铁牢喝酒 叶庆然摇摇头 云浅月刚要再说话 风静一扯她的手 欲击不耐烦得道 走了 还在这里磨叽什么 话落 风静拉着她 绕过叶庆然 向门外走去 云浅月被风静拖着走了一步 想着就这么走了总归不太好 她回头看向叶庆然 你回京不 还是就在这军期大营待着了 不回 叶庆然摇摇头 那好吧 我走了 云浅月转回了头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风静刚要施展轻功 拉着云浅月离开 只听叶庆然忽然诱导 小丫头 你不是一直都想参观军机大营吗 如今有机会 我领你去看如何 不看了 如今没心情 云浅月摇摇头 她能说 她早八百年就向军机大营 给参观了个遍吗 只不过她失去记忆给忘了 如今 若是没有恢复记忆 叶庆然这么说 她定然会去看的 可是如今也没有看的必要了 那等你什么时候有心情 我再带你看吧 总之 我是答应过你的 叶庆然脸色一暗 好 云浅月点点头 不知道再说什么 风静瞥了云浅月一眼 拉着她足肩轻点 向墙外飞去 小丫头 你是不是和若美人吵架了 叶庆然看着云浅月和风静要离开 忽然又问她 云浅月身子一顿 敏了敏春的 没有 若是吵架就好了 吵架会打会吵会闹 但她和容景 不是一个吵架那么简单 她不明白 容景是用怎样的心情 每日对着失去记忆的她的 而她更不明白 在她收到夜天一阳夜传说的那一日 容景又是用什么样的心情 对她疯狂怒问的 她更不明白 容景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冒生命大险 分开老道和普善大师 要给她恢复记忆的 还有 哼 风静忽然冷哼一声 打断了云浅月的思绪 她没好气地瞪了风静一眼 牙疼啊 桃花疼 风静也没好气地瞪了回去 云浅月一个猎气 甩开了风静的手 直直从十几丈高的半空栽了下去 风静里都没理云浅月 看着她向地上栽去 夜情人一直看着二人 见云浅月从十几丈高处栽下 忽然面色一变 连忙飞升而去接住她 但距离有些远 她的轻功还是不及 心下有些暗怪 这个风静居然眼看着小丫头栽落 却不出手相救 这若是栽到地上了 如何了得呀 夜情人是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不想 云浅月在距离地面一尺之巨石 忽然打了一个筋斗 坠落的身子又直直凌空拔起了几丈之高 须于 她身形平平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夜情人一愣 这小丫头的武功 何时这么高了 比前几日高了一倍还多 她敢肯定 若是早先 从这么高的高度落下 这云浅月不受大伤 也会是个小伤 云浅月站稳身子后 一脸黑线地看着风静 她怎么不说菊花疼呢 跟风静在一起 她心脏每日都能超负荷 说她是阎王爷半点错也没有 能防不胜防地随时要她的小命 让她在鬼门关转一圈 风静瞥了云浅月一眼 邪美地挑了挑眉 夜情人此时 飘身落在了云浅月身边 看着她的 小丫头 你没事吧 没事 云浅月摇摇头 对夜情人笑了笑 这位风公子 是要和你一起回云王府 还是送她离开 夜情人看了一眼风静 她看起来和云浅月 太过熟人亲密 显然交情颇深 这些年她虽然不在京中 但京中诸事 也算是了如智障的 谁私下的事情 也都是逃不过她的耳目 但不曾有消息说过 云浅月除了追在夜天青身后 这十年内 有和谁来往密切过 但是这两个日 却是让她打破了 以往的认知 尤其是她得知 叶天忆和这个小丫头 竟然秘密通信 五年之久 以及 如今这个出现在她身边 被她称之为 她母族家人的风静 她 云浅月皱眉 如今她自己住在皇宫 风静是男子 若是跟在她身边 如何能允许啊 这的确是个难题 虽然是她在哪里 我在哪里 阮小王爷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风静冷冷调眉 叶清染文言 面色已沉 语气不善 风公子是不是不太了解 他的身份 他如今奉旨住在宫中 你也跟他入宫 你以什么身份入宫 做太监不成 叶清染花音未落 一道寒光一闪 风静的宝剑 已经直直对准 叶清染的眉心 何人闯入了军机大营 来人 保护 这时 一个大头兵 忽然从前面跑来 见到这一幕是大惊失色 吓得连忙出声大喊 云浅月 踢起一颗石子 飞了出去 那大头兵喊声未落 便刹那昏厥过去 云浅月不看那人 对风静低贺 风静 住手 这里是叶清染的地盘 他自然不能当着 他的面杀人 这个人如何处置 就看叶清染的了 要想不被老皇帝知道 他出现在军机大营 他就杀了这个人灭口 或者永远让他说不了话 或者各种方式 他若是想要老皇帝知道 也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写奏折 上报天听就是 风静此时指着 叶清染的眉心 叶清染站着不动 也未曾躲闪 对风静扬眉的 风公子剑术不错 可是我说的是事实 不是吗 风静收回宝剑 放入剑鞘 不以为意地道 我家族如今再无人 就我孤身一人 如今前来投靠他 且正在被仇家追杀 我若不时刻跟在他身边 应该跟在谁身边呢 话落 他对云浅月调眉 难道你忍心让我做太监 让家族绝后不成 我会想办法 自然不会不管你 云浅月瞪了风静一眼 车到山前必有路 他不可能再埋没风静 如今风家人找来 也埋没不了 只有他摆在名处 摆在风家人 够不着的地方 也能打退风家 一些势在必得的窥视 他转头 对叶庆然语气和缓地道 叶庆然点点头 这两日惊重的事情 他自然清楚 那我走了 云浅月伸手一扯风筋 如今再耽搁下去 连狼都招来了 这里虽然被叶庆染收服 但定然也是有老皇帝的密谈和眼线的 军纪大营 可是老皇帝最不会马虎的事情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再下一集与你相见 好 叶庆然点点头 云浅月不再说话 足间轻点 拉着风进飞山离开 他轻弓轻盈如风 转眼间 便飞越了军机大营的高墙 躲过了墙内外巡逻队 很快便消失了踪影 叶庆然看着云浅月离开的身影 就那么静静地看着 过了片刻 他忽然出声道 来人 小王爷 一名隐蔚在他身后现身 将这个人处理了 叶庆然一指地上昏厥的大头兵 抿了抿唇 语气沉重地道 是 那名隐蔚立即抱起地上的人 瞬间退了下去 叶庆然回身 看向铁牢的房间 房间没点着灯 空无一人 他又静静看了片刻 忽然一挥手 一阵掌风扫过 内上开着的门 无声无息地观伤 叶庆然转身 向自己的主营房走去 小丫头如今还是小丫头 却又不是小丫头 无论是与不是 似乎从来都没有过她的位置 出了军机大营三里地左右 云浅月停住身形 将拇指和中指放在唇边 吹了个轻轻的口哨 哨声落 一匹枣红的骏马 从西山山里向他奔跑过来 不多时 来到近前 马头在他身上 亲密地蹭了蹭 以示想念 他摸了摸马头 翻身上马 封信不用云浅月招手 便飞身坐在了他身后 云浅月双腿一甲马腹 骏马四体拔起 欢快地撒花跑了起来 一骑二人向京城而去 二人一路无话 距离城门还剩十里地左右 忽然官道上 左右两旁横出十多人 挡在了前面 每个人 都是一身黑色浸装打扮 当前之人 是一个年约五十左右的老者 身后是清一色的年轻男子 云浅月勒住马江 骏马被迫停住脚步 因为跑得太快 前蹄扬起 丝鸣一声 踏地踩地驻足 他看着面前拦着的十多人 人人均未亮出兵器 腰间也无任何代表身份的配饰 显然是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云浅月并未开口 他等着面前的人说话 公子 您总算出来了 当前老者看了云浅月一眼 对他身后的封禁行了一礼 家主请您回去 公子就跟我们回去吧 云浅月想着 原来是封家的人 大约是封禁从这里甩开了他们 他们就在这里守株待兔了 他去军机大营的时候 身法太快 又心无旁骛 大概再加上这些人是隐在暗处 所以他没察觉到 不可能 我说了不会回去 封禁瞥了十多人一眼 邪魅的凤眼冰冷一片 哎呀公子 当年之时 家主也是被迫无奈 才会将您 老者看着封禁 想解释什么 但碍于云浅月在场 话语流了一半 少说废话 我说不回去就不回去 我已经不是封家人 和封家再没半死关系 你听不懂吗 封禁不想再废话 伸手一推云浅月 站在这里干什么 赶紧走 公子 您知道我是不可能让您走的 家主说无论如何也要带您回去 老者一挥手 十多人倾刻间对云浅月和封禁 围成了包围圈 封禁瞬间大怒 刚要开口 云浅月举起手 向后一拍 他住了口 云浅月放下手 面色淡淡地看着眼前的老者 轻声询问 你是封家何人 那老者一正 似乎没想到 面前这个女子 一句话就让封禁的怒火压了下来 他早先只顾着看封禁 如今仔细地打亮了云浅月一眼 缓缓开口道 这位可是云王府的浅月小姐 在下是您身后公子的家仆 封家不愧是十大隐氏世家 行事说话 隐瞒身份倒是滴水不浓 云浅月目光淡淡地看着他 你要将封禁带回去 是 老者点头 他是十年前我从死人堆里扒拉出来的 你拿什么代价出来 让我将他交给你们带回去 云浅月挑眉 老者面色一变 他如今是我的人 你们封家人恐怕拿不出什么 让我看上眼的代价 所以 以后最好别在我面前提此事 否则 云浅月看着老者 面色异了 淡而轻得道 封家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话落 他再不理会老者 双腿一甲马腹 骏马向前冲去 老者听到云浅月点明他的身份 心下一惊 听到最后一句话是 勃然大怒 从来没有一个人 敢当着封家人的面 说如此大眼不惭 想要封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话 他看着云浅月冲来 对着他便挥出一场 云浅月打马不停 衣袖轻轻一甩 袖中的红颜锦 带着一丝轻柔的风飞出 明明看起来是轻柔绵软无比 可是却隐隐透着一股强大的气息 红颜锦 老者看到银白锦段 惊呼一声 本来对云浅月的伸手不屑的他 此时感觉到一阵强大的疾风 带着丝丝寒气迎面而来 那丝丝寒气就像是数千把刀 他面色一白连忙躲闪 可是云浅月的速度太快 他哪里躲闪得开 身子倾刻间便被红颜锦卷了起来 云浅月手腕拉着红颜锦 轻轻转了个圈 四周涌上来的黑衣人 便起起被禁风一扫 四下栽倒 他冷笑一声 忽然甩手将老者甩了出去 只见老者的身子成一条直线 直直地栽出了十米之外 砰的一声砸到了地上 今日伤你一条胳膊 是回报你伤了封禁胳膊 若是再来纠缠 就要颠颠你们到底有几斤几两 要从我手中抢人 云浅月不看那老者 和四下被打倒在地的 十多名黑衣侍卫 收了红颜锦扔下一句话 身下骏马不受任何阻拦地 飞奔向城门 老者想要起身再去拦 可是身子怎么也起不来 他没有想到 他的身手居然在云浅月面前 比不过一招 只能脸色发白地 眼睁睁看云浅月与封禁 共成一起离去 云浅月废柴废物的名声 是天下缘波 他顽固不化 大字不识 封家得到的消息 也是如此 不曾想 今日一见 却是如此不同 根本和传说中的 顽固愚蠢废物 挂不上鞭 想起他与警世子 闹得沸沸扬扬的传言 老者的脸色 变了数遍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二护法 您怎么样 十多名年轻男子 从地上起身 连忙过来扶起老者 我没事 老者被搀扶起身 低头看向胳膊 只见衣袖被划了一个大口子 露出了胳膊 肘弯处 也被划了一道极深的口子 此时鲜血涓庸 他连忙点穴止血 又拿出身上 带着的药粉 撒在了伤口上 扯了衣袖 简单包扎了一下 十多人都看着他 无人说话 老者包扎完 看了云浅月和风静 离开的方向一眼 面色凝重的道 没想到公子当年 是被云王府的 浅月小姐救了 浅月小姐显然与传言不同 公子如今不回去 浅月小姐不放人 这般清醒 我们不是浅月小姐的对手 此行想要带走公子 恐怕是不可能的 二护法 那该怎么办 扶着老者的男子问 反正我们如今 已经知道了公子的下落 也算是有些收获 我们这就将此事 编告给家主和族中长老 生意后再做决定 老者思索了片刻的 十多人齐齐点头 老者带着众人没进城 反方向向东而去 甩了风家的人 走了一段路 风静忽然阴阳怪气地开口道 红颜锦被你惦记了好多年 锦是则一直攥着不松手 如今怎么就给你了 难道你用自己的人 和他换了红颜锦不成 能不能闭上你这张臭嘴 想起戎锦那日 给他红颜锦的情形 他握着马匠的手紧了起 风静哼了一声 哼 闭不上 我有办法让你闭上 信不信 云浅月忽然回头看他 风静邪魅地对云浅月挑了挑眉 忽然凑近他的耳边道 你说若是被锦狮子看到 你带着我回去 会如何 他会不会杀了我 或者是杀了你 云浅月白了风静一眼 不理会他看向前方 前方天圣城门紧闭着 似乎还没有到开城的时候 他记起城门道虚实落栓 卯时方才能打开 如今还差一刻 嗯 风静又挑眉 伸手驱勾云浅月发思 不会杀了我 也不会杀了你 云浅月打开风静的手 阴色忽然淡淡 这么肯定 你们都定情了 他看到你和我共乘一起回去 不会醋意大发 风静扬眉 邪魅地一勾嘴角 说是如此 他对你也不怎么样吗 他受伤了 如今提剑都费力气 能杀得了谁 云浅月哼了一声 原来如此 风静忽然大笑一声 邪魅地道 受伤正好 我早就想领教领教警师子的身手了 奈何一直没机会 如今怎么的也要领教一番 他受伤 我才更好下手 我警告你 你给我老实一些 若是敢动他一下 我就亲自将你送回风家去 云浅月忽然勒住马江 回头对风静正色警告 风静看着云浅月 忽然收了笑意 邪魅地扬眉道 你不是以前就一直躲着他 如今短短两个月而已 就让你对他非他不嫁 生死定情了 云浅月诸可不语 脸色昏暗 风静看着他 父母一寸寸收紧收缩 片刻又恢复如初 他冷横一声 那你就最好看好我 时刻将我带在身边 你若是不将我带在身边 我保不准会不高兴对他去动手 打不过 也让他扒下一层皮来 云浅月皱眉看着风静 快些走 我饿着呢 风静催促的 我当年真不该一时手剑 从死人队里将你扒拉出来 就应该多叫两条恶狗来生吞活剥了你 云浅月恨恨地吐出一句话 双腿一夹马腹 骑马向城门持去 风静邪魅得意的一扬眉 你赞同的道 我也觉得你手剑 那时候我都不想活了 你非要将我救出来 不是手剑是什么 从现在起 你别跟我说话 云浅月想着他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后来多少次 他恨不得砍掉自己这双下心的手 想将他再撑回死人堆里 可惜 后来风静火爆脾气一上来 不将他扔去死人堆就不错了 好几日没睡好觉 我困着呢 谁乐意跟你说话 风静忽然身子一软 懒洋洋地趴在了云浅月的肩上 云浅月小小的肩膀 煞事被他高大的肩膀压住 风静舒服地闭上了眼睛 云浅月身子一矮 脸有些黑 并没有伸手推开他 这个人从来不和别的男人一样 会照顾女人 怜惜弱女子 他是男人中的另类 以前几次去北江 他从来不自己骑马 都和云浅月共成一气 累了就趴在他身上靠着 困了就趴在他身上睡觉 一个大男人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云浅月以前也反抗过几次 但都无疾而终 后来习惯成了自然了 他失忆两个月 如今做了一场 恍若隔世重生的大梦 醒来后 以前的荣景不是荣景的 以前的叶天翼不是叶天翼了 以前的叶青燃也不是叶青燃了 以前的所有人和事物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是风静却是丝毫没改 还是一样的德景 身下的枣红宝马 丝毫不受影响 夸哒夸哒地向城门而去 一轴向后 来到城门口 此时正赶上城门打开 云浅月打马不停 畅通无阻地进了城门 方一进入 就见到一辆通体黑色的马车 停在城门口 车前坐着闲歌 云浅月一愣 勒中了麻将 晴月小姐 贤哥见到云浅月一喜 当看到他身后趴着一名年轻男子时 面色一变 瞬间住了口 贤哥脸色发白地看着他 以及他身后闭着眼睛舒服安睡的风静 云浅月抿了抿唇 看了贤哥一眼 让自己的语气尽量地平静 你这是要出城 容景有令牌 出城根本不需要在门口 等到开城门的时间 这应该说明 他们刚刚正好来到北城门 贤哥看着云浅月动了动嘴角 一个音也没发出来 续于 贤哥收回视线 看向身后的车厢 车厢帘幕紧闭 车中没有动静和声音传出 他低声喊道 狮子 是 是浅月小姐 车中传出一个极淡的声音 吩咐他 出城 贤哥看着车厢 心下叹了口气 转回头看了云浅月一眼 不再言语 一回马鞭 赶着马车 与云浅月的马 错神而过 云浅月手中的马将钻紧 骏马静静处理 他看着马车 与他凑身而过 车中人未挑开帘幕 也再无声音传出 云浅月松开马将 双腿一夹马腹 骏马向城内走去 走了两步 他忽然又乐住马将 回头对贤哥问道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回浅月小姐 世子奉皇上之命 去西山大营视察 贤哥文言 立即乐住马将 回头看了车厢一眼 见车内无声音传出 他向云浅月回话 云浅月醋眉 容景去西山大营视察 视察什么 赶车 容景声音依然淡淡 贤哥看着云浅月 刚说世子受伤很重 到如今一颗药丸也没吃 也没开方子入药 文言知道世子不想让他多话 他只能一回马鞭 马车出了城 云浅月看着马车出了城 向西山而去 步出片刻便转了道 看不见踪影了 他忽然调转马头 打马重新出了城门 身下的宝马步出片刻 便追上了马车 他调转马头 迎头拦住马车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贤哥似乎没有想到 云浅月会追来 他一正 瞬间乐住马江 马车停住 他惊喜地看着云浅月 他就知道 浅月小姐不是无情无义之人 不是对世子没有心 即便恢复记忆 他和世子之间发生过的事情 也是抹消不掉的 云浅月看了 贤哥惊喜的林一眼 目光略过 看向车厢 车厢连幕紧闭 云浅月看了片刻 车中无动静 也无声音传出 隐隐约约地可以感知到 里面那个人 往日清浅若无的呼吸 今日有些着重 云浅月唇半紧紧闭起 并未说话 青游小姐 世子他 贤哥 贤哥见云浅月 只看着车厢 半上不说话 终于忍不住开口 贤哥 贤哥刚一开口 容景出声打断了他的话 贤哥说了一半的话 只好给吞了回去 他哀怨地看了云浅月一眼 垂下头不再说话 云浅月只是盯着容景出声的方向 依然未开口 我当时谁这么大的架子 原来是景世子 风静闭着的眼睛忽然睁开 看着紧闭莲目的车厢 扫了一眼云浅月紧闭的唇半衣 趴在云浅月肩上 凉凉地等 我见你脸如今也不热呀 怎么才两个月而已 就上赶着贴人家冷屁股了 云浅月脸色微微一沉 看如今这等情形 瞎子都能看出来 人家不过是耍耍你而已 如今耍够了 自然不会理会你了 你过来拦住管什么 人家骄傲地对你不屑一顾 连一句话也不想对你说 连一面也不想见你 风静对云浅月懒洋洋地等 我看哪 你还是收回什么艺人之重 天下人之轻嘛 人家住的可是金玉满堂的黄金屋 吃的可是山珍海味的奇物 穿的可是天蚕锦衣 价值万金 怎么能是你这个 什么都不讲究 有一口吃和一件穿的 就饿不死的小废物 能呸得伤的呢 贤哥忽然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风静 云浅月恍若未闻 微唇着脸看着车厢 云端高扬 才华灌满 大名鼎鼎天下推崇 不过也就是一个病秧子而已 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风静话落 无视贤哥的怒意 忽然冷哼一声 哼 快点走 我饿着呢 最好饿死你 云浅月忽然收回视线 对风静瞪了一眼 他一转马将 骏马让开车道 接着他双腿一甲马腹 骏马四体扬起 返回向城内而去 贤哥见云浅月就这么走了 脸色发白 对车内极寒 世子 容金仿若未闻 并未出生 骏马与马车 错身而过 云浅月忽然无声地笑了一下 四朝四方 风静邪魅地扯着嘴角 看了一眼车厢 又收回视线 继续趴在云浅月身上 闭上眼睛 他眼睛刚闭上 只却身后 有一丝冰凉入骨的寒意袭来 他一惊 宝剑瞬间而至 已经直抵他的后心 风静邪魅地笑意收起 面色微变 知道躲闪不过 便不再躲闪 一动不动地趴在云浅月肩上 云浅月一惊 袖中的红颜锦 瞬间飞出 堪堪在距离风静 后心一寸之处 缠住了从背后袭来的剑 他调转码头回身 没看见人 只看到车帘紧闭 贤哥睁大眼睛地坐在车前 云浅月微微皱眉 看着被红颜锦缠住的宝剑 这柄宝剑极薄 仿佛像一片超薄的冰 剑身有点点寒光 像是坠了雪花 我以为恢复记忆之后 这天下间除了夜天青 亦无人能让你对我出手 原来我情错了 容颈忽然淡淡出声 连一只阿妈阿狗 都让你真知是知 对我出手了吗 风静闻言面色大怒 刚要开口 云浅月一百手 拦住了风静 风静虽然不甘 但并未言语 而是死死地 看着容颈的马车 红颜颈给你 可不是让你对我出手的 容颈花落 被红颜颈缠住的宝剑 被一股大力一袭 不禁有多大力道 却是让那把宝剑 挣脱了红颜颈 顷刻间飞回了车内 她又淡淡扬眉 漫不经心地道 风静 风革阁主 十大隐士世家 风家目前寻找的继承人 即便没有武功 我也能杀了你 容颈花音未落 风静宝剑瞬间出窍 住手 云浅月低吼 出手拦住风静 风静收回视线 恼怒地看着云浅月 别忘了我警告过你的话 云浅月板下脸 风静瞬间宝剑入窍 撇过头 不再看云浅月 亦不再看向容颈的马车 容颈 风静是我的家人 不同于云王府的家人 云浅月看着容颈的马车 轻声道 哦 她是你家的人 那叶天忆是你什么人 容颈似乎淡淡扬眉 提起叶天忆 云浅月鸣唇不语 叶天忆是他什么人 他说不出来 家人不是 朋友不是 挚友不是 爱人不是 伙伴也不是 那是一个界定在所有感情边缘 又脱离所有感情之内的人 但是风静是他家人 他很清楚 这一点从很早之前 他将风静从死人堆里扒了出来 那个比他长了几岁的男孩子 遍体鳞伤 经脉禁断 只剩下一口气之时 云浅月将他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从那一刻起 他就清楚 此生 风静是他的家人 他来照顾他 不知道吗 容颈挑眉 又问 那我是你什么人 你就是你 云浅月手中的红颜锦钻紧 好一个我就是我 也就是说 如今我就成了和你没关系的人了 是吗 容颈再次挑眉 语气微微嘲讽 云浅月 我就知道是如此 云浅月清澈的眸光忽然一紧 贤哥 赶车 容颈奋 师子 贤哥坐在车前不动 贤哥 你越来越不听话 你的位置是不是以后该让清泉代替了 容颈声音一沉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贤哥 贤哥面色一变 连忙挥起马鞭 停住的马车立即走了起来 他不明白 世子是怎么想的 拼尽功利 分开普善大师和老道 让浅月小姐恢复了记忆 如今人记忆恢复了 他却如此 浅月小姐能回来找世子 世子不及时抓住 如今又有墨红一栋风云阵的风格格主 从来不曾在世人面前露面 如今浅月小姐恢复记忆后 首先就是接触了她 看浅月小姐对她的维护 又不同于七皇子 若是真和浅月小姐就这么断了 那世子岂不是 容颈 你我十年 你非要将你变成不是你吗 或者将我变成不是我吗 云浅月看着马车 手中的红颜锦再次飞出 顷刻间缠住了前面拉车的马头 拉车的宝马瞬间止步 再不能前行 云浅月盯着紧闭的车厢 紧紧抿了抿唇角 声音极轻 车中容颈不达话 沉默 一人之重 全天下人之情 我说的不是我儿的 云浅月忽然一开视线 抬头看天 此时天色微亮 冲破了黑夜黎明 破出一丝曙光 可是云浅月心底 此时却不见黎明 是昏暗一片 可是你从来未曾相信过我 车中容颈的气息 似乎变了一遍 我失去记忆 这两个月重生 抛开记忆中的人和事 记不住所有人 叶天一回来 出现在我面前 也未曾让我 记起一丝半点 却独独你 让我开启了一个 记忆的片段 就因为那一个片段 我扔了叶天一的 杨叶传书 接受了你 那是心之本意 云浅月继续看着天空 黎明清冷的风 拂过她单薄的 零络沙衣 她的身体忽然比此时的风 还要凉几分 可是你呢 你用尽办法让我沉沦 可是自己却清醒地 看着我沉沦 不是吗 这段感情你用尽 绸缪和心机 可是你的心和感情 在绸缪和心机手段中 还剩下多少用来对我 车厢微微一颤 容景的气息又变了一份 让我沉沦在你的怀抱 你要证明什么 证明你比所有人 在我心目中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吗 还是证明你比所有人都厉害 短短时间就让我 对你生死相随 不离不弃 陪着你一起疯 或者还是想证明 我心中 其实一直都有你 不过从来不承认罢了 云浅月忽然冷笑一声 哼 容景 若是我说的这些都对 那么你成功了 车厢寂静 忽然没了声音 你拿自己的命和我开玩笑吗 你如今又不吃药 不理会伤口 是想我如何 你用受众伤 换我将失去的记忆找回来 我该感谢你吗 或者是该谢的 毕竟你做到了 叶天忆没有做到的 可是我为何要谢 云浅月从天空收回视线 看向马车 她目光清冷 一字一句地道 告诉你 我是因为你 才失去了记忆 容景忽然挑开车帘 看着云浅月 叶天忆要回来了 我为了给你我一个机会 云浅月看着容景 她如花的眉眼 今日较至以往 清秀白皙异常 云浅月看她突然露面 身色没有丝毫变化 我从出生那一刻起 就会记忆 如何不知道 娘亲离世前 给我下了凤凰节 如何不知道 我不能强行运功 冲破最后一重 凤凰真经的封锁 如何不知道 会失去记忆 我愿意用我所有 包括如今被我视为 家人的封锦 和所有人来 忘却前程往事 换一个重生 我做好了此生 不再记起的准备 容景凝视着云浅月 眸光忽然一动不动 可是你呢 你自始至终 只看到了我眼里 装的人太多 从来不肯相信 我能为你做到 何种地步 既然如此 你不是你 还能是谁 云浅月冷笑一声 忽然一松红颜紧 看着容景 冷漠且平静地等 哼 容景 我们完了 容景面色瞬间 清透如明镜 如玉的手紧扣车臂 指尖清白一片 红颜紧从云浅月手中飘出 轻飘飘地挂在了码头上 他不再看容景 一转马将 双腿一夹马腹 停住了的枣红马 四体扬起 向城门而去 再会回头 风景坐在云浅月身后 手里揪着他一缕发丝 忽然脱路 一起两人转眼间便进了城门 贤哥目立当地 看着云浅月离开 又看看挂在码头上的红颜紧 他的脸惨白一片 怎么也想不到 竟然是这个结果 浅月小姐 原来是为了世子才 贤哥白着脸看着容景 容景的眸光 似乎凝住了一般 看着城门移动不动 本来就没有几分血色的薄唇 此时已经全无血色 黎明清冷的风吹来 打到他露出的脸上和身上 就连他的发丝 似乎也凝定不动 贤哥想着 世子怕是未曾料到 浅月小姐是为了他 才冲破凤凰真经最后一重封锁 凤凰节而失去记忆的吧 谁能想到 这一刻他忽然觉得 世子痴心十年 这算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可是他看了一眼挂在码头的红颜紧 又觉得这种回报还不如没有 他看荣景扮上不动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似乎整个人都定住了一般 忍不住开口道 世子 我们回城吧 秦月小姐对您如此 怎么可能真和您断了 荣景恍若未闻 依然一动不动 世子 贤哥急了 跳下马车走过来 想摇醒荣景 贤哥还未碰到荣景的手 他忽然收回视线 看了贤哥一眼 落下了帘幕 嗓音极哑地吩咐道 去军机大营 世子 贤哥看着落下的帘幕 如今还去什么军机大营啊 我说去军机大营 荣景声音忽然一沉 贤哥身子一颤 本来要掀起帘幕的手锤下 他看了一眼城门 再无人进去 也无人出来 他转身走回了车前 看着码头上挂着的红颜景 低声询问 世子 这红颜景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拿起来 中景道 贤哥立即将缠绕在 码头上的红颜景取下 挑开车帘 递给荣景 荣景伸手接过 贤哥又看了一眼城门 暗暗叹息一声 坐回了车前 一挥马鞭 马车向军机大营而去 车中 荣景靠着车壁而坐 如玉的手轻轻地 俯着红颜景 车中 车中光线昏暗 对比之下 她的月牙白锦袍 白如出血 欲言清透白皙一场 刚刚对风景出手的宝剑 此时静静地躺在她的身侧 泛着点点冰光 她静静地看着红颜景 许久 低哑的声音轻弱无声 我怎知 话音未落 她闭上眼睛 车中恢复寂静 清晨的阳光出来 打在马车上 通体气横的马车 如蒙上一层暖暖的光色 可是似乎也照不化车中的凉意 以及闭着眼睛的那个人 马车一路畅通无阻 入了军机大营 云浅约纵马进城 奔了一段路 她忽然收住马匠 抿着唇 看着前面的长街 如今天还未亮 街道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只有巡逻的一脚队士兵走过 见到她 都慌乱地避开了路 原来这两个月 没有收到你任何消息 是因为你失忆了 封静此时已经不再趴在云浅约身上 目光随着云浅约看向长街尽头 云浅约沉默不语 居然是为了容景失忆 封静语气不似以往那般邪魅 听不出任何情绪 云浅约依然沉默 我竟不知道 这些年缘了在你心中 最重要的人是她 封静忽然冷哼一声 伸手一推云浅约 云浅约一个重心不稳 被她推下了马 封静看着她怒道 我们所有人都不及她 能让你说舍就舍了 既然如此 你恢复记忆做什么 云浅约双脚沾地 看着封静 封静一句话落不在看她 忽然双腿一夹马腹 骏马前蹄扬起 又踏地一声 驻地不迁 她照着马腹踹了一脚 骏马承受不住疼痛 撒开蹄子狂奔起来 直直通向长街尽头 云浅约看着封静 扔下她骑马离开 直到身影消失 都没回头看她一眼 云浅约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许久 她收回视线 忽然苦笑了一下 什么叫做得不偿失 大概就是如此 从来到这个世界 睁开眼睛那一刻 看到自己变成了 小小的婴儿 看到抱着她的 古装绝色女子 看到坐在屋中的 俊美 却危险病态的男子 与一个俊秀模样的 小男孩 睁大眼睛地 好奇地看着她 看到一屋子 穿着古装的丫鬟 仆人 说着王爷 王妃 世子之类的话 她就清楚地知道 她的灵魂 轮回重生了 而且来到了一个 未知的古代 并且带了前世的记忆 她不再是李云 她是云浅月 云王府嫡女 那个俊美 却危险病态的男子 是她的父王 而女子是她的母妃 那个小男孩 是她的哥哥 云王府的世子 那日她来不及经意 以及表露各种情绪 就耐不住婴儿身体 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刺激 睡了过去 醒来后 只看到是她娘亲的女子 躺在她的身边 屋中并没有那个 被她称之为父王的男子 和那个小男孩 她静静地看着这个女人 嘴角不由地露出笑意 女子似乎也感觉到了 她对她的笑 也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 对她抱一微笑 她想着 老天是想还她一个家和亲情吗 上一世没有家和心情 这一世让她重生了 可是从那日起 一直半年 她再未见到过 是她父王的男子 那个小男孩 时常拿着小鸟 小虫子 还有小蛆蛆过来逗她 女子脸上 时常露出伤色 她想着 大约王爷和王妃感情不好吧 古代寻常富贵男子 都三七四七 更何况是王爷呢 哪个女子 不想自己是唯一呢 小男孩不来的时候 女子喜欢将她抱在怀里 静静地看书 她便也陪着她安静地看书 她已经很小心翼翼 但那个女人很聪明 还是很快地就发现了 她居然会看书 那个女人惊异了片刻 便对她柔声地笑道 我的月儿真聪明 她想着不是她聪明 而是她有前世的记忆 但那时她还不会说话 即便会说话 想必也不会说 只能让女子以为是天赋一柄了 后来女子找了各种书 翻给她看 遇到她露出疑惑不解的神色 还会耐心地讲解给她听 小男孩极度地看着 她就对她得意地笑 半年后 她会试探地发出娘的音 女子抱着她欣喜不已 她也很欢喜 小男孩想让她喊哥哥 她偏偏不喊 小男孩便用各种糖果诱惑她 她撇都不撇那些糖果一眼 小男孩急了 拿起一颗糖果 就塞进了她的嘴里 气嘟嘟地跑了 可她却吐不出糖果 憋得满脸通红 女子吓坏了 将糖果费力地从她嘴里掏出 责令小男孩半年内 不准再来潜月阁 女子演出必行 从第二日开始 小男孩只能眼巴巴地 趴在潜月阁门外 潜月阁各处都有人把守 果然半年来没让她进来一步 半年后的没几日 她的父王终于来到了潜月阁 这一次 再不是她半年前 见到的那副病态 而是风度翩翩 温柔地对她娘问到 是否可好 将小小的她给抱了起来 可是她却感觉不到 半死亲情了 她想着 大约是这半年时间 将第一眼所见的亲情 给磨没了吧 女子温柔含笑 不见半思 半年被冷落得不快 如夜 王爷并未留宿 离开了潜月阁 后来王爷时常会来 却依然从未留宿 半年后 她一岁了 小男孩挤了劲跑了过来 对女子保证 再也不给妹妹吃糖果了 不喊哥哥也没关系 只要让娘亲 别禁闭她了 女子笑着点头 说道 你长记性就好 妹妹是用来爱护的 小男孩很郑重地点点头 而她却清清楚楚地喊了一声 哥哥 小男孩高兴地抱起 她转了好几个圈 笑声连整个潜月阁的花草 都给惊动了 一年半后 她会剥葡萄给女子吃 女子看着她笑得慈爱 往往这个时候 小男孩也会张大嘴 她就也给她剥一颗 小男孩吃着葡萄的时候 鼻子眼睛里都是笑意 她想着 有娘亲还有哥哥 是真好 父亲要不要也没关系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可惜好景不长 快乐的日子没持续多久 在她两岁的时候 女子突然对她说 要去北江 很快就会回来 让她乖乖听哥哥的话 她虽然疑惑 但还是什么也没问 点了点头 女子去了北江 女子走后 小男孩住进了潜月阁 当真有个当哥哥的样子 每日学着女子的样子 将她抱在怀里 给她念书听 那个时候 小男孩也不过才五岁多而已 识的字还没有她多 往往她一叶字 磕磕绊绊地念完了 小女孩已经睡着了 女子并没有如她说的一般 很快就回来 再回来 已经是半年后 同时还种了一种 无解之毒 名曰紫草 她看着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的女子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女子并没有疼痛之色 只是不舍地对她说 娘亲本来想多陪你几年 如今确实不行了 不过没关系 你还有哥哥 她很想问 哥哥能代替娘亲吗 可是终究没问 她没有能力挽救她的性命 女子撑着一口气 给她下了凤凰节 对她说 月儿 若是遇到了什么解不开的大难题 或者 你将来不知道该怎么走路 或者往哪里走路的时候 就催动功力 启动凤凰节吧 她 能帮助你 女子给她下了凤凰节后 就闭上了双眼 再没睁开 后来云王府搭设灵堂 她的父王似乎流下了眼泪 那泪 她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泪 她那时候不知道凤凰节是做什么用的 直到三岁生日时 爷爷将娘亲留给她的凤凰真经给她 她翻到最后一页时才明白 原来凤凰节可以封锁住她的记忆 那个时候她就想 她管不住别人 但会管住自己 让自己永远地保持住清醒和理智 就如对待小七一般 清醒地将她派出去执行任务 清醒地看着那架飞机 在维也纳上空爆炸 凤凤凰节她永远用不到 是娘亲多次一举了 她会有什么解不开的难题呢 世间万路 但她很清楚自己会走哪一条路 可是她错了 以前皇后姑姑说了几次要她进宫 娘亲都没吐口 只有哥哥时常会进宫 娘亲过世后 在她三岁生日以后 姑姑将她接进了宫 她看到了酷似小七的叶天忆 后来得知 她不是小七转世 虽然失望 但觉得有这样一个像小七的人 如今能够看得见 也算是她的一番幸运 毕竟小七已经灰飞烟灭 连一顶点的海骨都没留下 她的失望变成释然 从此以后 将对小七的一半感情 投射到了叶天忆身上 叶天忆很讨喜 事事都依着她 所有皇子中她看了个遍 还是觉得叶天忆最顺眼 就这样一晃 五岁到了 老皇帝四十五大寿那日 荣景进了宫 那时候她只觉得 这荣王府的小世子 长得真好 便一直盯着她看 那个人连一眼都没撇她 正正经经 规规矩矩的 颇有少年老成的派头 坐在荣王爷和荣王妃身边 她看了半晌 觉得这个人真是无趣 便不再看她 无聊地把玩起自己的手指来 老皇帝将她和秦玉宁的座位 安排在一起 还笑颜 这两个小丫头 文文讲经 都有皇后的风分 若是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两个 都是她侄女呢 她心里咯噔一声 那时候才想起来 她是背负着祖训 要入宫的 她看向姑姑 只见姑姑的脸色僵了僵 笑道 皇婶玩笑了 月儿顽皮 不及秦小姐规矩的 老皇帝大笑 她看着老皇帝的笑 忽然感觉心底寒了寒 嫁入皇家 她可不是她的姑姑和太姑姑们 不由露出了一丝讽意 但很快便发觉 这样的表情不适合一个五岁的孩子 她立即收敛了表情收回视线 却不想 刚收回视线低下头 便感觉一道目光落在自己头上 她立即抬头 只见荣景正用那种嘲讽的目光看着她 当发现她眯着眼睛看去 荣景似乎也愣了一下 收回视线 不再看她 她想起 娘亲在她一岁半时 给她读天圣史智时 告诉了她一个秘心 那是关于荣王和真静皇后的 后来历代云王府女子 都会爱上荣王府世子 当时娘亲还摸着她的头道 我的月儿 是值得世间最好的男子 荣王府小世子 其实不错 她当时虽然听了 但过耳没过心 如今却突然就想了起来 她想着 若是命运在她身上应言 那么她会爱上对面 那个装模作样的小男孩吗 但是 这可能吗 她笑了笑 便不再理会于她 宴席进行了一半之时 老皇帝突然宣布 借此机会 给太子四皇子七皇子吩咐 一在云王府旁 一在丞相府旁 一在德卿王府旁 她忽然就察觉到了 阴谋的味道 果然 她清楚地看到 老皇帝身边的大总管 陆公公 在给三人抓揪时 做了手脚 叶天青的府邸 在云王府旁 叶天玉的府邸 在德卿王府旁 而叶天义的府邸 在丞相府旁 那一刻 她忽然看到了 天圣江山的下一代继承人 和下一代皇后 叶天青和她 是老皇帝的气子 叶天义与秦玉宁 是老皇帝选定的 虽然老皇帝 半死也没表现出来 可她就有这种感觉 为了试验这种感觉 她暗中趁老皇帝 和陆公公不备 用凤凰真经上的 乾坤斗转 头梁换住了 叶天青和叶天义的旧 叶天青的府邸 换到了丞相府 将叶天义的府邸 换到了云王府旁边 果然 当三人将抓的纠摊开时 老皇帝的脸变了变 她果然猜对了 当时她距离 抓纠的地方最近 她怕老皇帝起疑 所以跳下椅子 抓住叶天青 要她和叶天义交换 叶天义似乎懵了 她便开始大哭大闹 终于惹了叶天青反感 老皇帝大约是以为 陆公公弄错了 便打消了疑虑 她对叶天青笑道 既然如此 你就和天义换了吧 叶天青却第一次 违抗了老皇帝的命令 坚决不换 且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抓纠也有规矩 否则以一人的意愿 打破的话 如何还有规矩啊 她清楚地看到 老皇帝的脸 当时就清了 虽然大哭大闹着 心里却是笑开了花 不想这时候 她又看到了容景 用那种嘲讽的眼光 看着她 后来 老皇帝只能照她 偷梁换柱后的结果 分派了府邸 叶天青分到了云王府旁 宴席未散 她见容景离席出了店 她便也找了个接口 追了出去 一路跟她 跟到了鸳鸯池 容景回头对她嘲讽的道 不想嫁给叶天青 原来你想嫁给叶天翼 她忽然大怒 觉得这个孩子 真是令人讨厌 一把将她 推下了鸳鸯池 容景大概没想到 她会推自己下去 因此云浅月 推她的时候 她并没有做任何防备 云浅月听到 那一声扑通的落水声 只觉得心里痛快 坐在池边 等着看她像落汤鸡一般地爬上来 不想 这一幕被随后跟着他们出来的 叶清然看到了 叶清然跑到她身边 看着鸳鸯池 告诉她道 这个若美人不会水 你知道吗 叶清然话音未落 她便跳进了水里 果然那人已经沉了底 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她拖上了池边 但此时 容景已经没了呼吸 云浅月摇摇牙 便给她做了人工呼吸 也许从那一刻开始 就注定了 她将来有朝一日 会启动凤凰节 云浅月止住回忆 忽然笑了笑 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那么久远的记忆 如今却是记得清清楚楚 甚至连容景当时 那四朝四讽的表情 她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你在笑什么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她身后响起 温润低浅 云浅月一惊 猛地回头 只见容景不知何时 站在了她的身后 一 此时太阳已经出来 沉起金色的阳光 打在她如是丝花的语言上 她容颜清透 月牙白的锦袍 似乎冰了一层霜雪 可是她整个人 却是说不出的温暖和温润 云浅月看着容景 眼眶忽然瞬间湿润 似乎几时轮回 木然回首 那人就在她身后 太阳升起的地方 驻足等待着 从未离去 她咬着唇绊看着她 视线忽然朦胧不清 火烧望春楼之后 她在云王府的墙头上 躺了整整一夜 她记得那一日是阴天 天空连一丝星光都没有 她对着黑漆漆的天幕 一直看着 在第二日 天刚破晓时 做出了决定 她启动了疯狂解 那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似乎在想 若是上天怜悯 让容景大病痊愈 她愿意清净十五年记忆 换一个重生 让紫竹林 住进自己的心里 让云浅月 住进容王府 有时候她觉得 一个人清醒了 时间太长 总得疯狂那么一回 她娘亲给她下了 一道凤凰节 是不是早就料到 有朝一日 她会躲不开这个节 容景便是她的结束 云浅月拳了拳手心 眼角一滴青泪 无声落下 容景忽然伸手 那一滴青泪 落在了她的手心 阳光照在她手心上 那滴泪 晶莹剔透 容景静静地看着那滴泪 如玉的手微微轻颤 似乎接不住 这滴泪的分量 她如玉的手白皙清透 那一滴泪 更透 云浅月忽然闭了闭眼 再睁开 不看容景 转身便走 她还没挪动脚步 手臂便被容景紧紧地攥住 她想要催动内力去甩 只听容景声音暗压的道 我如今折损了一半功力 是抓不住你了 可是你确定 你要甩开我吗 云浅月顿时住了手 以前一直想着 有一天你会为我流泪 可是当看到你为我流泪 我的心却如此直通 恨不得将这一滴泪 从来没流出来过 容景摊开的手心 忽然用力攥了攥 似乎这样 便能将那一滴泪 顺着手心 钻进她的心里 她的目光一直盯着云浅月的脸 静静凝视着 云浅月唇半紧紧鸣起 偏过头不看容景 轻一世之功 换一世之情 可我想亲尽生命 换生生是事情 容景如玉的手松开 却轻抚云浅月的眉眼 低声暗哑地道 云浅月 你到底对我下了什么魔咒 云浅月文言 啪地拍掉容景的手 转过头看着她怒道 这话应该我问你 你对我到底下了什么魔咒 容景的手被打掉 白玉的手被刹是间一片红 她仿若未见 眸光凝定地 看着云浅月恼怒的小脸 须鱼 她垂下头 忽然滴滴笑了起来 云浅月看着 容景被打红的手背 心微微一疼 爱一个人 是不是就舍不得 她受半点的疼痛 否则当时她强行运功 分开普山大师和老道之时 为何她的心会疼到麻木 相较之下 解除凤凰节之时 却是半死疼痛也没察觉到 她看着容景滴滴而笑 嗓音暗哑却愉悦 她忽然忍不住 用力去垂向她的胸口 可是手到她胸口一寸之处 又猛地顿住 恼怒道 你笑什么 我在笑 我竟然不知你心里 一直有我 容景抬起头 看着停在她胸前的手 伸手将她的手紧紧握住 忽然一叹 我知天下事 却独独不知道你的心 云浅月冷哼一声 抬头看天 她的心 曾经连自己都看不明白 否则何必启动疯狂节呢 容景忽然松开手 将云浅月紧紧抱入怀中 她纤细的身子 在她的怀里柔弱无骨 即便照了这么久的阳光 却还是泛着丝丝凉意 容景手臂收紧 一寸一寸 声音压低 一声一声地轻唤道 云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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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浅月心中的昏暗 忽然如潮水般的泄去 这一刻 她终于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 以及面前抱住她的这个人身体的温暖 她低哑的嗓音 仿佛轻柔的风 在她耳边吹拂 一直吹进她的心里 她所有的委屈 气饮 不理解 冷情 背负 压力 全部在这一声声低唤里 消失无形 多少人喊她小姐 云姑娘 云姐姐 月姐姐 月妹 月儿 可是有谁知道 她最喜欢的就是容景 怜名待姓地喊她 云浅月 她口中吐出她的名字 让她从心里会触动到那一根 名叫秦王的心弦 将她牢牢地锁住 叶天忆给了她五年时间 可是 叶天忆怎么会知道 自己给了容景十年 你那些话说得不全对 我是拉着你沉沦 但不是你自己 而是和我一起 我是用尽心机计谋 手段谋略 让你陷入我的怀里 但不是你自己陷入 是我陪着你一起陷入 你的重生 可是对我来说 就是一场随时会醒的大梦 可是我想要那场大梦 永远不醒 你一旦醒来 便不是我一个人的 云浅月 你可知我多么不愿意 那场大梦醒来 但迫不得已 还必须要她醒来 容景停住清幻 低声道 我怕醒来 你便不再是心里眼里 只有我一个人的云浅月了 你眼中心中装的人 何其之多 我能排到第七 云浅月身子忽然软了 任容景抱在怀里 她将自己身体全部的重量 都托付给容景 你可知我每日看着你 对我恼 对我怒 对我笑 是何种心情 那种一梦十年 魂牵梦绕 终于来到我的怀里 更何况我解了寒毒 除去了旧疾 不再会有一日心脉枯竭死去 我可以占有你 将你变成我一个人的 我可以亲你 吻你 勇你 抱你 或者更进一步 将你娶进容王府 成为紫竹院的女主人 如此这些 心一旦沉默 再进化不去 我怎么可能会放手 容景的手 轻浮云浅月的秀发 手指将她的发簪挑开 让五指 在她三千青丝里 丝丝缠绕 似乎三千青丝 网住了她的心 云浅月静静听着 不知一词 师父和普辞大师 比拼内力 我承认 我想让你即便恢复记忆 也永远记住那一刻 即便恢复记忆后 你会当成这两个月 是一场笑话 会跟着叶天翼走 会投入叶天翼的怀里 你也会记住 容景声音忽然 急低急哑 我就想你永远记住 就想要你心疼 要你想起那一刻 却疼得不能呼吸 我是想要证明 你心中有我 我就站在你身后 即便你恢复记忆醒来 第一个看见的是叶天翼 你也会想起身后的我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二 云浅月纯伴再次紧密 可是你一眼没曾看我 我就想着 有一场大梦也算够了 这副身子的伤不治也罢 你若不管我的死活 我还活着何意 有一副好好的身子 你不在身边 我岂不是一样惨败不甘 容景指尖细细地 缠绕起云浅月的一缕青丝 又与自己垂在额前的 一缕青丝缠绕在一起 继续的 可是我心底 竟然留了一丝希望 我想着即便是梦 但这两个月 你是真的人 真的心 如何醒了 就能将这一切抹杀了 我抹杀不了 叶田义和你 视为重要的那些亲人 你又如何抹杀掉了我 云浅月继续沉默 可是再次见到你 你身后坐着封禁 我不是错了 而是怕了 容景声音极低 似乎压抑着的无数情绪 从胸腹堆积许久 才生生地破喉而出 我不敢见你 怕你对我说 容景 我们就当做了一场大梦吧 如今醒了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那样的 你叫我情何以干 不是我送你一把宝剑 你叫我杀了也罢 云浅月明了明春 眼眶再次诗人 我们不是晚了 对不对 你当时是气了 对不对 气我不智商 气我不见你 气我不理你 是不是 容景忽然放开云浅月 目光凝视着她的目光 看着她微微湿润的眼眶 见她不语 容景声音忽然急哑 却急中地疼 云浅月 你若敢说不对 敢说不对我就 你就如何 云浅月忽然开口 声音也是微哑 容景忽然背转过身去 不看云浅月 低声道 我能如何呢 我不会去死 不会去自杀 死的话 岂不是更便宜了别人 可我也不能看着 你和我形同陌路 那怎么办 云浅月嘴角 忽然勾起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不能对我说不 容景背着身子等 云浅月翻了个白眼 忽然转身便走 容景面色一变 瞬间就转过头 抓住她的手臂 目光紧紧地看着她 难道你真的要 我不准许 听到没 云浅月 我不准许 云浅月任她 拽住手臂 又好气又好笑地 看着她紧张 慌乱无措的脸 这番表情 竟然会出现在 容景脸上 如何了断 如何再说完了 云浅月瞪了她一眼 扬长音道 听到了 容公子 你的声音很大 将我耳朵都震聋了 原身奈何 情身奈何 就这样吧 容景一愣 走吧 我饿着呢 云浅月反拉上 容景的手 拽着她举步便走 在这里耽搁这么许久 太阳都升起来了 北城门两旁 汇聚了不少百姓 都睁大眼睛 大眼瞪小眼地 看着他们 再不走的话 他们免费在这里演戏 该被这些目光给烤销了 容景愣愣地 跟着云浅月走了两步 才试探地轻声问道 你说饿了 嗯 云浅月点头 想着知道多久没吃东西了 可不是饿了吗 我们去哪里 容景又问 最香楼吧 云浅月看了一眼眼前的长街 最香楼近些 突然又想起那日 容景带着她去最香楼 她居然以为 最香楼背后的人是容景 殊不知 最香楼背后的老板 是她自己 那是那一年 她发现容景有一家酒楼 而且很有钱 她气不过 一时冲动之下 就开了最香楼 并且交代过 容景和狗 来最香楼以后 都要打出去 恕不招待 可是她偏偏和容景 在那一日一起去了 怪不得 掌柜和伙计 看见她和容景一起出现 都一副吓坏了的模样 她那一句话 一直奉为 最香楼的宗旨 任何人只要 进了最香楼 就不敢捣乱 如今想想 并觉得好笑 嗯 我也忘了 容景垂下头 云浅月瞥了她一眼 只看到她垂着头 静静地 默默地跟着她 她收回视线 眸光染上一抹笑意 身边的男子 与记忆中那个喜欢 对她冷嘲热讽的 小男孩的身影 渐渐重叠在一起 那一年 她大怒之下 将她推下水 后来叶青染一句话 又将她救上来 给她做了人工呼吸 可是哪里知道 她还没碰到她的唇 她便睁开眼睛 一脚就像叶青染 踹进了云阳池 在她正愣的空档 容景忽然翻身 将她压在身下 吻了她 那时候 容景七岁 她五岁 两个孩子而已 当时云浅约大怒 对容景拳打脚踢 两人躺在地上 就过几招来 可是容景七高一筹 每每都压制住她 直到叶青染 从水里自己爬上来 浑身湿淋淋的 对她质问道 小丫头 我好心告诉你 你将我串下去做什么 她闻言 大怒地住了手 一肚子怒气无法发泄 看着叶青染 对她布满的皱眉 她推开容景 伸脚将叶青染 又踹了下去 冤枉人也没这样的 既然她不问青红皂白 就冤枉她 她不如坐实了 踹人的举动 她就踹了 又怎么了 不料 容景摸摸嘴 忽然对她嘲讽一笑 原来叶家的男人 你一个也不喜欢 只喜欢我 云浅月怒瞪着她 谁说我喜欢你 那为何你刚刚想要亲我 容景挑眉 看着她 云浅月下水救她后 身上的衣服 湿漉漉地包裹在身上 容景那一双漂亮的眼睛 漫不经心地 将她的曲线巡视一圈后 讽刺她道 没想到小小年纪 就如此放逃 你这样的女人 还想将来做皇后 可别一笑大方了 云浅月勃然大怒 对她批出一张 我那是为了救你 混蛋 是 你是看上我了 也喜欢上我了 否则为何我刚一进宫 你就一直盯着我看 如今怕我掉水淹死了 又费尽救上我 救上我之后 趁我昏迷就要亲我 容景擒住她的手 看着她气得通红的小脸的 味道不错 像是昨日母妃给我剥的葡萄 甜甜的 哼 感谢收听到这里 十分期待 在下一集与你相见 人生情深 三 云浅月显些背过气去 那是她的初吻 初吻能用葡萄来形容吗 而且她那时才五岁 容景才七岁 两个小屁孩会亲吻吗 那一刻云浅月死的心都有了 她死死地瞪着容景 骂道 你们家葡萄这样 不是这样是哪样啊 容景扬起眉 一双漂亮的眼睛 看着她的嘴 虚语 她忽然慢悠悠地道 我知道了 我竟然错了 怎么可能是葡萄 这可是凤凰的嘴 是要飞上枝头 变成皇后的 云浅月闻言 险些吐血 只听容景 又看着她的嘴道 可是怎么办呢 被我给亲了 我以为你喜欢我 对我不由自主 我也就不由自主了 要不 我娶了你 你如今被我侮辱了清白 这飞上枝头怕是不能了 不如就进我荣王府 当紫竹林的一只鸟吧 娶你个大头鬼 我就当时被狗砍了 谁乐意尽你紫竹 云浅月用力摸摸嘴 狠狠地看着容景 一句话没说完 只见她那一双漂亮的毛子 骤然一黑 如乌云吞并了日月 顷刻间 就将她钳制在了身下 云浅月大怒 刚要出掌 她身子忽然被她一个用力 搬到了上方 容景 躺在了她身下 云浅月一愣 只听容景虚弱地疼 浅月 浅月小姐 你对我非礼 话音未落 容景按着她的头向下一拉 她的头垂下 正稳住了她的唇 云浅月脸上还没露出情绪 只听叶轻染破水而出 爬上鸳鸯池 站在他们身边 睁大眼睛地看着她 一副惊恐的模样 她颤抖着她 云 云浅月 你 你竟然 轻弱美人 云浅月那一刻想死的心都有 你 你好不知羞 你 你竟然 你知不知道 你将来 要 要加入皇家的 叶轻染一句话说得磕磕巴巴 浑身湿淋淋的 她指着云浅月的手 还在滴着水 水打在鸳鸯池的直面上 可以听到噼里啪啦的响声 人 人 小王爷 就 就 容景忽然一松手 头一歪 昏死了过去 云浅月禁锢的身子被解放 她看着容景 洋装昏死过去 恨得牙根痒痒 忽然 劈手照着她的脸就打下 人家都说打人不打脸 可是遇到该打之人 再不打 也就太窝囊了 她如今只想打废了容景这张脸 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恶的人 所以她下手毫不犹豫 可是她的手还没落下 叶轻染忽然上前 一把拽住了她的手 对她怒道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讲理 不是提人下水 就是对人非礼 居然 还动手打人 真是嚣张纹裤 欠调教 我就是嚣张纹裤 我就是欠调教 怎么了 有本事你来调教调教我 云浅月怒急 这什么事啊这是 她一个大人的灵魂 居然被一个小孩子给耍了一番 真是阴沟里翻船 流年不利 而且 这另外一个 还是个看不清形势的主 看不出这是装死 她对叶轻染不客气的道 你长着眼睛是用来出气使的吗 本小王长着眼睛 看得清楚明白 我今日就教训教训 你这个没有教养礼书的魂丫头 让你改一改 一堆含着金汤石出声 以为自己将来就要做皇后 就了不起的坏毛病 叶轻染被激起怒火 对云浅月批出一场 本来 这戎警对云浅月 说了一通皇后什么的 她就一肚子气了 如今再听 叶轻染如此说 更是怒意汹涌 云浅月冷哼一声 懒得再说话 迎上叶轻染的掌风 二人倾刻见便打了起来 虽然小小年纪 但都练过弓 掌风呼啸 拳头砸得是邦邦响 一时间打得不可开交 他们闹得动静太大 不多时便招来了 侍卫和宫女太监 一大群人 更有人去大殿 禀告给了老皇帝 老皇帝带着人匆匆而来 他和叶轻染 这才被分开 分开后 他怒不可止 叶轻染亦是脸色铁青 老皇帝问来由 他和叶轻染都不说话 刚刚昏死过去的容景 这是慢悠悠地开口的 我在大殿待得胸口有些闷 便出来透透气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里 不小心踩空了石子掉了下去 是浅月小姐救上了我 然小王爷 以为是浅月小姐推我下的水 所以他们就搭起来了 云浅月和叶轻染 齐齐转头 这才发现 容景不知何事 已经做了起来 看那姿势 像是已经欣赏了 半天的好戏 云浅月瞪了他一眼 叶轻染 伸手指着他 他看了叶轻染一眼 慢悠悠地站起身 对他和容景 一起拘了一股 多谢浅月小姐 多谢燃小王爷 叶轻染想要说的话 瞬间憋了回去 活该 云浅月对叶轻染 骂了一句 转身就走 容景这个黑心的 他记住了 我果然活该 走了几步 只听叶轻染也忽然 突出一句话 跟着他转身就走 老皇帝和一众人 被扔在原地 不解地看着二人 从那以后 他 叶轻染 容景 三人对那件事 是三奸其口 谁也不说一个字 云浅月想起那件事情 如今还想摸牙 那日叶轻染 去找他 习巧结赛吧 那时候和他提起那件事 是半个字也没说 自己被他揣下身 他想想又觉得好笑 当时他还为容景 打抱不平 后来估计毁的肠子都清了 你又笑什么 容景抬头 看着云浅月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面色野寒笑意 我笑怎么不掉水里 淹死你 云浅月瞪了容景一眼 原来这人生下来 就是黑心黑肺 那时候 他才是个七岁的孩子 哪里来得那么黑的心呢 你怎么会让我淹死呢 你那个时候就喜欢我 容景笑着他 喜欢你个大头鬼 我那时候就想着 若是叫你淹死了 我不是得偿命 所以才打算救你的 袁浅月觉得往事不堪回首 回首满地心伤 说的就是他 五岁就丢了初吻 没见过这样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原生情深 四 你那是舅 舅怎么不找太医 你亲我做什么 容景扬眉 云浅月一时无语 挺住脚步 他觉得有必要澄清这件事 郑重的道 那叫做人工呼吸 懂不懂 不懂别胡说 容景摇摇头 不懂 不懂 只知道你喜欢我 那个时候从我进宫 你眼睛就不离我身上 一直看着我 后来见我昏迷 就趁机亲了我 对我非离 云浅月听不下去了 伸手捂住他的嘴 低声警告道 这里是大街上 龙景眨眨眼睛 那一双眸子笑意深深 轻轻拿开云浅月的手 对他低声道 我想吻你了 怎么办 云浅月脸一红 转头就走 他刚走两步 只听容景 嘀嘀笑了起来 他忽然回头 一把拽住他的手 足间轻点 两人的身子 瞬间飞升而起 转眼间消失在了大街上 北城门附近聚集的人 看着二人凭空消失 人人都一副 蒙蒙不懂的深色 不明白 这大清早的 景世子和浅月小姐 怎么会出现在这大街上 但他们明白一点 就是景世子和浅月小姐 感情是真的好 这两人抱在一起 是他们见过最美的一幅风景 百姓们聚在一起 是一传十十传百 这件事情 很快就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叶天一站在背街一角 看着荣景和云浅月身影消失 凤眸漆黑一片 他双手两侧 有滴滴答答的血迹滴出 将他血清色的衣袖染红 血滴在地面上 旧的血干枯 新的血又落下 将这一处地面染红 如两朵红色的曼陀罗 在他两侧展开 他身子一动不动 仿若微觉 师兄 荣风忽然出现在 叶天一面前 看着他的 身前光影一暗 叶天一收回视线 看向荣风 他喜欢的人 一直是景世子 如今恢复记忆 也是如此 师兄也明白了 放手吧 荣风看了一眼 地上的血迹 看向叶天一的眼神 眸光有些沉痛 有些不忍 放手 叶天一忽然一笑 面色苍白 眸光冷沉 如何放 荣风低声道 师兄将心放开 便是放手 将心放开 可能 可能吗 叶天一看着荣风 冷笑一声 你不是也一直喜欢他吗 你喜欢了他几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能做到放手吗 能 荣风 那是你 我不能 叶天一唇半 抿出鲜红的血印 他不看荣风 看向云浅月 和荣景离开的方向 你可是当年我在暗牙 听见了父皇和母妃的约定时 第一时间想的是什么 不是母妃用他和兰氏族人 所有人的命 答应父皇的条件 而是那一刻 我竟然才想 若我为弟 他不会是太子皇兄的皇后 而是我的皇后 荣风看着叶天一 背着光的容颜 有些苍白 所以 我当时没冲出去 陪母妃一起死 就已经选择了他 你叫我如何放手 叶天一条眉 眉眼暗沉 荣景足我回京 用尽手段 否则月儿如何会不等我回京 如今荣景得了月儿的心 想要娶她 嫁入荣王府 琢磨 月儿心之所依而已 否则景世子再手段用尽 也不可能让她 荣风眉头宁静 他心之所依 叶天一目光绕过荣风 看向东方天空 日头升起 阳光正散发出热烈 但也驱散不了 叶天一身上的寒气 他冷声道 可是他为何要来招惹我 为何要答应喜欢我 说尽他心有所欲 我的感情谁来赔付 难道让我这一生 都看着他嫁入荣王府 在我眼皮子底下和荣景恩恩爱爱 为荣景铺窗蝶背 生儿育女 洗手做羹汤吗 不可能 荣风忽然住了口 你若不帮我便拔 是要阻止我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叶天一绕过荣风 他也不离开 师兄 他是月儿 荣风看着叶天一的背影提醒 就因为他是月儿 所以他只能是我的 这一生 即便不嫁我 也不能嫁给别人 叶天一脚步一顿 扔下一句话 再不多言 足间清点 向醉香楼而去 荣风脸色发白地 看着叶天一身影消失 半赏收回视线 看着地上的两片血迹 久久地站在原地不动 他从来没期望过 自己能得云浅月喜欢 能在云浅月心里 有一丝温暖就够了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云浅月的心 早就给了一个人 虽然他不知道 那个人是谁 但是他能够察觉得到 没有太多期望 如今得知那个人 竟是警世子 便也没有太多的难受 他明白 云浅月一个人的心 就那么大 已经被人占了位置 如何能再疼得出 别的地方呢 即便疼得出来 那么该是怎样的疼呢 他不舍得云浅月疼 所以不会去争 只要他好 荣丰便会满足 荣丰忽然笑了笑 用脚轻轻踩了踩地面上的土 将那两片血迹 用土盖住 他足见清点 向荣王府飞升而去 二人一前一后离开 没发现在他们身后 北街一角的一座宅院房 房檐处引着两个人 这两人正是荣景和云浅月 云浅月拉着荣景 本来向浅月阁飞去 却在转过了一条街道后 忽然转了个圈 悄无声息地又转了回来 他们绕到了 背街一角的房檐暗处 引了身形 看着站在原地的叶天一 并且将荣丰和他的一段话 是听了个清清楚楚 云浅月心中说不出 是什么字法 若他不是和小七长得很像 他断然和他没有交集 可是 谁叫他偏偏像小七来着呢 偏偏老皇帝又选中了他 他孤身一人去北江 就算不看在与小七 几分相像的份上 看在他们二人那五年 躺在墙头上看星星讲故事的交情 他又如何会置他于不顾呢 只是他未曾想到 这却造成了叶天一 对他如此执着的后果 这种执着 对他来说不是好事 一大笔风流债 看你如何还 荣景忽然哼了一声 语气有些郁郁 云浅月皱眉 转头看向荣景 见他早先清透白皙的容颜 此时有了几分颜色 一双青拳般的眸子 正郁郁地看着自己 云浅月瞪了他一眼 我最大的风流债就是你 你说如何还 荣景忽然笑了 手腕微微一用力 带着云浅月 飞身下了房颜 不等云浅月看清院中的情形 荣景已经带他进了房间 一阵天旋地转 他已经被荣景压在了房内的大床上 云浅月一阵头晕 脑道 你做什么 这是人家的院子 放心 这不是人家的院子 这是我的院子 荣景拂开云浅月小脸上的青丝 卢浅月的手指轻轻勾起 将他腰间的丝带瞬间扯落 露出了云浅月一大片凝脂般的肌肤 荣景低头 喊住云浅月的唇绊 难难地倒 你欠我的风流债就如此还吧 至于你欠别人的 我来还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温柔缠绵 一 云浅月还要再说话 荣景的唇已经落了下来 将他要出口的话给堵了回去 云浅月瞪着荣景无语 他再怎么也想不到 碰巧落着的房檐 正是荣景的院子 都说狡兔三哭 这荣景都不知道有几哭了 乖 闭上眼睛 荣景看着云浅月 柔声又红 我饿着呢 云浅月睁大眼睛 因为离得极近 可以清晰地看到 荣景清透白皙的面色 和眼里细味的血丝 昨日一夜 他到底怎么折腾自己了 我也饿着呢 我先吃 荣景低头含住他的唇瓣 他的唇瓣温热 云浅月的唇瓣清凉 一热一凉相碰 两人的身子齐齐一颤 云浅月伸手推开荣景 红着脸愤愤地倒 怎么不让我先吃 那我们一起吃 荣景握住他的手 将他唇瓣重重稳住 不留一丝缝隙 云浅月再不能开口 他清凉的唇瓣 顷刻间便被荣景的温热覆盖 只能闭上了眼睛 他眼睛刚一闭上 所有感官便空前地敏感 如雪四连的气息将他包裹 神志刹那间飘飞 四代滑落 紫衣软烟螺被层层挑开 荣景放开云浅月的手 如玉温良的手 在云浅月肌肤上游走 积极层层颤离 云浅月忍不住声音出声 他声音娇柔绵软 刚一出声 荣景便瞬间狂热起来 云浅月承受不住地睁开眼睛 见荣景紧袍玉带衣冠楚楚 而他却一扇凌乱 裙带尽解 他瞬间羞愤地闭上了眼睛 刚一闭上又有些不甘 他伸手一把扯落了荣景腰间的玉带 他扯得太急 没有掌控住力道 只听咔的一声脆响 荣景玉带上的玉扣 轻刻间被他扯碎 云浅月攥着玉带一惊 荣景狂热地吻顿住了 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被扯开的外袍 和云浅月手中的玉带 以及碎裂的玉扣一阵 随即抬头 看着云浅月微惊的神色一笑道 我竟不知道 你也如此急迫想吃了 云浅月的小脸刹那间红透 立即扔了手中的腰带 羞焚得道 谁说的 是你的这个破东西硌得我疼 我才给你扯掉了 好 荣景恍然大悟 拉长音点点头 云浅月修得无地自容 有一种说谎话被当面拆穿的感觉 愤道 哦 什么 荣景笑看着他 一双似浴火翻腾的毛子 笑意深深 他忽然伸手抓起云浅月的手 放在他胸前 柔声询问 你不觉得这件礼袍也个不 里面的紧袍及时单薄 云浅月的手 隔着单薄的礼衣 似乎触到了荣景的肌肤 有些烫手 他猛地一缩 云浅月看着荣景 荣景对他挑挑眉 不敢 谁说我不敢 云浅月甩开他的手 伸手一扯 荣景礼衣被他剥落 露出了他玉色的肌肤 云浅月看了一眼 立即闭上了眼 荣景忽然轻笑 云浅月羞红着脸不语 裸成相对 在这一刻 似乎自然而然 荣景笑霸 俘下身 将他肌肤与云浅月 温华的肌肤相贴 两人的身子 又是极其一颤 云浅月这一刻 忽然停止了呼吸 荣景的呼吸 也忽然不闻 荣景并未再有动作 身子紧紧贴着云浅月 失于 如鱼的手 从云浅月身上离开 一路流连 来到他紧闭着 眼睛的小脸 他静静地凝视着她 声音低哑 云浅月 你看着我 云浅月睁开眼睛 触目是荣景 温柔似水的毛子 里面 映着他自己的容颜 我是谁 荣景低声询问 荣景 云浅月看着荣景的毛子 那双青拳般的毛子 清澈不在 此时 是如火似水 又似云雾 但无论是什么颜色 铜人里面 都清晰地映着 他熏红的脸 他看着荣景 眼中的自己 一时间有些痴然 荣景是你的谁 荣景又问 云浅月想着 荣景是他的谁呢 不是家人 不是敌人 不是朋友 不是伙伴 他目光有一瞬间飘忽 轻声道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有多重要 荣景声音忽然低了一分 重要道 愿清静十五年的记忆 换你我一个机会 云浅月想起 火烧望春楼那日的夜晚 他就是如此想的 兜兜转转 若即若离 十年牵扯 剑步断里还乱 割舍不去 不如重生 若是永远回复不了记忆 他也不回 我愿意清尽所有 清尽生命 来唤你生生世世 一颗心 荣景声音又低了一分 心 云浅月点头 荣景谋光瞬间被云雾笼罩 低头狠狠地 吻上了云浅月的船板 伸手将云浅月的仙妖 拉向自己 云浅月一惊 只听荣景道 没有花烛 我今日也想洞房 不行 云浅月惊醒 连忙拦住荣景 荣景一双毛子 已经染上黑色 抬眼看着她 你不愿意 先把你这副破身子 养好了再说 我怕你精进而亡 云浅月刚刚就觉得 哪里不对 此时再看清 她胸前白玉的肌肤 一大便青涩 这样的青涩可以断定 但内腹重伤 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就这样还跟她发青 这是想死啊 不会的 荣景摇摇头 语气中 有一种压抑的温柔缠绵 我数一二三 你立即给我起来 要是不起来 以后别想真有洞房 云浅月强迫自己硬下心 忍住身体被挑起的情潮 板着脸 看着荣景 荣景有些委屈地 看着云浅月 低声道 你真狠心 我忍不住了 忍不住也忍着 你受这么重的伤 怎么忍到现在不治的 云浅月用力推开她 荣景被推翻 扬倒在她身边 云浅月看也不看她 扯过衣服 将自己力所地包裹住 荣景看着云浅月 有些郁郁地道 会死人的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温柔缠绵 二 云浅月当没听见 低头轰着脸穿带着 真的会死人的 荣景又郁郁地道 云浅月仿若未闻 想着 似乎这样 是对男人的身体不好 但是受这么重的伤 还运动 岂不是更不好了 普善大师和老道 当时那是何等功力啊 可想而知 此时荣景腹内 估计是糟粕不堪了 再折腾的话 直接就废了 云浅月 你耳朵何事聋了 我说会死人的 荣景又重复了一遍 云浅月穿戴妥当 转头看着她 目光绕过她 紧张半截的身体 落在她如是丝花的脸上 她此时 一脸的欲求不满 云浅月红着脸 吃了一句 是会死人的 一个人全身虚脱 精进而亡 就是你 还有一个人是饿死的 就是我 荣景郁郁散去 忽然笑了 那正好身不同时 死能同时了 少没秀 快起来 云浅月将她衣服 往身上拢了拢 红着脸道 饿着呢 我也 没见过 没见过你这么心狠的女人 荣景 荣景躺在床上不动 像是小孩子一般在闹脾气 你给我脱的衣服 你负责给我穿 不管 云浅月起身就要下床 荣景伸手抱住她的腰 如玉的手 攥住她的丝带 一双眸子里 有火苗在窜 管不管 云浅月瞪着荣景 哼了一声 打掉她的手 没好气的道 管 荣景低笑 云浅月白了她一眼 伸手将她拽了起来 给她仔细穿戴 最后 看着她那根 被扯坏的玉带道 不能用了 怎么办 贤哥 给我取一条腰带来 荣景对外面吩咐 是 是则 贤哥立即应声 语气里说不出的轻快 云浅月刚恢复了几分的脸色 又染上了红霞 荣景凑近 在云浅月脸颊上轻轻一吻 以后这种事情 她会做得很多 让她熟练熟练 没羞 云浅月红着脸愤了一句 给她将身上所有的衣扣都系上 忽然想起 她是要去军机大营的 如今却和她在这里 问道 你不是去军机大营了 怎么又返回来了 什么事情也不如你重要 军机大营又没你 荣景伸手抱着云浅月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云浅月推开她 我说的也是正经 荣景无辜地看着云浅月 云浅月发了个白眼 懒得再问 爱去不去 反正那也不是她的事 荣景低笑 军机大营这两日 所有士兵被叶青燃拉出来训练 已经训了两日 此时一个个累得爬不起来 在呼呼大睡 或还智察什么 云浅月想起 她昨日去军机大营时 的确如此 潜营一直在操练 除了巡逻士兵 和看管后营房的铁牢外 无一人休息 叶青燃也是熬得通红的眼圈 和疲惫不堪的样子 显然是一直没有休息的 云浅月点了点头 不再言语 叶青燃也算是一个实时物 荣景收起笑意 哼了一声 比你实时物 云浅月虽然知道 她所指何时 荣景低笑 低头去问云浅月唇办 云浅月伸手挡住 对她低声道 贤哥来了 果然 随着她划落 贤哥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世子 您的腰带 扔进来 荣景只能放开云浅月 划落 窗子无声打开 腰带顺着窗子飞了进来 窗子又无声无息地关上 她伸手接过腰带 对贤哥吩咐 去吩咐将武善端进房来 是 贤哥退了下去 荣景将腰带塞进云浅月手里 云浅月看了她一眼 伸手接过 手臂换在荣景腰间 将腰带穿过她月牙白的锦袍 轻轻扣上 又给荣景 抚平了锦袍压折的痕迹 做好一切 对她跳眉道 荣公子 奴婢伺候的您还满意否 荣景笑着点头 甚好 云浅月满意地跳下了窗 她要是敢说不好 以后这种事 打死她都不做了 她脚步轻快地走到窗前 伸手挑开帘幕 外面金色的阳光洒了进来 她打开窗户 一阵草药的香味扑鼻而来 只见满院种植着各种草药 都是真奇品种 她回头看着荣景 这里怎么是你的院子啊 当初我救了一位身患旧姐的老人 老人的儿子打仗死在了战场上 孤身一人 无所依奉 后来我给老人置办了这个院子 荣景道 一会儿你就能见到她 她有一门好手艺 什么手艺 云浅月问 老人会做阳春面 荣景笑道 你合着就看上人家的阳春面了 才救得人家 云浅月想着 这个混蛋果然是无力不痛 他还想着呢 他会有这么好心去救一位老人 我救他时 不知道他会做阳春面 荣景一叹 伸手揉揉额头 似乎十分苦恼 我在你心中就那么坏 哼 你从来对我没做过好事 云浅月哼了一声 转过头 继继续看着院外 第一次见面才七岁 就对五岁的他非礼的人 不是坏那是什么呀 黑心黑肺啊 说的就是他 看来我以后要对你多做些好事 你才能对我改观 否则以后我们的孩子也会被你影响 觉得我是坏人 荣景从后面抱着云浅月纤细的身子 张头震在他的脖梗上 嗅着他身上淡淡的幽香 看到 云浅月小脸再一次羞红了 你才几岁就想要孩子 豆芽子还没长齐呢 小豆芽也长不好 长得好 荣景语气笃定 我快急关了 你快急急了 我们已经成人了 可以要孩子了 云浅月诗语 他急急才十五岁而已 他急惯也才十八 这真是个令人忧伤的古代 他刚想说话 只见一个满头滑发的老头 勾搂着腰 脚步蹒跚地向房门走来 手里还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面 他看向荣景 这老头已经有八十了吧 这就是他说的那位老人吗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温柔缠绵 三 他叫张老 今年八十二 荣景高 云浅月唏嘘一声 这那老头端着两碗面 颤颤巍巍地走来 随时要摔倒的样子 他推开荣景想去迎接 荣景抱着他不动 低声道 张老别看年纪大 无弃最硬 只要是自己能干的活 从来不假于人手 你去了也无用 只会让他觉得你小瞧了他 云浅月立即停住了脚步 这满院子的草药 都是张老所种的 每日都给这些草药除草蛆虫 有一种草药连药老都种不出来 他却种得很好 荣景又低声道 云浅月想着 荣景手底下何时见过无能的人 八十的老人也不能小看 公子 小老儿听说您来了 特意做了两碗阳春面 给您送过来 这是张老走到门口 看着里面激动的道 听说您将媳妇也带来了 小老儿今日有眼福了 可以看看您媳妇 我还以为 我这一辈子等我入股 也见不到您媳妇呢 云浅月本来恢复几分的脸色 又是一红 他想着 这老头听谁说自己是荣景的媳妇了 难道是贤哥 荣景轻笑放开了云浅月 对外面笑道 是我想念老人家的阳春面味了 带媳妇过来吃一回 端进来吧 云浅月红着脸瞪了荣景一眼 低吃的 别乱叫 那叫什么 荣景揉声问 云浅月红着脸不语 荣景笑看着她 欣赏她红如烟霞的小脸 早先欲求不满的郁郁 在她红透的脸色中消散了去 荣景咬了一下她的耳垂 柔声道 既然你注定是我的 那么我就要提前行使全力 云浅月耳朵传来的敏感 让她身子一颤 她还是做不到荣景那般的厚脸皮 她一把推开荣景 红着脸低声道 别闹 神气来了 荣景不舍地放开她 哎呀 工资可是好长时间没来了 张老笑呵呵地端着阳春面走了进来 将阳春面先放在了桌子上 钩楼的身子直起 睁大眼睛看着云浅月 看了半晌 赞道 哎呀 这姑娘真好 水灵灵的 公子能娶到这样的媳妇 真有福气 云浅月垂下头 她是头一次被一个老人夸得害羞 张老 我内父受了些伤 你给我熬一碗药 你不用亲自送回 一会儿让贤哥断来就好 荣景笑着看老人道 好 小老儿这就去 公子这副身子骨实在是太差了 要好好调养 将来啊 才能生个大胖小子 张老立即转头 一边说着 一边笑呵呵地走了下去 一定调养好 荣景笑容展开 云浅月用胳膊肘猛地撞了一下她的腰 听到她闷哼一声 才红着脸抬起头 警告道 我如今还幸云呢 别败坏本姑娘名声 今日你闲些就不幸云了 荣景目光在云浅月身上扫了一圈 有些悠悠的道 是面 云浅月红着脸走到桌前坐下 拿起筷子 扑鼻一阵面香 她吃了一口 面条不软不硬 惊到正好 她攒了一句 果然做得好 比北江那家出名的阳春面馆 做的味道还要好 荣景此时正向桌前走来 文言脚步一顿 又若无其事地走到桌前坐下 她拿起筷子 也吃了一口 慢悠悠地道 有张老在 北江的那间阳春面馆 只能排第二 嗯 云浅月认同地点点头 所以 以后想吃阳春面 别再去北江了 找张老给你做 荣景又等 张老都这么大岁数了 也不能做一辈子 云浅月低着头不抬起 不是他饿的 是这阳春面 做得实在是好吃 不过 张老都82了 还能再做几年呢 张老不能做一辈子 我能 我知道某些人爱吃 所以早就学会了 荣景笑着她 云浅月文言 忽然抬眼去看荣景 见她含笑看着自己 便眨了眨眼睛 垂下了头 压制住心中的感动 哼道 少用小恩想会贿赂我 不管用 我没有贿赂 想着你爱吃的东西 将来我们的孩子都会爱吃 所以就学了 荣景目光落在云浅月 微微轻颤的睫毛上 笑意深了几分 云浅月无语 感动煞是而非 他不再说话 想着有一种人 就是有这个本事 前一刻能让你感动得泪流满面 下一刻就想拿砖头拍死的 荣景见云浅月不再说话 也笑着吃起面来 贤哥端了一个托盘走过来 托盘里盛着几盘彩 就见虽然桌子很大 能容下好几个人 但荣景和云浅月 紧挨着坐在一起 两人吃面的动作一致 虽然没说话 但屋中缭绕着面香 两人在中间安静静谜 虽然看不见情意流传 但让人觉得 他们似乎是一直都是如此生活 从来未曾有过世子大兵十年 也从来未有浅月小姐 追在太子殿下伪装那十年 云浅月见贤哥进来 抬头看了他一眼 继续吃面 贤哥轻轻将菜放下 转身走了下去 不多时 他又端了一碗药进来 放在了荣景面前 荣景皱了皱眉 贤哥看了云浅月一眼 见云浅月头眼没胎 便又走了下去 走到门口 才忍不住开口的 秦月小姐 我家世子不爱喝药 你一定让他把药给喝了 他往往都是喝一半倒一半的 嗯 我知道 云浅月点头 荣景喝一半倒一半这个臭毛病 他自然是知道的 那是荣王爷和荣王妃去世的那一年 他亲眼见他遭的那一场大难 后来他缠绵病榻 每日要喝草药 有一日 云浅月偷偷溜进他府中 想要去看看他在做什么 就发现他只喝了一半的药 将另一半药倒在了床前的花盆里 想起那一场大难 云浅月的脸色忽然沉了下来 手中的筷子不自觉地被他用力 咔的一声一碎两断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温柔缠绵 四 荣景一正 抬头看向云浅月 怎么了 云浅月扔了手中断裂的筷子 重新拿起一双筷子的 想起了一桩扇 荣景看着他 什么事 想起那年 你中了崔青以后被人暗杀 我当时看到了暗杀你的那个人 云浅月抿了抿唇 声音低暗 荣景神色一动 手中的筷子不由得钻紧 那一日竟是你躲在暗处使了动静 云浅月点头 我毕竟五岁 还是一个孩子 知道不是他的对手 便使了动静 他第二掌没打下便立即逃开了 但我也没有走出去 因为我知道那个人虽然走了 但一定会没走太远 在暗中窥视着动静 想看看是被谁察觉了 我一出去 必死无疑 荣景不说话 看着云浅月 云浅月看着眼前的杨春面 忽然没了滋味 那一年 那个人 是荣景饱受十年的创伤的开始 那一年 也让他感受到了 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 那是从眼睁睁看着娘亲离去后 第二次的无能为力 回去后 他便让爷爷给荣景送去了一颗大环丹 然后 便将自己关在房门里闭门练功 三日没出房门一步 他抬眼 见荣景看着他 所以扔了筷子 伸手将脖梗上的项圈解下 轻轻地在项圈的末端一按 项圈啪地弹开了一个小缝 从里面掉出一个小小的竹简 他将竹简递给荣景 这是那个人留下的 当时你那副样子 自保都难 何谈报仇 我就没将他交给你 荣景放下筷子 伸手接过竹筒 仔细地看着 你发现了什么吗 云浅月看着他 这是南疆的东西 荣景道 不错 是南疆用来施咒的墓竹 我后来特意去了南疆一趟 这种墓竹 寻常百姓不会用来施咒 用它的人只有南疆王室 而且 还是南疆王嫡系一脉 云浅月的 荣景点点头 可是 你再看 你还发现了什么 云浅月看着那只竹筒 又问 墓香 荣景道 云浅月深吸了一口气 是墓香 你的鼻子果然灵敏 这种墓特别 你我都知道 是因为里面参加了一种黑色的地根草 这种草 只产在北疆 用来调制出的墓极好 但是这种草极少 每年产量不多 所以珍贵 调制出来的墓也是极贵 寻常百姓用不起 相往的是宫廷 成为皇帝御用 皇帝偶尔也会赏给大臣 荣景点头 可是这种墓从来不出现在南疆 南疆王从来不让他进宫廷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咒术怕除了紫草外的这种草 只要沾染了这种草 咒术便不会灵验了 云浅月的 荣景再次点头 当时那人黑衣蒙面 而且是夜晚 我躲在暗处看不慎清 只知他武功极高 云浅月低声道 后来 我暗中观察 去了一趟南疆 又去了一趟北疆 但总是想不通一件事情 如今我终于想通了 也知道了那个人是谁了 荣景沉默不语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云浅月询问 荣景看着竹筒 眉眼昏暗 依然沉默 云浅月不再说话 他虽然暗中查探 从未与他摊牌此事 但一直觉得 以荣景的聪明 当时那人对他出手 他即便看不见他的脸 但总会有感觉的 何况他的鼻子还如此灵敏 人的样貌衣着 哪怕会缩骨弓 让身形改变 种种都可以改变 但唯独改变不了的 是气息 一个人的气息再怎么隐藏 也会有迹可寻 若是早知道那日 是你在暗处救了我 我怎么也不会等十年 片刻 荣景放下竹筒 忽然对云浅月浅浅一笑 云浅月一正 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我定然一早将你 娶进荣王府了 荣景伸手抱住云浅月 当时我就想着我要死了 这个小丫头将来 飞上了枝头变凤火 我娶不到她 真不甘心啊 那时候你才七岁 云浅月心中的难受 忽然退去了几分 提醒她 七岁也不小了 当时我就怪自己长得太慢 荣景低笑 亲吻了云浅月的脸颊 似有些无奈的当 后来想想 我长得再快 你长不快也没有用 所以就忍着吧 云浅月无语 后来我知道那颗大环丹 竟然是你给我的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懊惑 荣景优荡 我给你大环丹救了你的命 你还恼恨 云浅月想着 这人是什么脑子 不都是知恩图报吗 怎么到他这里就变了 自然是悔恨的 为何你不亲自给我 说成是云爷爷给我 这件事情云爷爷若是不说 我一直都不知道 荣景将云浅月的身子抱紧 语气不善的道 我一直以为你对别人都好 舍不得对我好 原来竟然不是 可是你做每一件 对我好的事情 都不让我知道 我如何知道你的心呢 你可知五年前得知 你答应了叶天忆 说五年后喜欢她 使我是什么心情 我险些就放弃了 你竟然知道那件事情 云浅月一正 你也做了不少事情 也没告诉我不是 我们扯平了 当时我是追随着你们去的 你眼里心里只有她 自然发现不了我 荣景低头 在云浅月脖梗上 轻轻咬了一口 云浅月一疼 推开了她 气道 你能怪我发现不了你 你的武功比我的武功高 也是 荣景一愣 随即点点头 我那时哪里记得什么武功啊 只知道你答应说 五年后喜欢她 我当时心里很痛 后来我回去想想 我那一副残败的身子 又如何拥有你了 所以 放弃了 云浅月看着她 后来我用了一年的时间 也放弃不了 想着怎么办呢 不如到时候 拉着你跟我一起去死 荣景声音忽然极低 魔光有着回忆 往昔那一段 不堪回首的日子的 无奈痛苦之色 可是我又不忍 后来想想 那就这样看着你也好 你若是喜欢叶天忆 想嫁给叶天忆的话 便嫁了 这一辈子我没有希望 只能想着下一辈子 下下辈子 一定保护好这副身子 云浅月调眉 既然如此 那我失忆了 你为何又拉着我 你都失忆了 我再不出手 便不是我了 荣景笑着她 当时我在鸳鸯池 看见你迷迷糊糊地醒来 想从那个小丫头嘴里 套信息 又被叶天忆拉走 满眼警惕 我就想着上天待我不薄 我若不抓住这次机会 便对不起上天的厚爱 哪怕是一场大梦 等醒来你弃我而去 我也甘愿 可是哪里知道阴差阳错的 让你治好了我的完结和寒毒 又哪里想到 原来失忆 是你为了我心甘情愿的 云浅月撇开言 不说话 吃面吧 张老若是看到我们 剩下一根面条 也会不高兴吗 容景放开云浅月笑道 云浅月点点头 拿起筷子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贤歌的声音 急迫地等 世子 宫中传来消息 七皇子刚刚去宫中请旨了 请皇上给他和请月小姐赐婚 皇上答应了 这就要下圣旨了 容景面色一变 云浅月也是一惊 二人齐齐地站起了身来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那是圣旨 一 云浅月一惊之后 看向容景 叶天意去请旨赐婚 老皇帝居然还答应了 容景微变的面色不过一瞬 他看了云浅月一眼 温生对外面询问道 此事可属实 灰狮子 属实无 贤歌急迫地点头 容景收回视线 低头看着桌面 似是静静地思量着 云浅月也定下心神 想着无论如何 这一道圣旨 不能让老皇帝发出去 他被赐婚给叶天意 就是被冠上了 皇子妃的名头 他自然不想 想必容景更是不想 若是他与容景在一起 反了圣旨的话 不是不可以 但是 以目前云王府 容王府 梁府的实力 梁府之人 以及旁邦梁府的人 都要受到牵连 他们还牵扯着 整整两大家族的人 西山军机大营 这两日操练得太狠 士兵们太累 疏于防范 失了活也是正常 容景抬起头 偏头看向云浅月 笑问他 你说呢 嗯 云浅月笑着点头 他也想到了 西山军机大营 什么是老皇帝 最看重的 是江山 守他江山的兵器 就是军队 西山大营 担负着守护京城 重地的重要之职 老皇帝 自然不会允许 西山大营出事 这一招 唯未就诏 很漂亮 贤哥 吩咐下去 将西山军机大营的 凉裤烧了吧 容景都爱吩咐 是 贤哥立即应声 话落 不见容景在吩咐 连忙问 世子 皇上那里刻不容缓 我们就只烧 军机大营的凉裤嘛 不着人去禀告皇上 西山军机大营 有皇上的眼线 第一时间会禀告回去 你只管吩咐下去就可以 要做到不留痕迹 容景拦住贤哥的话 吩咐他 是 贤哥立即退了下去 容景重新坐下身 对云浅月柔声道 吃面吧 云浅月哪里还有心情吃面 他摇了摇头 不吃了 你看看窗外 82岁的老人亲手做的面 你忍心不吃 容景向窗外瞥了一眼 云浅月也看向窗外 只见张老不知何时 在院中开始料理起 院中种植的那些药草来 苍颜白发 八十老人 每一株草药 都像是他的孩子 在细心地养护着 云浅月收合视线 重新坐下身子 拿起筷子吃面 倒嘴的面条 此时又觉得很香 将一碗面吃净 云浅月放下筷子 看向容景 容景早已经放下了筷子 正看着面前的 那一碗汤药皱眉 云浅月瞥了他一眼 快些喝 喝完我们进宫 你对我 容景坐着不动 容公子 你该请一个保姆 我当保姆不够格 云浅月白了容景一眼 保姆是什么 容景不耻下问 丫鬟 云浅月吐出两个字 原来是丫鬟 什么词到你口中出来 都会新鲜一番 容景笑了笑 看着云浅月 柔声等 谁也代替不了你的位置 你喂我 我才能喝得下 云浅月不想理 以前只知道 这个家伙 毒嘴毒舌 黑心黑肺 从来不知道 他若是哄起人来 也是好话一箩筐 他好笑地端起药丸 放在他唇边 没好气地等 喝吧 容景皱着眉头张口 云浅月看着他眉头皱紧 因为吞咽 猴姐有规律地动作着 喝药对他来说 是最厌恶的事情 可是坐在这里 还是如此优雅 云浅月有些嫉妒地看着他 想着 男人要这么美做什么 真是引人犯罪 容景喝到一半 住了口 对云浅月摇摇头 不喝了 云浅月挑眉 不喝了 容景道 都喝了 一滴也不准剩下 云浅月瞪了容景一眼 这臭毛病必须得改改 这一碗药只闻到气味 他就知道 里面放了多少珍贵药材 这才熬成了这一碗 喝一半 倒一半 简直浪费 好 容景很好说话地点点头 云浅月看着他 见他果然乖绝地喝了起来 想着还好听他的话 还算有救 见他一滴也没剩地 将一碗药全部喝完 云浅月刚想表扬一句 容景忽然一推碗 将云浅月抱住 俯身低头就吻上了他的唇 顿时 一阵苦味由他的唇 传到了云浅月的唇中 煞事间 唇齿间都是苦的 云浅月瞪着容景 容景皱着的眉头 逐渐舒展开 加深了这个吻 直到云浅月气喘吁吁 容景才放开他 意犹未尽地等 以后每次我喝药 你都要在身边 云浅月满嘴苦味 苦到了心里 天知道 他也不爱喝药 他娇喘着瞪着容景 意识间无语 容景看着云浅月 眉眼巨视深深的笑意 真不想认识你 云浅月撇开脸 容景轻笑 伸手将他拉起 柔声疼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进宫去给 冷小王爷示针 云浅月点点头 起身站了起来 可刚站起来 脚下便一软 容景立即伸手 向他扶住 笑道 今日我没有让你累了 怎么回事 云浅月红着脸 瞪了容景一眼 警告他 下次喝药规矩先 好 容景点头 笑着牵了云浅月的手 他还不向外走去 二人出了房门 云浅月看向院子中的张老 刚要说话 容景对他低声道 不用告辞了 张老只喜欢我们来 或喜欢我们走 云浅月住了口 想着张老可真是一个有个性的老头 他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天色 拉着容景足间轻点 轻刻间上了房颜 他脚步不停施展轻功 向皇宫而去 解除凤凰节恢复记忆之后 他的武功较至以前是整整高了一倍 你如今武功比我高 一定要照顾好我 容景片头对云浅月道 云浅月看着前方 当没听见 容景伸手揉了揉额头 一丝功力不时 将全身的重量都交给了云浅月 探讨 妻子比丈夫武功高 真不是什么好事 我还是尽快恢复功力吧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那是圣旨 二 云浅月依然当没听见 想着他到处会提前行使权利 都是可恶的老道 容景又叹息一声 云浅月听他提起老道 偏头看向他 他真是你师父 这件事情我怎么不知道 没听他说吗 教了我几招而已 教一招也是师父 容景道 老道有名号吗 什么时候教的你啊 云浅月询问 我也不知道他名号 大约就是十二年前吧 那个时候我才五岁 你才两岁多而已 还没出云王府的浅月阁呢 哪里会知道我的事情 容景笑了笑 云浅月心思一动 十二年前 他的娘亲就是那一年去世的 他错了错眉又问 教你的是什么时候 老道这样的武功 和普善大师齐名 应该有名号才对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教我那年也是这样的一个夏天 容景千千道 八十年前 普善大师未出家的时候 江湖上人称 翻云掌孙云舟 当时和他形影不离的一个人 称作秦花剑萧羽 后来翻云掌出家 法号普善 而秦花剑在江湖 独自闯荡了一阵子 后来便失了踪迹 普天之下 无人知道他的道号 你没听说过也是正常的 云浅月点点头 想着那一年夏天 也是这个时候 那正是他娘亲去世的时候 他总感觉 老道对他不仅仅是因为容景的关系 虽然没对他说过几句话 但是却有很亲近的感觉 这种感觉说不出来 那就是让他觉得亲近 你是否觉得我师父 和你亲娘有某种联系 容景询问 嗯 云浅月点头 我也这么觉得 他那年出现在天圣京城 只逗留了一日 我正脚出府遇到了他 他大约是见我资质不错 一是手咬 给了我已失传的天地真经 还教了我几招 容景笑道 当时他可真有回忆 不知是怎样 十几年不见 如今见到我如此的待见 估计是你小时候 比较招人爱 如今不招人爱 招人恨了 云浅月总结结论 我小时候很招人爱了 容景挑眉 忽然恍然道 我忘了 你当时一直看着我 喜欢我 不知羞 云浅月分了一句 容景轻笑 如今老道走了吧 云浅月又问 他当时恢复记忆就离开了 一是不想面对当时的叶天忆 和让他心疼了个半死的容景 二是想去西风崖下 看看那些人 根本就没想起 去找老道探究这件事情 嗯 离开了 还带走了普善大事 容景点头 若想找我娘亲的遗体 看来只需要以后有机缘了 云浅月叹息一声 当年他娘亲离去时 他虽然小 但也是跟着去云雾山的 后来 有尹卫抱着再去 发现云雾山陵墓的土被冻过 他回去之后一直暗中追查 却是片思踪迹野物 直到发现哥哥被调换 想到此事 他立即问 你将我哥哥如何了 当时在他姑姑的寝宫里 他自然发现了 躲在暗处的南林瑞 不过没点破而已 他走后 知道容景会处理 况且 直觉南林瑞不会害他 如今恢复记忆了 方才知道 南林瑞才是他的哥哥 他被我点住了穴道 容景看了云浅月一眼 又看向前方 容华宫隐隐约约 现出宫殿的影子 他蹲了蹲 又道 如今大约还在荣华宫的 云浅月一正 你给他点住了穴道 你不知道他是我哥哥吗 嗯 容景点头 知道 知道还点住了穴道 定然是南林瑞那张破嘴招人容角 云浅月看了一眼天色 皱眉问道 你的穴道何时能自动解开 我不亲手给姐的话 大约三日 容景道 你完了 得罪南林瑞 没好果子吃的 那个家伙从来就是最喜欢记仇的 不怕 有你顶着我呢 容景笑着道 云浅月哼了一声 不再说话 速度顿时快了一倍 过了大约一炷香时间 二人来到宫门口 云浅月本来想着 带容景飞越宫门而过 又想起 他们进宫不能悄悄地进 怎么的也要闹出一点动静来 让老皇帝知道 于是 他拉着容景飘身而落 在宫门口停住了身形 守门的御林军统领见二人来到 对身后的小侍为一白手 那人立即向御书房跑了去 迎头遇见了叶天玉 叶天玉走得很急 险些撞到二人身上 他停住脚步 乍一看到二人 似乎有些惊异 景师子 月妹妹 四皇子何时如此急迫 容景护住云浅月 轻轻拂袖 躲开了叶天玉 保持三尺之距 叶天玉看着二人 目光在容景和云浅月身上 流连了一圈 是军机大营出了事情 父皇命我立即去军机大营查看 景师子 不是应该在军机大营视察吗 怎么回来了 我是去了 军机大营的将领和士兵 这两日一直昼夜不停在训练 很是疲惫 我想着改日再去便回来了 容景淡淡地道 那你知道军机大营出事了吗 叶天玉又问 话落 又觉得问容景这样的话 等于是废话 他如何能不知道啊 况且军机大营出事也太巧了 偏偏是七弟找父皇请旨赐婚 父皇答应要下圣旨的时候 很难不让人怀疑 是不是眼前这个人懂得收脚 若说容景没在这宫中 父皇的身边 以及军机大营安插眼线的话 他自然是不信的 刚刚知道了 容景淡淡点头 叹道 去年干旱 粮食的收成不好 今年的雨水也不是很勤 收成也很难说 如今军机大营出了这等事情 恐怕又要向百姓们增加赴水 实在是令人忧心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那是圣旨 三 云浅月抬头望天 他就装嘛 也不怕风打闪了舌头 也是 所以父皇命我这就先去救了 查看损失 据说发现的及时 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井狮子 月妹妹 我先走了 叶天狱看了云浅月一眼 对二人道 四皇子快去吧 容景点点头 叶天狱立即出了宫门 翻身上马 快马加鞭地向军机大营而去 云浅月从天空收回视线 拿着容景 刚要足间清点 准备向荣华宫而去 只见 通往御书房的方向 急步走来一人 来者 正是文来 文来一见二人 就扬声高喊道 井狮子 皇上知道您进宫了 请您去御书房一趟 云浅月脚步一顿 奴才给井狮子和浅月小姐 请安了 文来转眼间 就来到了二人身前 匆匆对二人 伸识了一礼 对容景道 井狮子 皇上有请 云浅月看向容景 容景看着文来 闻声道 文公公 见你这么急 皇上可有急事 回井狮子 西山军机大营 出了事情 皇上得知您正好进宫 请您过去商议 文来吹下头 恭敬地道 好 我这边过去 容景松开云浅月的手 对她柔声道 你先去皇后娘娘那里 云浅月皱眉 不答容景的话 对文来问道 文公公 御书房如今都有何人 回潜月小姐 如今御书房 有很多人 德亲王 孝亲王 云王爷 太子殿下都在 文来立即回话 云浅月点点头 既然都在 那么容景 即便折损了一半公里 也没什么危险 既然没叫她去 她也懒得去 老皇帝那个黄金屋 所以点了点头 对容景道 好 你去吧 我去姑姑那里 一会儿你要去太医院 给冷少竹施针的时候 派人去荣华宫 喊我一声就好 好 容景点头 云浅月施展轻功 向荣华宫而去 她身法极快 转眼间便消失了身影 文来赞叹地看着云浅月 容景笑了笑 台步向御书房走去 再说云浅月这边 不出片刻便来到了荣华宫 荣华宫门口只有守门的两个小太监 她飘身而落 吓了那两个小太监一跳 那俩小太监刚要尖叫 见识云浅月 便连忙请礼 哎哟 奴才给浅月小姐请安 嗯 我姑姑呢 云浅月看着二人问 皇后娘娘在内殿 其中一人回答 云浅月点点头 抬步向里面走去 一名小太监又快步向里面通报 她白白手道 不用通报了 我自己进去 那名小太监立即指出了脚步 云浅月走到院中 便听见主店传来熟悉的说话声 她一正 秦玉宁怎么会在这里 她挑了挑眉继续向里面走去 刚到门口只听皇后问道 是月儿回来了吗 是 姑姑 云浅月应声 孙嬷嬷从里面走了出来 连忙挑开帘幕 皇后娘娘昨夜一夜没睡 就担心浅月小姐您 如今您终于回来了 娘娘可以宽心了 让姑姑操心了 云浅月笑着走进内殿 一眼就见秦玉宁坐在皇后下手 腰板挺得笔直 桌前摆着茶点 茶水喝了一小半 看来是来了有一会儿了 她对秦玉宁笑了笑 秦玉宁站起身对云浅月见了一礼 云浅月浅浅地还了一礼 秦玉宁一震 她还从来没见过云浅月给谁还过礼 她看着云浅月 只见云浅月已经转过头走向皇后 她一到皇后面前便扑进皇后怀里 撒娇一般地喊了一声 姑姑 我回来了 皇后身子一震 将云浅月抱住 本来温婉端庄的表情 微微变了一遍 声音有些不敢置信地哽咽道 月儿 你 她想问你恢复记忆了 可是有秦玉宁在场 她话到嘴边 又给吞了回去 云浅月点点头 双手抱住皇后的腰 将整个身子都溺在她的怀里 她这个姑姑 一直都对她很好 从出生至今 她失去记忆的那日 居然还误解了她 后来再也不进宫了 大约那段时间 姑姑也是很难过的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皇后摸着云浅月的头 微微哽咽地点点头 眼圈有些发红 似乎想要落泪 但又生生忍住了 只有没失去记忆的月儿 才会这一般地和她杂娇 自从两个月前 太子要拿下她 去刑部大牢之日起 云浅月便不再进宫 皇后还以为 云浅月是怪的 没想到 是失忆了 姑姑 我想吃桂花糕 云浅月抱着皇后不松手 娇声道 好 以后我亲手给你做 皇后点头 我还想吃红枣糕 云浅月又道 好 也一边做了 皇后点头 我还想吃莲子羹 云浅月继续的 好 也给你做 皇后点头答应 我还想 云浅月不依不饶 你想吃的我都知道 不用说了 都给你做 小柴猫 皇后笑着点了云浅月的头一下 云浅月嬉笑了一声 依然趴在皇后的怀里不出来 还是姑姑了解我 就知道吃 那个样子 你看看人秦小姐 多有大家闺秀气盘 再看看你 差得远了 皇后虽然是斥责的话 可是半肆斥责的意味也无 她笑着看了秦玉宁一眼道 秦玉宁一直正正地看着云浅月和皇后 此时惊醒过来 连忙恭敬地道 月姐姐真是真性情 与您无趣 是我比月姐姐差得远才是 新小姐谦虚了 皇后笑着摇摇头 论起来 端庄温婉 如今 这天圣上下 也无人急得上你 否则太子殿下 也就不会从小信仪你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那是圣旨 四 提起叶天青 秦玉宁脸色微微一白 又是一红 然后对皇后一礼 太妃娘娘该礼佛了 玉宁前去侍候 明日再来给娘娘请安 玉宁先告退了 好 皇后笑着点点头 孙嬷嬷送送秦小姐 秦小姐请 孙嬷嬷连忙挑开莲幕 秦玉宁看了云浅悦一眼 见她依然窝在皇后怀里没起来 又对皇后行了一礼 倒退着出了那一点 退着院外 她提着裙摆 目不斜视地出了荣华宫 一双美眸 微微隐含着嫉妒 她即便有娘亲 有父亲 可是这些年来 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亲情 从小到大 她的所有时间 都用来学琴棋 书画 诗词 歌符 真知 女工 宫廷 礼仪 三纲 五常 女界 女训 凡是女子需要学的 她都必须学会 父亲对她所学一丝不苟 在母亲眼里 只想要她能够做皇后 可是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有多么的羡慕云浅云 能得锦世子的爱护 此生非亲不娶 还能得七皇子情义相赋 通信五年 又能得燃小王爷另眼相看 如今就连太子殿下 都对她念念不忘 同时 秦玉宁自己的太姑姑 对自己亲近 无非也是看在 她是如今的准太子妃 将来的皇后而已 而皇后娘娘 则是真心喜欢云浅月 可是秦玉宁有什么呢 无非是一个财名而已 别人若是看不上眼 她的财名便一分不知 比如说 在井世子眼里 大约十个她 也是不如云浅月的 云浅月看着秦玉宁离开 眼睛眯了眯 低声问道 姑姑 哥哥呢 在里面呢 王后看了一眼里面 野地声道 她被井世子点住了穴道 我睡得天昏地暗 估计也不觉得难受 啊 还有南疆的公主也在里面 云浅月眨眨眼睛 叶倩也在 王后点点头 我进去里面看看 云浅月从皇后身上起来 还不向里面走去 皇后也起身 跟了进去 见孙嬷嬷送完秦玉宁回来 对她吩咐她 若是有谁再来 就说我困乏了 不见 是 娘娘 孙嬷嬷应了一声 关上了店门 云浅月走进里面的主店 透过帘幕 一眼就看到了 躺在床上 蒙着头呼呼大睡的叶倩 之所以她能够在 叶倩蒙着头的情况下 还能认出她来 得益于 叶倩露了个红衣服边 她想着 敢跑到这里来睡觉 还躺在皇后的床上 也就只有叶倩能够做到 云浅月一开视线 看向软踏 只见南疆瑞 僵着身子在呼呼大睡 她无比佩服地看着她 被容景点了穴道了 还能睡着 也就只有她这个 从小就抗打压 很强的哥哥了 她抬步走向南疆瑞 脚步开始急轻 走了两步 忽然腾腾踩中 将地面踏得是 咚咚响 两三步就跑到了她面前 一个熊扑 便将南疆瑞 压在了身下 伸手揪住她的耳朵 大灰狼来了 南疆瑞机灵一下 睁开了眼睛 皇后跟在云浅月身后 被她的举动逗得一笑 她看着压在南疆瑞身上的云浅月 和醒来的南疆瑞 笑着摇摇头 果然还是月儿最有办法 我喊了几次都没把你给喊醒 小丫头 南疆瑞刚醒来 还有几分迷糊 嗯哼 云浅月轻咳了一声 表示是她没错 你 恢复记忆了 南疆瑞依然有些迷糊地 看着云浅月 嗯哼 云浅月点头 南疆瑞仔细地看着云浅月 迷糊的眼神 清醒了几分 在云浅月觉得 她应该在问点什么的时候 比如 你恢复记忆顺不顺利啊 这些年有没有想我什么的 可是她等了半晌 只见她闭上眼睛 呕了一声 又继续睡去了 云浅月眨眨眼睛 看着南疆瑞 见她果真又睡了去 回头看向皇后 从昨日警世子走后 她跟我说了些事情 就一直呼呼大睡 到底她和叶公主都做什么了 怎么累成了这副样子 皇后皱眉叹了口气 估计没干好事 云浅月看了一眼二人 想起南疆瑞 说叶茜放虫子咬她 折腾了一夜 那能不累吗 不过 也是她活该 皇后脸一红 赤道 小丫头佳佳 懂什么呀 不准误了人家叶公主的清白 云浅月想着 叶茜的清白早就没了 她可是知道 叶茜与叶青人 据说曾经赤身裸体 躺在一起 还被她哥哥撞见了 所以叶茜才和她哥哥掰了 她对皇后吐吐舌头 伸手将南疆瑞耳朵又揪了起来 别睡了 我说大灰狼来了 你没听到吗 听到了 别闹 我困着呢 南疆瑞闭着眼睛不睁开 想伸手去打开云浅月的手 但又被点住了穴道 她只能僵着身子 带着困意 咕弄道 听到了你还睡 看来你一点也不想我 云浅月继续揪南疆瑞的耳朵 我好不容易逃脱了你的魔掌 高兴还来不及 想你做什么 你别闹 我真困着呢 南疆瑞的耳朵被云浅月拽得老长 但眼角依然不睁开 好你 真本事啊 你是怎么答应 云浅月瞪着南疆瑞 想说怎么答应娘亲要好好照顾我的 话到嘴边 想起还有个叶茜在 这件事情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只能转口 恨恨地等 我该容景给你点住穴道 在我看来就该点 最好点你一辈子 南疆瑞听到容景的名字 闭着了眼睛立即睁开 怒道 啊 容景来了没 云浅月慢悠悠地松开拽着南疆瑞耳朵的手 摇摇头 对他道 没来 他怎么不来 居然敢点住我的穴道 太可恨了 你不是恢复记忆了吗 是不是不喜欢他了 不喜欢他最好 嘿 我看七皇子就不错 你以后别再喜欢那个黑心的了 南疆瑞立即道 此时哪里还有一丝睡意 云浅月想着 这容景本是个真大 人不在这里 都能给某人解困了 他对南疆瑞甜甜的一笑 可是我还喜欢他 而是更喜欢他了 怎么办 南疆瑞眉头竖起 你还喜欢他 嗯 云浅月点点头 我不准 南疆瑞强硬的吧 不准没用 反对无效 而且我本来想很好心的 让他给你解开穴道 如今看你真是欠多点几日 最好等自动解开的时候 浑身僵硬的走不了道才好 云浅月站了起来 又觉得不解恨 伸手在南疆瑞脸上 轻轻拍了两下 你既然这么困 就继续睡吧 我走了 花落 转身便走 你给我会 南疆瑞瞪着云浅月 刚要说什么 云浅月回身在他身上一点 南疆瑞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他一惊 只见云浅月看着他笑道 我虽然不会别的点学 但是这亚学可是早就跟龙景学会了他 如今我觉得给你用正好 南疆瑞顿是委屈地看着他 别摆出这幅神色 如今没用了 云浅月瞥了一眼南疆瑞 不再看他 转过身 想着让你再不受想我 活该受罪 他看着皇后 刚要拉皇后出去说话 只听外面有熟悉的脚步声传来 他神色微动 怎么了 皇后见云浅月神色有异 出声询问 是七皇子来了 云浅月低声道 你不想见他 皇后看着云浅月 见他不语 压低声音道 据说昨夜七皇子找了你一夜 将皇上的一只隐秘都要去了 也没找着 原来七皇子对你 如今你竟然还喜欢请狮子 这不是什么好事 云浅月想起早先 听到他和荣峰的那一段对话 心情忽然沉重无比 叶天忆是他不想伤害的人 可是又注定不得不伤害的人 云浅月抿了抿唇 深吸了一口气 姑姑 我出去一下 嗯 皇后点点头 面容有些优色 云浅月太不早地出去 他推开主店的房门 就见叶天忆正进了荣华宫 手中拿着一个明皇的卷轴 云浅月看到他手中的卷轴 面色微微一变 那是圣旨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叶天忆也看到了云浅月 停住脚步 站在宫门口看着他 此时阳光正烈 金色的阳光 普照整个荣华宫 将本来就华丽辉煌的荣华宫 又堵上了一层金色 荣华宫的花草树木 都在承受着阳光的洗礼 花草树叶 在枝头金光闪闪 云浅月看着叶天忆 目光从他手中的圣旨上移开 微变的面色 不着痕迹地收回 静静地看着他 当年 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相见 他和兰妃娘娘 前来给皇后请安 云浅月拉着他 跑出了荣华宫 那年他三岁 如今 他已将近十五岁 大约十二年 而叶天忆 从一个俊秀的小男孩 变成了如今 风神俊朗的年轻男子 当年对他言听计从的小男孩 如今 变成了懂得自己要什么的男人 不 也许他从来就不是言听计从的 从来就懂得自己要什么 只不过 是自己悟错了他 五年前自己就该明白 云浅月收回视线 抬头看天 天空中万里无云 避空如洗 他看着蔚蓝的天空 心刹那诚如明镜 他的心很小 小的只装得下一个人 那个人是荣景 从第一次见面 就对他黑心 他恢复记忆后 还一直对他黑心的男人 可是他偏偏被荣景的黑心 圈在了他的牢笼里 甘愿为他化地为牢 心里不再装别人 也装不尽别人 叶天忆站在原地不动 看着云浅月 俊逸的容颜 掩映在门扁头射的阴影里 表情虚幻莫测了片刻 忽然台步向他走来 叶天忆脚步微重 一步步踩在荣华宫金砖铺就的路面上 路面发出难以承受的细微声响 在寂静的荣华宫里 尤为清晰 云浅月忽然笑了笑 从天空收回视线 看向向他走来的叶天忆 叶天忆来到云浅月井前 停住脚步 将手中的黄色卷轴打开 不看云浅月 沉声开口 云浅月接纸 云浅月站着不动 不说话 只是看着他 云浅月接纸 叶天忆又沉声说了一遍 云浅月依然站着不动 云浅月 你想抗旨吗 叶天忆抬头看着云浅月 眸光微沉 叶天忆 你拿一张空白的圣纸 想让我接什么 云浅月对叶天忆调眉道 空白的圣纸上 可以写很多内容 叶天忆忽然将圣纸摊开 果然 见圣纸上一片空白 他伸手指着空白的地方 沉声道 这里可以写 将你赐给我为皇子妃 云浅月忽然轻笑 虚语 他收了笑意 看着叶天忆认真的等 叶天忆 你该明白 我心里喜欢的人真的是荣静 那我是什么 是你这些年的玩偶吗 叶天忆挑眉 云浅月不答他的话 继续等 以前我一直躲避他 只是我太过清醒理智 知道我一旦喜欢他 或者说爱上他 会代表着什么 所以 我将我的感情控制在理智之内 深埋 可是有朝一日 我突然发现 我将对他的感情 已经深埋得太深 也积压得太多 再也成不下 溢出来的时候 我才醒悟 才正视 才不得不被迫 将这种感情搬上台面 叶天忆不在开口 死死地看着云浅月 我启动了凤凰节 想要给他和我一个机会 可是你可知 这个机会是我和他的 但同时也是你和我的 我启动凤凰节前一日 对他一言未说 我却给你去了书信 让你尽快回京 就是前两日 你借六公主的手 拿给容景的那封信 云浅月对上叶天忆的目光 虽然是笑着 但是语气忧伤 若是但非有一种可能 我最不愿意爱上的人 就是容景 我最愿意喜欢上的人是你 可是怎么说呢 我们终究是原深情浅 原深情浅 叶天忆冷笑一声 哼 月儿 是他足我回京 是他用尽心机手段 才让你在失忆这段时间里 对他不一样的 否则我若回京 你自然对我不一样 可是你没回来不是吗 云浅月挑眉 看着叶天忆 天忆 我从小就认识你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最清楚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最清楚 你自认为 我在你心中很重要 重要到不能失去我 可是实际上呢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自然是 叶天忆毫不犹豫 你再好好想想 用心想想 云浅月看着他 轻声道 真的是这样吗 不用想 自然是 我可以为你成全母妃的选择 为你甘愿大不小 月儿 你在我心中如何重要 我清楚得很 叶天忆眉眼坚定 错了 我曾经也认为 我对你来说很重要 可是事实永远胜于雄辩 我在你心中 其实没有皇位重要 没有你辛苦打下的北疆重要 甚至没有你手中的那只皇室影位重要 云浅月笑了一声 月儿 我没想到你对我如此不信任 这些年 这些年我对你如何 你居然还怀疑我对你的心 只是因为 因为你如今被容颈蒙蔽了心 便想抹杀我 叶天忆沉着脸 看着云浅月 我不是对你不信任 实则是太了解你 云浅月忽然长叹一声 心中似有某种东西在缠绕 又有某种东西在化开 须鱼 她继续的 容颈的确用了心机制谋手段 甚至是背后玩了阴的 但是你为何会中了圈套 因为你舍不得北江 舍不得辛苦打下 被你揽在怀里的北江 你太相信自己在我心中的地位 甚至是自信过了头 以为你先收拾了北江 被容颈弄乱的摊子 回来我还依然会等你 只是不成想 你晚了两个月 对于容颈来说就是机会 这能说明什么 雪儿 北江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我们一起辛苦打下来的 容颈令人在北江作乱 我阻止了他有什么不对 难道你想我空手而归 这些年的付出毁于一旦 叶天忆忽然有些激动 语气高扬 有些激烈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你既然了解我 你当该清楚我想要的是什么吧 云浅月看着叶天忆 语气平静 我想要的无非是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我向往大千世界 天雪山的雪 七峡山的日出 九环山的棕柏苍翠 云雾山的云雾迷宫 南江 北江 南梁 西岩 我不是甘雨被圈在宫廷让谁金屋藏娇的鸟 北江的那些势力 甚至整个北江 对我来说都是过眼云烟而已 你看中的东西 我不看中 我保住整个北江 我强大了 你才能在我的羽衣下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 叶天忆沉重地看着云浅月 雪儿 你不过是在找借口而已 在找一个脱离我的借口 就算我是找借口吧 云浅月浅浅的笑容变成超我 可是叶天忆 我从来不曾轻易让你回京 让你回京 我必定是出了事情 可是你被北江绊住了脚 你不是不能回来 而是不愿放弃北江而空手回来 你想过没有 我若是死了 你即便再强大 即便拥有整个北江 可是我已经是一袍黄土 如何还能在你的羽衣下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你怎么可能会死 叶天忆面色一白 是啊 在你的眼里 我从来就是无所不能的 如何会死 我失去记忆 若那日没有容景出手 我定然会住进刑部大廊 死不了 但受些苦难是一定的 云浅月笑容冷嘲 不只是在嘲笑自己 还是在嘲笑别人 他看着叶天忆 一字一句地道 叶天忆 我也是人 叶天忆身子一阵 是啊 我不会死 不过会失忆而已 对你来说 我失忆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不对 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活着 你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我该给你留着 对不对 一直留着到等你回来的那一天 云浅月轻笑 我与你通信五年 提遍了天圣京城 甚至天下你我所认识的人 却从来不提容景 你就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吗 这些年你一心想将北疆纳入怀中 我在你心中真有多少的分量 是不是微乎其微到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会立即出现 你不需要我的时候 你不会对关于我的事情探究半分 你就那么肯定 我云浅月生来就是该对你叶天忆付出的吗 叶天忆面色一白 或许你会说 容景大病十年 不出府门一步 是一个无关紧要不值得我一提的人 可是他真的不值得我一提吗 或者说 是你早就发现了不寻常 却是无暇顾及于我 装作不知道 若是这样 叶天忆 你还能毫不犹豫地说 我在你心中很重要吗 云浅月扬眉 叶天忆白着脸 鸣春不语 其实 你可知道 我在十年前就知道 我们是不可能的 所以 我对你即便是倾心帮助 但也从未动过心思 云浅月忽然转了话题道 十年前 叶天忆看着云浅月 眯起眼睛 对 十年前 云浅月点头 淡淡地等 十年前 是我暗中动手 将皇上本来安排 你在丞相府的府邸 换到了云王府旁边 将叶天忆的府邸 与你的府邸 做了调换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皇上选中的 下一代继承人是你 而下一代的皇后 是秦与宁 叶天忆一惊 不敢置信地看着云浅月 云浅月微微扬眉 怎么 你不相信吗 可是这就是真的 叶天忆收起精意 不出声 你的资质是所有皇子中最好的 是蒲玉 无论是小还是大 总会在众多的狱中 绽放最耀眼的光滑 皇上是何等人 如何不知道 他的儿子们谁最好 叶天忆的太子 做得津津有味 不是他命不好 不是他不够听皇上的话 不是他不循规蹈取 不是他不谨遵太子本分 只怪他资质不好 即便做得再好 也是不行 云浅月忽然看向荣华宫门口 面色平静地积蓄道 我即便再好 我是云王府嫡女 这一个身份 就注定我也不行 所以 我当时就知道 我和叶天忆是弃子 叶天忆博春仅仅民起 那个时候开始 我想活命 就必须要给自己一把保护伞 皇上等你长大 等将你磨练成人 够资格接替他皇位 这期间需要时间 所以叶天忆会稳坐太子很久 所以 他就是我的保护伞 他越厌恶我 我越追在他身边 让京城 甚至天下所有人都看好戏 也包括皇上 他看得津津有味 才会认为我成不了大器 不会影响他的筹谋 只是他撂错了一点 不成想 我与他最看重的儿子 在他眼皮子底下通信五年 云浅月忽然笑 继续的 虽然我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不排除有朝一日 这种不可能 也许会变成可能 但是真正让我觉得我们不可能的 是五年前 五年前 叶天忆看着云浅月 秀中的拳头忽然钻紧 是五年前 云浅月点头 淡淡的 五年前你我在暗道看到了那一幕 你的选择 让我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再没有比那一刻更清楚地知道了 为何 叶天忆紧紧盯着云浅月 因为我冷血无情 没有冲出去阻止 因为我看着母妃和整个蓝氏母族 为我而死了 所以你便觉得我冷血没有心 对我失望了 那是兰飞自己的选择 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的期望 自然希望她登临高峰 这个不能算是原因 只是我知道 你不是被迫无奈走被兰飞安排的道路 而是你心里其实一直是想要那个位置 无关于兰飞 兰飞答不答应 你都想要 云浅月摇摇头道 是 你没说错 我是想要那个位置 我无非是想有朝一日我登基为帝 你是我的皇后而已 叶天忆看着云浅月 我一直想要的是你 哪怕其母飞鱼不顾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叶天忆 到如今你还不明白吗 你想要的是皇权 我不过是你要皇权路上的一个重要的点缀而已 这些年你心里难道就不明白 皇上有多想废了云王府 废了我 我们是不可能的 云浅月摇摇头 怎么就不可能 只要我强大了 我想要你 父皇也奈何不了我 我一心喜欢你 上中王府再繁荣百年又如何 叶天忆冷哼一声 说来说去 你无非是为自己离开我找借口而已 但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对你的心意我清楚得很 不用你摊开揉碎地拿出来伤我 容景氏对你很好 我未必就比他差了 云浅月忽然住了口 他发现 他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时荣华宫门口 忽然响起了三声掌声 叶天忆猛地转头看去 只见叶天青 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 脸色阴沉 凤目积聚着怒火 他眼睛眯了眯 俊阳恢复颜色 淡默地看着他 七弟和月妹妹这一番言论真是精彩 今日本来给母后请安 不想却是得到了这意外的收获 叶天青台不向叶天忆走来 语气似乎压抑着什么 从胸腹而出 冷笑的 七弟这是想要江山美人 全部揽入怀 鱼和熊掌兼得了 我竟不知道 我这些年居然是父皇 为七弟铺路的炼金石和跳板 叶天忆不语 目光淡淡地看着叶天青 云浅月瞥了叶天青一眼 目光看向墙角的那株紫竹 叶天青来的时候 他自然是知道的 只不过叶天忆 被他的话语扰乱了心神 没发现而已 父皇倒是疼七弟疼得很 居然给七弟一张空白的圣旨 随意填写 叶天青看着叶天忆手中的圣旨 冷笑的 七弟想写什么 想要月妹妹嫁给你做皇子妃 叶天忆沉默不语 七弟可要想好了 月妹妹喜欢的是景世子 他和景世子的事情 如今天下皆知 你横空插一脚的后果 是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 叶天青又道 还有什么是我承受不起的事 叶天忆眉梢扬起 语气淡漠 母妃被刺死 母族被连根拔起 这些年太子皇兄 没少派人去北疆 暗杀不断 不敢说这天塌下来 我能顶得住 但这区区一道圣旨 我还是顶得住 原来七弟有这般自信 那好 本太子今日就做个旁证 七弟宣旨吧 如今这里无人旁听 免得七弟宣了这道空白 圣旨月妹妹不承认的话 无人会相信 叶天青沉沉一笑 袖手向旁边一颤道 叶天一不理会叶天青 看向云浅月 云浅月不再看她 而是依然看着墙角那柱紫珠 想着该说的话 不该说的话 她都说了 那些话 她本来不打算说 但是若不拨开这层外衣 叶天一是永远不会明白的 只觉得是云浅月辜负了她 今日若是她真下这道空白圣旨 那么她与叶天一这么多年的轻心相助之情 就全完了 她若真狠地下心 那么云浅月也狠地下心 月儿 若是我下了这道圣旨 你会如何 叶天一顺着云浅月的目光 看向紫竹 眸光阴沉 我会毁了她 云浅月的 你敢 叶天一忽然转头看着云浅月 眯起眼睛 沉生的 父皇给我这道圣旨 我可以任意填写 只要填写便是圣旨 你可知道毁了圣旨是何罪 你敢对我下圣旨 我就敢毁了圣旨 云浅月一直看着紫竹 声音清澈 毁了圣旨诛灭九族 我的九族似乎也包括我的姑姑姑父 月儿 你为何逼我 叶天一忽然走进一步 站在云浅月一尺之举 她高大的身影遮住了云浅月面前的阳光 皱身阴云笼罩 气息冰冷 叶天一 是你逼我 云浅月轻叹一声 难道你非要将我们自小的友情 多年的扶持相助 抹杀的一干二净吗 我喜欢容景是真心的 不仅仅是喜欢 是爱 我愿意清净我十五年的记忆 以及牵连的所有人和事 只换取我和她的一个机会 我若是喜欢你 早就喜欢了 何必等这么多年 你真不明白 还是不想明白 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是你答应五年后喜欢我的 如今一句不喜欢 便算了吗 叶天一忽然将圣旨啪的一声和尚 问道 我是答应了你 但是喜欢不等于爱 云浅月淡淡道 好一个喜欢不等于爱 叶天一忽然猛地一挥手 一阵疾风 向着荣华宫角落里的那株紫竹飘去 云浅月站着眉动 她记得容景说过 那株紫竹经历了百年 洒了云王府多少儿女的眼泪 也该毁了 七弟 这一株紫竹可是母后的心爱之物 你若给毁了 母后会大发雷霆的 叶天青瞬间出手 拦住叶天一 但她的手刚刚伸出 便被叶天一极尽的气息打开 她脸色一白 后退了一步 即便叶天一受了老道两脚负了伤 但叶天青依然不是她的对手 角落里那株紫竹瞬间被疾风包裹 从竹竿的顶端一寸寸变黑 不出片口 整个竹竿到根部都是黑色的 一阵风出来 那株紫竹鳞瞬间变成了粉末 随风刮出了荣华宫 叶天一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毁了本宫殿里的紫竹 皇后推开门冲了出来 面色微移薄怒地看着叶天一 怒喝了一声 叶天一撤回手 缓缓回身 面无表情地对皇后一礼 母后息怒 儿臣看那株紫竹实在太过苍老了 有损荣华宫的风景 明日 儿臣命人给母后心中之一刻 皇后怒看着她不说话 叶天一看向云浅月 一直沉着的脸一改 忽然一笑 声音和暖的道 月儿 这道圣旨我先留着 总有一日 你会对我心甘情愿的 或者 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接受这道圣旨的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云浅月不说话 抿着唇看她 父皇说母后最近身体不好 需要休养 你也就不必再住在宫中了 从今日起 回府居住 依然是由我教导 对了 父皇说 秦小姐如今在宫中 你与秦小姐都是阴日阴时的血 请世子每日行针 用秦小姐的血就好 你也不必再去她医院了 叶天一花落 见云浅月面无表情 她对皇后施了一个告退礼 今日打扰母后了 儿臣告退 皇后沉着脸 依然不语 叶天一不以为意 缓缓转过身 举步出了荣华宫 再会回头 她手中明黄的卷轴 泛着黄色金光 招式着皇权的圣旨 就在她手中那么随意地拿着 叶天青脸色阴沉地 看着叶天一离开 袖中的拳头钻紧 却是再未发一眼 云浅月见叶天一出了荣华宫 收回视线 对皇后低声的 姑姑 那株紫竹经历了百年风雨 毁了也就毁了 代表不了什么 我不是心疼紫竹 皇后泄了一身庄严气势 叹了口气 我是担心你 七皇子实在是 她顿了顿 看了一眼一天青 转了话筒 太子不是在府中闭门思过吗 皇上准许你出府了 儿臣本来是在府中闭门思过的 昨日听闻说母后身体不适 将父皇都赶出了荣华宫 便和父皇请了旨 父皇恩准了 我就过来看看母后 我先去了父皇的御书房 正好赶上七弟请旨 后来西山军机大营出了事情 便耽搁了片刻 否则早就过来看母后了 叶天青收起阴沉的脸色 对皇后恭敬得到 嗯 皇后点点头 本宫无事 你不用点点 只要母后无事 儿臣就宽心了 叶天青看了云浅月一眼 那儿臣告退了 去吧 皇后摆摆手 叶天青行了课告退了以后 转身 缓步出了荣华宫 皇后看着叶天一身影 消失在宫门口 她叹了口气 这个孩子在我身边长大 一直寻规蹈矩 今日听了你和七皇子 这样一番话 恐怕是对他打击极大 叶天青不是傻子 虽然不敢确定 但大约早就明白一些的 只是还抱有一丝侥幸罢了 云浅月收回视线 轻吐了一口烛气 她从来不知道 面对叶天一 居然这么累 让她足以脱掉一层皮 月 皇后看着云浅月 目光落在她有些疲惫的小脸上 我怕七皇子又是一个始祖皇帝 若是如此 你 姑姑不用担心我 即便她成了始祖皇帝 我也不是真敬皇后 云浅月浅浅一笑 百年前的恩怨是非 到底如何 以及真敬皇后明明喜欢荣王 却被迫嫁入天家 荣王是没抗争 还是抗争不过之后放弃 这些到底如何 她不想去探究 也不想弄明白 只知道 如果她不愿意 那么谁也强迫不了她 叶天一也不行 皇后叹了口气 低声道 你心里有谱就行 我看七皇子 比当今皇上手段要高 你和景世子集集 集贯之后想大婚的话 怕是不会容易 这件事情还早 姑姑不必忧心了 我知道怎么做 云浅月看着皇后 见她气色不是很好 想起孙嬷嬷 说她一夜未睡 立即的 姑姑去休息吧 我以后还要孝顺您呢 您一定要好好地保重身体 才能看着我和容景大婚 你和景世子大婚啊 希望我能等得到 皇后面色缓了一些 问她 你呢 我看你气色也不是太好 昨夜累坏了吧 如今叶天一既然说 我不用住在宫中了 那正好 我也不想住在这里 我就回府了 回自己的地方睡觉踏实 云浅月的 也好 我吩咐人被车送你回府吧 皇后点点头 不用 如今容景的马车 应该是等在宫门口了 我坐她的车回去 云浅月抬步向宫外走去 月儿 我店内 皇后刚想说 你哥哥还在我店内呢 又收了回去 转了口气的 没事 她皮厚着呢 一日两日受得住 云浅月头也不灰 白白手 皇后不再说话 看着她出了荣华宫 皇后站在门口片刻 转身进了内店 店内 南丽瑞睁着大眼睛 委屈地看着她 皇后叹了口气道 活该 你审着吧 南丽瑞更是委屈地看着她 皇后不再看南丽瑞 她看向床上 只见叶茜 不知何时已经醒来了 同样睁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她 她收敛了情绪 笑道 叶公主醒了 原来七皇子 也是喜欢云浅月的呀 叶茜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皇后想着 刚刚叶天忆和月儿的话 大约都被这个叶公主 给听到了 她看着叶茜 不说话 这个小公主 看起来喜欢玩 但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否则南丽瑞 如何能放心 她独自来天圣京城 南丽瑞 你真是活该 就该多点你几天 叶茜转向南丽瑞 见南丽瑞脸色一沉 她对她调了调眉 忽然推开被子 力索地下了床 对皇后的 多谢皇后娘娘 将床让给我 睡了舒服的一大觉 我走了 您休息吧 叶公主要去哪里 皇后看着叶茜 扫了一眼南丽瑞 听说军机大营着火了 这等热闹 怎么能不去看看 我去军机大营 不用扫我了 叶茜花落 人已经出了内殿 足尖清点 飞升出了荣华宫 南丽瑞恼狠地 看着门口 那里珠帘晃动 刷刷而下 皇后瞪了她一眼 你继续睡吧 得罪了景世子也就罢了 居然还得罪了月儿 那丫头 这些年和于穆涵不亲近 定然暗中查访你 她想你的很 你却说不想她 难怪她会生气 南丽瑞垮下脸 想说什么 却被点住了雅学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挣扎了半赏 颓然地闭上了眼睛 不出片刻 就睡了过去 皇后好笑地 看着南丽瑞 说睡就是 这样还能睡着 月儿说得不错 她真是能耐 云浅月出了荣华宫 对着一个守门的 小太监吩咐道 一会儿若是警狮子来 或者是她派人来传话 就说我不去她医院了 去宫门口马车里等着她 那小太监立即应声 云浅月抬步向宫门口走去 想着不知道老皇帝 想干什么 居然让秦玉宁剃了她 难道 老皇帝不知道 秦玉宁喜欢荣景 怎么可能 她冷笑一声 不管老皇帝想要如何 她和荣景 不怕就舍了 一路畅通无阻 来到宫门口 云浅月看到了 荣景的马车停在那里 车前没有闲歌 她举步走过去 刚要伸手挑开车帘 忽觉一道森寒的杀气 透过帘幕向她袭来 云浅月面色一变 瞬间向后退去 她退得极快 但那道森寒的杀气也不慢 顷刻间便贴近了她的心口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森寒的杀气 来自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 宝剑凌厉无比 寒气极重 方一出来 周围三丈之内 便仿佛被冰封 紧接着 一名黑衣蒙面老者 从车厢内破出 显然武功极高 云浅月身后是宫墙 她急速后退 转眼间 身子便抵住了墙壁 宝剑 已经直抵她胸口 云浅月面色微变 瞬间出手夹住了宝剑 催动凤凰真经 其中一重功力 春风化雨 顷刻间 只见从她双掌中 似乎窜出一股强大的火苗 直直烧向对方的宝剑 宝剑在触及到那烈火的瞬间 便从剑间开始融化 一柄完好的宝剑 转眼间 便被融得只剩下了一把剑柄 老者面色大变 刚要弃剑对云浅月出场 她的脖子上 便被轻轻地放上了一把 薄如寒冰的宝剑 她一惊 只听身后传来一个温润而低冷的声音 你只好别动 否则我手不小心抖一下 你的脑袋和你的身体就分家了 老者瞬间住了手 云浅月抬头 只见荣景不知何时站在了老者身后 她手中的宝剑随意地拿着 正架在了老者的脖梗处 如是似化的容颜 淡而冷 云浅月松了一口气 老者武功太高 她毁剑几乎倾注了她的全部功力 若是再出一掌 她今日难保不受伤 云浅月松开手 那把剑柄 咣当的一声 掉到了地上 她对荣景问道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刚刚 荣景温声道 贤哥呢 云浅月问 应该是在车里 荣景道 云浅月点头 从荣景身上收回视线 看向老者 老者蒙着面巾 看不出相貌 只能看到一双眼睛 云浅月眼睛眯了眯 淡淡调眉道 风家的家主吗 老者没想到 云浅月一下子 就点出了她的身份 老眼露出一丝惊意 风静就长了这样一双眼睛 云浅月看着老者的眼睛调眉 风家主这是何意 是想杀了我 还是想绑架了我 威胁风静 老者沉默不语 原来风家主是个哑巴 云浅月忽然冷笑一声 云王府浅月小姐的武功 果然高强 居然会凤凰 老者此时开口 声音虽沉 却不见苍狼 她花音未落 容景轻轻出手 点住了她的穴道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既然是哑了 就不用说话 容景淡淡出声 手中的宝剑撤回 向车内飞去 透过莲幕 只听吃的一声 似乎是割掉了绳索 贤哥从车内飞出 飘身落在了容景身后 扑通一声跪地 惨白着脸道 世子恕罪 起来吧 十大隐瘀世家 风家的家主 天下能胜过他的 没有几人 容景淡淡地看了 贤哥一眼 对他道 将风家主 请到咱们府中去做客 好好招待着 是 贤哥站起身 扛起风家主 飞身向容王府而去 风家主一动不能动 只能任贤哥扛着 一双老眼 又是愤怒 又是震撼 似乎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云浅月居然会的是 风黄真经的春风话雨 声声催动功力 化掉了他的宝剑 而容王府的点穴 果真是堵不天下 他根本冲破不开 本来觉得自己出手 十拿九稳之事 未曾想到 反被俘虏 云浅月见贤哥 带着风家主 去了容王府 他对容景挑眉 你请他去容王府做客 容景点头 走过来去抓 云浅月的手 云浅月夺过 将手藏进袖中 对他询问他 你给冷少卓 失真了没有 没有 容景看了云浅月 藏在袖中的手一眼 语气微重 给我 给你做什么 这里是宫门口 注意影响 云浅月将手 背在身后 又问他 你不是说要给冷少卓 行真一个月吗 怎么 如今不用了 无命侵权进宫了 他行真得我侵船 给冷少卓行真 没有问题 容景见他不拿出手 忽然转身向马车走去 走吧 我送你回府 这样 云浅月忽然笑了 台步跟上容景 好一招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 叶廷一将他 调开太医院 将秦玉宁 调去了太医院 而容景 却也不去太医院了 让清泉进了宫 他笑着看着容景的背影 越看越觉得 这个男人可爱极了 嗯 就是这样 上车吧 容景来到车前 伸手挑开莲目 云浅月看了一眼车内 只见干净的车厢里 放着一把薄如寒冰的 宝剑和绳索 绳索被砍断束断 看来是贤哥 被封家主给制住 在这里守住带土 他先容景一步出来 应该不管谁先来到 封家主都会出手 勤了容景 能够要挟他 勤了他 便能要挟风静 云浅月冷哼一声 探身上了车厢 容景 随后也上了车厢 二人身子坐稳 马车很通灵性地 离开了皇宫 向云王府走去 唉 这个年头马都比人失去 云浅月叹了一句 有些人就是不时去 容景看向云浅月的手 伸手入怀 取出膏药 对他道 还不拿出来吗 云浅月慢悠悠地 将手从袖中拿出 只见一双好好的白皙小手 此时手心被灼伤一片 泛着黑色 细嫩的皮肉被烧伤了一层 幸好你恢复记忆了 容景眸光染上一抹黑色 很快便退去 他将药膏倒在手心处 轻轻涂抹着 云浅月只感觉 手心本来灼伤的痛感 被抹上去的药膏瞬间清凉 他看了容景一眼 想着若是他没恢复记忆 不会运用凤凰真经的武功 那么此时今日 的确是凶多吉上 封家主不会杀他 但是也会让他吃点骨头 还记得上次 在灵台寺地下佛堂 他用意念催动太极心法口诀 其实 不是太极心法口诀起的效用 而是催动了 他体内的凤凰真经 他点点头道 是啊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你刚刚冲破了凤凰节 还没有修炼最后一重功力 便启动了春风话语 风家主没想杀你 只想控制住你 所以你才能毁了他的剑 只捉伤了一双手 今日算你运气 容景将云浅月两只手都涂抹完毕 将药膏收回 放入怀里 看着云浅月道 以后要多加小心 即便是靠近我的马车 我的身边都不能大意 嗯 云浅月笑着点头 近日她是被叶天翼扰的心神 再加之 是容景的马车 而且又是在皇宫门口 所以便大意了 大意 是最要不得的 她这双手便是证据 容景不再说话 伸手将云浅月揽进怀里 对她道 困了就睡吧 云浅月靠在她怀里 闭上眼睛 刚闭上眼睛 忽然又问 还有多少日皇上受沉了 十日 容景道 今年的受沉 是不是又和十年前的 一样大半 各国来贺 云浅月又问 容景点头 十年过得真快啊 转眼就是十年了 云浅月感叹一声 挑眉问道 南梁王 西岩王 北齐王 南疆王 还有诸多小国 以及各地的藩王 是不是都会进京来朝贺 大约会 皇上早已发出了邀请的折子 想必该动身的人已经动身了 容景点头 嗯 看来又要热闹了 云浅月笑了笑 又问 今日西山大营的粮草损失多少 如何处理的 损失了两个粮屯 叶青染失去 皇上雷霆大怒 下令将叶青染调回京 他的职位暂时由四皇子赞代 容景道 叶天玉 云浅月调眉 嗯 容景低头看了他一眼 云浅月皱眉沉思 西山军机大营的屯粮 总共四屯而已 如今毁去了两屯 去年收成本来就差 今年到如今雨水不勤 收成怕是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今 这天下还有可征用的粮食吗 怕是早已经没有了吧 是不是就因为他们这一局 老皇帝本来答应了叶天玉 下圣旨 才被迫无奈 给了他一道空白圣旨 入冬 军队无粮自然不行 向百姓们加重赋税的话 自然会造成怨声载道 流民失所 所以 到时候官府能做的 只能向百姓高价收粮 或者再依靠囤粮的富户捐献 而这囤粮的富户 天下谁还能有荣王府有钱 这些年荣王府 在容景手下几乎独揽了 天生经济命脉 如今恢复记忆 他才知道 容景的经济命脉 深入的有多深 几乎已经升到了 老皇帝对他恨得牙痒痒 但也无可奈何 只能仰仗他 受他至宠 在想什么 容景见云浅月半赏不语 低头看着他 在想你手里有多少囤粮 云浅月看着容景 你有多少 我就有多少 容景道 你能知道我有多少囤粮 云浅月嗤了一声 天下产的粮食是有数的 除去天圣朝廷征收 皇上将粮食都控制得极眼 不让流入他国 这些年 风格虽然不高价收粮 但是风格有良甜 五千情 容景轻笑 看着云浅月 你说我能不知道 你有多少囤粮 云浅月眼皮翻了翻 闭上眼睛 似乎有些抑郁 半赏 忽然又乐了 粮食和兵器 从来就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我也是 和你一样喜欢 容景笑头 但愿老皇帝 有些自知之明 云浅月笑意收起 哼了一声 他有自知之明不用管 恐怕有一个人 没有自知之明 容景也收起笑意 漫不经心 一字一句地等 我不是荣王 你也不是真静 他更不可能是始祖皇帝 哪怕是始祖皇帝 也阻止不了我们在一起 云浅月纯半民起 不再说话 对于叶天忆 若是重来一次 也许他还是会帮他 即便明知道 这样会让他与容景的路 固满荆棘 他伸出手臂 还抱着容景的腰 将脑袋贴在他胸口 听着他浅浅的呼吸和心跳 心下顿觉满足 容景看着怀里的人 面容温暖 嘴角微微勾起 也不再说话 靠在车壁上 闭上了眼睛 宝马无人驾驶马车 却懂得穿街过向 熟门熟路地 向云王府而去 二人环抱的身子 笼罩着浓浓的暖意和情意 走了大约两盏茶时 一阵马蹄声 忽然从马车后面传来 马蹄声哒哒二响 马鞭挥舞地急促 不出片刻 那匹马便追上了马车 一乐马将拦在了车前 马蹄声瞬间而止 云浅月闭着的眼睛睁开 看向紧闭的莲木 莲木早先被封家主 对他出手 和容景解开咸歌穴道 刺出了两道细长的口子 他透过那两道细细的口子 看到叶清染 骑马拦在了车前 叶清染紧袍玉带 灰黑一片 脸上也是黑一块白一块 他刚一来到车前 一股烟熏火燎的味道 便传进了车厢 显然 是军机大营 凉酷燃烧的时候 去救火了 此时他面目 虽然模糊不清 但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双眼睛燃着怒色 叶清染定是知道 是容景出的手 这是来找容景兴师问罪了 云浅月仰头看向容景 只见容景闭着眼睛 缓缓睁开 他看了云浅月一眼 并未说话 若美人 我问你 西山军机大营的凉酷 是不是你命人烧的 叶清染开门见山 与其薄怒 话落 他不等容景开口继续的 你别告诉我 不是 是又怎样 容景淡淡调眉 果然是你 叶清染本来凤幕聚集的怒意 瞬间冲破眼帘爆发出来 勃然大怒了 你知不知道那两个粮囤的 囤粮是多少 那可是粮食 多少百姓的辛苦 多少粮田才能产出 那两个粮囤的粮食 你就这么给烧了 你齐心何安啊 我不知道安不安 我只知道皇上 要将他下旨 赐婚给七皇子 容景淡而冷地一笑 然小王爷 你不会不知道 他在我心中有多重要 仅仅烧了两个粮吨是轻的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收听